以一届书生竟能镇压世上最恐怖的监狱 养鬼的天师因喝可乐不加冰 被你按到厕所里喝到饱 杜劫失败的修行者因吃饺子不吃皮 被你饿了七天七夜 就连龙王叶臣只是抱怨在监狱拉屎没有纸 就被你一脚踹进粪坑生死不明 此时你按照惯例到操场巡逻 操场上正在活动的犯人看到你都立即立着 浑身颤抖 二当家的 抽烟抽烟 能不能把这封信送给我的家人 事成之后给你一个亿 不 十个亿 犯下重刑垄断罪的全球首富正笑咪咪的跑上来 二当家好 阴导卖核弹头的地下组织首领 现在也低着脑袋弯着腰 二当家中午好 樱花国首席排屋首也低着头学的有母有样 哦 就是你排的屋 来人 拉出去砍了 这里的犯人没有一个是普通人 任何一人的名声放出去都足以震动四方 但在这一刻 他们都乖乖的低头 恭恭敬敬的称呼着你 我最近心情不美丽 希望你们不要闹事 是是是 大家一愣 急忙答应 你巡查完刚回到办公室 一个狱警火急火燎的跑了过来 二当家的 外面来了个女将军点名要见您 还说跟大当家的认识 你愣了一下 有意思 居然还认识我爹 走 去看看 监狱之外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正沿阵一带地看守着一个囚龙 囚龙当中是一名面向阴沉的男子 呵呵呵 别让老子出去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一个也别想活下来 这名男子阴森地威胁众人 周围的士兵固有转头 仿佛害怕被他记住自己的面容 旁边一名肩扛两心的女子走了过来 她是帝都玉家大小节玉小龙 你就是七等闲吧 玉小龙居高临下地看着你 眼神中充满了不屑于鄙夷 你只是淡淡开口 抓的谁 这是地下世界四大天王的恐怖之王 上级决定要在这里关押 玉小龙走了上来 将一份文件交到了你的手中 你随手签署然后看向他 你点名要找我 玉小龙平静道 我是玉小龙 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听到这个名字明显一愣 然后又皱了皱眉 玉小龙冷漠的眼神扫过你的尖弦上 齐家的大少爷居然在这 看守着一个破监狱 这个婚 我毁了 你有没有意见 说完他慢条斯理地拿出一张婚书撕成两半 只见后方的那些士兵 也是以一种不懈的目光看着你 一个小小的二级玉警 也想配上已是中将的玉将军 玉小龙叹了口气带着怜悯的看向你 我知道这对你打击不小 不过你也看见了 我们并非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冷冷一笑 是啊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知道就好 玉小龙说着递出一张名片 作为补偿 你可以拿着这张名片来求我为你办两件事 还有 恐怖之王就交给你了 务必让他一直待在牢笼 为了抓他我们损失惨重 就连我都受了不少青伤 话音刚落 玉小龙转身跳上了车 直接下令带队离去 你有些惊恶地看着玉小龙离去的背影 然后缓缓收回目光 名片也在手中瞬间化为灰烬 有病吧 然后又随手打开牢笼 准备压他回去 里面的恐怖之王 猙獰地走出牢笼 小子 你应该听那个女人的劝 没想到你居然跟女战神 还有这层关系 但是你被退婚了有点可怜 我都不忍心杀你了 还没等恐怖之王说完 你反手一个嘴巴子抽了过去 啪的一声 军方费尽千辛万苦 才抓到的恐怖之王 竟直接昏死过去 我心情不好 你怎么这么多话呢 你不爽地骂道 然后捏住恐怖之王的脚腕 如死狗一般拖着往监狱里走 二当家 二当家 你的姓 一个狱警匆匆跑来 将姓递到了你的手里 然后又见怪不怪地 打量了一眼死狗一般的新犯人 你接过姓一看不由精神一懂 我爹的姓 老爹让我去去百慕雪 百慕雪是你小时候的玩伴 还小的时候就是个美人胚子 现在多半已是倾国倾城了 老爹的措辞特别严厉 这让你叹了口气不得不照搬 第二天一早犯人们几乎敲锣打鼓 观众你离开 你目光扫尸了几个刺头 呵呵 等我回来 然后就带着行李 踏上了前往中海式的飞机 刚进入头等舱里不由一愣 怎么在哪都能碰见这个娘们 此刻的玉小龙一身变装 但依旧那么盛气凌远 看到你也是明显一愣 然后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而玉小龙旁边的助手 却苟叫了起来 不是跟你说过 你和玉小姐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怎么还追到飞机上了 有意思吗 你听到这话不由一愣 看都不看他一眼的 抽出一本杂志看了起来 滚 不要惹我生气 玉小龙梅雨也是阴了阴 这种死缠烂打的男人 他最讨厌 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三个男人突然闯了进来 三把短枪直接对准了玉小龙 玉将军 你逮捕了我们老大 可真是让我找得好辛苦啊 头等舱的乘客顿时吓破了胆 这三个家伙怎么带着枪登上飞机的 而你放下杂志看了一眼 又若无其事地将杂志端了起来 助手也是吓得脸色苍白 他没想到大胡子的手下居然这么有能耐 都追到飞机上了 他忍不住转头看向你 你坐在三人的视野盲区 如果趁机出手 完全可以给他制造反击的机会 可你现在如一个软蛋一样 死死盯着杂志 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这个窝囊废 还好小姐跟他解除了婚姻 玉小龙面无表情说道 看来还有漏网之鱼啊 或者说大胡子背后还有势力 持枪男人冷哼两声 这就不是玉将军 你该关心的事了 老老实实跟跟我们走一趟吧 助手再次看了你一眼 这个时候唯有你出手 他才有机会立挽狂澜 人帝此时已经打起了瞌睡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玉小龙呵呵笑了起来 你们知不知道一句古话说得好 咫尺之间人进敌国 话音刚落玉小龙宛如闪电一样弹起 一把就夺下了一把手枪 与此同时一掌劈在对方咽喉上 咔嚓一声 直接将人击倒 另外两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脑门分别挨了一下 砰砰两声跌倒在地 助手吃了一惊 没想到玉小龙居然有如此战力 果然是当之无愧的女战神 抱歉了 让各位受惊了 我立刻安排人过来处理 玉小龙微微弯腰 对着惊呆的众人呵呵一笑 很快就有乘客认出了他 您是玉小龙中将吧 我们龙国冉冉升起的将军 被誉为女战神 原来是玉将军 能够与您乘坐一趟航班是我们的荣幸 大家认出玉小龙来 不由纷纷地恭维起来 很快 军方的人过来带走了这三名危险分子 玉小龙对着你淡淡道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别再跟着我了 这改变不了我的主意 助手也冷笑道 再跟着 别怪我不留情面了 无疑这番话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一个个以比一的目光打量着你 你也没有理会这些冷嘲热讽 到了机场后带着行囊静置下了飞机 刚下飞机 一个男人恭敬的90度鞠躬 二当家好 这一幕看待了周围的旅客 那是谁 我没看错吧 是咱中海首富王多宇吧 王总在跟一个年轻人鞠躬 他莫非是帝都来的大人物 我呵呵一笑 上了王多宇的劳斯劳斯 刚走出机场的玉小龙 看到一辆豪华的劳斯来斯 从自己面前鸡翅而过 隐约从窗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应该是看错了 这种被齐家除名的废物 怎么可能做得起这样的豪车呢 中海首富王多宇在监狱这两年半 你对他很是照顾 他今天能够翻案重建天狱 也离不开你的帮主 王总 真是麻烦你了 还特意来接我 二当家您太客气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说着拿出两瓶茅台 这是我给二当家准备的礼物 两瓶五百年的老茅台 你一愣 给我准备礼物干什么 王多宇笑嘻嘻地说道 二当家上门提亲 不得拿点好酒 这两瓶我珍藏很多年了 正好送给二当家 你想了想 自己总不能空着手去白家建长辈 白国焘是他的长辈 当初老爹帮他起家的 在你和老爹被起家赶出家门时 白家接济过你们一段时间 老爹让你娶的女人 正是白国焘的女儿白沐雪 不一会 你就提着行李 和两瓶老茅台 走进了白家大院里 哈哈 贤侄 我两个星期前 就收到老齐的来信 可算是把你给判了 白国焘笑着说道 上来就握住了你的手 你看到白国焘之后 不由笑道 白叔 您身体还是这么的好 哈哈 来得正好 你这就去跟沐雪 把结婚证给办了吧 一旁的白沐雪 却是一阵冷哼 满脸的嫌弃和厌恶 没想到你真的当狱警去了 真是晦气 你笑着对她点了点头 沐雪 好久不见 白沐雪看着自己 这个小时候的玩伴摇了摇头 时间让她知道 两者已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白国焘的老婆 庞秀云不由指着你道 你把女儿嫁给个癞蛤蟆 你让亲戚们怎么看 你的老东西是不是老糊涂了 第一次上门还带两瓶假酒 你确定要把女儿嫁给她 你淡淡开口 唐仪 这酒是五百年的老茅台 庞秀云听完立马扑笑一声 你这个小狱警 还五百年 你买得起吗 白国焘怒喝道 够了 这件事老子说的算 立马去给我把证领了 白沐雪满脸不乐一旦 还是咬了咬牙 和你去明证举领了证 这就结婚了 看着手里的证件 你也是满脸无奈 照片上的白沐雪满面寒霜 这可一点都不像是结婚照 白沐雪冷冷看着你 你要知道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等我父亲那边松口 我们就立刻把婚礼了 说完她上了车 一脚由门扬长而去 你看着豪车的尾灯 无奈的耸了耸肩 这就把自己扔了 这些女人怎么都这样 怎么台词都不能唤一句吗 你摇了摇头拿出一张卡片 永夜君王 希望你别骗我 否则等我回去 有你好受的 永夜君王知道你要来中海 直接送了你张门卡 还说这套别墅 是全中海最牛掰的 刚走出明证局 就看到从一辆吉普车 跳下来的玉小龙 看来你已经和白沐雪结婚了 你现在也成功 当上了上门女婿 起码以后衣室无忧了 关你屁事 你很不喜欢这个女人的态度 似笑非笑地回了一句 玉小龙面色不便继续倒 一个小小的玉井 想要在白家站住跟脚 也并非一时 念在之前我毁约在先 我现在给你一个开口 求我办事的机会 你面色冷漠地扫了她一眼 我确定了 你这人真的有病 别说白家 就是你们玉家在我面前 都是土鸡娃狗一般 劳烦你收起自己的高高在上 我过得好不好 跟你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说完这话你扬长而去 玉小龙神色不由 深沉了下来 一个上门女婿还大言不惭 真有这么大的志气 当什么遇见 说完一脚由门轰去 就连尾气都似乎 喷出一种对你的不屑 第一 你刷开了云顶天宫的别墅大门 这小子还真会想服啊 看到这别墅的份上 我回头少收拾他几次 你脸色也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 永夜君王楚无道 曾是龙国地下组织 最备受尊敬的人 然后一次意外 楚无道发疯 斩杀了所有敌人的同事 也向昔日的同胞举起来徒斗 最后一位顶级战神出手 才把发疯的楚无道擒获 押往了幽度监狱 楚无道可谓是一个传奇 同样也让人惋惜 一阵手机铃声 将你从思绪中拉了回来 等闲了 沐雪这孩子不懂事 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了名证局 你放心 我已经数落过他了 马上就要吃饭了 我马上派人去接你 不用了白叔 我有车 一会就回去 他的话让你心头意暖 但隐约间还听到了白木雪的冷哼 你去车库挑选了一辆 比较低调的车 就开往了白家 刚到云顶山庄 在别墅门口将车停好的玉小龙 就看到一辆灰藤 从云顶山的顶端下来 诧异无比 是 是他 谁啊 小姐 一旁的助手不由问道 玉小龙迟疑了一下 我刚才好像看见七等闲 从山顶下来 助手听完不由笑了起来 小姐 抓捕恐怖之王 让你受的伤还没缓过来吗 你居然也有眼花的时候 他一个小小的玉井 怎么可能住得起云顶天宫 玉小龙听完也是不由一笑 也是 我当初可是抬出了中将身份 都没买到山顶的 这才没办法在山中间买了一栋 这一个小小的玉井 怎么可能住云顶天宫 很快你就到了白家 看到桌子上的一盆 醉虾大吃一惊 我送来的那两瓶 好酒不会用来做醉虾了吧 你看看这酒 倒出来黄黄的一看 就是假冒伪裂 我估计这盆虾不能吃了 你选的上门女婿真不错 第一次来就用假酒糊弄你 杭秀云非常不悦地说道 白木学也是满脸比翼 拿出岛了吧 免得吃坏了肚子 白国焘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陈生道 小贤肯定不是这种人 说不定他是被人给骗了 这道菜你们不吃拉倒 老夫我自己吃 杭秀云皱眉道 一会老关可就到了 你觉得摆这道菜合适吗 话音刚落 就听见一阵爽朗的笑声 一个和白国焘年纪相仿的男人走了进来 等闲 这是我的老朋友 你叫他观叔就好了 他可是国字号大师 改天让他送你两幅字画 你礼貌地叫了声观叔 老关也是坐了下来准备吃饭 就在这时 杭秀云端着醉虾 就准备把这一盆给倒了 哎 等等 你就这么不待见我 我记得醉虾不是秀云你的拿手好菜吗 杭秀云急忙笑道 老关 你这那里的话 这不是老白招了个好女婿送来的假酒 我怕吃坏肚子就拿起扔了 老关鼻子抽了抽 脸色猛然就是一变 急忙抢过秀云手里的醉下 等等 你说这是假酒 老关此时心里震撼至极 你顾不得什么理 用手抓着就往嘴里塞 杭秀云不由惊呼 老关你要吃出什么病怎么办 你要喜欢我重新给你做一道 老关却是一脸陶醉 然后缓缓开口 入口揉 一线喉 这是难得的好酒啊 起码得五百年网上的老茅台才有的味道 此话一出 白家三人瞬间压麻呆住 老关气得抖胡子剁脚 你们白家抱舔天物啊 不爱喝给我老头子啊 真是心痛死我了 庞秀云吃惊道 老关 你没搞错吗 这不是假酒吗 假酒 哪个没长眼睛的说是假酒 这种酒在十年前我有幸尝过一次 这味道让我终身难忘啊 庞秀云和白木雪也是满脸尴尬 这一个小小的狱警 哪来的这么珍贵的东西 白木雪心中不屑 肯 肯定是他偷的 白国涛则哈哈大小 我就说等闲怎么可能送假酒 哈哈哈哈 不愧是我最好的女婿 酒过三巡 白国涛也是让你来白氏集团当上层 虽然你是一个上门女婿 也不能被别人看命 你却笑着婉拒了 毕竟你不在意世人的眼光 可看在白木雪眼里 却是装腔作势 都第三下四来当上门女婿了 还拿捏那点不值钱的自尊心 真是可笑 晚上时候 白木雪也是给自己的好 威蜜沈蒙蜥顿头操 沈蒙蜥一听更是火大 什么 你们领个证 你就这样让那蛤蟆吃了 木雪你放心好了 我来想办法让她出个大丑 这样她就不敢缠着你了 你挽拒白国涛的流速妖体 直接返回了云顶天空 刚一停下车 你不由醋眉冷漠到 出来吧 嗖 几道人影离开出现在你的周边 一个个散发着冷冽的气息 小子 听说你跟玉小龙关系不一般 你是乖乖束手就擒 还是让我等打断你的四肢再带走 你听到这个名字就不觉得心烦起来 怎么又是这个女人 我跟她没关系 给你们一次机会 别惹我 哈哈哈哈 一个小小的狱警 也敢在我们四张狂面前张狂 还别惹你 惹你又怎样 哈哈 刷 你面色硬了 手起全落 一眨眼的工作四人便变成了死人 你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这水瓶随便从监狱拎出一个 都能将其掉的 真是麻烦 说了别惹我 你抓起一条腿就是一扔 把尸体抛下了山崖 没过多久 玉小龙寻着空气中的血腥味而来 等他走到山下就看到四条面目全非的尸体 这 这居然是恐怖天王麾下的四张狂 这四个人同样是我们军方非常头痛的家伙 一直都没抓捕成功 这怎么就被人当场打死抛尸荒野了 是什么人可以轻轻松松打败四张狂 就算是我的全胜时期都不足以战胜啊 玉小龙满脸的震撼 作为龙国女战神 自己战力本就是一流 而打死他们的人远在自己实力之上 玉小龙抓起手机若有所思地看向山顶 给我查一查住在云顶天宫的是什么人 再派几个人来我这边清理一下现场 第二天一早 你就接到了白国涛来的电话 等闲啊 你和沐雪结婚太快了感情 还是需要巩固巩固的 他今天约了几个朋友准备给你介绍一下 你报一下地址 我一会让他去接你 好 你无奈地摇了摇头 白国涛的好意 你是没办法拒绝的便直接应了下来 很快沈梦西开着车带着白沐雪就来接到 沈梦西看到你后上下一番打量 哼 一个小小的欲解 虽然又高又帅 但是再也没什么优点了 这怎么配得上白沐雪这位白家娇女 我闺蜜沈梦西 你们认识一下 白沐雪坐在书架冷冷地头 你伸出手来孝导 你好 沈梦西却是一脸厌恶 别磨磨唧唧了 张绍可都在那边等着 很快你们一行人来到了一家高档的运毒俱乐部 哈哈哈哈 梦西 沐雪 你们总算是来了 几个公子哥赢了上来 为首的一人正是白沐雪的追求者张绍张绍杰 看到车里还有一个男人 张绍杰眼神不由冷了冷 这位是 我闺蜜说话比较直 别往心里去 你扫了他一眼也是懒的说话 刚进俱乐部 张绍杰就对白沐雪说 沐雪 你不是喜欢基建吗 我前天当拿了全国季军 今天我来教教你 对了 答应帮你从黑龙商会讨回两千万的事我也在做 估计这两天就有回应 白沐雪点了点头 眼中略过一丝喜色 谢谢张绍 刚进俱乐部 你的余光就扫在一个女人身上 我靠 这女人怎么无处不在呢 我跟她是不是八字反处 众人也是看到玉小龙一阵惊呼 那 那不是玉小龙将军吗 她在跟谁射箭 好像是黑龙商会的会长赵黑龙 哇 不愧是我的女神 果然样样精通了 你再一看不由笑了 那不是小泥丘赵黑龙吗 赵黑龙入狱的时候很张狂 不仅全打师堂阿姨 甚至连你都不放在眼里 直到她被你拎到电线杆上吊了三天三夜 从此堂堂黑龙大爷就变成了小泥丘 没想到我居然有机会目睹玉将军的英姿 如果能娶到这样的女人 别做梦了 玉家可是帝都的豪门贵族 玉小龙更是女中豪杰 谁能配得上她这样的女神 不过大家的注意力很快转移了回来 张少也拿着剑秀了一番 她的动作优雅潇洒灵活 让周围少女不由春心荡漾起来 你皱了皱眉 准备转身走人 你可不想跟玉小龙扯上半分关系 这时白木雪的闺蜜沈梦吸拉住了你 你干嘛呀 木雪好心带你出来玩 你一声不吭的就想走 呵呵 估计是看到张少的剑术自残行贿了吧 刚刚落败的吴少也是呵呵一笑 说到这 他突然对着白木雪说道 木雪 这一看就是个香巴老 鸡剑是我们贵族的运动 肯定是玩不来的 你下次带他找个山沟勾玩弹珠 估计他比较适合 哈哈哈哈 白木雪也冷着脸说道 齐等贤 你别太不识抬举 我好心带你玩你就这么扫我面子 张少也淡淡地整理着自己的护举 算了木雪 草鸡是永远都无法走进凤凰的圈子里的 鸡剑这种运动不属于他 让他去外面篮球场打打野球吧 你嘴角抽了抽 我对花里胡绍的运动不感兴趣 剑是用来杀人的 胡绍顿时乐了 呵呵 还杀人 就你这熊样估计连鸡都不敢杀还杀人 你一脚踢翻了他 随后拿起一把剑 来 张少 我们试试 我会留守的 哈哈哈哈 你真是搞笑 布剧都不穿就跟我试试 我真怕不小心杀了你 你松松垮垮的站着 而且没有带护卷 在外人看来就是为了装逼的门外汉 张少也是毫不犹豫地朝你上身来的的突刺 被踢翻的吴绍称赞道 你看张少的动作干净利索 不愧是全国的基建亚军 那只癞蛤蟆可有的瘦了 你松松垮垮的站姿依然没动 直到剑要落在身上时 你提着剑顺势往下一轮 好像拍苍蝇一般 啪 张少只觉得手一痛 手里的剑也脱手飞了出去 众人瞬间压麻呆住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张少怎么可能在他手里都顾不了一招 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下次这种无聊的活动 记得不要叫我 说完你随时把剑扔下 转身准备离开 沈蒙西怒道 不可能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阴招 你怎么可能赢得了张少 幼稚 我说了 剑是杀人的 你都懒得理这些人扬长而去 裕小龙这时也注意到了这边 放下手里的弓箭便朝这边走来 而赵黑龙也是看到了你的背影 怎么有点像二当家的 看 快看 郁将军走过来了 众人看到郁小龙缓缓走过来 一个个呆若木鸡身体都不由地发抖 就连刚刚高高在上的张少 沈蒙西等人都忍不住缩起脖子 这女人的气场实在是太强大 郁小龙走到前面 上下打量着白木雪 也就是白木雪 还行 郁 郁将军 您找我有事 没事 说完郁小龙直接转身离开 白木雪愣住当场 还行 还行是什么意思 赵黑龙这时也黑着脸走过来 你们是不是被地里说 郁将军画画了 他为何突然放下弓箭朝你们走来 张少杰连忙解释 赵先生绝对没有 我们怎敢嚼郁将军的蛇根 赵黑龙满意地点了点头 还算懂事 张少杰觉得现在是一个机会 立刻开口说道 赵先生 那个白氏集团被拖在贵公司的两千万 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放一下 赵黑龙看了一眼冷冷道 两千万的小事也找我 你们自己处理 说完这话 他直追玉小龙而去 张少杰也不敢跟赵黑龙啰嗦 只能转头朝着白木雪笑道 木雪你放心 这两千万我一定给你要回来 此时你已经被王多瑜 接到了一处市场当中 二当家 劳烦您 我看上了一个物件 请您给我长长眼 你呕了一声 王多瑜让店主直接把一幅画给展开了 你看到片刻问道 多少钱 一个亿 王多瑜忐忑地说道 来吧 你也懒得多说 王多瑜听闻后立马高兴地掏卡付钱 看得周围一群专家堂目结识了 这小伙子是谁啊 他们都不敢确定的事物 他一句话就让王先生买了 这什么来头啊 黄尸手 我们的运气真不错呀 在这家店居然找到了百年和首屋 要我马上给你调好了 您直接喝下去就行 一个身穿堂装的老年人 正对着一个气色看起来不太好的中年人说道 中海市的尸手黄文郎接过茶展 有劳要王先生了 等我病好了 一定帮先生多搞搞政策 支持支持咱们传统的医学发展 要王孙清泉哈哈一笑 黄尸手客气了 治病救人 这就是我被理所应当的事情而已 你看了一眼却是眉头紧皱 猛然走了上前 你如果还想多活几天 这汤要最好不要喝 黄文郎一愣 旁边的孙清泉则是勃然大怒 哪来的后生仔 也敢质疑老夫 王多瑜看到你上前不由吓了一跳 急忙解释道 这是我兄弟 说话不好听 您别往心里去 黄文郎见王多瑜过来了点了点头 往左管好你的兄弟 你则默然道 你的症状可不是什么病 而是有人在害你 你如果喝了这可守屋 反而活不了几天 孙清泉满脸不屑 黄口如此 信口慈黄 你想要在老夫面前 搬弄你那点皮毛知识吗 莫非你认为老夫的医术不如你 黄文郎脸色阴沉 王总 你再不管叫管叫他 可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王多瑜苦笑心里暗道 我哪敢管叫二当家的 随你找死好了 说完你耸了耸肩转身就走 孙清泉笑道 黄世守不必放在心上 这只不过是个 想在老夫面前 哗众取宠的小人吧 黄世守您喝药吧 黄文郎点了点头 将汤药一饮而尽 片刻之后 只觉得一阵舒坦 哈哈哈哈 药王不愧是药王 这一道汤药 简直就是药道病逐 黄文郎大声笑道 大家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纷纷则舌 一个个称赞不已 孙清泉听到这些称赞 只是点了点头 毕竟他这辈子听到的称赞 实在太多了 黄文郎得意地看向你 小伙子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你还能活这么久 你头也不回地甩出一个巴掌 冷漠道 他既得罪了黄释手 又得罪了药王孙清泉 这可如何是好 四 三 你却是默然倒数 手指也一根根倒下 大家不由一愣 这小子还真敢说 这不是诅咒黄释手吗 找死不适 直到你最后一个数字 脱口而出的时候 黄文郎突然脸色一变 伸手就捂住胸口 片刻之后 身体后痒 整个人似乎昏死在椅子上 救 救我 黄文郎艰难伸的出手 对着你喊出最后两个字 孙清泉看到这一幕 黄释手给吃死 那自己也是难逃一劫啊 百年合手无本就是大 但属英 你配药很不错 可他这病根本就不是病 一位这样的大不要喝进去 不死才管 你轻描淡写地解释了一句 众人再次看下你的时候 目光顿时就变 没想到眼前的年轻人 有这样的眼力 积压孙清泉 孙清泉咳嗽了一声 这位小友 还请赐教 没兴趣 我刚说了 他不听我的偏药喝药 他自己找死我能帮什么忙 孙清泉急忙说道 小先生 是我刚才太过鲁莽 能否出手救治一下 老孙在这感激不尽 黄释手这些年兢兢业业 为中海的发展立下赫赫战功 还请您给个机会 王多宇也笑道 二当家 他们没眼力尽 你也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看在我的面子 能不能帮一下 好 我看你的面子 说完你走到黄文朗的面前 对着他的胸膛 就是一脚踹了过去 砰 黄文朗直接横飞出去 连带刚才的药汤都喷了出来 你好大胆子 不愿意救人 就算了还敢出手打人 黄文朗的保镖们 都是纷纷震怒 准备出手 出手 突然从远处传来了一道声音 孙清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只见吐过血之后的黄文朗 面色苍白 但说话却中气十足 明显已经好了大半 黄文朗咳嗽道 这位大师是在救我 不是打我 孙清玄急忙走到那团黑血的旁边 用一张纸挑起一点 放到鼻子边闻了闻 震惊道 有毒 不愧是要亡 这都能闻出来 不错 里面有毒 而且不是一般的毒 齐等贤扫了孙清玄一眼 插一道 这毒 是幽兜监狱当中 一个臭名昭著的家伙配出来的 专门用来害人 能让人死得翘无声息 大师 请受我一拜 黄文朗对着齐等贤就是一个鞠躬 齐等贤也没礼让 点了点头授下 说道 行了 慢慢调理吧 下次小心一点 注意饮食 黄文朗眼中寒光一闪 微微点头 回去之后 是得好好查一查身边的人了 孙清玄满脸尴尬地走到齐等贤身旁 笑道 大师的手法果然非同一般 是老夫我眼瞎 有眼不识泰山 希望大师能给我一个机会 收我为徒 我愿追随大师 好好学习医术 众人听到这话 直接宛如遭受雷击 孙清玄是谁 居然在向齐等贤求教拜师 没空 回头再说齐等贤却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王万金见怪不怪地笑了笑 二当家就这脾气 没人能惹得起 监狱里那些无法无天的魔王 甚至能让一个国家的总统都为之头疼 但见了二当家 还不都得像鸡仔一样乖乖听话 恰巧 齐等贤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电话是李云婉打过来的 齐等贤 孟孟正在被人灌酒 你这个废物 还不赶紧滚过来 接他回家 一会儿出事了 你负得起责吗 李云婉在电话被接通之后 就直接一声怒吼 齐等贤愣了愣 问了地址 然后挂断电话 让王万金派司机送自己火速过去 他跟乔丘梦已经成为了夫妻 虽然还没实质性发生过什么 但也绝不能看着乔丘梦被人欺负 他至今都还记得 被赶出齐家之后 是乔家接接了他们父子 在自己最难过的时候 是乔丘梦给了自己一根棒棒糖 那根糖果的甜 他到了如今 都还时常会有回味 此时 乔丘梦已经喝了不少的酒 醉眼迷离 翘脸通红 整个人透出一股 让人垂涎欲低的妩媚来 李云婉坐在旁边 满脸的忧心忡忡 于总 这三杯都已经喝了 你们欠我公司的两千万 可以还了吧 乔丘梦问道 黑龙商会的小头目 于开合坐在椅子上 满脸的笑意 道 你喝了三杯 那我就先还三百万好了 乔丘梦一愣 道 你不讲信用 于开合诧意道 乔总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刚刚说了 你喝了我就还钱 可没说还多少啊 他猛然将一瓶洋酒 趴到了桌面上 说道 这样 乔总 你一口气干了 我把两千万直接还你 一分不差 乔丘梦狠狠眨了眨自己的眼睛 三杯酒下去 已经快不行了 这一杯再喝下去 多半就要躺湿了 他摇了摇头 说道 于总 我真不能喝了 算了 你就先还我三百万吧 呵呵 你既然来了 那怎么能不喝呢 你喝也得喝 不喝也得喝 于开合眼中闪烁寒光 宁笑着说道 说话间 他直接拧开了瓶盖 刺鼻的酒味 让乔丘梦有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 一旁的李云碗连忙说道 于总 给个面子吧 梦梦今天真的不能再喝下去了 第九 我的女人 于开合冷笑 黑龙商会可是中海一霸 他还用得着给两个女人面子 你是什么东西 要让我给你面子 他不喝 你喝啊 于开合冷着眼看向李云碗 淡淡地问道 于开合周围的兄弟也都笑了起来 一个个用细血的眼神 打量李云碗和乔丘梦两人 在他们看来 这两个女人 已经成了于总的瓮中之憋 李云碗的脸色一白 他酒量不好 这瓶酒要是喝下去的话 恐怕得直接醉死到医院去洗胃了 于开合道 乔总 机会给你了 看你自己是否把握得住 乔丘梦抿着嘴握住酒瓶 有些犹豫不定 不能喝 李云碗咬了咬牙 还是坚持己见 于开合脸色不爽 一个大嘴巴子 直接就抽到了李云碗的脸上去 冷笑道 你不让他喝 那你来喝 李云碗身胶肉贵的 何曾被人这样粗鲁对待过 但挨了这一巴掌后 他偏偏一句话都不敢啰嗦 对方是黑龙商会的人 他得罪不起 黑龙商会 那可是 能与中海首富王万金 以及中海龙头企业相识集团 并驾齐驱的存在 乔丘梦知道李云碗的酒量 没有想到 讨回这两千万的欠款 居然这么困难 只能铁了心道 我喝 那两千万欠款 于总你不要赖账 说完这话之后 乔丘梦将平口对准了自己的嘴唇 咕咚咕咚 就大口吹起了满瓶洋酒来 于开河大笑道 好 乔总果然爽快 乔丘梦忍受着喉咙触刀割火烧一样的痛苦 把这瓶洋酒 结结实实全部灌入了自己的肚子里 酒精一上来 他整个人都快瘫了 醉眼迷离地对于开河说道 于总 这瓶酒我已经喝了 那两千万的欠款 你也该还给我了 我现在不胜酒力 先走一步 回去了 于开河却是拉住乔丘梦的手腕 笑道 钱 是肯定会还的 现在还没喝尽兴呢 乔总这就走了 是不是有些不给我面子 乔丘梦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 李云婉急得不行 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估计乔丘梦会被于开河这个家伙 给赤干抹尽了 其等闲这个废物还不过来 梦梦可就要吃大亏了 李云婉急得直跺脚 但他也不敢去招惹于开河 于开河的大佬 可是黑龙商会的会长赵黑龙了 赵黑龙何等人物 今天甚至能够跟玉小龙一块射箭 可想而知有多可怕的背景 乔丘梦脚斗快要站不稳了 哀求道 于总 放过我吧 让我回家 我不能再喝了 于开河却是笑道 再喝一杯 再喝这一杯就放你走 你滚啊 乔丘梦再也无法忍受 一声尖叫 手里的酒瓶子 对着于开河的脑袋就是一下 砰 于开河痛得往后退了一步 捂着自己的脑袋惨哼一声 你这个贱人 于开河气得双眼通红 一脚蹬在乔丘梦的腹部 把他整个人都踢飞了出去 李云婉看到这一幕 吓得脸色煞白 他也没想到 乔丘梦的胆子居然这么大 拿着酒瓶子 给于开河的脑袋上来了一下 完了 梦梦闯大祸了 喝你妈呢喝 想喝酒 不会自己喝 房间包厢的大门 被一脚踢开 齐等闲闯门而入 声音冷漠 乔丘梦倒飞而来的身体 正落在齐等闲的面前 他一个箭步上前 恰好让他软软靠在了自己的怀里 凭借着最后的一点意识 乔丘梦迷离地看了一眼 抱着自己的这个男人 接着就沉沉闭上了双眼 齐等闲黑着脸 搂着乔丘梦 一步就到了于开河的面前 抬手就是一个大嘴巴的抽了出去 啪 于开河的身体离地 整个人都在空中旋转了起来 足足转了两圈之后 这才重重摔倒在地 李云婉不由满脸 惊悚地看着齐等闲 这个狗屁大典的预警 为了乔丘梦 居然敢动手打黑龙商会的人 同桌的黑龙商会成员 一下站起身来 二话不说 一个个对着齐等闲就冲了上来 齐等闲面无表情 一手搂着乔丘梦 一手护住他的安危 两条腿穿花蝴蝶一般踢出 砰砰砰 没一会儿 人已经躺了一地 一个个捂着肚皮勾搂着身体 仿佛变成了主书的虾米 你们喝酒不关我事 但欺负我老婆 可就有待伤却了 齐等闲冷笑着说道 一脚踏在了于开河的脑袋上 于开河痛得惨叫 怒吼道 小子 你惹上事了 你知不知道你得罪的是谁 我们是黑龙商会的人 我的大佬是赵黑龙赵先生 齐等闲满脸不屑 冷漠道 赵尼丘的手下 什么时候有资格欺负我的女人了 虽然他对乔丘梦 暂无什么深刻的感情 但两人毕竟才领证结婚 名义上可是夫妻 听到齐等闲这么称呼赵黑龙 李云婉的双眼一黑 险些直接昏死过去 这话 要是让赵黑龙听见了 别说齐等闲了 恐怕整个乔家都要因此而灭亡 把欠款拿来 不然今天就弄死你齐等闲一弯腰 直接把于开河拎了起来 随手扔到饭桌旁 李云婉听得毛骨悚然 这齐等闲是疯了吧 把人打成这样 还想要回那两千万的欠款 你他妈的 还想要欠款 动了我 全家都要死绝 我告诉你 你非但欠款要不到 还得给我跪个三天三夜 求我原谅你 结果后脑就直接被齐等闲按住 对着桌面就是狠狠一撞 又流淌出了大片的鲜血来 嘴里跟着一阵哭爹喊娘的惨叫 于开河彻底被打怕了 哀嚎道 大爷 别打了 这钱我拿不出来的 这笔款子 需要赵先生亲笔签字 才能从财务里划出来 还给乔家 你现在就算是把我打死 我也拿不出来啊 齐等闲皱了皱眉 莫然道 行 那你让赵倪秋把钱给我准备好 回头我亲自过来拿 于开河连连点头 心里却是直骂娘 他妈的 你还想要钱 回头老子召集了人手 就弄惨你 走啊 还愣着干什么 齐等闲对着李云婉说道 搂着乔丘梦转身就走 李云婉如梦方醒 赶忙跟上齐等闲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至于后面会有怎样的麻烦 就不是他该考虑的了 齐等闲 你他妈的不要命了 下手这么狠 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李云婉心有余悸 跟在身旁 一路数落 齐等闲懒的说话 出门之后 直接把乔丘梦交给了李云婉 让他将人送回乔家 而他则是直接返回了云顶山庄 第二天一早 齐等闲开着这辆低调的灰藤 来到了乔家探望 他刚一进门 就看到乔丘梦躺在沙发上 一旁坐着张绍杰 就听张绍杰温身宽慰道 丘梦 已经没事了 你放心休息就是 我已经把你就回来了 第十真相 看到这一幕 齐等闲不由皱了皱眉 齐等闲 你这个废物死哪里去了 梦梦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 你居然躲起来当缩头乌龟 庞秀云看到齐等闲之后 气不打一处来 怒声呵斥了起来 齐等闲没说话 只是淡淡打亮了张绍杰一眼 问道 怎么回事 张绍怎么会在这里 庞秀云怒声道 你还有脸问 昨天梦梦去找黑龙商会的鱼开河 讨回欠款 结果被他灌酒 足足灌了一整瓶养酒啊 如果不是张绍及时出现 把梦梦给救了回来 乔国焘脸色也有些阴郁 看向齐等闲的眼神略有一丝不满 乔国焘沉声道 等闲 我既然把邱梦交给了你照顾 那你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才行 张绍杰在一旁急忙笑道 伯父 伯母 你们两位也不用太客气 我跟邱梦是好朋友嘛 这是我应该做的 而且 你们苛泽其兄弟也没用 他毕竟只是一个狱警 就算是出面了 估计也没什么用的 这点举手之劳 你们就不用再三提及了 我都不好意思了 齐等闲听到张绍杰的话之后 忍不住笑了起来 摇了摇头 啊 邱梦是我从于开合 手里救出来的 什么时候反倒变成你的功劳了 这话 让在场的人都不由一愣 张绍杰却是呵呵一笑 说道 齐兄弟毕竟刚刚到乔家来 需要一些功劳站稳脚跟 我理解 嗯 这事与我无关 实际上是齐兄弟的功劳 我压根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今天恰巧过来探望邱梦而已 张绍杰这一招以退为进 直接让庞秀云对齐等贤的不满 登上了顶峰 齐等贤 你没什么本事 但老乔执意要把梦梦下嫁给你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人可以没本事 但不可以没有脸皮 明明是人家张绍救了梦梦 你非在这里说是你的功劳 丢不丢人 你一个破预警 有什么能力 去招惹黑龙伤会的人 庞秀云直接把齐等贤给踩了个体无完肤 一点面子也不给他留 张绍杰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来 恰巧乔秋梦在这个时候醒了 脑袋还疼得厉害呢 一看自己在家里 不由松了口气 隐约想起点昨晚的事情来 疑惑地看了张绍杰一眼 道 张绍 昨晚是你救了我吗 张绍杰无奈一笑 道 梦梦 不是我 是齐兄弟救你回来的 庞秀云就大声道 张绍 你高风亮节 愿意帮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 但我可看不下去 梦梦 昨晚是张绍救你回来的 不然的话 你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你老爹帮你找的好男人 手机一晚上关机 可真是悠然自得 乔丘梦也隐约记得 是有个男人把自己给救了 听到母亲这话之后 不由对张绍杰头去感激的目光 我也好像记得点 谢谢你了 张绍如果不是你 救我 我恐怕会很惨乔丘梦松了口气 对张绍杰感激道 庞秀云一听这话 顿时更加来劲 对着齐等贤就道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齐等贤满脸的无所谓 耸了耸肩 道 我昨天让李云丸把秋梦送回来的 你们不相信 找他问问就好 张绍杰对齐等贤点了点头 道 回头我打个电话给李云丸 跟他好好叮嘱叮嘱 让他对外宣称 是你救了秋梦 齐等贤不屑地 用眼角于光扫了 张绍杰一眼 内心当中只有两个字 小丑 乔丘梦有些鄙夷的看了齐等贤一眼 这个家伙没什么本事不说 脸皮还厚 明明是张绍杰从于开合手里救了自己 他偏偏说是他救的 真是不要脸啊 最好能让父亲早日看清楚 这个小人的嘴脸 然后自己提出离婚 应该就容易许多了 乔国焘拍了拍齐等贤的肩膀 然后语重心长地教会道 等贤 人可以没钱 但不可以没有志气 齐等贤道 乔叔说的有道理 他笑了笑 根本不屑于去争辩这些玩意儿 梦梦 你不用担心那两千万的事情 我说了 会帮你搞定的张绍杰对着乔丘梦笑道 谢谢 乔丘梦松了口气 脸色就忽然变了变 我想起一件事来 昨晚上 我好像用酒瓶 把于开河的脑袋给砸破了 他这话一出 乔国焘不由狠狠皱眉 庞秀云则是直接倒抽凉气 张绍杰脸上的笑容顿时 就显得有些尴尬了起来 欲气干涩地安慰道 没事 没事 我回头找赵先生说一说 不会有事的 庞秀云道 有劳张绍了 这个时候 一辆奔驰在外面停了下来 李云婉从车里走出 进了乔家的门来 手里提着一些水果 笑道 梦梦 我来探望你了 云婉来了 快进来坐 看到李云婉之后 庞秀云脸上露出笑容来 迎他入内 李家在中海 也是有些能量的 跟乔家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李云婉和乔丘梦之间的私交 同样很好 所以 他在乔家比较受欢迎 乔丘梦心中也不是很确定 昨天救他的人就是张绍杰 毕竟昏睡之前 已经醉得太厉害了 没看清楚那人的模样 他直接就将李云婉 拉到了自己的身边 来坐下 说道 婉婉 昨天是你跟我一块去的 然后点了点头 道 是的 乔丘梦对着李云婉沉声说道 你跟我说实话 昨晚上到底是谁来救了我 乔国焘也不由将目光 落到了李云婉的身上去 乔丘梦昨晚是李云婉送回来的 他全程目睹了事情经过 最有发言权 其等闲耸了耸肩 张绍杰怎么做 他并不在意 当然 如果李云婉能够说实话 揭穿张绍杰的丑陋嘴脸 他也乐意看看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李云婉对着乔丘梦一笑 问道 乔丘梦苦笑着道 第十一七四 李云婉是昨天送乔丘梦回家来的人 而且 被于开河喝酒的时候 他就在现场 是最有资格说话的人 大家这个时候 都看着李云婉 等着他发话 哎 梦梦你还真是喝断片了 昨天我看于开河难为你 就直接给张绍打了电话 你也知道 张绍毕竟认识 赵黑龙会长嘛 他有这个人脉 能够帮到你 不过 于开河还是没给面子 想要对你动手动脚 张绍对你什么心思你很清楚 他听了这消息之后 怒发冲关 拿着一把剑就闯进来了 把于开河那群人 打得哭蝶喊娘的 李云婉点了一只女士香烟 然后对着乔丘梦如此说道 七等贤听完了李云婉这番话 不由微微一正 然后失声笑了一声 略微摇头 不去解释 李云婉说完话后 邪逆了七等贤一眼 眼中闪烁起一道难以言喻的神色 大家这个时候 也都将目光落到了七等贤的身上 想看看 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庞秀云更是直接开口道 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我想 你没话说了吧 七等贤耸了耸肩 索性懒的说话了 没什么好解释的 乔丘梦失望的摇了摇头 本以为七等贤没本事 也就算了 没想到 就连人品都这么卑劣 居然要跟张绍杰抢功 哈哈哈哈 好了 不开心的话就少说两句 七兄弟毕竟也是 刚刚到乔家来 需要一些功劳站稳脚跟 大家都能理解的 张绍杰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帮七等贤说话了 七等贤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 然后淡淡地道 张绍杰在那里阴阳怪气 我七等贤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来多话 乔丘梦脸色一沉 喝道 七等贤 你够了 你自己没本事 还看不得别人比你强 比你好 你这样的心思 是不是太小家子气了 张绍杰连忙道 这不能怪他 他毕竟只是一个小地方的预警而已 有些小家子气很正常 会慢慢好起来的 旁袖晕冷笑着 觉得七等贤这个人 越发的不堪入目了 必须得早点说动乔国焘 让七等贤和乔丘梦离婚才行 像张绍杰这样的人物 才应该是乔丘梦的良配 张氏地产 可是中海氏的矛头企业 两人走在一起 那才算是真正的门当户对 七等贤这样乡下 嘎拉里出来的小预警 拿什么来配乔丘梦 好了 我知道 等贤不是这样的人 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不必再多说 乔国焘神色严肃地摇了摇手 一家之主发话了 也就没有人再用此事 揪着七等贤不放了 等到李云婉去洗手间的时候 七等贤在门口和他碰面 神色冷漠地扫了他眼 道 你为什么要说假话 他上下打量此人 容貌不比 乔丘梦要差 一身精致的长裙 修长的眉腿 搭配七厘米的高跟鞋 堪称完美 蓬松秀丽的长发 从上到下 都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鼓语有云 以貌取人 失之子语 七等贤觉得 他不像是个会说假话的人 但现在看来 自己是眼瞎了 齐四尔这是来威胁我的 李云婉的脸上不由 流露出楚楚可怜的表情来 一副很害怕的模样 我说了假话 会不会被齐四尔 给抓到监狱里去关起来啊 我这是出饭 齐四尔就给我一个机会吧 七等贤当然不可能听不出来 齐四尔这个称呼 是李云婉对他的一种调侃和藐视 在李云婉这些富家子弟的眼中 他不过 就是一个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的小玉井而已 没什么出色的地方 恰巧这个时候 乔丘梦震过来 顿时就是一黑 怒道 齐等贤 你这个废物 自己没本事救我 还要冒抢张少的功劳 云婉昨天见证了一切 说了实话 你居然还敢来威胁他 你信不信我把你赶出门去 一辈子别想再踏进来 齐等贤无奈道 我可没有威胁他 就是正常聊天而已 李云婉脸上急忙展现出金黄的神色 对着乔丘梦道 对对对 他没有威胁我 就是在正常聊天罢了 梦梦你不要误会 乔丘梦看到李云婉满脸的慌张 脸黑得更厉害了 怒道 齐等贤 要是再让我发现你敢威胁我的朋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云婉 我们走 不要搭理这个废物 你也不用怕他 他也就是个狱警而已 能把你怎么样 说完这话之后 乔丘梦不容分说 直接拉着李云婉的手就走开了 李云婉临走之前 转过头来 对着齐等贤微微一笑 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来 齐等贤尽管心态够好 但是 这一刻 也不由有些火帽三丈了起来 果然 张无忌他老妈说的不错 越是漂亮的女人 就越会骗人其等贤 轻轻耸了耸肩 然后就听到 有客人到了乔家的别墅里来 来人跟乔国涛长得有三分相似 满脸的怒容 乔国涛 你不好好管教你的女儿 整天让他出去惹事 知道这回给我们集团 带来多大的麻烦吗 这个男人怒声呵斥道 大哥 有话好好说 别一上来就火气冲天了 你不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乔国涛无奈的耸了耸肩 说道 乔国涛满脸的音质 冷冷道 你女儿昨天去跟黑龙商会的 于总谈生意 结果和醉酒洒酒疯 一瓶子把于总的脑袋敲开了花 现在 于总正将此事大肆宣扬 并且 和黑龙商会有良好合作关系的 中海银行 也因为此事 而否决了我们的贷款 那两千万千款拿不回来就算了 还搞出这么大的事 现在让公司怎么运作 他何德何能 可以继续担任 我们乔氏集团的总裁 乔丘梦听到大伯乔国涛的这番话 翘脸立刻变得惨白了起来 果然 昨天自己迷糊间 一瓶子敲破了于开河的脑袋 还是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第十二送外卖的 于开河在黑龙商会当中 还是有些地位的 他这一发难 立刻让整个乔氏集团的运作 变得困难了起来 乔丘梦也没想到 自己杂于开河那一下 居然带起这么大的连锁反应 连大伯都直接上门发难来了 就赶紧把总裁的位子让出来 庞秀云不由急了 怒声道 谁说邱梦没有这个能耐了 昨天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那我们自然会解决 不会连累到公司的 乔丘梦抿着嘴唇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但眼睛当中却充斥着坚定的神色 有能耐 现在于开河发飙 整个黑龙商会 都会针对我们乔氏集团 银行的贷款也放不下来 你倒是让他去解决乔清宇赤孝道 而且 我听说 小叔你居然还拒绝了和张氏地产的联姻 把乔丘梦许配起了一个无能的预警 哈哈 你这是因为膝下无子 所以才招上门女婿吗 庞秀云顿时满脸哀怨地看了乔国涛一眼 若非他一意孤行 自己家又岂会被人用这个由头来笑话 乔国栋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说道 三天 给你们三天的时间去做事 三天之内 要是乔丘梦无法取得黑龙商会的原谅 拿回欠款 搞定银行 那么 就由我女儿乔轻宇来取代她的地位 做错了事 就必须要认罚 乔丘梦开 最于开河一事 让乔国栋一方找到了借机发难的机会 乔丘梦深深吸了口气 想到了之前给他打包票的张绍杰 微微点头 道 我会解决的 乔轻宇忍不住讥讽道 你解决 你怎么解决 你要是嫁给了张氏地产的张绍还好 但偏偏嫁了个小预警 莫非 让你老公把黑龙商会的人都抓进监狱去 真是一笑大方 我看 你还是早点退位让闲的比较好 乔丘梦脸色发黑 冷冷道 我怎么解决 与你无关 三天之内 一定会给你们一个答复 乔轻宇冷漠道 我等着 要是解决不了 我看你们怎么向老爷子交代 说完这句话后 乔轻宇转头打量起七等闲来 满脸的鄙夷和蔑视 一个无权无视的小预警 不知道从哪个香嘎啦里冒出来的 真不知道乔国涛是看上了他哪一点 百平照倪丘手底下一个小老总 用不了三天七等闲神色淡漠地说道 赵尼秋 众人听到这话之后 都不由震惊无比地看向他 给我管好你的臭嘴 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你要发疯 别连累我们秋梦 庞秀云勃然大怒 指着七等闲的鼻子大骂了起来 七等闲一笑置之 拿起自己的外套 转身离开 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 本就让他不爽 何必留在这里 继续看冷脸 乔国涛皱了皱眉 也是被这些事情烦得不行 便没有挽留七等闲 国涛 你的这个女婿 有些不堪入目啊 她要是没入 我们乔家之前 这样乱说话 我不会管她 但她现在是乔秋梦的老公 那就必须要管好自己的嘴 如果这话被别人听去 传到赵会长的耳朵里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 乔国栋神色严厉地 盯着乔国涛 从牙缝里挤出了这样一番话来 乔秋梦气不打一处来 这个七等闲 没本事也就算了 嘴巴还这么大这么臭 自己迟早得被她给害死 李云婉眼神当中 不由闪过一抹一色 这个七等闲 有这么大的能耐 早知道就不听老爹的了 七等闲心中也是有些无奈 饭都没吃 就被庞秀云从乔家赶出来 只能随便在街边买了点东西 她将食物提在手里 不疾不徐 慢悠悠地走进了云顶山庄当中 才刚刚走进云顶山庄 七等闲就不由皱了皱眉 因为 她看到了玉小龙的吉普车 不过 玉小龙却是没在车边 是她的助手龙亚男站在一旁 看到七等闲之后 龙亚男不由吃了一惊 莫非那天玉小龙没有眼花 七等闲 真的是从云顶天宫开车下来的 但她又看到了七等闲手里 提着的食品袋 脸上不由略过一丝了然的笑容 带着些许轻蔑 这云顶山庄 可不是一般人能住进来的地方 但凡能在这里买得起房子的 无不是身家亿万的富豪 或者全亲一方的大佬 龙亚男走向七等闲 一边走 一边淡淡地说道 七等闲闲腻了她一眼 根本都不想理会 龙亚男继续道 单凭你自己的努力 恐怕一辈子都得不到一个 住进云顶山庄的机会 小姐给了你机会 你就要珍惜 而不是总想着死缠烂打 这没有意义 不用不好意思 送外卖不丢人 你起码也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 这代表 你是一个上进的人 如果你不好开口 向小姐求助 可以找我帮忙 我乐意为小姐代劳 七等闲只觉得 这主仆二人都是有毛病一样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对她多说一句话 都仿佛是在施舍她一样 劳烦滚远点 不要耽误我回家休息 七等闲冷漠道 静止走开 回家 龙亚男听后不由吃笑一声 无奈摇了摇头 没什么出息不说 还是个虚荣心过剩的男人 他还真以为来云顶山庄送个外卖 自己就是住在云顶山庄的人了 那是七等闲 玉小龙在这个时候出现 皱眉看着那背影 默然问道 来送外卖的龙亚男淡淡一笑 说道 哦 玉小龙点了点头 心中也有些无奈 这男人的性子 还真有几分倔强 宁愿自己送外卖 也不开口向他求助 不过 这无所谓了 两人已是陌路人 他过得怎么样 与他玉小龙半毛钱的关系 都没有 七等闲不慌不忙 回到了云顶天宫别墅当中 拆开食品袋 一边吃 一边从自己的行李当中 掏出了犯人们 在他临走前色来的大把信件 一些拍马屁的 和关系不好的 他就直接过滤掉了 哎 行差踏错 一辈子就这么耽误了这个老相 碰什么不好 去碰军火 还真是脑子进水 七等闲摇头 拿着一封委托信看了起来 片刻之后 微微摇头 带着惋惜 一份打包的食物 吃了大概三成左右 他就接到了王万金打来的电话 二当家的 黄世守对上次的事情 非常过意不去 所以跟孙清玄先生 一同百言为您道歉 还请给个搏面 王万金笑道 七等闲本想拒绝 但王万金好说歹说 他也只能无奈应下 设下没吃完的食物 这宴的地点在中海最为尊贵的天地大酒店 黄文朗觉得 如果不这样做 那会显得自己有些不尊重 上次因为小看齐等闲 而险些送了自己的小命 对于这个来历神秘 但本是甚大的年轻人 黄文朗不敢再有半点轻慢 黄世守 您也在这吃饭 看到站在门口的黄文朗等人 刚刚到达酒店门口的张绍杰 和乔丘梦一家都不由愣住 张绍杰直接跑上去 对黄文朗问候 但黄文朗皱了皱眉 并不认识他 张绍杰道 黄世守 我是张氏集团的少东 上次还跟您喝过酒呢 黄文朗不嫌不淡打了一个招呼 神色当中有些不耐烦 张绍杰不敢再多话 招呼着乔丘梦一家人 赶紧进酒店 张绍 没想到你跟黄世守 还有这样的关系 庞秀云刚刚看到张绍杰 与黄文朗搭话 不由很是羡慕 哈哈 这都是脱了我父亲的福罢了 算不得什么的张绍杰摆了摆手 不以为意地说道 黄世守这里多半是在等什么贵客 恐怕是省里下来的大领导 张绍杰也觉得同样如此 不然的话 黄世守不可的态度 不可能会这么不耐烦来着 我若是能够成为那个 让黄世守都 要站在酒店大门外迎接的人物 那该多风光呢 乔丘梦忍不住暗想 心里有些憧憬 这需要时间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成为像玉小龙一样耀眼的人 一行人等走入了天地大酒店 进入了提前预定好的包间 也正是差不多这个时候 其等闲才姗姗来迟 他满脸懒散淡定 道 来晚了点 不好意思 齐大师太客气了 没关系 您能赏脸过来 我就很满足了 黄文朗面对救命恩人很是客气 恭恭敬敬地说道 一些暗中观察的人都不由震惊 这个年轻人到底什么来头 能让黄世守等候这么久 而且 明知道黄世守在等着他 居然还敢耍大牌 姗姗来迟 齐等闲做事 向来随心所欲 而且为人懒散 能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过来 已经算是给黄文朗面子了 齐大师 上次跟您说的事情 考虑得怎么样了 孙清玄这个小老头 对齐等闲连番谄媚 就希望能从他身上学点东西 孙老头一身本领 在整个华国都颇具盛名 但也是出了名的痴人 为了让自己的医术更进一步 哪怕让他跪下来 给齐等闲磕头 他都不带皱眉的 齐等闲这一句轻描淡写的再说 就直接把孙清玄敷衍了过去 酒桌上 王万金充当着中间人来暖场 黄文朗和孙清玄 两人则是不断给他敬酒 显得很尊重他 酒过三巡的时候 包间的大门大开 有一个身材略微肥胖的中年男子 走了进来 孙行长怎么来了 黄文朗看到中海银行的行长孙清 不由皱眉问道 孙清从银行一个小小业务员 做起来的 察言官色的本领 那是一流 看到坐在首席上的 居然不是黄文朗和王万金 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心中就不由动了动 恰好在这里 跟张氏地产的老总张浩谈款子的事情 打量着七等贤 也不知道这年轻人什么来头 让黄世手如此重视 黄文朗咒没到 张浩的地产公司出了大问题 资金亏空太大 你就算放款 估计也无力回天 孙兴立刻拍马屁道 黄世手果真火眼金睛 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 我当然不会放款给张氏集团 他们在房地产一块的亏空太大 就算给了二十亿 也补不回来 七等贤听在耳朵里 神色淡定 看来 张绍杰这个张绍 是做不了多长时间了 孙兴敬了一圈酒 然后敬到了七等贤这里来 笑音音端起杯子 对七等贤道 这位小哥 敬你一杯 七等贤随便用酒水沾了沾嘴唇 孙兴却是一饮而尽了 也不觉得七等贤没给自己面子 能让黄世手站在门口相迎 而且坐在这张桌子的首席上 可想而知 是何等的了不得了 敬酒过后 孙兴便小心翼翼离开了包间 能在领导面前露个脸 而且敬一下领导的贵客一杯酒 对他来说 已经是足够了的 七等贤看得出来 黄文朗这是有事相求 便开口道 黄世手有什么要我帮忙的 开口直说就是了 不必绕弯子 黄文朗被说穿了心思 倒也并不尴尬 毕竟是政坛里的老油条 接着话题就到 小女患病在身已有多年 就连孙先生都没办法治好 所以想请齐大师您试一试 孙先生都治不好的病 七等贤看了一眼孙清玄 齐大师是心病黄情歌这姑娘 整天把自己锁在屋子里 拉着窗帘 不见天日再这样下去 没病也要整出大病来 孙清玄叹了口气 说道 心病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七等贤道 黄文朗愁愁片刻 叹了口气 说道 小女跟她的母亲吵过一次架 然后离家出走了 未曾料到 夫人突发疾病 直到临走之前 小女都未曾与她见过一面 所以因此而留下了心病 一直在自责内疚当中 七等贤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淡然道 有机会我会去看一看的 有了七等贤这句话 黄文朗便彻底放下了心来 七等贤不是个喜欢应酬的人 酒足饭饱 直接走人 黄文朗也不挽留 立刻和孙清玄起身相送 看着黄文朗 王万金 孙清玄 三位大佬级人物 送一个年轻人出去 一行人等 看的都是目瞪口呆 李云婉恰巧在外面接电话 看到这一幕后 手里的手机都险些跌落在地 怎么可能 黄尸首刚刚在外面迎接的人 居然是他 他一个预警而已 何得何能 让黄尸首亲自迎接 亲自相送 李云婉心中的震撼 不言而喻 他回到包间 想要将这个震撼的消息 告诉乔丘梦 刚进来 就听到张绍杰在笑道 我们张氏地产 刚刚决定对外增资扩股 梦梦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 第十四不相信 张绍杰的这句话 直接让众人吃了一惊 张氏地产集团 可是中海市的优质企业 在众多企业当中 也是名列前茅的 在此之前 他们一股难求 但现在 居然要对外增资扩股 张绍 你不是在跟我们说笑吧 居然要增资扩股 难道你们公司缺资金了 李云婉直接把 刚刚起等闲的事情 望到九霄云外了 当场就开口询问了起来 张绍杰淡淡一笑 说道 当然不是 而是我们公司准备上市了 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张氏集团 是一家很有竞争力的企业 也是老牌企业 中海市的许多楼盘 都是我们建造的 这一次的增资扩股 其实是很隐晦的 是对内部员工的福利 让他们提前认购股份 上市了之后 才好分红 要不是 看我们关系不错 而且孟孟也在这儿 我可不会跟你们说起这件事 乔家的几人和李云婉 都不由有些惊讶 然后激动了起来 如果能够认购张氏集团的一些股票 等到张氏集团上市之后 必然能够得到可观的利润 毕竟 这是张氏集团 准备给内部员工的福利 但张绍杰却将消息告知他们 这是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待啊 张绍 算我一个 我出资一千万来 认购一些股份不过 看在咱们的关系上 能不能多给点啊 李云婉笑道 好说 你个孟孟是闺蜜 我给你这个面子 会按照比例 多给你百分之十 够意思了吧 张绍杰豪爽大气地道 乔丘梦沉吟了片刻 也道 张绍 我愿意出资两千万 来认购股份 张绍杰哈哈大笑道 好 孟孟你认购的股份 我多给你百分之十五 庞秀云高兴地说道 张绍太大气了 乔国涛这个老江湖 也是不宜有他 毕竟 他也很清楚 张绍杰是冲着乔丘梦来的 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是不可能 但张绍杰想追求乔丘梦 拿出这些好处来 便显得理所应当了 乔丘梦现在手里的资金已经不多 两千万是最大极限 还得让庞秀云和乔国涛 帮忙凑一凑不过 这也是个机会 拿到了张氏集团的股份之后 他们上市之后 每年都能够得到可观的分红 张绍真是大气 我敬你一杯 乔丘梦端起酒杯 对着张绍杰说道 太客气了 梦梦直接叫我绍杰或者阿杰都可以 张绍杰笑音音地说道 庞秀云立马掐了乔丘梦一把 道 就是 张绍对你这么好 可不要太生分了 乔丘梦立刻含蓄地道 那以后就叫你一声张哥好了 张绍杰欣喜地点了点头 这可是跨越性的一步 有了这一步 还愁没有后面的几步 结束了晚餐 张绍杰让人把乔丘梦等人送了回去 乔国焘跟张绍杰握了握手 道 张绍 丘梦这段时间很艰难 感谢你给他这样的帮助 乔叔太客气了 这是我应当做的 张绍杰好爽地说道 乔国焘在车上给七等贤打了电话 让他到乔家来一趟 说是有什么要事商量 七等贤对乔国焘很尊敬 提前到了乔家来等待着 等贤啊 我这里有一个利好消息 应该能够让你赚些钱 乔国焘微笑道 谢谢乔叔 七等贤笑了笑 他对钱其实不是很感兴趣 监狱里的那些寡头 动辄就用上亿的金额来贿赂他 乔国焘说道 你手里有多少钱 就准备多少钱出来 如果不够的话 我帮你出 七等贤笑道 乔叔 不知道是什么生意 让你这么有把握 嗯 张绍杰家的张氏地产准备上市了 但这消息还没透露 只针对内部员工 给他们谋福利 愿意增资阔股 今天张绍杰给我们说了这消息 张氏地产集团是优质企业 持有他们的股份 是一件稳赚不亏的好事 乔国焘对着七等贤说道 七等贤的嘴角不由轻轻抽了抽 今天他才听黄文朗说 张氏集团在地产生意上 亏空严重 中海银行的行长孙兴 也不愿意贷款给他们 这会儿 莫名其妙就要上市了 张氏地产集团 董事长是不是叫张浩啊 七等贤问道 没想到你还有点耳闻 居然知道张绍的父亲张浩先生 跟着乔丘梦回来的李云婉 在这个时候开枪 阴阳怪气的一句 七等贤平静地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最好 还是不要去买他们的股份了 张氏集团 内部已经严重亏空 随时都会破产 他们这一波对内对外的增资阔股 我估计多半是在卷钱 准备跑路了 什么 众人一听 眼睛圆了 乔丘梦沉声道 七等贤 你不要自己没本事 就见不得别人好 张绍这是好心好意帮我们 庞秀云也道 就是张绍都说了 这是对内部的福利 提前告诉我们 是因为他跟邱梦的关系 你这混账 不要不知好歹 李云婉却是第一时间沉默了 反常到没有说任何一句 针对七等贤的话出来 等贤 极度心 要不得既然你不愿意出钱 那我就帮你 出个三百万吧 也当是邱梦嫁给你的嫁状 乔国焘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道 七等贤苦笑道 不是 乔叔 你得相信我了 我今天跟黄文朗他们吃饭 他们亲口说出来的 庞秀云立刻吃笑了一声 道 放屁 今天黄尸手亲自在天地大酒店的门口迎接贵客 肯定是省里面下来的大领导 你也不撒泡尿罩罩自己 一个小小的二级狱警 还是个不知道在什么香嘎拉里的烂监狱的狱警 也有资格让黄尸手站在门口迎接 下次要说大话 也请注意点细节 省得风大闪了舌头 乔丘梦也是满脸的不悦 陈生道 七等贤 你不使好人心也就算了 请你不要再说 这种惹人耻笑的话 也不许再诅咒张绍 七等贤无奈地瘫了贪手 这可没法继续解释下去了 乔国涛判案道 那就这样吧 我帮你出资三百万购买股份 以后你好好持有 可不要轻易卖了 七等贤指得道 谢谢乔叔 乔国涛看着他 摇了摇头 觉得七等贤这样的心态 或许是因为从小监狱里出来所导致的 等在这大都市当中多待个几年 应该就会变好了的 李云婉却趁着七等贤出门之时 也跟乔丘梦告辞 跟了出来 一脸冷意地闪到了七等贤的身前 挡住了他的去路 有事 七等贤抬了抬眼皮 如果李云婉不是乔丘梦的闺蜜 七等贤都懒得甩他 第十五简陋 你怎么知道 张氏集团内部亏空 这次增收阔骨 是准备卷钱跑路 李云婉站在七等贤的面前 拦住他的去路 开口询问道 七等贤面无表情地说道 在此之前 我已经解释过一遍 不想再多说第二遍了 我想 你应该不是笼子 这话把李云婉气得忍不住 小小翻了个白眼 这家伙说话 还真是有够气人的 平日里 那些男人见到自己 哪个不是彬彬有礼 一副绅士模样 我相信你的说辞 所以 我决定收回 那用来买张氏集团股份的一千万 李云婉忽然一笑 说道 他这一说话 直接让七等贤不由愣住了 还以为这女人会说出什么 奚落他的话来呢 没想到居然说相信他 李云婉就道 你忍心看乔家 因为张氏集团 而亏损这么一大笔钱吗 七等贤说道 他们不相信我 我说什么都没用 我倒是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相信我 我一直都在观察你 包括今天说谎 把你的功劳套到张少杰的头上去 其实也都是想看看你的表现 看你是不是个有气量的男人 经过我的仔细观察之后 我觉得 你这个人 应该不是那种功力心特别强的男人 也不会为了出风头 刻意去说大话 所以 他们不相信你 我信 李云婉跟在七等贤的身旁 巧笑嫣然地说道 一双黑丝眉腿 脉动得很有节奏 高跟鞋敲击地面 传来哒哒哒的脆响声 非常悦耳 七等贤诧异 略微皱眉 李云婉趁机靠近了他 笑道 其四 我说的都是真的 千真万确 没有半句假话 我相信你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七等贤神色冷漠 道 他们不信我的话 你回头劝劝他们 让他们撤资不然的话 到时候张氏地产真的卷钱跑路 我也无可奈何 李云婉点头道 我会找机会跟梦梦 好好说一说这件事的 你放心就是了 明天你有空吗 我想请你喝茶 李云婉话锋一转 笑道 嗯 七等贤不知道这女人 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 怕不是又想给自己下套 然后让自己出丑 好让自己跟乔丘梦离婚吧 你就说你答不答应吧 李云婉一下靠了上来 伸手挽住七等贤的胳膊 从没跟女人 这么亲密接触过的 七等贤之觉的手臂 陷润泥海当中一样 软绵绵的格外舒适 不过他可不是那种 色欲熏心的男人 立马将手臂抽回 冷漠道 谢了 我没兴趣 李云婉顿时垮了脸 他这辈子 第一次主动邀请一个男人约会 结果却是被拒绝的这么干脆 哼 你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李云婉忍不住闷哼一声 有些气闷 七等贤沉默的招了招手 准备拦车 李云婉道 我好歹是梦梦的闺蜜 你想跟她搞好关系 先过我这乖呀 这种态度 你觉得我会帮你说话吗 七等贤平静道 他不喜欢我 这我很清楚 强扭的瓜不甜 我跟他结婚是父辈的要求 我对他没有太多非分之想 默默保护一下他 等到这段缘分结束 说完这话之后 七等贤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对司机说道 师父 云顶山庄 麻烦了 李云婉正想追上去询问一下 他今天在天地大酒店的事情 赫然听到这句话后 整个人就是一愣 云顶山庄 李云婉心中不由震撼了 云顶山庄 那可是中海一带最顶尖的富人区 住在里面的 不是巨富 就是权倾一方的大佬 甚至很多别墅都空置着的 只有到了假期时间 那些大佬才会偶尔在里面住上一段时间 七等贤这家伙 居然住在云顶山庄这种地方 不可能吧 他只不过是个狱警而已 怎么可能住得起云顶山庄的别墅 还没回过神来 七等贤乘坐着的出租车 已经绝尘而去 李云婉站在原地愣神许久 这才回过神来 而后微微一笑 道 啊 梦梦 你也听到了 这家伙对你不感兴趣 而且 你对这家伙也并不喜欢 自言自语完这一番话之后 李云婉的脸上 不由略过一丝脚狭的笑意来 难怪在有钱的大佬 都喜欢到古玩市场去捡漏 原来 捡漏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李云婉心中暗响 迈着愉快的步伐上了 自己的车去 七等贤回到了云顶天宫别墅 直接在卧室里躺了下来 没过多久 听到门铃声 通过电子眼监控 他看到 门外站着的人 竟然是玉小龙 此刻的玉小龙一身戎装 面色严肃 不断按着门铃 这女人有病吧 追到这里来骚扰我 七等贤头大了 第一次有一种 把一个女人吊操场上 曝晒个三天的想法 玉小龙见许久都没有回应 这才沉声道 永夜君王 楚无道先生 我知道你就住在这里 也知道你现在就在里面 七等贤听后 不由松了口气 这疯婆娘不是来找自己的 而是来找楚无道那小子的 我是玉小龙 华国黑龙军的中将 对先生仰慕已久 而且 我也知道 恐怖之王手下的四大天王 是被先生出手解决的 所以 我想亲自与先生一见 向先生道谢 玉小龙郑重其事地说道 七等贤懒的理会 直接把电子眼盒门铃给屏蔽了 回床上接着睡大觉去了 玉小龙继续说道 我知道 先生之前的遭遇 很让人心痛 但一切都过去了 华国需要先生 这样的人物 希望先生能够郑重考虑考虑 七等贤已经安心入眠 呼吸均匀 玉小龙又在门外站了五分钟 剑 还是没有回应 不由叹了口气 放下自己的一张名片 楚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 希望你能够联系我 玉小龙说道 说完这话 他转身离开 但脸上 却依旧有着难以掩饰的兴奋 他刚刚查清楚 这别墅的主人是谁 结果让他吃了一惊 难怪对方能够轻而易举 解决恐怖之王的四位顶尖手下 没想到 住在这里的人 居然是我们华国的地下世界之王 永夜君王 楚无道 如果能说动他出山 那么 我肯定能够做成更多伟大的事业 他不知道 这栋别墅已经易主了 住在里面的人 正是被他所瞧不上的一个小预警而已 第十六会有多大 小姐 情况怎么样 见到永夜君王了吗 龙亚男在玉小龙返回别墅的时候 一脸的兴奋 兴冲冲地问道 永夜君王那样的人物 简直就是他的偶像 毕竟 他的一生太过传奇 波澜壮阔 让人有着无数的遐想 玉小龙失望地摇了摇头 道 他应该就在别墅当中 但是并不愿意见我 龙亚男叹了口气 说道 想来还是因为当年的事情 他内心当中负罪太深 所以不愿意出来见人 玉小龙道 但愿他能早日走出阴霾 国家需要他这样的人 龙亚男神表认同 心里也是万分惋惜 玉小龙未能见到楚无道的真人 一夜过去 其等闲第二天大早就接到了李云婉打来的电话 就听李云婉道 其次梦梦去黑龙商会找于开河解决问题去了 你要不要关注一下 其等闲一听 立马挂了电话 直接就往黑龙商会赶去 李云婉愣在当场 拿着手机骂道 什么玩意 挂电话这么快的 此时 乔丘梦已经到了黑龙商会的总部大楼外 见到了已在电话当中约好的于开河 乔总还真是守时啊 于开河看到乔丘梦后 脸上带起玩味的笑意来 他脸上有些许的伤痕 都是其等闲留下的 只看到乔丘梦一个人来 内心当中多少有些失望 他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后手 其等闲若是敢出现 他一声令下 就能让这丝被乱刀砍死 乔丘梦歉意地说道 于总 前天的事情万分抱歉 大家都不想看到 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 还请你不要见怪 于开河伸手从兜里摸出了一张房卡来 说道 走吧 到隔壁的酒店去谈 乔丘梦看到这张房卡之后 脸色不由变了 沉声道 于总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说 要我给你一个机会 解决这件事 我现在给你机会了 于开河冷笑道 跟我到隔壁的酒店去 好好服侍好我 把大爷伺候的叔父了 我就给你一个平等的坐下来 好好谈的机会 否则的话 你们乔氏集团就等着被挤队破产好了 嗯 你的嘴挺好看的 我喜欢 一会记得重点用这里伺候我 乔丘梦的俏脸不由发白 颤声道 于总 这不合适吧 我是结了婚的人 于开河道 我就喜欢少妇 活好还懂事 而且 还能给他老公戴绿帽子 想想都舒坦 乔丘梦吓得连连摇头 道 于总 别的事情可以好好商量 但这事儿不行 于开河贪了贪手 道 那就是没得谈了 你不想要这个 跟我坐下来平等谈判 妥善解决此事的机会了 乔丘梦想起 昨天大伯乔国栋 和堂妹乔清宇的咄咄逼人 不由低下了头来 委屈道 我当然想 但你的条件太强人所难了 强人所难 我愿意给你机会 是看得起你 你不赶紧脱光了 坐上来自己栋 还要跟我谈条件 于开河吃笑 伸手去挑乔丘梦的下巴 她的手指 刚刚碰到乔丘梦 尖细精致的下巴上 还没来得及感受 那细腻的触感 乔丘梦就下意识 抬手一个耳光 抽在了于开河的脸上 啪 打完这一耳光之后 乔丘梦愣住了 于开河也愣住了 于开河摸着自己 火辣辣的面颊 眼中不由 闪过一抹猙獰 抬手就是一个大耳光 狠狠抽了回去 臭娘们 敬酒不吃吃罚酒 乔丘梦直接让于开河 这一个耳光 抽得瘫倒在地 整个脑瓜子都嗡嗡作响 头晕眼花的厉害 乔丘梦 让于开河这一耳光 打得七昏八素 眼泪一下就流淌了下来 于开河伸手 就抓住了她的肩膀 把她从地上拖起来 就往酒店走去 冷笑道 今天你必须得好好伺候我 这是我给你的机会 你不能拒绝 我 我一定要报警抓你 乔丘梦惊道 哼 抓我 谁敢抓我 于开河冷笑 话音刚落 一道人影出现 一下拍开了她 抓着乔丘梦肩膀的大手 连带着一记重腿 将她声声踢飞了出去 于开河 整个人的身体 在空中就折叠了起来 飞出两米多远之后 砰的一声 双膝跪地 接着 膝盖贴得滑行 大碗宽面不好吃 非要吃大碗牢饭 一脚踢飞了于开河的人 正是齐等闲 她双手插在兜里 还保持着右脚踢出的姿势 开河让齐等闲这一脚踹的肝肠寸断 跪在地上连连静攒着 嘴里哇哇往外直吐 吐出了不知道多少胃液和黄胆水来 我靠 搞什么 那是黑龙商会的于总吧 居然被人踢飞了 这他妈我出现幻觉了 一向都是于总收拾别人 今天他居然被人打 这小子死定了 居然敢踢于总 耶稣来了都救不了他 乔丘梦被齐等闲伸手搀扶住 他脸上的红肿 让齐等闲的脸色 乔丘梦变得有些略微的阴沉起来 乔丘梦对他冷嘲热讽 不加正眼 但他都没任何怨言 自己都无法恶语相向的女孩子 这于开河居然敢动手打他 你 你他妈的死定了 居然敢在黑龙商会的门口 动手打我 这回 天王老子来了 也就不了你于开河气喘吁吁的说道 肠子都快卷成一团了 乔丘梦的脸色彻底变了 惊恐无比的对着七等闲道 你快跑 现在就跑 有多远跑多远 这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而是你真的惹下大祸了 七等闲却是不以为意 真正惹下大祸的人 现在都关在他的幽兜监狱里呢 这点事情 算什么祸 这小伙子是谁啊 敢在黑龙商会门口 打黑龙商会的管理层人员 不想活了 黑龙商会可是赵黑龙先生一手创立的 这位赵会长 可是人如其名 手黑得很啊 事情大条了 这小伙子 要是不立马跑路 估计一会儿就得被大卸八块 乔丘梦还在催促着七等闲赶紧跑路 这让七等闲的心中不由微微一暖 虽然乔丘梦对他不假辞色 但到了这种关键时刻 却还是为他着想的 当然 七等闲也希望自己 这不是自作多情的甜狗 心态 街对面的咖啡店里 李云婉正戴着墨镜 端着一杯价值三百多元的阑珊咖啡 默默关注着这一切 在看到七等闲一脚踢飞于开河的时候 他忍不住端起杯子来 狠狠喝了一口 以镇压自己内心当中的震惊 他说的没错 你惹下大祸了 于开河宁笑着站起身来 已经摸出了自己的手机 七等闲却是面不改色地走上前去 一个大嘴巴子抽在于开河的脸上 那你得告诉我 这祸有多大呢 这一幕 惊得李云婉手里的咖啡杯 险些落地 第十七赵黑龙 于开河被七等闲打了 在他发出警告之后 七等闲又赏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这一个嘴巴子 可不是单单打在于开河的脸上 等同于也是 打了整个黑龙商会的脸 乔丘梦直接让七等闲的这个举动 给吓傻了 这家伙这么莽撞的吗 还敢去打于开河的脸 心里虽然感动七等闲为自己出头 但同样 也有些埋怨他 做事不懂得分寸 祸有多大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于开河痛得一声闷哼 开始翻找电话 他宁笑着看向七等闲 说道 你们两个 现在给我跪下 还来得及 我可以考虑不惊动赵会长 乔丘梦吓了一跳 慌忙过去 一把夺过了于开河手里的手机 道 快走 七等闲却是懒散地将手机 从他手里拿了过来 随手扔给于开河 道 让他打就是了 乔丘梦几乎晕死过去 诺道 你知不知道 自己是在干什么 你一个小小的狱警 得罪得起赵黑龙那样的人吗 围观群众也都是连连点头 一个个用一种看死人的目光 看着七等闲 觉得这小伙子 多半是没救了 知道于开河是赵黑龙的手下还敢打 我看 他多半是没有活路了 明天准备吃席吧 赵会长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上次有一个外地来的富商得罪了他 最后是被打断了四肢 自己爬进了医院去的 敢这么光明正大 打黑龙伤会脸的人我见过 不过 他的坟头草 已经有三尺多高了 敢在黑龙伤会的门外 大嘴巴子抽于开河 还叫萧问他 这货有多大 这种行为 简直让人觉得有些脑残了 七等闲耸了耸肩 没有应声 等着于开河打电话 于开河也不含糊 立马一个电话 打到了赵黑龙那里去 有人在黑龙伤会门口打你 哪尊大佛 这么不给我赵某人面子 赵黑龙声音淡然地问道 你等着 我这就到公司了 我倒要看看 谁这么嚣张 好多年了 没人敢这么打我赵某人的脸呢 说完这话之后 赵黑龙啪一声把电话给挂了 于开河心中不由暗喜 赵黑龙要亲自过来处理此事 可想而知 内心当中必然是相当愤怒的 赵会长说了 他亲自过来处理这件事 你赶紧准备后事吧 于开河宁笑着对齐等贤说道 乔丘梦听到这句话后 双眼一黑 险些直接昏死过去 赵黑龙那样的人物 他是万万得罪不起的 哪怕加上整个乔氏集团 也绝对得罪不起赵黑龙 现在 因为齐等贤打了于开河 赵黑龙居然发怒了 要亲自过来处理这件事 按关系 齐等贤可是他现在的老公 如果赵黑龙追究起来 恐怕整个乔氏集团 都会有灭顶之灾 齐等贤 你闯大祸了 乔丘梦咬着牙 眼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起来 内心当中只剩下绝望了 齐等贤一脸无所谓的模样 不就是 被他在广场电线杆上 倒掉了三天三夜的赵尼丘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赵尼丘要是敢跟他诈刺 大不了再把鸭捆了 给他来个买一送一 掉个六天好了 在咖啡店里坐着的李云婉 同样是心惊肉跳 看这架势 赵黑龙要亲自过来处理事情 齐等贤之前在乔家 可是把大话说了 言语里很是看不起赵黑龙的模样 结果惹来群嘲 但是 李云婉却又在天地大酒店 亲眼看到 世首黄文朗 和首富王万金这样的大人物 亲自把齐等贤 这个不起眼的狱警送出酒店 他心惊肉跳的同时 也隐隐期待了起来 很想确定 自己这是简陋呢 还是打眼呢 小伙子 快跑路吧 赵会长可不是好招惹的人 你立马买张机票往国外费 留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安全 有一个好心的路人低声提醒了一句 于开河却是抹了一把脸上的血 猙獰的看着齐等贤 道 现在想跑路 未免也太晚了一些 你要是跑了 你老婆可跑不了 整个乔家也跑不掉 到时候 我让整个乔家给你陪葬 乔丘梦脸色发青 害怕极了 为了那两千万欠款 真是把黑龙商会得罪惨了 早知道 自己就不要那两千万了 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 在这个时候 从街口缓缓向着这边驶来 看到这辆车的时候 乔丘梦的腿 都不由有些发软了起来 你先走 我帮你顶着 乔丘梦最后还是强忍着恐惧站了出来 这件事的起因 本就是黑龙商会 拖欠乔家的那两千万 虽然事情是被齐等贤给闹大的 但他还是清楚 自己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 齐等贤一个小小的预警 在黑龙商会这种庞然大物的 巨大压力之下 唯有粉身碎骨一个下场 若是自己出面顶住压力 乔氏集团固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但最起码 齐等贤还有一线生机 顶 你顶得住吗 你拿什么来顶 于开和满脸的猙獰 恨不得把两人给生吞活包了一样 李云婉放下了咖啡杯 脸色凝重的看着那辆劳斯莱斯 缓缓在路边停下 深深吸了口气 道 赵黑龙终于要露面了 赵先生真的来了 我的天 这件事还真的惊动了赵先生 我听说赵先生 可是靠着捞片门起家的 做起事来心狠手辣 这愣头青 这次多半要死在他手里了 诶 终究是年轻人啊 居然在黑龙商会门口打人 而且还用这么嚣张的姿态 现在道歉都不管用啊 司机下了车之后 转弯绕到了劳斯莱斯的后座方向 打开车门 一手扶住了门端 免得出来的人被撞到头 一直穿着正亮的黑色皮鞋的 脚线迈了出来 结结实实地踩到了地面上 发出嗒的一声轻响 完了 现在你想跑也来不及了 乔丘梦绝望地看了其等贤一眼 泪水落下 其等贤面无表情的插都站在原地 于开河立马就冲到了车旁去 九十度弯腰 大声道 赵会长 赵黑龙从车上下来 一身黑色的西装 打着黑色的领带 戴着墨镜 手里夹着一根米国产的高档雪茄 一副大佬的派头 他这一出场 现场立刻鸭雀无声了起来 一个个都将目光落到了他的身上去 有些人 一现身 就能用自己的气场 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 毫无疑问 赵黑龙就是这样的人 赵黑龙微微点了点头 淡淡道 抬起头来 于开河抬头 露出一张满是伤痕的老脸来 显得很是狼狈不堪 赵黑龙藏在墨镜后的双眼 不由轻轻咪了咪 然后看了一眼后方大楼的金字招牌 黑龙商会 好多年了 已经好多年 没人敢在这里挑逝了 第十八转变 会长 上次乔氏集团给我们供货 总计价值两千万 不过 因为货品质量不过硬 所以被我们拒绝了付款的要求 乔氏集团的总裁乔秋梦就找上我 想请我帮这个忙 于开河在赵黑龙准备开口 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之前 就率先开口 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而且 这个乔秋梦还准备色诱我 但我是什么人 我可是会长您手下的忠实干部 一颗红心 永远像太阳 我理所当然当场就拒绝了他 但没有想到 他居然恼羞成怒 而且挽起了仙人跳来 找他的老公过来打我 您看 我脸上的这些伤 就都是他老公留下来的 于开河说着话 伸手往自己的脸上指了指 上面都是血迹和淤青 赵黑龙不耐烦地皱了皱眉 乔秋梦 听到于开河往自己身上狂泼脏水 不由急了 也顾不地害怕 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赵黑龙的面前去 一个鞠躬 然后就到 赵先生 你不要听他胡言乱语 那两千万的货品 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他故意 在刁闹我们公司而已 而且 他说什么我色诱他 也都是假的 他倒是想利用手里的职权 来弄一些恶心的潜规则 我老公出手打他 是因为他对我先动的手 我的脸上 现在还有伤 不信的话 您看看 赵黑龙却是一白手 直接打断了乔秋梦的辩解 满脸的冷笑 说道 我用得着管你们的谁是谁非 乔秋梦不由愣住 赵黑龙冷冷道 在我的黑龙伤会门口 打我的人 就是你的不对 你既然敢找人动手在这里打他 那就是不给我赵黑龙面子 你觉得 我需要听你的这些辩解 说话间 赵黑龙略微附身 压迫感十足地盯着乔秋梦的双眼 冷笑道 老子根本不在乎 这话一出 乔秋梦的脸色是彻底变了 一旁的鱼开河 则是不由得意了起来 赵黑龙一向护短 自己在商会大门口 被人打成这个熊样 哪怕对方有天大的道理 赵黑龙也绝对会收拾他们 赵会长做事一向如此 霸气侧漏 根本不听这些的 是啊 上次也是商会里的人做错了事 被外人打了 但是赵会长二话不说 直接废了那人两只手 跟赵会长讲道理是行不通的 他只看人 不看事 独断专行 非常霸道 赵黑龙的这一番话 并没有出乎为观者的预料 他们似乎早就料到 事情会是这样的走势了一样 乔秋梦被赵黑龙的这股气势吓得不轻 下意识就后退了几步 砰的一声 撞到了齐等贤的怀里来 齐等贤伸手扶住乔秋梦的身躯 似笑非笑地看向了赵黑龙 赵黑龙冷哼一声 抬起眼皮来和齐等贤对视 目光刚一对上 赵黑龙的身体就是狠狠一斗 脸上的墨镜都险些直接掉落下来 我尽力了 乔秋梦咬着牙 沉声说道 齐等贤微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左眼轻轻眯了起来 在幽都监狱里 蹲了整整五年的赵黑龙 怎么会不知道 二当家在动手收拾人之前 就喜欢做这个动作 他至今都还记得很清楚 自己是怎么被齐等贤一只手撂倒 然后被那些狗腿子一样的犯人们 帮忙绑了起来 在电线杆上掉了三天三夜 碍于齐等贤 喜欢把人倒掉的特殊癖好 犯人们也是耳濡目染 再加上一个个也都吃过这样的亏 所以 很是乐意帮二当家的忙 把一些不听话的新人 给吊起来收拾收拾 他妈的 还真的是他 那天在运动俱乐部里看到的 也是他 赵黑龙这一瞬间 感觉小腿肚子都有些抽筋起来 有种站不稳的感觉 赵黑龙当然不会觉得自己出狱了 而且全是更胜了 就大胆到跟齐等贤叫板 他妈的 那幽兜监狱里 关的哪个不是大佬 连盗卖核弹头的猛人都有 能把那些凶神恶煞 收拾得服服贴贴的二当家 是自己惹得起的 操 赵黑龙忽然骂了一声 拳头握紧 赵会长生气了 乔家这一次 估计彻底完蛋了吧 很久没看到赵会长如此动怒 这两个人 估计没什么好果子吃了 出到赵会长的逆铃 一旁的于开河 则是满脸的得意 对着乔丘梦和齐等贤道 你们两个 还不赶紧跪下磕头 请求赵会长饶你们一命 就你们这样的楼椅 我愿意接见 你们都是给面子的事情了 居然还敢对我动手 现在赵会长来了 你们再给我猖狂一个看看 啪 赵黑龙转头一记老拳 就砸在了于开河的脸上 打得于开河的身体直飞出去 撞倒在地之后 又是一波帖的滑形 出去了三五米远 于开河直接让这一拳 打得牙齿都碎了 嘴里稀里哗啦 吐了好几颗带血的大槽牙出来 满脸猛逼地看向了赵黑龙 赵黑龙赶上去之后 一脚就踹在于开河的肚子上 骂道 老子给你开工资 让你到黑龙商会来工作 是让你给老子挣钱的 不是让你仗着老子的名声 四处作威作福的 乔总这么有能力的金国英雄 会下本钱来色诱你 也不撒泡尿 仔细照照你自己的模样 仗着自己有点权力 就刁难别人 败坏我们黑龙商会的名声是吧 今天我就废了你 于开河让赵黑龙打得哭爹喊娘 抱头蜷缩在地上 叫道 会长 我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原谅我吧 给我个机会 周围的人直接看呆了 这剧情反转的 也推快了点吧 赵黑龙在踹于开河的时候 后背已经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 只能继续硬着头皮 装作不认识其等闲 一副深名大义的模样 接着数落于开河的罪行 同时大脚大脚往他身上送去 这个杂碎 连二当家的老婆都敢打 这是要害死老子 赵黑龙真恨不得直接把于开河打死在当场 瞧瞧梦愣住了 睁大了自己的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而坐在咖啡厅里的李云婉 则是激动地连连颤抖 咖啡都泼出来了一些 捡漏了 捡漏了 而且还是捡到了国宝级的漏 李云婉嘴唇哆嗦嗦嗦 甚至有些语无伦次 说了许久才说完这样一段话 他可是一直在认真观察着的 赵黑龙的态度 由下车时候的嚣张 转变为震惊 然后是害怕 到现在的无能狂怒 这一切的转变 都是从他看了七等闲那眼开始的 第十九感谢 赵黑龙把于开河 已经打得是半死不活 悄悄闲腻了一眼 见其等闲本来眯着的左眼已经睁开了 心里这才松了口气 他一脚把于开河踢翻到了一旁 然后对着乔丘梦就笑道 乔总 不好意思 公司大了 什么鸟都有这家伙 惹得你不开心 我深表歉意 大家听到赵黑龙这么说话 一个个都目瞪口呆 什么时候 一向霸道嚣张的赵会长 变得这么的深名大义了 乔丘梦愣了愣神 半晌之后才开口说道 没 没关系的 赵会长你太客气了 赵黑龙咳嗽一声 不敢去看起等闲的脸 只装作和他不认识 说道 那什么 回头我就让公司 把欠乔家的两千万给劫了 而且 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必然是我方违反约定了 到时候 违约金给双倍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还请乔总你不要拒绝 乔丘梦道 啊 好 好的 谢谢赵会长 赵黑龙点了点头 呵斥一声 道 把这个家伙给我捆起来 一会儿我亲自料理他 乔总 我这里还有点急事 就先走一步了 赵黑龙一溜烟 就直接钻上了自己的劳斯莱斯 催促司机赶紧开车离开 他生怕自己多担个一秒 被乔丘梦身后的那尊魔王给叫住 到时候鸡等贤要是开口了 那么 他是认识好呢 还是装不认识好呢 等到劳斯莱斯开出一条街这么远了 赵黑龙这才微微松了口气出来 暗骂了一声晦气 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鸡等贤了的 哪里能想到 他居然跑到中海来了 而且还跟乔氏集团的乔丘梦结婚了 等到赵黑龙走了好久之后 乔丘梦这才回过神来 恰在此时 张绍杰风急火燎地跑了过来 梦梦 没什么事吧 我听到这边出了点事情 立马就跑过来了 张绍杰大声地问道 没事 乔丘梦松了口气 对着张绍杰点了点头 说道 张绍杰面色一冷 哼了一声 说道 他们要是还敢继续赖账 或者为难你 我绝不会放过他们的 乔丘梦的双眼不由一亮 道 是你给赵会长打了电话吧 张绍杰愣了愣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并不是很清楚 但乔丘梦既然这么问了 他也就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 果然是你 我就说 赵会长的态度 为什么会突然转变 原来是张哥 你给他打电话 乔丘梦高兴地说道 刚刚赵黑龙的态度 转变在乔丘梦看来 非常的离奇和夸张 一直想不通 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看到张绍杰出现 他才觉得醍醐灌顶 张绍杰哈哈一笑 点了点头 说道 给赵会长打电话 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我也就随便跟他说了两句罢了 乔丘梦皱眉想了想 张氏集团的能量 似乎也压不住赵黑龙啊 不过 他转念又想到张绍杰跟他说的 张氏集团正在准备上市的事情 立刻醒悟了过来 你能够说动赵黑龙 想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吧 是不是把准备上市的消息告诉了他 而且答应出卖股份给他了 乔丘梦有些忐忑地问道 张绍杰脑子有些发猛 搞不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 乔丘梦却是叹了口气 说道 欠下你这么大的人情 而且还让你 牺牲了自家公司的利益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了 张绍杰咳嗽一声 微笑着道 梦梦 你知道我对你是怎样的心意 就别说这些见外的话了 这对我来说 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只要能够帮到你 让我上刀山下火海 我都不带皱眉头的 一旁的七等闲 听得忍不住笑出声来 对自己名义上的老婆乔丘梦和张绍杰 都有些无语 一个是真的会脑补 一个也是真的脸皮厚 张绍杰眉头一挑 转过头来 喝道 你笑什么笑 你这个废物 帮不到梦梦不说 还险些害了他 乔丘梦也是满脸阴沉的 对着七等闲说道 你还有脸笑 要不是你惹出了这么大的事 刚刚我用得着这么第三下思绪求人 张哥帮你解决了这么大的麻烦 你不敢谢也就算了 还在这里阴阳怪气搞什么 见不得别人好 你这样的白眼狼 真是让我觉得丢人 七等闲的嘴角 不由轻轻牵动了两下 摆摆手 道 没事了就好 我先走一步了 他懒得解释 也不屑解释 一副一切随缘的模样 乔丘梦本来还因为七等闲 及时出现 在于开河手里救了自己 而对他有了点正面的看法 但见到他对待恩人张绍杰的态度之后 又立刻厌恶了起来 张哥 你不用理他 他就是个乡下地方出来的人 见识浅薄 根本不懂礼貌 乔丘梦没好气地说道 我当然不会跟他这样的人一般见识 张绍杰大度地笑道 走 梦梦 我请你吃饭吧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要请也是我请才对乔丘梦道 乔丘梦现在 可是打心眼里感激张绍杰了 毕竟 张氏集团即将上市 愿意用增资阔股的方式 给员工福利这种机密 他都愿意拿出来分享 现在 更是牺牲集团利益 搞定了赵黑龙 帮他锁回那两千万的欠款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坐稳乔氏集团总裁的位子了 心里能不感激吗 李云丸也在这个时候 放下了咖啡杯 结账从咖啡厅当中走了出来 齐等贤正准备打车 就接到李云丸打来的电话 说道 我今天请你吃饭 得好好感谢一下你 无端端请我吃饭干什么 不去 齐等贤二话不说 直接拒绝 他还打算 今天到黄文朗府上去看一看来着 既然已经答应了黄文朗 帮忙治愈他的女儿 那总要兑现承诺才是 李云丸笑道 喂 你以后还想不想从我这里 得到梦梦的消息了 齐等贤皱了皱眉 就目前看来 乔丘梦的麻烦事还真是不少 有李云丸这个内应 自己总能及时得到消息 帮他解决麻烦 无奈 齐等贤只得音约跟李云丸吃饭 李云丸见得他的第一件事 就是开口感谢道 我得谢谢你昨天 说了张氏集团的事情 我去调查了一下 发现他们公司内部 的确出现了问题 第二是冷血 齐等贤倒没想到昨天的一番话 乔家一个人没听进去 反而是李云丸听进去了 还去认真调查了一番 他略微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既然你调查了 那不妨把调查结果交给乔丘梦 让他们从中撤资 乔家这边 在张少杰的忽悠之下 往里面砸了少说有三千万 光是乔丘梦自己 就出资了两千万 现在乔丘梦的地位 本来就很不稳 如果张氏集团到时候 卷钱跑路了 怕不是又要被口诛笔伐 我调查到的东西 只是一些蛛丝马迹 拿出来也无法取信于人的 李云丸摇了摇头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调查 完全就是看到 齐等贤被黄文朗等人送出来 所以相信他说的话 毕竟 就连齐等贤都说 这是黄文朗亲口说的 黄世守掌管着偌大一个中海 必然不会信口开河的 齐等贤也是无奈 只得回头找机会 再劝劝乔国涛 毕竟 这事情一旦发作 损失可是不小的 李云丸领着齐等贤进了 提前预定好的饭店 这是一家私房菜馆 一天只接待十桌客人 据说 这家菜馆的席位 已经预约到一个月之后了 真就八字犯冲呗 齐等贤眼角余光一扫 注意到了一道身影 是龙亚男 龙亚男是玉小龙的助手 他在这儿 那玉小龙多半也会在的 玉小龙因为抓捕恐怖之王 受伤不轻 所以留在中海休养生息 和齐等贤时不时就会撞上一面 这让他很头疼 齐等贤不喜欢玉小龙 当然是这个女人的那种 巨傲和高高在上 如果他初次见面的时候 愿意坐下来 请他喝杯茶 然后好好说话 再把贵约给毁掉 他都不会有意见 甚至做朋友都不是不可以 但玉小龙一上来就 仿佛自己欠了他家米一样 那种嚣张的态度 真让齐等贤 想把他抓进监狱里 调个三天尝尝先 坐下之后 齐等贤耳朵微微一动 就听到了玉小龙 再跟一个女人说话 奥雪 你怎么突然就跑到中海来了 不是在京都待得好好的吗 玉小龙问道 当然是无力不起早 看到了商机啊 徐奥雪微微一笑 淡淡道 齐等贤光听这声音和名字就知道 这女人多半跟玉小龙一样傲气 属于特臭屁的那种 她刚准备直接忽略掉两人的谈话时 听到了向氏集团四个字 这让她的眉头不由微微一挑 向氏集团 你在打她的主意 我听说过这个集团 可不好对付她的主人叫向东晴 似乎是个狠角色 玉小龙的声音带着些许若有所思 现在向氏集团受到虎门集团的打压 向东晴这种性格拧折不弯 不会妥协 正是吞并她的好时机 徐耀雪很有自信地笑道 虎门集团 这个集团的资产 貌似不比向氏集团多吧 怎么压得住向氏集团 玉小龙疑惑道 徐耀雪就到 虎门集团 可是有龙门这个组织荡靠山才做大起来的 你说 他们能不能压向氏集团一头 玉小龙平静道 那就不足为奇了 你想火中取利 倒是个好方法 其等闲听着 心中不由默默叹了口气 向氏集团 正是老象家的产业 这个老象是个富家子弟 好好的生意不做 却跑去倒腾军火 而且胆子还天一样大 老象多半也是飘了 生意做大了之后 竟然私吞了某个大军阀 一批价值上义的军火 当军阀的吗 当然不会忍气吞声 没过多久 就派人把老象一家上下给灭了 只留下老象和他妹妹向东勤两人 像是集团这么大的产业 出了这么大的事之后 七大姑八大姨都跑来争夺财产了 向东勤一个人抱着父母的骨灰盒 出现在董事会上 驱逐了这些亲戚 揽下了大权 老象也因为事发而入狱 至今都未曾得到向东勤的原谅 这次齐等贤从监狱里出来 因为各种打击 而身患重病的老象 就奄奄一息地 开口求齐等贤帮忙 让他有机会的话 照看一下向东勤 你在想什么呢 李云婉看到齐等贤出神 不由用筷子轻轻一碰他的手腕 没什么 齐等贤回过神来 发现李云婉跟自己做得很近 也没太在意 思绪飘了起来 想起了老象 脑海里构想出向东勤应有的模样 老象在监狱里是个老实人 跟齐等贤的关系也不错 甚至会经常帮他处理监狱的一些公务 所以齐等贤答应了帮他这个忙 看来得去接触一下向东勤了 齐等贤喃喃道 向东勤 你认识向东勤 李云婉看了齐等贤一眼 有些诧异地问道 齐等贤点了点头 道 怎么 认识他很奇怪 李云婉面色古怪 然后缓缓道 他可是个狠人啊 我跟他谈不上朋友 但还勉强算认识 狠人 齐等贤笑了笑 问道 向东勤家里出过一场事故 父母横死 然后家里的各个亲戚 都趁着机会来夺权结果 向东勤抱着父母的骨灰盒 就在董事会上现身了 说出了一句 在所有人听来 都冷写到骨子里的话来 至今 这话在中海商界 都还广为流传李云婉说道 齐等贤听着 示意他继续说 李云婉就到 亲戚们指责他父母尸骨未寒 就想着来争权夺利 太不孝顺 然后 向东勤就回了一句 我爹妈是火化的 尸骨不会冷 齐等贤听到这里 都不由狠狠挑了一下眉头 这短短一句话里 透出的冷血 让他都不由有一种震撼无比的感觉 你要接触向东勤 该不会是准备当渣男吧 不过 他可不好相处 他这样的性格 连朋友都没有李云婉说道 渣男 我跟邱梦之间 现在什么都没有 只有名分齐等贤皱了皱眉 然后无奈叹气 李云婉看他愁眉苦脸的模样 不由问道 你准备在一棵树上吊死 齐等贤道 我昨天已经说过了 一切都看缘分 原尽时 自然会离开 那看来你就是渣男了 李云婉不由笑了起来 呲牙咧嘴 一口小白牙整整齐齐的 齐等贤面色淡定 李云婉的大腿 忽然挨到了齐等贤的腿上 温热的触感传递过来 只见他笑叶如花 面上带起丝丝红润来 那你能不能先扎我一下 说出这话的李云婉 与其颇为暧昧 齐等贤一愣 然后就被裕小龙的声音 所吸引了注意力 就听他道 如果有什么棘手的地方 可以向我开口 齐等贤冷笑 看来裕小龙准备插手 对付像是集团的事情了 那也正好 就在这一场交锋当中 狠狠错一错他的锐气 第21隐患 李云婉发现自己的话 竟然被齐等贤给无视掉了 不由气的狠狠翻了一个白眼 干脆直接把椅子 搬开到一旁去了 齐等贤早已沉思 在了别的事情当中 李云婉的这些动静 他压根没有在意 姑奶奶还真是 第一次被男人这么无视 李云婉狂翻白眼 干脆拿桌面上的菜来撒气 裕小龙和徐耀雪那边的谈话 已经结束了 齐等贤这才回过神来 既然徐耀雪要对向东秦出手 妄图吞并向是集团 而且裕小龙也会帮忙 那他不妨让裕小龙这臭屁的女人 狠狠吃一个大亏 这也算是对老相的交代了 毕竟 那家伙随时都有可能隔屁 何况两者也算是不错的朋友关系 齐等贤看到李云婉甩开腮帮子 大吃大喝的模样 不由吃了一惊 这女人什么时候 都是娇滴滴的淑女样 吃起东西来 却像是恶狼 可嗨嗨 李云婉注意到那诧异的目光 不好意思地咳嗽了两声 咽下嘴里的食物 齐等贤说道 抱歉 之前在出神 你说了些什么来着 李云婉没想到 这家伙能把无视自己的话 说得这么大意凛然 气得略微咬牙 眯着眼睛冷笑道 没什么 齐等贤拿起筷子开始吃饭 这家私房菜的味道着实不错 难怪能预约排队到一个月之后去 李云婉能请他来这里吃饭 的确是诚意十足 看来是真的在感谢他 而非像之前见面那样 总想着给他下套 让他出丑了 龙门是个什么组织 齐等贤看了李云婉一眼 开口问道 龙门那可是整个华国最大的社团组织 你不知道吗 李云婉吃了一惊 看外星人一样 打量齐等贤 齐等贤摇了摇头 他这辈子就窝在幽都监狱那小小的地方里 很多见识 都还是从那些犯人的嘴里听来的 李云婉道 龙门由华人组成的大型组织 遍布全球 会员总数几百万 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省 都有一个龙门分舵 由舵主掌管 而每一位舵主 也都拥有着超凡的能量和人脉 他说到这里 不由问道 你该不会是得罪了龙门的人吧 现在没有 以后或许会齐等贤 慢条斯理地吃着饭菜 淡淡说道 等到最后一口饭吃完 他放下了碗筷 道 我吃饱了 先回去了 谢谢你的招待 说完这话 齐等贤直接扬长而去 连让李云婉跟他道别的机会都没给 李云婉直接傻眼 有些来气的同时 也有些心惊 这齐等贤到底什么来头啊 听他那口气 似乎准备得罪一下龙门 这个漏 似乎也不好捡啊 李云婉觉得有些牙疼 齐等贤刚出来 不久就被乔国焘 直接给叫到了乔家去 乔国焘拿着一份价值三百万的股份转让书 送到齐等贤的手里 说道 这是乔叔帮你买的张氏集团股份 以后你就好好持有 等到张氏集团上市了 每年吃分红 齐等贤一愣 然后就听到一旁的庞秀云笑道 现在七大姑八大姨都感谢我们呢 这得多亏了张少 如果不是他透露这个消息 大家哪有机会吃到这样的红利 乔叔 你们一共拿出去多少钱啊 齐等贤忍不住问道 嗯 我们这边总共有三千万左右 再加上一些被说动了的亲戚 零零散散 总共也有将近两三千万吧 乔国焘笑了笑 说道 齐等贤顿时觉得头大 要是张氏集团卷钱跑路了 那这笔账 最后恐怕得算到乔国焘的脑袋上来啊 乔国焘拍了拍齐等贤的肩膀 道 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你不畏强权 帮邱梦出头 很有担当和责任 我很欣赏 齐等贤摸了摸鼻子 在乔家被人夸赞 这可是少有的事情 不过 你对张少杰的意见 也不要这么大 他对邱梦是有意思 但你才是邱梦的丈夫 而且 邱梦也一直都是 拿他当普通朋友 邱梦跟你说那些话 也是恨铁不成钢 只不过是希望你能够早点成长起来罢了 你也不要太往心里去 我看 你还是到我们乔氏集团来上班 从底层业务员积累经验做起 我相信你的前置 齐等贤连忙买手道 乔叔 这就不必了 我有自己的打算 庞秀云冷笑一声道 都跑来投奔 我们当倒插门了 还在这里嘴硬 你要真是有本事 那也像张少一样 给我们安排一波红利吃吃啊 老乔 要我说 还是张少这样的人 能给我们家长脸 今天亲戚们拿出钱来买到股份 一个个都夸我们有眼光呢 乔国涛道 今天等贤能够站出来 帮邱梦出头 足见他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你就不要在这里啰嗦了 见乔国涛一直坚定 庞秀云也只得咬牙忍下了 但还是狠狠瞪了齐等贤一眼 显然是对他耽误乔丘梦 而多有不满 齐等贤本想在跟乔国涛说一说 张氏集团的情况 可是看到两人对张少杰的态度之后 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开口为好 免得又自讨没趣 等到下午饭点的时候 乔丘梦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来 爸妈 中海银行那边的事情 还是没能搞定乔丘梦叹了口气 说道 怎么回事 不是已经跟黑龙商会达成和解了吗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放款 庞秀云恼火道 乔丘梦抿着嘴唇看了他一眼 略微摇头 显然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一样 齐等贤看在眼里 心中确实了然 多半是银行那边故意为难 又像于开河一样 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来了 我来解决吧 我认识中海银行的行长孙兴 找他开口 他多半不会拒绝齐等贤说道 哟 口气真是不小 为了吹牛逼下了不少的血本吧 难怪 乔氏集团来上班的好意 感情是私底下去打听中海这边 这些大人物的名声去了 方便自己吹牛逼吗 庞秀云阴阳怪气说了一句 乔国焘也是无奈咳嗽了一声 拍着齐等贤的肩膀 郑重道 男人要脚踏实地 他当然也不会相信 已经被齐家逐出家门的齐等贤 在一个小地方 当了这么多年的破落狱警 还能拥有这样的人脉 第二十二有危险 哈哈 这件事 还是由我来解决吧 张绍杰的声音 紧跟着就传了进来 庞秀云看到张绍杰之后 不由惊喜 道 张绍你有办法 张绍杰淡淡地说道 之前 中海银行的行长孙兴贷款 二十亿给我们张氏集团 这二十亿 可是他求爹爹 告奶奶一样开口 我爸才答应收下的 我去开口 让他解决这件事 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齐等闲听的响笑 孙兴和黄文朗在谈话的时候都说了 张氏集团现在已经入不敷出 随时有破产的可能 孙兴早就否决了张氏集团的贷款 现在到了张绍杰的嘴里 倒成了孙兴求着张氏集团收下贷款了 如果是以前 作为优质企业的张氏集团 倒还有那个希望 但现在嘛 齐等闲只能摇摇头 关键是 乔家的人对张绍杰的话 都还深信不疑 奉若圣旨 这让他颇为无奈 梦梦 你就安心做自己的工作 这些麻烦事都交给我 张绍杰微笑道 好 谢谢你了 张哥 乔丘梦点了点头 张绍杰脸上带笑 心里暗想 反正老子再过两天 多半就要跑米国去了 临走前再坑一波也无妨 乔国焘还是执意 让齐等闲到乔氏集团当中来工作 但齐等闲依旧再三找借口 那你必须要找到一个 让我满意的工作 否则 还是要到乔氏集团里来上班 这是我的命令 乔国焘终于严肃了起来 嗯 那好 齐等闲无奈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心里已经开始琢磨了 他没留在乔家等着开饭 而是直接往乔氏集团而去了 徐奥学准备对乔氏集团动手 甚至连玉小龙都会插手其中 齐等闲既是要完成对老乔的承诺 也是想给玉小龙这高傲的娘们 来一个让他彻底清醒的大嘴巴子 我找相总 齐等闲到了乔氏集团的前台来 开门见山 有预约吗 前台小妹有些犹豫地问道 齐等闲说道 你告诉她 我是向东雷派来的人 她会见我的 小妹听过向东雷这个名字 而且很清楚 这个名字属于公司的禁忌 吓得脸有些白 不敢自作主张 打电话上去汇报 齐等闲目光转动 看到一个穿着有颇多皱褶的 黑色西装的落魄中年男子 走入了电梯里 不由微微皱了皱眉 前台小妹这个时候 放下了手里的坐机电话 然后脸色尴尬地 看向齐等闲 说道 向总说 说什么 齐等闲问道 向总说让你滚前台小妹尴尬地道 齐等闲的脸色 不由沉了沉 果然 这么多年过去了 向东秦依旧无法原谅 老向当年的所作所为 若是老向当年踏踏实实做生意 不去碰那些歪门邪道 向家也绝不会死这么多人 齐等闲却是趁着没人注意 直接溜进了楼梯间里去 如果不是向东秦有可能遇到危险 他才不会用这种法子 沿着楼梯 齐等闲一路狂奔 他的身体素质惊人 竟然跑得比乘坐电梯还快 没过多久 到达了最高的十九层来 董事长办公室门口有一张小桌 桌边坐着一个漂亮的女秘书 正在查看手里的文件 齐等闲走了过去 那秘书立刻站起身来 周梅道 先生 您找谁 我找向总齐等闲拼近道 请问有预约吗 秘书又问 没有 是向东雷让我来的齐等闲道 秘书听到这个名字 脸色立刻就是一变 阴沉下来 说道 刚刚不是已经说了吗 让你离开 向总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所以 请你立刻离开 否则的话 我会打电话叫保安 或者直接报警 对你进行处理 齐等闲却是不由笑了笑 说道 你的老板现在有生命危险 你确定要先处理我 秘书听后 脸色更加阴沉了 认为齐等闲是在危言耸听 像总现在正在接待 星星电子厂的文总 没空见你 而且 你是像东雷那个祸害介绍来的人 他就更不会见你 你危险 也没有用 秘书很硬气地说道 办公室的大门隔音性极好 但多少还是 会有那么一些微不可查的声音 从里面透出来 齐等闲的耳力 方圆五十米内 风吹草动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这点动静 自然逃不过他的耳朵 他懒得再跟秘书说话 前后脚一下迈开 站成功部 身体转向 对准了大门 你要干什么 秘书大吃一惊 没想到居然有人 赶到这里来闹事 其等闲右脚一抬 拧身转胯 一个标准的正踢落在大门上 轰的一声 整扇大门被踢得飞了进去 这大门可是有最高端的 防弹防暴技术未支撑 秘书张大了自己的嘴巴 震惊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门内 一个男人正浑身挂满了 自制的烈性炸药 面目凶恶地站在办公桌前 言辞激烈 大门被踢开的动静 一下惊动了办公室内的两个人 这个男人 正是其等闲在一楼见到的 那个落魄中年男子 而坐在办公桌后的 则是向东勤本人 一身白色的职业衬衣 黑色的包屯裙 长发婉成发际捆在脑后 上面扎了一根铅笔 整个人显得很是干练不过 哪怕再是干练 也绝对无法影响到 他花容月貌一般的姿色 但此刻的他 却是显得略微有些失措 你不准过来 你再过来一步 我们就同归于尽 持有炸药的文总对着 其等闲怒声嘶吼 满眼都是血丝 似乎一头困兽 向东勤看了其等闲一眼 而后转过头来 对着文总道 文总 你所说的事情 我绝不可能同意 这是原则 星星电子厂偷工减料 导致我要的产品不达标 这是你监管不力的问题 而非我们像是集团的问题 文总转过头来 咬牙道 向东勤 你这个贱人 就不肯 给我半点的活路吗 向东勤面无表情道 路是自己选的 与我无关 文总怒道 那就同归于尽好了 办公室内的一幕 直接把门外的小秘书 吓得瑟瑟发抖 一屁股坐倒在了地上 其等闲却是满脸的淡定 双手插在兜里 默默看着 好啊 反正我向东勤能活下来本 就是侥幸 贱命一条而已 我死了 正好一聊百聊 去陪我爸妈 向东勤猛然一拍桌子 赫然站起身来 仿佛炸药在他的手里一样 气场竟然完全压概过了文总 文总听到这话之后 脸色一白 情绪更激动了 真是个比男人还硬的女人 其等闲看到这里 不由将双手缓缓从兜里抽了出来 第二十三副部长 向东勤的反将义军 直接让文总乱了阵脚 向东勤 你这个臭娘们 不要逼我 文总双眼通红 歇斯底里的叫道 你啊 按下去了 咱们就一起死 向东勤明笑道 俏丽的面孔变得扭曲 显出一种比文总 还要更厉害的凶恶来 文总气得浑身直哆嗦 怒道 那好 那就一起死 老子一个工厂老板 拖着你这个身家百亿的集团老总 一块死 怎么看都划算 说完这话之后 文总的大拇指 就狠狠往下一按 但就在这时候 一枚钢泵从其等弦的手里飞了出来 啪的一声 狠狠打在文总的手腕上 手不由一松 手里的遥控器就往地面跌落下去 向东勤双眼赤红 就在文总准备去接遥控器的瞬间 猛然拔出自己脑后的铅笔来 对着文总的胳膊 就是狠狠一次 哦 文总嘴里发出一声狼嚎般的惨叫 鲜血四溅 七等弦在这个时候 也到了文总的身旁来 抬手一掌 且在他的脑后 惨叫声顿时戛然而止 文总的身体 直接软绵绵倒在了地上 不省人事 向东勤劈头散发 手里握着带写的铅笔 宛如索命的女鬼一样 呼吱呼吱喘着粗气 尚有杀气的目光 落在七等弦的身上 现在你可以报警了 七等弦转头对着门口下呆了的小秘书说道 神色淡然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小秘书回过神来 慌忙拨打报警电话 七等弦弯腰捡起地上的钢蹦 拿在手里把玩着 对向东勤笑了笑 道 谈谈 向东勤拿过一张湿巾 把手里的铅笔缓缓擦干净 似乎没什么好谈的 向东勤冷笑着说道 我不是他的人 应该说 他是我的人 嗯 我管着的人七等弦说道 向东勤皱了皱眉 道 你是狱警 七等弦点了点头 道 我这次机缘巧合 离开了监狱 向东勤在我临走前嘱托我照顾你 向东勤将铅笔插回到发际当中 冷傲的目光不带一丝感情波动 如刀片一样锋利的嘴唇轻轻张开 道 我不需要人照顾 七等弦道 我其实也不是很想管这些烂事 但向东勤在监狱里很听话 甚至帮我承担了不少工作 而且 他这条烂命 也快走到尽头了 所以 我这才答应他这个请求 听到向东勤命不久已的消息 向东勤的眼中 这才带起一丝莫名的情绪来 但并没有说话 向东勤的眼神又一次冷了下来 莫然道 你在可怜我 七等弦略微耸肩 然后摇头 道 你坐拥着价值百亿的大集团 我有什么资格可怜你 只不过 你守不守得住 并说了 向东勤冷笑道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现在被龙门打压 还知道帝都徐家的人 准备入场掺和一手 甚至连玉小龙 似乎都对向市集团这块大蛋糕 有些兴趣 七等弦不慌不忙地说道 七等弦的第一段话 让向东勤无动于衷 第二段话 让他的眼神微动 第三段话 则是让他内心当中 掀起了惊涛骇浪 向东勤微微吸了口气 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 徐家要入场 只会让目前的局势雪上加霜 若是玉小龙之众 在整个华国都颇具影响力的人 在插手的话 那向市集团 多半真的保不住了 你一个预警而言 拿什么帮我 向东勤坐了下去 整个人彻底恢复了冷静 一双丹凤眼带着锐气 盯着七等弦在打量 你歌求我的时候是跪着的 眼泪鼻涕一起在往下流 七等弦面无表情地回到 向东勤的眉头 不由轻轻挑了挑 他恨向东勤 但很清楚 向东勤是个心高气傲的人 一个能让他下跪 并且涕泪横流去求着帮忙的人 必然不会这么简单 七等弦没等向东勤说话 继续开口道 首先 我需要一份入职通知书 随便什么职位都行 但不能太低 其次 我不会占用公司的资源 也不会到公司来按时上班 只在你遇到危机的时候 出手帮忙 最后 我想告诉你 人生不单单只有仇恨 向东勤记笑道 你懂什么爱恨 说完这话之后 他抽出一份文件 刷刷刷在上面签字 直接扔到七等弦的面前 冷声道 安全部副部长 留下名字和电话之后 你就可以滚了 七等弦看着女人冷傲的态度 不由生出一种 把他这张 翘脸按在办公桌上 狠狠摩擦的想法 七等弦 向东勤看着手里的这文件 不由微微皱眉 但愿不要人如其名 是个等弦之辈就好 向东勤冷笑 七等弦对向东勤的这些冷嘲热讽 熟视无睹 对向东勤伸出手 道 我需要你手里的详细资料 看看龙门是怎么对你进行打压的 还要了解你们集团的运作方式 向东勤脸色冷漠道 不急于一时 等你正式入职了再说 这个时候 警方的人来了 直接带走了 用炸弹威胁向东勤的文总 顺带着做了简单的了解 像是集团的能量很大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向东勤几句话 就简单带过了 也不用特意到局里去走一趟 向东勤将七等弦的入职文件 交给了秘书 让他去处理 七等弦抛了抛手里的钢蹦 然后转身离开 等等 向东勤喊住了他 嗯 七等弦转过头 他还有几天能活 向东勤冷冷地问道 不知道 反正不常 其等弦略一摇头 静止离开了向东勤的办公室 等到人去楼空 向东勤这才站起身来 转向书柜 将一个背对着他的相框转了过来 相框里 是一张全家福的照片 就连你 都要离我而去了 到时候 我该恨谁 向东勤抿着嘴唇 手指握拳 直接因为用力过猛 而有些泛起青涩来 七等弦等到秘书处理完了入职该办的手续之后 拿着工作证 离开了向市集团 他还得去做一件事 那就是 解决中海银行不肯给乔市集团放款的麻烦 第24国造 向市集团是中海市的知名企业 集团总价值超过百亿 只不过 这一年当中遇到了麻烦 被虎门集团给盯上了 财大气粗的虎门集团的少动家王虎 先是对向东勤展开了追求 向东勤这种性格的女人 当然是不可能答应的 甚至涮了王虎一把 让虎门集团遭受了一笔不小的损失 恼羞成怒的王虎 立刻开始着手 针对向东勤的事情 这导致向市集团现在遭遇挫折 甚至 引来了帝都方面的恶狼觊觎 七等弦一边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 略微了解了向市集团的近况 一边已经走到了中海银行的总部 他了解到 负责乔市集团贷款业务的 是一位名叫子龙的经理 直接就找了过去 找谁 经理办公室内 只有一个比较年轻的男人 穿着西装革履的 我找经理七等弦淡淡道 什么事 这个男人多半是子龙的助理之类的 开口就问道 聊聊乔家贷款的事情 七等弦如实说道 助理听到这话之后 不由笑了一声 弯腰打开抽屉 从里面拿出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直接扔到了七等弦的面前来 七等弦愣愣愣 眼睛从没包好的缝隙里看进去 发现里面装的 似乎是一套蓝白色的情趣女仆装 这让他不由连连皱眉 搞不懂对方的意思 助理淡淡地说道 你拿回去让乔丘梦穿上 然后再来跟我们的经理谈 七等弦看着黑色塑料袋 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色 他跟乔丘梦刚刚结婚 可都还没看过乔丘梦穿这种衣服的模样呢 这个叫子龙的 准备完这一套 还真是懂些情趣喝 条件 经理已经给了 做不到 就别来这里添乱 我们很忙的 助理皮笑若不笑地看了七等弦一眼 准备送客的模样 你最好 把他给叫过来七等弦的左眼微微咪了咪 然后很认真地笑道 助理听到这话之后 满脸的不屑 说道 你算什么东西 我们经理日理万机 一天要处理的业务 就几千万上亿 乔家那点破事 他已经给乔丘梦机会了 乔氏集团要是想拿到那套贷款 就老老实实让乔丘梦 把这套衣服穿上 然后再去找经理谈 话音未落 七等弦一步上前 一手按住了他的脑袋 对着桌面就狠狠撞去 碰 碰 碰 非常有节奏的撞击声 七等弦喜欢这声音 所以就又一边点着头 一边眯着眼睛 让这声音多响了几声 助理被撞得满脸是血 鼻梁鼓都断掉了 痛得连声哀嚎 但嘴里还不忘了警告他 你他妈的 敢在中海银行打人 我可是经理的助理 你动了我 这笔贷款 乔丘梦就算是什么都不穿去找经理 也谈不下来了 非但如此 我还要 让你们乔氏集团直接破产 齐等弦按着助理的脑袋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现在 打电话让子龙过来 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三分钟内 他要是还不敢到 我就再让你尝尝 和办公桌清嘴的滋味 助理看到齐等弦那双眼当中 迸发出来的冷光 不由一个哆嗦 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了手机来 拨通子龙的电话 搞什么 不知道老子正在忙 在接待大客户吗 子龙不爽地问道 经理 乔氏集团的人来了 助理颤声说道 哦 乔总准备穿上那套女仆装来 跟我好好谈谈了吗 子龙不爽地心情一下就没了 立刻笑着问道 助理却是说道 不是 来了个男人 把我给打了 还说 您要是三分钟内不过来 就把我给废了 子龙听到这话之后 立刻火冒三丈了起来 怒道 什么 在我的办公室里 把你给打了 我现在就过来 让他给我等着 挂断了电话 助理的态度再一次嚣张了起来 经理说他马上过来 你准备好后事吧 助理盯着齐等贤 目露凶光 跪下跟我说话 齐等贤挑了挑眉 一脚踹在他的膝盖上 砰的一声 助理直接被踢得跪倒在地 办公室里的动静 早就已经惊动了中海银行的职员们 他们看到里面 闹出这么大的事 一个个都不由面面相去 这什么年头 居然有人敢在经理的门口闹事 嫌自己的命太长了是吗 谁不知道 经理是孙行长的心腹啊 居然敢在经理的办公室 打他的助理 我看这人真的是个脑袋 听说是乔氏集团的人 我看 这乔氏集团是不想混了吧 他们还欠咱们银行 一个亿的贷款呢 到时候 经理把绳子紧一紧 分分钟就能让乔氏集团倒闭破产 大家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议论纷纷 那助理被齐等贤 一脚踢的跪倒在地 让这么多人看着 面子也是丢得精光 但听到外面人的话之后 底气却是越来越足了 你现在最好想想 一会儿 怎么跟经理解释清楚 要是不能让经理满意 你们整个乔氏集团的人 就等着去睡大街好了 助理冷笑 真国躁啊 其等贤随手从桌面上 拿起一盒烟来 从里面抽出一根 却没有点燃 只是在手里把玩着 外面又传来了一阵喧闹声 经理 您可算是来了 有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在您的办公室里 把您的助理给打了 经理 这种有眼无珠之辈 何劳您亲自动手 您吩咐一声 我分分钟让他知道 死字怎么写 看到子龙之后 一些人立刻上去谄媚鳄鱼 可见子龙在中海银行当中 还是有很高的地位的 子龙一身黑色的西装 领带打得很正规 整个人显出一种 一丝不苟的威严来 迈不往自己的办公室里走来 助理看到子龙出现 总算是松了口气 有站起身的底气了 同时 对着其等贤咬牙道 你很能打是吧 现在经理来了 有种的话 你当着他的面 打我一下试试看 其等贤一手把玩着香烟 一手按到了助理的后脑上 喷的一声 助理的脸再次与桌面 亲密接触了一下 这个过躁的家伙昏死过去 其等贤觉得世界清静了不守 门外 一片寂静之声 子龙都过来了 其等贤居然还敢当着他的面 收拾他的助理 这胆子 可真是不小啊 第二十五给你机会 子龙的脸不由黑了 他都已经到场了 其等贤却还是打晕了他的助理 你最好给我一个 让我能勉强听下去的说辞 否则的话 乔氏集团今天就要破产 子龙走入办公室内 冷冷地说道 其等贤懒地说话 把手里把玩着的香烟 扔回到了桌子上 然后直接在椅子上 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 看着其等贤这满不在乎的态度 子龙的双眼当中 隐隐冒出一丝火光来 其等贤等了片刻 这才开口道 我也给你个机会 这套衣服 你自己穿 然后绕着银行大楼 给我跑三圈 把乔家的贷款给我解决 然后 这件事 我当没发生过 其等贤这话一出 子龙忍不住笑了起来 外面的职员也都是笑了起来 纷纷摇头 觉得这人失心风范了 子龙可是行长孙兴的心腹 在银行当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手底下不少大客户 一个小小的乔氏集团 资产不过几亿而已 居然敢在子龙的面前这么猖狂 别说现在乔氏集团 欠着中海银行一个亿了 就是子龙利用自己的人脉 也能让乔氏集团吃不了兜着走 这人谁啊 不知道乔氏集团 有个这样的愣头青呢 当自己 是混社会的大哥 混社会的大哥也不好使 敢这么挑衅经理 只有破产倒闭一个下场 乔氏集团的人 估计脑子生锈了吧 居然派了个这样的傻逼 来解决贷款问题 我看 他纯粹是来作死的 一个个看着齐等贤的眼神 好像是在看傻子一样 觉得他这样上蹿下跳 纯粹是为了葬送整个集团罢了 子龙笑了笑 道 如果我说不呢 那我也就只好让孙行长 来处理这件事了 齐等贤耸了耸肩 一脸无所谓的模样 听到齐等贤说要搬出行长孙兴来 大家都是不由一愣 然后一惊 这家伙说他让孙行长来处理此事 真的假的 我没听错吧 呵呵 在这里扯虎皮做大旗呢 看他这模样 能认识孙行长吗 真是宝笑 他要是能认识孙行长 我把脑袋砍下来当球踢 哼 哪怕他真的叫来了孙行长 孙行长也不可能会向着他经理 可是孙行长的心腹 认识是认识的 只不过 孙行长是不是认识他 那就不知道了 子龙看着齐等贤 然后笑了起来 淡淡地说道 好啊 那你叫孙行长过来处理好了 齐等贤平静道 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 你能叫来孙行长还好 如果叫不来 我会让你知道 在我的面前装逼 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子龙眼中狠辣神色一闪而过 一挥手 门口已经站了好几个保安 齐等贤懒得在啰嗦 直接摸出手机来 拨通了黄文朗的电话 哈哈 齐大师 你总算给我打电话了 是准备上门来处理一下 小女的病情吗 黄文朗开口就大笑着问道 对他显得很尊敬 黄尸手 我现在正在中海银行办事 老你把孙行长的电话给我一下 我有事找他齐等贤微笑道 黄文朗一听 是来求自己办事的 不过 心中却没有半点的不悦 齐等贤那批性 相处两次 他也算是知道了 这种高人 自己可强求不来 现在他求自己办事 那自己高兴还来不及 这样一来 可就欠下人情了 到时候 自己再开口求他帮忙 他也不可能不答应 小事一装 你在哪里 我直接打电话给老孙 让他过来黄文朗豪爽道 嗯 齐等贤答应着 周围的人听齐等贤打电话 称呼对方为黄尸手 一个个都是吃笑了起来 看到没 这小瘪三压根不认识 咱们的孙行长 连号码都没有的 哼 他就是找不来孙行长 所以故意装模作样 还打点黄尸手 真是可笑啊 叫不来孙行长 所以想用黄尸手的名声 来吓唬人 可笑了 连孙行长都不认识 还能认识黄尸手 哈哈 我还说我认识 咱们东海省的省手呢 剑齐等贤的这个电话 是打给黄文朗的 大家都纷纷表示不幸 觉得这货就是个装逼狂 还是没下线的那种 子龙坐在沙发上 更是直接笑出了声 慢条丝里 从自己的口袋里 摸出一包昂贵的香烟来 掏出一颗放到嘴里 啪 一个下属眼急手快 直接冲了上去 双手捧着打火机点燃 小心翼翼护着火苗 送到子龙的嘴边 子龙连用手去护住火苗 做个意思的想法都没有 大咧咧翘着二郎腿 把烟凑上去点燃了 深吸一口 这派头 一般人还真没有 小子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你是装逼也好 真的打电话也好 最好在十分钟之内 找来能够压得住我的人 子龙一边抽烟 一边魂不在意的说着 你要是压不住我 那不好意思 乔氏集团 今晚就得破产 不管乔丘梦穿不穿这套女仆装 都没意义了 然后 你这个敢在我办公室里 打我手下的小鳖三 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我会打断你的四肢 让你像一条爬虫一样 从我的办公室里爬出去 子龙的话 让周围的职员们 都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然后又一阵马屁拍来 经理做事果然大气 先给这个小鳖三叫人的机会 然后再收拾他 难怪能成为经理级的人物 甚至成为孙行长的心腹 我要是有经理一半 不 十分之一的气度 我现在说不定都能升任组长了呢 经理不愧是经理 真是我的偶像啊 希望有朝一日 我也能成为经理这样的大人物 职员们都在这个时候 纷纷仰慕子龙 这让子龙脸上的笑意更浓 又深深吸了口烟 七等闲笑了笑 手里把玩着手机 等待着黄文郎打电话 把孙行给叫过来 第二十六跪了 行了 十分钟到了 子龙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 直接站起身来 招呼着门口的几个保安进来 保安们 手里提着橡胶棍救 煞气凛然地走了进来 橡胶棍被他们用来轻轻敲击自己的掌心 发出一阵阵很有节奏的脆响声 子龙眯着眼睛就冷笑了起来 对七等闲道 是你自己跪下来 束手就擒呢 还是等我一声令下 我就说嘛 这小鳖三 就是在狐家虎威 怎么可能真的有黄尸手的电话 经理 别放过这个来 咱们行里装逼的杂种 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不然以后什么阿猫阿狗 都敢来找麻烦了 对 拿他当典型 看谁以后还敢来咱们银行闹事 子龙对着七等闲笑道 你都听到了 给你三秒时间考虑 七等闲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站起了身来 子龙眼神一冷 对着保安喝道 给我打 几个保安提着橡胶棍就要冲上来 但就在这个紧急关头 门外忽然传来了一声大吼 我看谁敢 周围的职员们听到这声音后 急忙转头看去 就看到了孙兴正黑着一张脸 从外面走来 孙航长 您来了 这里有个小鳖三在闹事 经理正准备收拾他呢 孙航长来得正好啊 经理 在为咱们行李威 您得好好嘉奖 一下他 子龙对着保安们摆了摆手 让他们停下 然后站起身来 对着孙兴就是一个鞠躬 笑道 老大 您来了 孙兴黑着一张脸 冷冷道 怎么回事 这小鳖三 来银行里装逼 现在孙航长真的来了 我看他怎么收场 该装的逼可都让他给装了 在孙航长面前 我看他怎么接着装 子龙递了一根烟给孙兴 然后笑呵呵地道 老大 乔氏集团不知道从哪里 派了个小鳖三过来 硬是要让我放款 还打了我的助理 我这不准备收拾他呢 这小子装模作样 给皇室手打电话 一副天老大他老二的模样 实在是装得不行 也不知道 这穷逼是哪里冒出来的 虚荣心这么旺盛 简直太可笑了 老大您也不用生气 我立马就把这小鳖三给收拾了 让他知道 得罪我们中海银行的下场 说话间 伸手指了指靠在一旁的七等贤 孙兴转头看到了七等贤 手里的烟布又轻轻哆嗦了一下 整张脸顿时变得更黑了 孙行长 你手下的素质可以啊 我媳妇这儿巴金 来找他谈业务解决问题 他不知道从哪里买了一套女仆装 非要我媳妇 穿着这套衣服 来跟他谈呢 七等贤见孙兴看着自己 不由似笑非笑地开口了 操 老子是中海银行的经理 整你们是应该的 你有意见 让你老婆穿着女仆装来跟我谈 又怎么了 老子愿意给机会 是看得起你们这批大典的公司 别说穿女仆装了 就算是让你老婆赤着来跟我谈 让你头顶绿油油 你他妈也得忍着受着 子龙显然是孙兴的心腹 哪怕是在他的面前 说起话来也都肆无忌惮 狂得很 经理说话就是霸气啊 当着孙行长的面 都敢这么说呢 废话 经理是孙行长的心腹 手底下又牵有这么多大客户 傲气一点很正常 我以后要是能有经理 这样的高度就好了 真羡慕 七等贤笑了笑 闪电一般出手 啪的一个大嘴巴子 直接抽在了子龙的嘴巴上 这一巴掌 打得子龙嘴角飙显 头晕眼花 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 好玄没昏死过去 同样 这一巴掌 也把过躁的现场 打得一片寂静 一个个直远目瞪口呆 纷纷吸着凉气 强自镇定自己躁动不安的心 这小憋三 这么狂的吗 当着孙行长的面 赏了经理一个大嘴巴子吃 七等贤转头对着孙兴 就冷笑着说道 孙行长教育自己手下的本领 看来是有些不够行了 这家伙 装逼装上头了 打了经理 还敢用这种口气 跟孙行长说话 妈的 真是在找死 孙行长 赶紧让人收拾了这小憋三 不然咱们银行的面海网 哪里搁呢 你看孙行长脸 黑得吓人 显然是真的生气了 小憋三死定了 乔氏集团 今晚就得破产 子龙回过神来 指着齐等贤怒吼道 小憋三 你他妈好大的胆子 孙行猛一转头 抬起手来 一个大嘴巴子 就直接赏在了子龙的另外半边脸上 这一巴掌 直接打得子龙整个人都趴在了沙发上 嘶嘶嘶抽着凉气 一时间爬不起来 齐大师教训的对 是我管教不严 所以才让手底下冒出这种口无遮拦的混账来 孙行额头上的青筋都在狂跳 齐等贤是什么人 那是能够让是守黄文朗 都站在酒店大门口外 恭恭敬敬迎接的存在 是跟王万金 孙清玄 黄文朗三人坐在一块 还能坐在上席的贵宾 子龙这个不知死活的蠢货 居然敢得罪这样的大人物 这是准备葬送他孙行的前途 什么 看到孙行一耳光抽在子龙的脸上 大家都不由待在了当场 仿佛眼前出现了幻觉一样 而且 孙行还在对齐等贤道歉 说他自己管教不严 齐大师是皇室首都格外尊敬的贵宾 今天赏你脸来给你解决问题 你欺负齐大师的老婆不说 还敢在他面前耍横 孙行一脚踹在子龙的身上 把子龙踢得缩成了一团 孙行的这一句话 让大家的脑袋瞬间就炸了开来 原来 齐等贤并非是在装逼 而是真的认识黄文朗释首 那个电话 也是千真万确打给黄释首的 乔氏集团 从哪里找来了这样牛逼一个年轻人 乔丘梦什么时候找了背景 这么可怕的一个老公 孙行气得面红耳赤 额头上的青筋都在连连跳动着 子龙的助理在这个时候醒来 看到这一幕 不由吓得狠狠翻了一个白眼 再一次昏死了过去 给老子装死 还不滚起来 给齐大师跪下道歉 孙行一声怒吼 直接把子龙从沙发上揪了起来 子龙傻眼了 呆呆地看了齐等贤一眼 不知所措 啪 孙行抬手又是一个耳光 狠狠抽在子龙的脸上 怒道 龙呢 子龙哭丧着脸 这一幕让在场的职员们呆若目击 一向心高气傲 而且横行跋扈的精力居然给人跪了 他们狠狠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第二十七暗示 齐等贤具体是什么来历 孙行并不知道 不过 能够让黄尸手巧手以待的贵宾 显然不是自己该招惹的 齐大师 您看 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家伙 才能够让您满意呢 孙行笑问道 他可不想这点事情 惊动了黄文朗 不然 势手问责下来 自己承担不起 齐等贤平静地说道 我刚刚已经给了他解决此事的方案 他没有同意 我这才找了孙行长你过来 子龙听到这里 身体都不由哆嗦了两下 穿女仆装绕着银行跑三圈 这太丢人了 真要做了 以后也就不用混了 按齐大师说的做 否则 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用来上班了 孙行虎着脸说道 语气严厉 子龙虽然是他的得力手下 但是 比起得罪齐等贤来说 子龙算个屁啊 子龙憋屈无比 看向齐等贤 苦涩道 齐大师 能不能换个方法呀 这太丢人了 我毕竟是个大男人 要是做了这样的事 以后也就不用混下去了 求求你 高抬贵手 放我一马吧 我愿意用最好的态度来解决此事 齐等贤却是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同样的话 我不想说第二遍 怎么办 看你自己 子龙当初既然敢让乔丘 梦穿着那套情趣女仆装 再来找他谈事 那就应该想到 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再丢脸和工作 这两者之间 来回挣扎了无数次的子龙 还是咬牙低下了头 脱下了自己身上的西装 从黑色塑料袋里 拿出了那套女仆装来穿上 一个大老爷们 穿着这种短小紧身的女仆装 别提有多别扭了 职员们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心里发麻 一个个暗存 还好刚刚也顶多是说点骚话而已 没有真的上去的最期等闲 否则的话 下场不一定就会比子龙好 子龙穿上这套衣服 在一众人怪异无比的眼光当中 离开了银行大楼 绕着银行大楼就奔跑了起来 周围的行人路过 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纷纷驻足 拿出了自己的手机来拍摄照片 一个个哈哈大笑 齐大师 真是不好意思 都怪我对手下的管理不严格 这才出现了这样的败类 孙星忐忑地说道 孙行长的处理方式 我很满意 气也出了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好了 齐等闲淡淡地说道 孙星心中不由暗暗松了口气 然后笑道 我这就让人 不 我亲自安排乔氏集团的贷款 齐等闲感谢道 有劳孙行长 孙星二话不说 立刻亲自处理乔氏集团的贷款问题 有他这位行长盯着 下面的人做事也快 不到十分钟 乔氏集团的贷款就解决了 手续什么的都是提前递交了 只不过 子龙故意刁难乔丘梦罢了 孙星大手一挥 几千万的贷款 瞬间打入了乔氏集团的账户当中去 齐大师 事情已经办妥了 一块去吃个饭吧 孙星笑盈盈的说道 谢谢孙行长了气等闲点了点头 也没有拒绝孙星的邀请 与此同时 乔丘梦也得到了贷款到账的消息 高兴的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他抓起手机 就给张绍杰打去了电话 惊喜道 张哥 你这办事效率也推快了吧 几个小时之前 才说帮我解决 这就搞定了 张绍杰接到这个电话之后 慢脑壳雾水 也不清楚乔氏集团的贷款 是怎么通过的 他故作深沉的沉吟了片刻 然后笑了笑 说道 孟孟 我既然承诺过你的事情 就一定会做到 我们张氏集团 跟中海银行什么关系啊 他们可是求着我们来找他们贷款 二十亿 我两个小时前 就给行长孙星打了电话过去 只不过 也没想到他的办事效率这么快 回头 我得好好谢谢他 大不了 再多从他那带点款子了 乔丘梦不由感慨 张氏集团真是财大气粗 乔氏集团想要贷款 可是各处都被银行刁难 但张氏集团这边 却是银行主动找上门来求着贷款 两者 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上啊 怎么 贷款的事情解决了 这么高兴 李云婉看到乔丘梦兴致勃勃勃 不由问道 是啊 没想到张绍对我的事情这么上心 这么快就搞定了孙行长 乔丘梦忍不住感慨着说道 李云婉的眼神微微动了动 然后笑道 你有没有想过 这或许不是张绍杰做的呢 乔丘梦愣了一下 然后道 不是张绍 那还能是谁 比如你现在的老公啊 李云婉含笑道 这怎么可能 他一个香嘎啦里出来的小预警 有这个能量 帮我解决这些事 他拿什么来跟张绍比 他能在黑龙商会之前 为我挺身而出 说实话 我倒是挺感动的 没想到他有这个胆气不过 他做事又太鲁莽了 不知道后果 云婉 是不是他又威胁你了 让你来我面前 帮他说好话 乔丘梦皱了皱眉 觉得事情不简单 于是多问了一句 李云婉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这倒是没有 是这么随口一说而已 李云婉已经意识到了 其等闲是一个隐藏大佬 而乔丘梦和他的家里人 显然没有半点察觉 既然梦梦你意识不到 那我也谈不上横刀夺爱咯 李云婉笑着 心里默默想着 他也是觉得 瞒着乔丘梦心里有愧 所以才提醒一句 但乔丘梦一点也不相信 他也就坦然了许多 乔丘梦道 好了 云婉 你以后也少在我面前提起这个人 我不喜欢他 现在见到他就觉得心烦 李云婉道 你别生气了 乔丘梦点开手机 发现朋友圈里有好几个朋友 发了子龙穿着女仆装 在中海银行大楼狂奔的照片 不由一愣 然后笑了起来 这个子龙之前为难我 没想到张绍连这口恶气都帮我出了 乔丘梦开心地说道 李云婉凑过头来看了一眼 心里又暗暗惊讶了一把 这个其等闲 还真是有些手段的 子龙在中海银行当中 可是孙行长的心腹 居然被逼得穿成这样 在大楼门外跑步 李云婉离开之后 抓起手机 直接给其等闲打了个电话 问道 其四人在哪呢 我在天地大酒店 跟孙行长吃饭 邱梦那边有事 其等闲道 莫非 我找你就只能是他有事 不能是我有事 李云婉笑盈盈地问道 果然 这件事是其等闲解决的 第二十八乡八老 李云婉煞有介事地 把其等闲给约了出来 这让其等闲 还以为乔邱梦 真的又遇到什么麻烦事了 其实没事 就是单纯 想找你聊聊而已 不行吗 李云婉问道 真没意思其等闲想了想 给出这四个字的评价 李云婉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老娘好歹 也算是个大美女 主动约你出来 有你这么不给面子的吗 李云婉一米七左右的身高 虽然谈不上陈于洛艳吧 但也绝对是个气质 与容貌并存的美少女 其等闲这等钢铁直男般的表现 让她表示鄙 其等闲说完这句话 就准备回去 李云婉直接急眼了 哎 你什么意思啊 看不起我是吧 李云婉直接一把拉住她 直接给人往车里色去 我很忙 其等闲默然道 跟你聊聊张绍杰的事情 李云婉毫不客气地说道 其等闲皱了皱眉 还是让李云婉给塞进了宝马车里 然后 他直接开到了一家酒吧来 这家酒吧不是很大 但走的是那种高端路线 在这家酒吧里 什么酒都能买到 找了个卡座坐下后 李云婉轻车熟路点了几瓶洋酒 然后道 乔氏集团的贷款 是不是你解决的 其等闲微微点了点头 也没有说话 李云婉皱眉道 你做好事 不留名啊 你是不是傻子啊 其等闲道 乔叔对我恩仲如山 我帮乔家和邱梦做点小事 微不足道 李云婉咧嘴笑了起来 指着其等闲的鼻子道 我看你和梦梦就是有缘无分 你这么做 等同于把他往张绍杰的怀里推啊 圆聚圆散圆如水 有缘无缘 没什么好纠结的其等闲态度淡然 自顾自到了一杯酒 漫条丝里喝了一口 李云婉很确定 其等闲就是一个钢铁直男 无奈摇头 说道 你帮乔氏集团拿到贷款的功劳 全部都被算到了张绍杰的脑袋上去 今天 梦梦还亲自打电话给张绍杰 对他表示了感谢 再这样下去 我看你头顶就得绿油油了 其等闲听到这里 不由狠狠皱了皱眉 怎么自己做的什么好事 都能跟张绍杰这坨恶臭的狗屎挂上钩呢 他默默帮乔家做事那无所谓 但功劳被别人给顶了 那就让人觉得有些恶心了 其等闲这一刻的心情有些糟糕 若是在监狱里还好 随便抓两个调皮的犯人 出来收拾收拾 也就能烟消云散 但现在 这鼓火 却是没地方去发泄的 我倒是在梦梦面前提过 这事有可能是你做的 但他并不相信你帮我避开了张氏集团的雷 我却没能回报你 真是遗憾李云婉摊了摊手 举起杯子 跟其等闲喝酒 说这话的时候 他心中不由有些亏虚和略微的愧疚 此时 正在二楼喝酒的龙亚男 看到楼下 卡住那熟悉的身影 眉头不由轻轻挑了挑 没想到这次没什么本事 还是个渣男来着 龙亚男冷笑一声 非常的不屑 坐在龙亚男对面的徐奥雪问道 怎么了 龙亚男伸手指了指坐在楼下的七等闲 道 看到了吧 那就是小姐之前的未婚夫 七等闲 徐奥雪擦亮了自己的眼睛看去 说道 他就是七等闲 感觉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他配不上小龙 龙亚男摇了摇头 七等闲这家伙没什么本事 但脾气倒还不小 自己也懒得再去说他 七等闲倒是不清楚 楼上有人注意到了自己 端着酒杯跟李云婉喝了一杯 由衷道谢了一句 无论李云婉出于什么目的接近自己 他既然帮着自己 在乔丘梦面前说了话 那就是值得感谢的 嗯 云婉 你怎么在跟这个废物喝酒 一道声音传来 正是那天在运动俱乐部里的吴绍 七等闲对于这些锅躁 都是懒得理会 漫条丝里端着酒菜品 连正眼都不带给对方一下的 李云婉一笑 说道 吴绍 其色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人 你可不要乱说话怎么 要不要一块喝一杯 吴绍痴笑一声 摇了摇头 道 你也不怕跟这种人做一块 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我可不想跟这种垃圾喝酒 不然的话 现在跟我一块喝酒的人 恐怕也会觉得不爽 这个时候 一个身穿红色长裙的妖娃少妇走了上来 涂了大红色的口红 整个人的气质 都显得非常外放 静姐来了 吴绍看到这个女人之后 脸色一变 急忙恭恭敬敬地称呼道 静姐你好 李云婉也是站起身来 满脸的笑意 同样认认真真地打招呼 连带着 极为不情愿的齐等闲 也被她拉得站了起来 静姐就是这家酒吧的老板 她微微点了点头 说道 极为玩得开心点 只见 这位静姐所过之处 几乎所有酒吧的客人 都会站起身来给她敬酒 不论对方身份多高贵 静姐都只是端着酒杯 浅浅抿上一口 一丝一丝 然而 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人 感觉到不满 招呼了一圈之后 静姐离开了大厅 不知道去了哪里 静姐今天怎么会在酒吧里 她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吴绍说话的语气 都不由虚弱了不少 显然是对这位静姐 颇有敬畏之心 我也不知道 不过 没想到居然能有机会 和静姐打招呼 李云婉的语气 也不由有些兴奋 吴绍悄悄松了口气 但有厉害的人罩着 你在这里喝酒 就老老实实喝酒 不要闹事 也别搞出什么笑话来 不然的话 天王老子也就不了你 齐四儿 不是这种乱惹事的人 吴绍你 还是陪好你的朋友吧 我们喝两杯 就走李云婉摆了摆手 说道 吴绍伸手指了指其等贤 道 还有 乔丘梦不是 你能高攀得起的 趁早死了这条心 今天我给云婉面子 不然非让你像条死狗一样 躺大街上睡一晚 齐等贤懒洋洋看了吴绍一眼 就让他的脑袋跟桌面来几个亲密接触 不过 吴绍的运气倒也不错 指了指其等贤之后 就直接转身上二楼去了 齐等贤站起身来 对着李云婉道 尿一个 不会是准备尿顿跑路吧 放心 这顿当我来买 李云婉说道 齐等贤忍不住转过身 伸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认真道 我看起来 真的很像香八老 很像穷鬼吗 妈的 我们监狱里 有个在雪国专门搞垄断的金融寡头 整天哭着喊着 给我塞几个一几个亿的支票呢 李云婉听到这话 忍不住扑一声笑了起来 我他妈说真的 齐等贤的脸不由有些黑 嗯 我相信你 李云婉立刻严肃地说道 齐等贤满意地点了点头 等到他走入卫生间 李云婉这才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种香八老 怎么会认识黄文朗和王万金那样的人呢 真是奇怪 李云婉发现 齐等贤必然是个有很大背景 很大能量的大佬 但是 好像也的的确确是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香八老 第二十九王报 齐等贤站在尿槽前 随着稀里里的声音 整个人的身体和情绪都在舒缓当中 忽然间 一直穿着范思哲的大脚 猛然踏到了自己的脚背上 一个喝得有些脸色发红的年轻人 与他并排站在了一起 劳烦 你踩到我了齐等贤转过头 哆嗦两下 拉上酷链 这年轻人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 又继续旁若无人地尿了起来 那只大脚 脚让一让 年轻人充耳不闻 继续稀里里尿着 脚 让一让齐等贤最后提醒了一遍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狗东西 你烦不烦 老子是虎门集团的高管踩到你 是你的荣幸 你就给老子老老实实受着 叫你妈的叫 这年轻人大怒 踩着齐等贤的脚 还把身体转了过来 齐等贤没等他彻底转身 更不会让尿液浇到自己的身上来 一个箭步往前 左手瞬间掐住了这年轻人的脖子 没等年轻人反击 他的手就用力往下一按 这年轻人的身体 顿时整个倒下 脑袋直勾勾被按进了尿槽里去 咕噜噜 尿槽当中冒出气泡 这年轻人连连挣扎 但无济于事 齐等贤冷哼一声 一脚将他踢到一旁去 静止走出了卫生间 真是磷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齐等贤神色冷峻地洗了洗手 回到李云婉所在的卡座 李云婉笑道 去了这么久 我还真以为你怕我让你买单 一会儿可能会有麻烦 李云婉愣了愣 道 什么麻烦 齐等贤也懒得解释 只让李云婉赶紧跟着自己闪人 免得惹上麻烦 咋种 打了老子就想跑 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 但这个时候 厕所里的那个年轻人 却是已经冲出来了 满脸的猙獰 李云婉不由吓了一跳 看了一眼这个年轻人 总感觉像是在哪里见过一样 这年轻人一吆喝 自己的同伴们也都纷纷赶来了 一下就把其等贤和李云婉所在的卡座 给包围了起来 报哥 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开口问道 王豹抹了一把自己脸上的水字 宁笑着道 这个小王八犊子 你们谁认识 刚刚他在厕所里 对老子动手 众人都是摇头 同时心惊肉跳 这傻逼谁啊 连报哥都敢动 做死是吗 报哥可是虎门集团 少东王虎先生的堂弟 走到哪里 谁不得理让三分 居然有人敢动报哥 报哥 这小别赃我不认识 你一句话 咱直接弄死他 李云婉听到了这些话之后 脸色瞬间煞白起来 这王豹 竟然是王虎的堂弟 吴少爷在人群当中 冷笑着看热闹 刚刚还警告过七等贤来着 没想到这家伙转眼 就得罪了王豹这样 有大背景的人物 真是活该啊 报哥是吧 你在卫生间里 故意踩我的脚 提醒了你三次 你还得寸进尺 你踩我 我揍你 这点两清 现在我给你的机会 老老实实滚 滚回去喝你的酒 七等贤剑走不了了 索性直接在沙发上 大咧咧坐了下来 一脸索然无味的神情 就这么看着王豹 这家伙说 以后或许会得罪龙门的人 该不会是早就蓄谋着 要打王豹了吧 我没记错的话 虎门集团 是龙门所支持起来的企业 李云婉咕咚吞了一声口水 感觉手都有些抖 王豹一行人听了这句话之后 直接忍不住狂笑了起来 见过张狂的 没见过这么张狂的 王豹盯着七等贤 眼珠子又落到李云婉的身上去 然后才说道 小崽子 你知不知道 老子是虎门集团的人 虎门集团的董事长 就是老子的叔叔 七等贤惊讶到 你是虎门集团的人 看到七等贤的脸上 露出这种惊讶的表情来 王豹不由得意冷笑 周围的人也都是跟着笑 虎门集团的名头太大 背靠着堂堂龙门 全球会员好几百万的大社团 每一个奋斗的舵主 都拥有着超人一等的背景 他们觉得 七等贤听到虎门集团的名声 而被吓住 这并不奇怪 实际上 七等贤惊讶是惊讶 但并不害怕 只不过是没有想到 自己在正式帮向东勤 解决麻烦之前 会与虎门集团的人 发生冲突罢了 怕了 王豹得意道 七等贤没说话 王豹淡淡地道 怕了 就从老子的裤裆底下 爬过去 爬出这家酒吧 然后 你的这个女朋友留下来 今晚陪老子 把老子伺候叔父了 这件事 我可以当没发生过 李云婉的脸色不又发白 万万没想到 还能牵扯到自己 立刻摇头道 宝哥 我跟他只是 普通朋友而已 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王豹却是蛮横八道地说道 这我就不管了 他从我哭装下爬过去 然后你伺候我 这是我的条件 如果你们做不到 那也就不要怪我不给机会了 李云婉急忙向人群当中的 吴绍求助 吴绍 跟这些人认识 显然能说得上话 吴少见牵扯到李云婉了 心里也不由暗骂齐等闲着王八蛋 是个惹祸惊 现在竟然害得李云婉也要受罪 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好朋友 父母也都认识 李云婉向他求助了 他也不好意思 继续当缩头乌龟 只能硬着头皮站了出来 宝哥 云婉是我的好朋友 的确不是这个小别三的女朋友 您看 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别把事情牵连到云婉的身上去 吴绍站出来之后 满心忐忑地开口了 觉得自己今晚陪王豹喝酒 也算喝得尽兴 关系拉得不错 王豹多半会给个面子 王豹听了后 脑袋不由一偏 然后笑了起来 道 你们听到吴绍说什么了吗 大家都不由愣住 哈哈 他要老子给他面子 哈哈 他居然要老子给他一个面子 王豹捧腹大笑了起来 周围的人 也都在这个时候 跟着王豹哈哈大笑了起来 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 信无的废物 有什么资格让鲍哥给面子 今天亚能和鲍哥喝酒 就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 吴绍 真是不知好歹的东西 居然还敢让鲍哥给面子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什么模样 吴绍的脸 一瞬间憋得通红 第三是静解 七等贤的眼神当中 闪过一丝不屑 也不知道是不屑于王豹的这种张狂 还是不屑于李云婉和吴绍急于撇清关系的模样 李云婉看到七等贤的神情之后 不由一击 说道 你别急 要不我打个电话给我爸 让他想想办法 王豹冷笑一声 道 你叫李云婉是吧 打给你爸 就你们木子集团那点资产 我分分钟能把你们全家碾死 李云婉听到这话后 神色不由一致 只觉得满嘴发苦 木子集团与乔氏集团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两者之间很亲密 也就注定了 木子集团的资产 不会比乔氏集团高到哪里去 虎门集团有龙门做靠山 连中海的龙头级企业乡市集团 都被狠狠压制了 十个木子集团绑一块 也绝不是对手 今天的事情 你打电话给谁都不好使 让这个小鳖三乖乖从我裤装下钻过去 然后 你晚上留下来伺候好我 能够伺候我 这是你的荣幸 说不定小爷我一高兴 赏你们木子集团一笔订单或者投资 有你乐的 怎么 看你表情很不乐意的样子 莫非觉得 小爷我不堪入目 还不如这个小鳖三了 王豹态度轻慢 甚至准备用手去挑一挑李云婉的下巴 吓得李云婉往后退了一步 吴绍也是满脸尴尬 但还得硬着头皮开口 说道 豹哥 求求你了 给点面子吗 这个小鳖三 从李库当下来回钻的三五回我都没意见 但能不能放过云婉 去你妈的 这里有你说话的粉 王豹恼了 一个大嘴巴子 直接甩在吴绍的脸上 刚刚在齐等闲面前 还优越感无穷 高高在上的吴绍 直接让这一个嘴巴子 抽得嘴角流血 头晕眼花 偏偏一句狠话都不敢说出来 什么事 闹得这么不开心 一道成熟的声音传来 身穿红衣的 涂着大红色口红的静姐端着酒杯走了过来 被这里闹的事情所惊动 大家看到她之后 都不由纷纷点头问好 一个个客客气气的 哪怕是性格轻挑的顽固 也都不敢放肆了 王豹笑了笑 道 静姐 你酒吧的规矩 我是知道的 可这件事 不是我挑的头 是这小鳖三打了我 把我的脑袋往尿槽里 嗯 众人听到这话 脸色又变了变 妈的 这小鳖三胆子真够大的 在静姐的酒吧里 闹事就算了 还敢把鲍哥的脑袋往尿槽里 鲍哥不可能放过他 静姐也不可能放过他 我记得 当初从剑业那边来了的大丸裤 家里资产上百亿 在酒吧里不知好歹调戏静姐 第二天 手脚都被扭断了 而且 他家还不敢找事来着 上次有个黑龙君的校官 到酒吧里闹了事 第二天 被他的上级 一个肩扛龙性的少将 揪着耳朵过来 亲自给静姐道歉呢 一些纯粹是围观的看客 看向其等闲的眼神 也都幸灾乐祸了起来 觉得他必死无疑了 首先 是他出的手 这已经破坏了静姐这家酒吧的规矩 其次 他打的人还是虎门集团的王豹 还把人家的脑袋往尿槽里摁 今天 他要不老老实实从王豹裤裆底下钻过去 然后再让李云婉 好好把王豹伺候舒服了 估计真的难逃一劫了 静姐听到这话之后 瞇了瞇自己的眼睛 一双多情妩媚的毛子 落到其等闲的身上 缓缓道 是你先动的手 严格来说 是的 不过 是他先找的事 其等闲想了想 然后点了点头 实事求是 我不管你们之间什么恩怨 我只管是不是你先动了手 王总这里有处理的方案没 静姐转过头 看向王豹 问道 王豹咧嘴一笑 道 静姐 我的要求都已经提出来了 不过 看他们似乎不准备答应 其等闲笑了笑 道 这是我跟他的恩怨 但他不应该牵扯到我朋友身上来 静姐你觉得呢 静姐愣了愣 问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然后对着王豹道 王总这样的处理方式不厚道 王豹脸色一僵 但没有发飙 而是客客气气地道 静姐说的有道理 那第二个条件就算了吧 说完这话之后 他将两腿一下摆开 指了指自己的胯下 钻过去 爬出酒吧 我今天放过你王豹说道 静姐对其等闲道 小伙子 麻烦是你自己的惹的 那么 也该由你承担我已经很公正的说话了 你按照王总说的做吧 你在我酒吧搞事的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救 乖乖跪下 然后从王总的裤裆下面钻过去 给他道个歉 这个事就算了 静姐的语气高高在上 但没有任何人觉得奇怪 静姐做事还是大气的 对事不对人 无怪大家都这么尊重他 是啊 小别三 静姐都开口了 你女朋友现在没事了 但你做错了事 就该自己承担 赶紧从豹哥胯下爬过去 不要耽误我们喝酒的时间 静姐见其等闲无动于衷 就淡淡道 小伙子 你要是不愿意接受这个惩罚 那我也就只有按我的规矩来了 你可以打听打听 在我酒吧里闹事的人 都是什么下场 众人听到静姐这句话 都不由微微点头 的确 如果静姐要出手的话 齐等闲可就不单单 是从王豹胯下钻过去 这么简单了 你是什么东西 让我怎么做 我就要怎么做 齐等闲转过头来 皮笑若不笑地对着静姐说道 这话一出 现场直接寂静了 有人手里的酒杯 甚至直接啪的一声跌落在地 摔了个粉碎 这小子 刚刚怎么跟静姐说话的 我靠 他是不想活了吧 自从进这家酒吧以来 我第一次见到有人 敢这么跟静姐说话的 这人的脑子 指定不好使 得罪报哥就算了 还赶得罪静姐 十条命 现在都不够他挥霍的 静姐显然也想不到 齐等闲居然能说出 这么狂妄的话来 整张妩媚多情的俏脸 瞬间阴沉了下来 齐等闲冷漠道 打人的是我 但挑起事情来的 却是这位报哥 我给了他机会 他没珍惜 你现在跳出来要拉偏价 那也别怪我不给你 这个酒吧主人面子了 什么玩意 居然说这样的话 静姐需要她点面子 她以为她是谁 哼 哪怕是皇室首都 不可能这么跟静姐说话吧 她以为她是什么东西 有脸说这种大话 这种家伙 就应该扔进尿槽里 活生生淹死 真不知道是什么脑子 吴少一脸震惊地 看着齐等闲 这真是不知者无畏 真是什么话都敢说 李云婉也是抬头 看着齐等闲 嘴唇微微抖了两下 终究是一句话没说出来 静姐的来历 神秘莫测 但凡对她不敬的人 往往都没有一个 能有好下场 齐等闲敢这么跟静姐说话 到底是凭了什么底气 第31一个电话 静姐的脸彻底黑了 然后 她笑了起来 是那种阴冷的笑 好啊 小伙子 我想看看你 怎么不给我面子 静姐沉声说道 眼神也变得越来越锋利起来 我多半会再把这位豹哥 摁在地上摩擦一顿 你要是执意拉偏价 那我也就只有把你的漂亮脸蛋 嗯鸟槽里去了 齐等闲若有所思地说道 王报已经是火冒三丈了 没有想到齐等闲嚣张得有些离谱 不把他放在眼里 也不给静姐面子 龙亚男在楼上看着这一幕 说道 闹大了 我打个电话给静姐 管管这事 徐奥雪就笑道 别啊 多有意思的事情 让他们继续闹下去 看看戏不好吗 龙亚男却是摇头 说道 小姐毁约在先 心中对着齐等闲 多少有些愧疚 他在这里遇到这么大的事 我如果做事不管 让他被人给怎么样了 小姐知道 肯定会不开心的 小龙还真是心地善良 如果我身边有 这种没什么本事 嘴巴却有很臭的男人 我多半会让他有多远死多远 徐奥雪端起红酒来 摇头笑道 此时 下方的气氛 已经到了剑把弩张的地步 再稍微等个片刻 估计就得一触即发了 静姐正准备发话的时候 手机响了起来 是龙亚男打进来的 他不由皱了皱眉 然后接通 静姐 今天的事情 给我个面子 到此为止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龙亚男冷冷地开口说道 哈 亚男你认识他 既然你都开口了 那我能不答应吗 静姐听后 微微笑道 龙亚男恩了一声 道 只此一次 希望静姐给个面子 静姐道 那没问题 说完这话之后 龙亚男已经把电话挂了 静姐 怎么说 王报看着静姐 问道 静姐把手机放到一旁 深深看了起等闲一眼 道没有想到 这家伙有这样的人脉 居然能让龙亚男站出来 为他说话 静姐摆了摆手 说道 王总 你在卫生间里踩人家的脚 多少有些不对 今天这件事 有人给我打电话了 到此为止吧 说话间 他也有些无奈 齐等闲的嚣张气焰 让他很是不爽 不过 龙亚男的面子不能不给 或者说 龙亚男背后 那个女人的面子 他不能不给 王报等人听到这话之后 直接愣住了 吴少也是目瞪口呆地 看了静姐一眼 齐等闲明明已经把静姐 给得罪惨了 但静姐接了个电话之后 就这么轻飘飘放过他 不过 只有这一次 下次 如果你再敢在 我的酒吧里闹事 就别怪我 谁的面子 也不给了静姐忽然脸色一冷 阴冷到 齐等闲不屑地 轻轻撇了撇嘴 安安稳稳坐在沙发上 端着酒杯漫条斯里 喝了一口 压根不在意的模样 这副姿态 让静姐看在眼里 心里蹭蹭蹭 火冒三丈 但偏偏又发作不得 行 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 能让玉小龙的助手 为你说话 这个面子 我不得不给 下次 只要再有下次 你犯到我的手里 我会让你连本代理还回来 静姐眼神阴冷 心中默默想着 王豹很咬牙 今天吃了这么大的亏 就这么算了 不过 静姐的面子 他可不敢不给 静姐背后的那根大佬 他招惹不起 静姐 今天的事情 我给你面子 王豹沉声说道 说完这话 他挥了挥手 一行人等 都直接跟着他 从酒吧里离开了 人这么一撤 李云婉感觉可怕的 压迫感立刻没了 整个人的身体 都不由贪软在座位上 他有些称怪的 看了七等闲一眼 这家伙太能惹事 而且还把静姐 给得罪了 以后 这酒吧 自己恐怕是不好来了 吴少走过来 笛声说道 云婉 今天的事情 希望能给你提个醒 离这丧门心远点 省得被他害死 说完这话 他捂着自己 红肿的脸颊离开了 静姐打量了七等闲一番 没再说话 从龙亚男的口气上 他能判断得出来 这个男人跟龙亚男的关系 并不深 所以 哪怕是现在 他依旧 不把七等闲这个人 给放在心上 不过 这笔账 却是要好好记下来的 你知不知道 刚刚你在说什么啊 我都为你捏了一把汗 李云婉心有余悸地 对七等闲说道 狠狠喝了一大杯酒压惊 实话而已 这女人的态度 让我很不爽 七等闲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同样喝了一口酒 李云婉觉得自己 被狠狠噎了一下 这还真是第一次 见到有人这么枪静姐 还能全身而退的 同时 他也很好奇 那个电话是谁打来的 给静姐打电话 那人是谁 李云婉问道 黄尸首 应该不会是他 我也不知道七等闲耸了耸肩 他才懒得去想这些呢 他满心不屑 这个静姐在关键时刻 接了那电话之后 稀释宁人 这完全是运气爆棚 不然的话 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 他不介意让他们感受下 优多监狱二当家 是怎么让人听到这个名字 就肝胆剧烈的 这女人太能装 无非仗着自己 有点背景而一起等闲道 你又有什么背景 能看不起人家 李云婉忍不住道 我 我他妈就是最大的背景 其等闲满脸不屑 背景这玩意 他需要 监狱里那些重犯 一个个拿他当爹一样伺候 不爽了 真就放一个出来 分分钟能让人家破人亡那种 李云婉险些 把嘴里的酒给喷出来 刚准备说话 就看到有两个女人 往下走来 其中一个留着短发 英姿飒爽 行走起来 都带起一种雷厉风行的感觉 另外一个 花容月貌 长发飘飘 一平顶急 一举一动 都显出一种富贵之气 唯有大家族 才能培养得出来这种天骄 而让他惊讶的是 那个短发女人 居然向着齐等闲走了过来 齐等闲的眉头 很厌恶地往上一条 主动开口道 刚刚你打的电话 李云婉有些微微地吃惊 这个女人什么来头 跟其等闲认识 而且 还能一个电话 就让静姐这样的人物 稀释宁人 要知道 嚣张无比的王豹 在静姐开口了之后 都愿意退一步海阔天空呢 能让静姐退让的女人 又是何方神圣 第三十二静姐的背景 龙亚男脸色冷漠 站在其等闲的面前 俨然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如果不是我打了那个电话 你现在多半已经被大谢八块了 你真以为 这家酒吧 是你能来闹事的地方 或者说 你觉得刚才那个叫王豹的年轻人 是你能惹得起的人物 没有本事 就低调一点 不要张口闭口 想着哗众取宠 这很丢人 而且容易害死自己 我怕到时候 你死了 都没人来给你收尸 龙亚男的话 很刻薄 李云婉在一旁听个目瞪口呆 既然这个女人这么看不起 其等闲这家伙 为什么要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其等闲听着龙亚男的话 失笑一声 满不在乎的说道 我想你搞错了 无论是那个王豹 还是那个静姐 我都没放在眼里 他们愿意 听你的话稀释宁人 那是他们的运气好 不然的话 我不介意让他们知道 我是个什么样的脾性 龙亚男的眼神一冷 默然道 你怕是不知道 静姐背后是谁 所以敢说这种猖狂的话 他背后的人 哪怕是小姐见到了 也都会以礼相待 你这样的话 最好不要在人前说 否则的话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徐耀雪在一旁听的 也是饶有兴趣 这个被玉小龙 亲自退婚的男人 似乎有点意思 当然 有点意思 不是真的有意思 而是他口无遮拦 口气太冲 而且有些死鸭子嘴硬的感觉 小姐给了你两次 向他开口求助的机会 我这里 算是替他帮了你一次 龙亚男说道 So what 其等闲满脸随意 甚至还飙出了外语来 龙亚男冷笑道 所以 你现在只剩下一次机会了 这或许是你 用来救自己这条 贱命的唯一机会 我希望你以后收敛收敛 好好斟酌斟酌 不要随随便便 就把这最后一次机会 给用掉了 你要知道 你和小姐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能拥有这两次机会 已经是上仓的垂青 做人 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而不是为了博出未尽 去做一些躺臂当车的事情 说完这话之后 龙亚男转过身 李云丸很好奇 龙亚男口中的小姐 是何许人也 跟其等闲又是什么关系 徐奥雪笑了笑 说道 走吧 其等闲平静道 等等 还有事 龙亚男转过头 冷漠道 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 但今天还是 成了你的情 我想在这里奉劝一句 这位徐总做生意 就好好做生意 不要打像是集团的主意 否则 到时候 怎么亏得底朝天 都不知道其等闲淡淡地道 徐奥雪听到这话之后 不由狠狠吃了一惊 这家伙怎么会知道 自己此行中海的秘密 莫非 是玉小龙跟他还有联系 应该不可能 玉小龙何等高傲 既然已经婚约 那就绝对不可能 再和其等闲保持联系了的 这种话 如果是从福布斯榜上的 那些富豪嘴里说出来 我或许会考虑你吗 徐奥雪微微一笑 转身离开 其等闲耸了耸肩 不听劝 那就碰一碰好了 看看 是你和玉小龙应 还是我这个二当家应 一旁的李云婉 忍不住狠狠喝了一口酒压惊 他有些怀疑地说道 那位 是不是帝都徐氏集团的大总裁 徐奥雪啊 其等闲慢条思理地道 是他啊 噗 李云婉险些把嘴里的酒 直接给喷出来 有些傻眼 是他 你还敢这么跟他说话 李云婉震惊 嗯 他在打香市集团的主意 不就是长得好看点吗 有什么不敢说的 其等闲不屑地说道 李云婉直接无语了 觉得其等闲这钢铁直男 简直有些无法沟通的感觉啊 刚刚其等闲和龙亚男等人的对话 静姐虽然没太关注 但也听到了 他不由冷哼一声 像其等闲这么狂傲的男人 他这辈子还真没怎么见过 他心里虽然生气 但是 玉小龙的面子 却是不能不给的 这个时候 自然没办法去找后账 我们快走吧 刚刚你说了静姐的坏话 如果他要找麻烦的话 那可不妙 李云婉已经有几分醉意了 觉得差不多该走人了 慌什么 酒还没喝完 浪费了 其等闲却是毫不在乎地道 首先 这酒的味道很不错 其次 他现在的心情不怎么好 所以 他决定把这里的酒喝完了 再走 静姐听到其等闲这嚣张的话 气就不打一出来 咬了咬牙 觉得自己还是先走开比较好 免得被他活生生气死 静姐起身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去 此刻的心情可以说是非常不美丽了 怎么 是谁惹了我们 小静生气啊 静姐刚把门关上 就听到一道玩世不恭的声音传来 静姐抬眼一看 便看到一个穿着休闲 满脸懒散的中年男子 正半躺在沙发上 或者说 是半瘫在沙发上 静姐展颜一笑 凑了过去 在他身旁坐下 一双柔嫩的小手 按摩起男人的大腿来 微笑道 先生 您怎么过来了 叶峰笑了笑 大手放到了静姐红裙下 那滑溜溜的大腿上 他这个动作 却没有引起静姐的半点不满 酒吧里有不顺心的事 叶峰问道 是这样的 静姐叹了口气 一边给叶峰按摩 一边将刚刚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叶峰听到之后 也不由挑了挑眉头 笑道 这个小王八蛋 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B拳都让他给装去了 你反而还要受气 静姐嘴里发出无奈的笑声来 说道 算了 给郁将军一个面子呗 郁将军的面子 要给 但我还是得出面警告 和小小教训一下 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叶峰站起身来 静姐眼中不由 闪过一丝喜色 没想到 叶峰居然愿意为 自己出这口恶气 要不还是算了 毕竟 龙亚男都跟我开口了 静姐说道 怎么可能算了 谁不知道你背后的人是我 他敢说这种大话 那就等同于是在打我的脸 我这张脸 除了在监狱里那两年的时候 被人打过 还没人敢这么明目张胆 看不起我 叶峰鼻子里冒出一阵冷哼 然后拉住了静姐 就大步往外走去 玉小龙的面子必须给 但小小惩戒 绝对免不了 省得此人口无遮拦 败坏他和静姐的名声 第三十三声猛 静姐过来了 那个男人 应该是静姐的靠山 李云婉看到静姐 挽着叶峰从办公室里出来 汗毛都不由力起来了 周围的人 看到静姐之后 都纷纷起声问好 在看到叶峰的时候 立刻就把腰都给弯了下去 恭恭敬敬地喊道 叶先生 晚上好 叶峰很有风度地挥了挥手 跟着静姐 往齐等贤和李云婉的 这个卡座走了过来 李云婉对着齐等贤苦涩道 刚刚你说的那些话 多半让静姐听到了 那两个帮你撑腰的女人走了 她的靠山又来了 现在可怎么办 齐等贤吃的一声 看都没看走来的两人 自顾自把玩着一枚头子 默默喝酒 没想到 今天叶先生居然会在酒吧里 这个家伙不知道找谁撑腰 让静姐稀释宁人了 但这回 多半是逃不掉了 是啊 得了便宜还他妈卖乖 见好就收不香吗 非得嘴臭说几句骚话 这下好 把叶先生引来了 叶先生可是咱们 东海省龙门分度特聘的客亲啊 刚刚王豹被打得多惨 静姐一句话就让他走了 这都是看叶先生的面子 众人低声议论了起来 同时 把幸灾乐祸的目光 投到了齐等贤的身上来 李云婉几乎被吓哭了 花容失色 齐等贤嘴臭 这下好 惹来了大佬 怎么收场啊 静姐 挽着叶峰的手臂 走到了齐等贤的面前来 伸手指了指齐等贤 也不说话 小伙子 做人吗 要懂得分寸 适可而止 叶峰微微笑了笑 说道 齐等贤没说话 闷着头喝酒 叶峰继续说道 郁将军的面子 我不能不给 我来 就是想给你一个警告 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也不会太为难你 你现在站起来 自罚三杯 喝完之后 给小金跪下道歉 为自己刚刚说过的 那些蠢话忏悔 这样 我可以既往不救 叶峰说话的时候 有人不由拍起了马屁来 叶先生不认识做人做事 都可称大气 面对这样的狂徒 都还表现得如同君子一样 臭小子 别不识抬举 叶先生已经给了你台阶下 你对静姐出言不逊 还不赶紧站起来道歉 他妈的 叶先生站着你坐着是吧 你觉得自己 是什么东西 一旁的李云婉 听到这些话之后 已经吓得坐不住了 急忙站起身来 他磕磕巴巴地对叶峰说道 叶先生 我朋友他喝醉了 刚刚说的都是酒话 您不要介意 叶峰呵呵一笑 道 我当然不是很介意 否则的话 我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你是什么东西 要给我机会 齐等闲闷着脑袋反问了一句 你个狗东西 不知好歹是吧 一个想拍叶峰马屁的人 站起身来 大步走到前面来 叶先生是什么人 能够心平气和跟你说话 已经是看得起你 给了你天大的面子 你这个时候 还要装模作样 坐着跟叶先生说话 还出言不训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 知不知道叶先生 是龙门分舵的特聘客亲 一句话的事情而已 分分钟让你暴毙街头啊 齐等闲摇晃了两下脑袋 默默往酒杯里加了两块冰 说道 真果早 这人不由被他给气到了 怒声道 我给你三秒时间 站起身来给静姐和叶先生道歉 否则 不用叶先生动手 我会让你知道 这么狂妄 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齐等闲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酒杯重重往桌面上一顿 霍得一声站了起来 抬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抽在这人的脸上 没听见老子说你很吵 齐等闲这一巴掌不轻 直接打的这个年轻人 从卡座的围栏边上 腾身飞了出去 滚倒在地 人事不行 看到这一幕 李云丸眼前发黑 这下完了 靠山可是已经走了 齐等闲又犯魂 这下谁来保他 这家伙 傻逼鬼傻逼 但我不得不说一句 他是真的猛 静姐的酒吧有规定的 不得在这里闹事 但他偏偏不放在心上 现在 甚至还当着静姐和叶先生的面打人 他不是猛 而是脑袋有问题 在静姐的酒吧闹事 刚刚静姐给了他面子 这回 多半不会再有这种事了 我靠 真的敢当着叶先生的面动手啊 活腻了 看到齐等闲当着静姐和叶峰 两人出手打人 大家都沸腾了起来 静姐的一张脸 完全黑了下来 怒声道 刚刚我给龙亚男面子 稀释宁人了 你不知好歹 还要在背后乱嚼舌根 现在 给你台阶你不下 还敢出手打人 我看 你是真的不把我们酒吧的规矩 放在眼里是吧 齐等闲吃笑一声 道 背后嚼舌根 我当着你的面 也一样敢说 众人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个个直接不敢说话了 他们第一次 见到有人敢当着静姐的面 说这样的话 你做事不公正 跟我谈什么规矩 以为背后有点人称你 就可以高高在上 不好意思 我不吃这一套 而且 我平日里最讨厌的 就是你们这种 喜欢装的高高在上的装笔饭 说完这话之后 齐等闲直接一脚踏在了桌面上 身体前倾 撑着自己的大腿 皮笑若不笑地倒 你现在 还觉得我是在背地里嚼舌根吗 静姐的脸 被气得由黑转红 叶峰的脸 也有些发黑了 李云婉直接一屁股坐倒在了沙发上 狠狠惯了自己 两口酒压惊 只求这战火 千万别牵连到自己的身上来就是 把大灯打开叶峰冷漠地说道 身上的气质越发寒冷起来 服务员急忙就去开灯去了 叶先生动真怒了 自从他成为龙门客亲之后 可没人敢在他面前这么放肆 是啊 叶先生给他脸他不要 现在把叶先生彻底惹火了 你觉得他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 我要是他 现在就直接给叶先生跪下 然后磕头 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样或许还能活 众人议论纷纷 探讨着齐等贤会以怎么样的方式 死在叶峰的手里 就在这个时候 大灯啪的一声打开了 那种五颜六色 摇摇晃晃 让人眼韵的灯光被关闭了 炙热的灯光 瞬间充斥整个酒吧 齐等贤看清楚静姐身旁站着的叶峰 不由笑了起来 道 呦 小叶子 第三十四惹不起 齐等贤这一声喊 直接把在场的人都给吓到了 包括静姐 叶峰也是在灯光打开之后 看清楚了齐等贤的脸 这一瞬间 刷刷直流冷汗 这他妈的 这尊魔王怎么会在这里 你怎么说话呢 居然敢对叶先生不尊重 找死是吗 一个年轻人火气旺 冲了上来 叶峰一巴掌 就直接把这个年轻人给扇了出去 然后对着齐等贤干笑了起来 一旁的静姐察觉到了明显的不对劲 在叶峰看清楚齐等贤的面貌之后 他的脸色都开始发白起来 双手也在微微颤抖着 静姐不由皱了皱眉 低声道 先生 齐等贤双手揣进了兜里 看着叶峰眯着眼睛笑道 小叶子可以啊 离开监狱才两年 都敢让自己的女人来求我了吗 这话一出口 吓得叶峰一个机灵 急忙苦涩地笑道 二当家的 开什么玩笑呢 我哪里敢让小金来求你吗 我这不也是不知道 二当家您在这儿 而且跟小金闹了点误会吗 要是我知道 是您来指导工作 我哪里敢有半点怨言啊 一旁的静姐听到这话 脸皮都不由抖了抖 叶峰在她的眼里 时时刻刻宛如世外高人一样 但是 此刻的叶峰却在向七等贤谄媚地笑着 围观的群众们听到两人的对话 也是吓得不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峰这样的大人物和七等贤有救 而且 居然还很害怕七等贤的模样 看来 当年叶魔抽你这张小白脸抽得不够痛 你没长记性 装逼装到 我面前来了 七等贤似笑非笑地说道 叶峰浑身哆嗦起来 当初他在监狱里不听管教 然后七等贤直接让他跟叶魔做了御友 叶魔那是杀了雪国上将一家的猛人 叶峰险些被叶魔给活生生抽死 最后 还是靠着卑躬屈膝给七等贤说软话 这才换了监视 众人一个个目瞪口呆 险些咬到自己的舌头 叶峰当年 被一个叫叶魔的人 抽过脸 叶峰满脸干笑 一句话都不敢说 刚刚你让我跪下 给你女人道歉 七等贤淡淡地说道 啪 叶峰二话不说 双膝一软 直接在七等贤的面前跪下了 二当家 我不知道是您吗 开玩笑的了 不要往心里去 我这人就这样 说话狂妄 口无遮拦的 跟您相处几年 您也很清楚的吗 静姐看到这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直接在七等贤的面前跪了下去之后 脸色不由更加苍白了 嘴唇甚至都开始哆嗦 叶峰的确是大人物 也的确很有本事 不然的话 龙门分舵 怎么可能会特聘他来当客亲呢 可就是这样的大人物 却偏偏在七等贤的面前跪下道歉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这太可怕了 行了 起来吧 大男人一个 膝盖可不能这么软 七等贤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坐回到沙发上 一旁的李云丸已经呆若目击了 甚至还狠狠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 怕自己做梦 结果疼得眼泪花子都冒出来了 叶峰从地上站了起来 然后善善地笑了笑 七等贤那是他这辈子的阴影啊 也是绝对招惹不起的猛人 跪一下 丢点面子 总比被人弄死强啊 幽兜监狱里 关押的都是穷凶极恶 有一些自然是怎么整治 都不服管教的 但现在 里面却全都是愿意听话的 哪怕闹起来 也顶天是小小闹一下而已 绝对不敢出阁 那些不听话的人哪里去了 反正 大家都不想探讨这个问题 小静 这位是七等贤七先生 你也可以直接称呼 他为二当家来来来 敬他三杯酒 算是为你之前的不礼貌道歉了 叶峰笑音音地拉过静姐的手 把他扯到前边来 静姐满腹委屈 但也不敢多说 倒了满满三大杯酒 端起来对着七等贤 齐先生 万分抱歉 刚刚得罪了你 都是我的不对 请你不要往心里去 说完这话之后 静姐仰头喝完了一杯 李云蚓眼珠子直转 南南道 我没看错吧 静姐 居然在给七等贤道歉敬酒 静姐 端起第二杯酒来 说道 刚刚我做事有事偏颇 请齐先生不要介怀 说完这话 第二杯也喝完了 两杯烈酒下去 静姐 已经有些微醺了 但还是不敢怠慢地 端起第三杯酒来 说道 第三杯继续敬您 以后希望您有空 多来我们酒吧喝酒 消费全面 算是赔罪 还请不要推辞 说完这话 第三杯酒也下了肚子 静姐这个女人毕竟成熟 说话做事都很圆润 让人找不到茶子 齐等贤看她诚心诚意 喝了三杯酒 也就不再计较这点小事了 点了点头之后 没再说话 二当家的 我敬您一杯 您这大老远跑到中海来 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给您接风洗尘啊 叶峰说道 哦 这位想必就是二当家的夫人吧 嫂子好 嫂子 一块喝一杯 我敬您和二当家 来来来 小静你也一块 再喝一杯 李云婉脸色一红 但也不拒解释 端起了酒杯 来跟叶峰和静姐碰杯 她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有朝一日 居然能让静姐和叶峰 同时向自己敬酒 而带来这一切的 正是被乔丘梦所看不起的废物老公 一个嘎拉监狱里出来的小预警 齐等贤 齐等贤道 我气消了 你们走吧 叶峰笑了笑 不敢多说 拉着静姐就回了办公室去 先生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静姐满脸惊恶地问道 第一次看到叶峰在人前这么卑微 叶峰狠狠吞了一口唾沫 甘笑道 你还是别问了 以后注意 千万不要招惹到她就是 不然的话 十个我也保不住你了 她和玉小龙有些关系 值得让你这么害怕 静姐抿着嘴唇 有些不满地道 玉小龙 我固然不敢得罪 但这位 我连惹她生气都不敢 总之你不要多问 以后眼睛放亮点 叶峰出了一口肠气 有些苦涩地道 等到李云婉摇摇晃晃起身去结账的时候 却被服务员告知 静姐已经免单了 没想到有一天我 居然也能在静姐的酒吧里 享受免单 李云婉心里五味杂陈 我这捡漏的水平 简直中海第一了 虽然捡的是梦梦的漏 有些不厚道 想完 她身体一歪 喷一声栽倒在齐等贤的怀里 第三十五云顶天宫 整天怀揣着简陋 想法的李云婉喝多了 反倒是让齐等贤 捡死鱼了 她皱了皱眉 没想到李云婉的酒量居然这么差 一个女人喝醉了 也不好安排她 只能带她回云顶山庄去 果然 这家伙住的地方 是云顶山庄 等车到了云顶山庄当中之后 李云婉的眼睛 才睁开一条缝隙 迷迷糊糊地想着 到了山顶的别墅 齐等贤把李云婉拖下了车来 李云婉这个时候 酒几乎都被惊醒了 云顶山庄 众所周知是中海的顶尖妇人区 唯有巨父和大佬 才能住得进来的地方 而云顶山庄之巅 只有一栋别墅 被誉为云顶天宫 关于这栋别墅 在中海当中已早有传说 齐等贤 居然是云顶天宫的主人 开什么玩笑 他不是狱警吗 怎么会住在这里 李云婉心惊不已 醒来呀 齐等贤看到李云婉醒来 不由说道 李云婉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摸了摸自己有些胀痛的额头 说道 不好意思 喝得太多了 齐等贤到 那你自己回去吧 啊 李云婉让他这句话 直接给整个外焦里嫩的 这家伙也推钢铁值难了点吧 不想着趁着他醉酒占便宜 也就算了 看他醒来了 居然让他自己回去 这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莫非要用双脚走回去 喂喂 你什么意思啊 帮人帮到底吧 都到这里来了 你这会儿 让我自己回去 我出事了 你怎么跟梦梦解释 李云婉插腰 怒道 这倒也是 那你跟我进来吧 今天你就在这里休息好了 反正空房 也不少齐等贤想了想 打开门让李云婉进去 李云婉见他用门卡 刷开了大门 不由又是一阵恶人 看来 齐等贤还真是这栋别墅的主人 这别墅 你的 李云婉惊讶到 别人送给我的齐等贤 没好气地说道 随意把鞋一踢 直接走了进去 他随手指了指楼梯 旁边的一个房间 说道 你就住这里好了 都是现成的 不过 给你换洗的衣服是没有的 哦 好的 李云婉处于震撼当中 根本说不出什么话来 只能傻乎乎连连点头搭允下来 同时 他嘴里发苦 这栋别墅的估值 可是在二十亿上下 二十亿那是什么概念 把他们李家的木子集团 和乔丘梦家的乔氏集团 绑在一块卖了 也不够买这栋别墅的 小丑竟是我自己 李云婉心里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同时 他也忍不住暗想 若是乔丘梦被七等贤带到这里来 心中会是怎样的想法呢 七等贤扫了李云婉一眼 道 随一点 不用这么拘谨 我对你没什么想法 李云婉听到这句话之后 气得翻了一个白眼 这话说得也太伤人了一点吧 我 我想四处看看 可以吗 李云婉有些好奇 这栋中海传说中的别墅 不由有些不好意思的问道 随便看吧 七等贤耸了耸肩 我去洗澡休息了 你自便 说完这话之后 七等贤直接上了二楼去 李云婉在别墅当中逛了一圈之后 这才咋舌道 这就是富贵人家 这栋别墅待装修 怕不是没个二三十亿下不来的 正准备回房间 去休息的时候 李云婉听到门铃的声音 凑到监视器前一看 发现门口站着一个女人 这这这 这是玉小龙中将 我们华国的女战神 李云婉看到监视器里的人之后 舌头都在打卷 没错 玉小龙又来了 还是想劝说永夜君王重新出山 玉小龙按了半上门铃没见回应 不由叹了口气 道 永夜君王先生 我知道一定在里面 能不能给个见面聊聊的机会 李云婉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了 呆呆地看着监视器里的玉小龙 我还会再来的 先生不应该因为当年的事情 一直这样消沉下去 玉小龙没等到回应 只能叹息道 说完这话之后 他转过身 离开了 七等贤这个时候 从二楼探出脑袋来 问道 你不是喝醉了吗 还不休息 在等什么呢 我说了 对你没想法 李云婉也顾不得生气了 连忙道 不是 刚刚玉小龙中将过来了 在暗门铃 我不敢开门 七等贤听到之后一愣 然后冷哼一声 道 不开门就对了 那个女人是个自大的疯子 我不想再看到她 今天在酒吧里 帮你的那个女人 是玉小龙的人 李云婉想起了什么来 问道 她叫龙亚男 玉小龙的手下而已 跟她的主人一样臭屁的家伙 七等贤冷笑一声 李云婉如遭雷击 直接傻在了当场 玉小龙这样的人 那就是天骄一般的存在 是他们这一帮人 都只能仰望的人物 当初在俱乐部里的时候 他们还设想过 如果七等贤和玉小龙见面会怎样 但此刻 玉小龙居然亲自登门来求见七等贤 甚至还被七等贤给拒之门外了 这太夸张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让李云婉的世界观 都有一种行将崩塌的感觉 喂 回过神来的李云婉喊了一声 却发现七等贤已经不在了 显然是回房间去了 无奈 李云婉只得暗纳着心中的诸多怡云 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休息 躺到舒适的大床上 他心中百转千回 几乎彻夜难眠 直到下半夜的时候 眼皮子不停打架 这才缓缓入睡 七等贤倒是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睡得安安稳稳 第二天一早起来 直接毫无绅士风度地 把李云婉的房门敲开 我要走了 你赶紧起床 七等贤脸色平静地说道 你就不能让我多休息会儿 李云婉记得直翻白眼 觉得这家伙太直男了 简直没救那种 早上被叫起来 不应该是一碗热乎乎的醒酒汤 送到面前吗 醒酒汤没有也就算了 居然直接被他下烛客令了 七等贤没心思跟李云婉啰嗦 今天还得向市集团去报到 把工作给彻底落实了 然后好回乔家去交差 不然的话 乔国涛老是想安排他到乔市集团当中去工作 还挺麻烦的 李云婉尽管百般不情愿 但还是收拾收拾 穿着一身酒气的衣服起来了 让他意外的是 居然有现成的早餐吃 倒还是还能挽救一下 看着热气腾腾的早餐 李云婉脸上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来 第三十六安全步 李云婉尽管心中还有百般疑问 想找齐等贤搞清楚 但齐等贤似乎并不准备给他这个机会 开车直接带着李云婉出了门 到了市区大街上 把他扔下之后 就扬长而去了 太没绅士风度了 就你这模样 瞧瞧梦能看上你 就真是怪了 李云婉狠狠咬牙 说道 齐等贤直接到了向市集团来 把入职的后续问题搞定 向东勤没接待他 而是让自己那个漂亮的小秘书 带他到了安全部去报道 安全部的部长 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一身西装熨烫的鼻挺 留着短发 从上到下都 透出一股惊憾有力的感觉来 商部长 这位就是安全部新来的副部长齐等贤 你带他熟悉一下部门的工作吧 小秘书客气地说道 商俊在向市集团当中 有着不低的地位 甚至像东勤的出行 他都时常会扮演贴身保镖的角色 商俊看到齐等贤这么年轻之后 眼中不由闪过一抹轻蔑 说道 齐副部长跟我来熟悉一下同事吧 大家看到新来的副部长 也都勉强给了面子 嘻嘻啦啦站起身来 鼓掌表示欢迎 商俊喝道 都没吃饭是吧 鼓掌不知道热烈一点是吗 他这一声吼 员工们立刻大声欢呼了起来 鼓掌声也更加热烈了 做完这些 商俊转头得意地看了齐等贤一眼 通过这点细节 他相信 齐等贤能看得出来 他在这个部门的权威有多重 齐等贤压根都不在乎 他就是来这里混日子应付乔家的 有个职务挂着就完事了 我不知道 齐副部长 你是通过哪个亲戚 或者朋友托关系进来的 而且一进来 就拿到了副部长的高职位 商俊带齐等贤转了一圈之后 回到办公室里 淡淡地说道 我们部门可以养废人 但不能养不听话的废人 你既然进了我的部门 那就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 我安排你做的事 全部都要不打折扣给我做完 商俊看齐等贤是个年轻人 所以说话很不客气 同样 他也觉得自己没必要跟齐等贤 玩什么弯弯绕绕 齐等贤淡淡扫了商俊一眼 平静道 商部长是有大本事的人 我来是混口饭吃而已 没必要针对我 你身上的毛掌气没有 觉得自己有资格让我特别针对你 商俊吃笑一声 满脸的不屑 我平时最讨厌的 就是你们这些不学无数的顽固 什么狗屁本事都没有 却偏偏要站着毛坑不拉屎 反倒是我们这些真正有能力的人 需要一步步从底层做起 齐等贤听后不由呵呵笑了笑 不屑 商俊脸色一黑 觉得有些不爽 不过 这毕竟是向东秦安排进来的人 才第一天自己就收拾他 多少有些不给向东秦面子 来日方长 商俊心里闷哼一声 齐等贤可不管商俊的脸色好看不好看 打了个哈哈之后 出了门来 把入职需要的剩下程序走完 向东秦却是让人暗中关注着 安全部的事情 听完叙述之后 不由皱了皱眉 倒不像是个特别有本事的人 向东秦心里想着 很快就把事情抛到脑后 开始忙碌工作问题了 没过多久 整个安全部都知道了一件事 齐副部长 放屁都不想 没有人把这个新来的 而且很年轻的副部长 当一回事放在心上 商俊才是这个部门的老大 大家都只听商俊的就完事了 齐等贤浑然不把这些当一回事 他压根不在乎 走完流程后 闲着没事干去 跟商俊争权夺利 坐在办公室里玩玩电脑 不香吗 晚上你和我一起工作 我还会拉上部门里的一个手下 一起陪向总区跟虎门集团的人谈盛意 商俊走进齐等贤的办公室 发号失令一样说道 齐等贤淡淡应了一声 手却没松开鼠标 商俊看到他正在玩着斗地主 不由狠狠皱眉 啪一下按了电源 电脑直接被关闭了 商俊黑着脸道 你要记住 虽然你只是来当混子的 但也必须给我做出样子来 下次要再让我抓到你偷懒 别怪我拿你当点心 齐等贤耸了耸肩 不以为意 重新打开了电脑 要不是刚刚那把牌太烂 没有赢的机会 商俊可没这么容易走出办公室 断人财路 如杀人父母 欢乐斗不得充钱才能买吗 如果老子手里拿着王炸 你把电脑关了 非把你狗头剁下来 齐等贤喃喃着 再一次打开了斗地主 商俊站在办公室外 又看了齐等贤一眼 忍不住缓缓摇了摇头 道 真不知道 向总怎么会让这种人来当副部长 而且 还点明了 要他晚上跟着出任务 下班时间一到 几人就已经到地下车库会合了 向东勤的小秘书最先到场的 看到人齐了之后 立刻说道 今天晚上 向总要跟虎门集团的少东王虎见面 王虎和向总之间的恩怨 大家也都清楚 这次 王虎是奔着新世纪那块地皮来的 向总判定 王虎很可能会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所以 副部长你警惕警惕 随时做好出手的准备 商俊淡然一笑 说道 请向总放心就是了 这里有我在 而且还有我的左膀右臂小雷在 出不了问题 他直接忽略了齐等贤 伸手指了指自己的一个手下 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 年龄比齐等贤略大一些 看起来很有精神 惊悍有力的模样 给人印象很深 练太拳的齐等贤瞅了一眼 就抽回了目光 看出了这个小雷的一些来路 小雷注意到齐等贤的目光 也只是不懈地扫了他一眼 这个副部长 才来一天 在整个安全部 就已经没有了微信可言 一个放屁都不想的人 值得自己尊重吗 片刻后 向东秦现身 不发一言 直接上了自己的商务奔驰去 一行人等也都相继上车 然后开往一家高档的饭店 哈哈 东秦 我就知道 你这次一定不会迟到的 虎门集团少东王虎站在门口 看到向东秦下车 立刻笑着迎了上来 王总 向东秦脸色冷漠地点了点头 王虎身旁 一个年轻人看到了七等贤 脸色瞬间变黑了下来 宁笑道 小王八蛋 没想到你混在向市集团里 难怪这么张狂呢 第三十七口无遮拦 王豹的这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 立刻集中到了七等贤的身上去 王虎也是皱眉道 王豹 不得再向总的面前无礼 王豹 却是冷笑两声 冷冷地盯着七等贤在看 恨不得把他的脑袋给拧下来一样 王虎笑了笑 说道 东秦 秦 说完这话后 他先往内走去 在前面带路 向东秦忍不住看了七等贤一眼 问道 你跟王豹有什么恩怨 他是王虎的堂弟 不是个好招惹的人 没什么恩怨 就是昨天在酒吧的时候 把他的脑袋 按进尿槽里去了 七等贤想了想 如实说道 一脸老实 一旁的小秘书 听得直接扑一声 差点喷出来 这都把人的脑袋 按进尿槽里了 居然还说没什么恩怨 商君的脸色 有些不好看了起来 陈生说道 虎门集团跟我们本来就有恩怨 齐副部长又惹了王豹 恐怕会给他们机会发难了 小雷冷漠道 齐副部长就不应该来的 帮不上什么忙不说 还会增加虎门集团的恶感 像东秦也是轻轻 皱起好看的眉头来 本来跟虎门集团的关系 就不是很好 只不过达成了短暂的停战协议 齐等贤现在已经是 像是集团的安全部副部长 他得罪了王豹 王虎多半是不会错过 这个借机发难的机会 王虎和王豹走在前面 也是忍不住问了一嘴 这小别三 昨天在静姐的酒吧里 打了我一顿 还把我脑袋按进尿槽里了 王豹恼火地说道 哦 在静姐的酒吧里打的你 他能全身而退 王虎好奇道 王豹摇了摇头 道 这小子狂得很 静姐本来是准备收拾他了的 但是 不知道接了一个谁打来的电话 就要我稀释宁人了 静姐开口了 这面子 我不能不给啊 于是就走人了 没有想到 这今天就能再碰到他 大哥 你可不能拦着我报仇啊 我非得找机会 废了他不可 王虎若有所思的汗手 能够让静姐开口 那可不容易 不过 这人情耗费 却绝对不会小 就连他 见了静姐都需要保持尊敬 毕竟 静姐背后可是叶峰啊 龙门分舵的特聘客亲 静姐 其实也不爽他得很 不过昨天应该是 碍于某个朋友的人情开了口 咱们要是收拾了 这王八蛋 静姐谢我们都还来不及呢 王豹低声说道 王虎笑着点了点头 这点小事 他不是很放在心上 而且 齐等贤既然是像是集团的人 那就借着这个机会 把他给废了吧 一行人等前前后后 走入了饭店内部 到了一个装修 非常豪华的客厅来 王虎挥了挥手 就有服务员 端上红酒和茶水来带客 东晴 这次跟你谈判的 目的你也很清楚 就是为了新世纪那边 那块地皮来的 王虎语气淡然地说道 像东晴没有说话 手指放在茶盏上 不过我听说 新世纪那边有些乱啊 你拿到了地皮 却无力解决乱象 进行开发的话 这对你们集团来说 是一个损失 倒不如大大方方让给我 王总说笑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们没有能力进行开发 像东晴冷漠道 我刚刚听说 东晴你 差点被新型电子厂的老总 带着炸药 跑到办公室 去跟你同归于尽 可见你们公司的 安全部工作做得很烂 新世纪的地皮那边 可是盘踞着不少恶势力 就凭你们的安全部 恐怕没办法震住他们 王虎说道 王虎的这话 让商君的脸色都不由一僵 闹出这么恶劣的事情来 他是有责任的 现在王虎当面提出 他面上无光 商君冷着脸说道 王总 我们都还没对地皮进行开发呢 你怎么就认定 我们不行了 王虎冠冕堂皇道 这样好了 作为像是集团的友好伙伴 我特意从罗门分堕里 请来了一位高手 正好可以考验 考验你们像是集团的 安全部的水平 如果你们安全部的水平达标 那就证明 你们确实足够有能力为这块地皮保驾护航 我也就不提了 但如果不够看嘛 那咱们就还得认真商量商量了 你不愿意让出来也行 咱们合作开发嘛 齐等闲听到这里 不由撇了撇嘴 道 不就是打架彰显一下武力吗 搞得这么冠冕堂皇 直接摆个擂台不就行了 这话一出 让两边人的脸色都有些不好看 有些事情 是不能摆到台面上来说的 彼此知道就行 哦 听齐副部长的口气 貌似对像是集团的能力 非常有信心 王虎慢条思理地问道 小别三 你以为昨天 静姐松口放了你一马 今天你就有资本到我们虎门集团面前 来上窜下跳了 王豹冷笑 齐等闲伸手指了指王豹 说道 如果贵公司的都是这种水平的人 那么 我可以打十个 王豹一愣 然后顿时火冒三丈 王虎的眼神也不由一愣 这个家伙 说话太不礼貌 齐等闲实际上对这些事情都并不关心 甚至他这么快进入像是集团 只是为了狠狠抽欲小龙那骄傲的嘴脸一巴掌 向东晴也是有些恼火的 看了齐等闲一眼 因为齐等闲这句话 像是集团必须得打这一场无准备之战了 商俊 也是满脸的寒霜 自己这个正部长和老总都没开口呢 反倒是这个才刚刚入职公司的家伙抢先了 懂不懂礼貌 真不愧是小地方出来的 一点礼貌都不懂 也不知道是拖了谁的关系 让向总安排进来的 商俊心里连连冷笑 一旁的小雷抱着双臂 尽管他是自己公司这边的人 王虎道 既然齐副部长都说出这种话了 那就手底下见真好了 东晴 你觉得呢 向东晴冷冷扫了齐等闲一眼 说道 好 齐等闲笑了笑 道 打架这种事情 我喜欢 昨天这个叫王胞的太不耐打 有点没意思 希望你们今天找来的人 能让我好好玩玩 向东晴终于忍不住了 沉生道 闭嘴 王胞也呲牙咧嘴的宁笑起来 说道 小王八蛋 你就先给老子刷嘴皮子好了 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 小秘书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也为齐等闲提心吊胆了起来 同时也为公司的前景担忧起来 像总引进这样一个口误遮拦的高管 不知道 以后会给公司带来多少的祸事 第三十八铁顿高熙 被有些恼火的向东晴吼了一嘴 齐等闲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没再说话 商俊也是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这家伙是闲虎门集团 被向市集团的压力还不够吗 在这里胡言乱语 去把陈先生请出来 王虎淡淡地说道 没过一会儿 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快三十岁的模样 身高一米八左右 太阳穴凸起 一双眼睛犀利如鹰 双手粗壮有力 颧骨已经被磨平了 这样的人 一看就知道是个高手 王豹对着齐等闲笑道 姓齐的 这是我们龙门客亲的弟子 陈永年先生 有胆子 你就上来试试 向东晴看到陈永年之后 不由微微惊讶 这个男人 给人好强的压迫感 一直抱着双手的小雷 把手放了下来 神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商俊也是凝神 显然 陈永年的出现 给他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商俊是从黑龙军当中退伍的战士 在特种部队当中 都属于战斗力比较拔尖的那种 本势不弱 这才担任了向市集团的安全部部长 他拥有敏锐的危险嗅觉 这个陈永年的出现 让他一下感觉到了一种危险的气息 齐等闲看了看 然后有些兴趣缺缺 还以为是什么样的高手呢 就这 他轻轻撇嘴 低声自语 在幽都监狱里 老爹可是抓着那些国际大鳄 来给他喂招 一身本领 早就锤炼得炉火纯青了 众人注意到其等闲的表情后 都是不屑一笑 显然是怕了 陈永年的气势太惊人了 让他说不出刚才那种狂话的向东勤观察能力敏锐 心中暗暗叹息 这个陈永年 小雷多半不是他的对手 性奇的这个废物 就更不用说 怕是理所当然的商俊心想 王豹则是咧着嘴冷笑 说道 狂啊 你接着狂啊 怎么陈先生一出来 连屁都不敢放了 王虎笑着说道 东勤 看来你们像是集团的员工 都是打嘴炮厉害啊 一到关键时刻 就变成了软脚虾 刚刚登场的陈永年 也是看了其等闲一眼 然后对着王虎一笑 道 王总 也不用说这样的话 我毕竟是师父精心栽培出来的弟子 静德真传 这身功夫 不是一般人能够企及的 他被我的气势所震慑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你也不必拿出来夸夸其谈 王虎哈哈一笑 道 陈先生果然颇具大师风范啊 其等闲吃笑一声 摇了摇头 道 我以为你们能找出什么样的高手 来让我开心开心呢 结果就这点水平 太让人失望了 他这话一出 现场先是安静了一下 然后虎门集团一方 爆发出哄堂大笑来 死鸭子嘴硬 大概也就是这么回事了吧 王豹前仰后合地说道 像东勤不知道发什么是心风 把你招进来 我看啊 像是集团 还是赶紧让出地皮吧 有这样的员工 别说开发赚钱了 能守住生意不赔本 都已经阿弥陀佛了 像东勤的脸 也不由往下沉了沉 冷冷地道 七等闲 你要是再敢乱说话 那就从我的公司里滚出去 七等闲耸了耸肩 也不再说话 这个废物 连你老板都看不下去了 实话告诉你 今天像是集团赢了还好 如果赢不了 你就不要走了 不把你的嘴给打烂 你走不出这个饭店 王豹的态度很嚣张 尤其是在陈永年出现之后 就更是一副吃定齐等闲的表情了 王虎对着 向东勤伸了伸手 道 东勤 请吧 让你们公司的安全部 来跟陈先生过过手 王豹道 姓齐的 你刚刚不是很狂吗 来啊 上来试试 齐等闲吃笑一声 看到像东勤的眼神很不善 也就懒得说话了 商俊低声说道 小雷 你上去试试这个陈永年的功夫 小雷点了点头 直接走到了陈永年的面前来 双手抱拳 道 陈先生 请指教 在下 我不想知道 一个手下败将的名字 打住吧 陈永年没等小雷自爆家门 就直接很傲慢地打断了他 咦 小雷听到这话之后 不由暴怒了 他在相识集团当中 也称得上是高手 但此刻竟然被陈永年 当着自家老板的面球 立刻就火冒三丈起来 只见小雷也不多话 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出招就是泰拳最出名的铁盾高锡 泰拳主要是以关节为寄计部位 小雷两手抬起 下边的膝盖提起 如火车般撞向陈永年的胸膛 功夫本来就不如人家 还让人家一句话 给扰乱了心智 没得打 七等闲看都懒得看了 嘴里冒出这样一句话来 商君的眉头狠狠一条 怒道 你能不能闭嘴 向东秦也沉声道 陈副部长 管好你的嘴 我现在都怀疑 你是虎门集团的人 还是我们像是集团的人 小秘书也道 陈副部长你安静话吧 小雷还是很厉害的 在咱们公司可以说是排得上号的高手了 只见 陈永年在这个时候 双脚一下掰开 在小雷的膝盖近身瞬间 左腿轻松一让 刷 陈永年的身体转陀螺一样 从小雷身旁转开 到了小雷的身体右侧来 小雷急忙将一条手臂绷直了 狠狠甩出去 砸打陈永年的太阳穴部位 陈永年的脚步 却是在这个时候一扣 稳稳在原地站定了 蹲身躲过小雷的边手 五指并拢如刀 在小雷的肋骨上狠狠一戳 咔嚓 一声脆响 小雷惨叫一声 身体侧翻了出去 倒在地上 嘴里吐出鲜血来 好 虎门集团的人 在这个时候 纷纷鼓掌了起来 一个个高声欢呼 陈永年淡淡摆了摆手 道 步足为道 商君的眼皮子连连跳动 这个陈永年是那家拳高手 精通的是八卦掌 尤其是那八卦步 更是炉火纯青 轻描淡血 就绕开了小雷的攻击 瞬间击中防御最薄弱的软肋 这样的功夫 他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手心当中 顿时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汗 这就是不流于力的下场 齐等闲看的眼里 微微摇头 小雷被陈永年一语激怒 出手起来不计后果 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导致这一击用力过猛 这才被陈永年抓到破绽 高手过招都需要相互试探 除非实力悬殊巨大 否则的话 哪有这种上来就全力一击的 向东晴的脸色不由沉了下去 看向商俊 问道 商部长有把握吗 我可以试试 商俊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当然不可能退缩 齐等闲却摇头道 商部长不是他的对手 像总最好换个人 第三十九给你脸了 商俊还没出战呢 齐等闲就说了这种 灭自己威风的话来 惹得向东晴 有一种想给他两耳光的冲动 就连一旁的小秘书 都是满脸的不满 气鼓鼓地瞪着齐等闲 你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也有点眼力 王豹轻蔑地看着齐等闲 说道 你现在跪下来 老老实实给我磕头认错 然后从我裤装下钻过去 昨天事情 我就跟你一笔勾销 王虎脸上也带起一丝笑容 看得向东晴一眼 至于齐等闲 这种嘴巴臭的废物 根本不值得他去关注 齐副部长的意思是 自己很行咯 你行的话 为什么陈永年一出来 你就怂了 你行 你上去试试啊 商俊勃然大怒 对着齐等闲喝赤斗 齐等闲笑了笑 不信算了 反正吃亏的又不是我 王豹淡淡道 商部长 这种垃圾就只会嘴炮而已 你还是赶紧上马 不然的话 新世纪的地皮 可就归我们了 齐等闲就这种狗脾气 若是向东晴和商俊 从一开始就好言相劝 请他出手 那他多半会考虑考虑 但他说几句话 虎门集团这边的人 不信也就算了 连带着自己人也冷嘲热讽 算怎么回事 今天的事情结束后 回公司了 我再给你算账好了 商俊眼神阴冷 脱下外套 直接向着陈永年走了过去 陈永年见商俊登场了 知道此人是像是集团的 安全部部长 更是像是集团当中 最顶尖的高手 也是立刻严肃了起来 态度不似对付 小雷时候的那种随意 他双脚迈开 一前一后 身体微微一拧 站成了八卦掌的架子 道 请 商部长 商俊深深吸了口气 摆开军体拳的架子 沉声道 陈先生 请 商部长加油啊 像东秦没有表情的脸上 也露出凝重 自然是希望商俊能够击败对方的 陈永年率先对商俊发起了进攻 脚踩弧线而行 第一步平平无奇 但下一步当中 却蕴含有八个变化 这就是八卦掌难以对付的地方 步伐诡异 千变万化 掌法由刀法演绎而来 专抢天门 工人要害 非常的狠毒刁钻 商俊的本事倒也扎实 一开始的几个回合 能跟陈永年打得有来有回 顶天再撑三招了 商俊的军体拳虽然练得不错 但陈永年这种功夫 已经不是他可以企及得了 七等仙摇头说道 像东秦听完这话之后 脸色不由阴沉了起来 小秘书则是不满道 齐副部长 我觉得你真的很过分哎 虽然商部长今天有些针对你 但你也不能这么说话吧 话音刚落 就见商俊一拳被陈永年闪开 接着 陈永年的身体一转 到了商俊的左侧来 商俊急忙后退 但这瞬间 陈永年的脚步又是一动 刷的一声 绕到商俊正前方来 滚开 商俊对陈永年这种纠缠不休的打法 很是头疼 一声怒吼 拳头砸了出去 陈永年却是咧嘴一笑 左手隔开拳头 又长些像商俊的咽喉 同时 右脚一抬 宛如扎刀一样 对着商俊的膝盖砍了下去 这一招 出乎了商俊的意料 对方的掌是虚招 真正的杀招 藏在下面的腿法上 商俊刚准备应招 对方的腿却是一顿 小腿如装了弹簧一样 一个弹梯 啪的一声落在商俊的小腹上 商俊整个人 好像被手雷炸了一下 身体腾空 紧接着砰的一声 接接实实摔到了地上 还是脸朝下摔的 咕 商俊喉咙里一声哀鸣 鲜血就直接流淌了出来 小秘书直接傻眼在了当场 没有想到 居然被七等闲说中了 商俊败得也是这么快 王虎直接站起身来 鼓掌大笑道 陈先生果然厉害 好 我看 像是集团的安全部 还真是不堪一击 新世纪这块地皮 还真不适合有你们爱开发 向东秦面色铁青 手指钻紧 嘴唇上都逝去了些许的血色 陈永年只是淡淡一笑 仿佛做这一切 都是不足为奇的事情而已 地皮的事情 我会处理的 我们走 向东秦站起身来 冷着脸说道 东秦 其实你也可以认真考虑一下 虎门集团若是与向氏集团亲密合作 那必然是一件大喜事 王虎笑道 向东秦没有回应 准备走人 齐等贤耸了耸肩 也准备走人 但这个时候 王豹却是一下 拦住了他的去路 冷笑道 杂种 你莫非忘记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你今天想要走出去 就必须跪下来磕头 然后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 齐等贤转头看了一眼向东秦 只见这位冷血的向总满脸默然 根本不关心他的私人恩怨 别看向总了 他可是冷血道 连自己父母的骨灰都还没处理 就能来公司征权的人 会在乎你这种废物的死活 王豹却弄道 现在知道害怕了 之前不是很猖狂吗 说话很拽吗 我告诉你 今天向东秦就算开口 也就不了你 众人看着沉默的齐等贤 都不用笑了起来 这家伙不知死活 昨天居然敢打鲍哥 真以为靠着向氏集团 就能为所欲为了 鲍哥昨天给静姐面子 没有跟他一般见识而已 今天他还敢来鲍哥面前猖狂 死不足惜 如果不是这废物嘴巴臭 鲍哥恐怕都懒得理会 这样的小人物 小秘书见虎门集团这边气焰嚣张 不由躲到了向东秦的身后去 同时为齐等贤默挨三秒钟 王豹看着齐等贤 傲慢道 你不是很装逼 不是很能说吗 不是觉得自己很牛逼 很能打吗 来 你现在再打我一个试试看 让我看看 你还有没有这样牛逼 怎么 不敢啊 要不要我给你点勇气 陈永年就站在一旁看着 面带微笑 但却给人很强烈的压迫感 显然 齐等贤这是怕了 不敢跟王豹枪声了 废物给老子跪下 王豹一声大喝 对着齐等贤的膝盖就踢了过去 像东秦满脸的失望 原来 这个家伙就是嘴巴上厉害而已 现在被陈永年给震慑住了 王豹想怎么拿捏他 就怎么拿捏他了 就在王豹的脚 即将踢到齐等贤的膝盖上的时候 齐等贤终于有所反应了 我只是觉得很无聊 懒得跟你们啰嗦罢了 还真是给你脸了 齐等贤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同时 让开王豹的这一脚 他的大手 一下按住了王豹的后脑 带着他的整个身体 直直往地面上灌去 第四十狂还是底气 大家都以为齐等贤已经怂了 没有人能料到 齐等贤在这个时候 居然会突然对王豹动手 就连王豹自己也是猝不及防 实际上 他就算有防备 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王豹的整张脸 被齐等贤按到了地上去 喷得一声 撞得血肉模糊 鼻梁鼓都直接断裂开来 像东秦看到这一幕 不由停下了脚步 商俊和小雷两人 也都是震惊愕然 目瞪口呆 陈永年的强大 他们深有体会了 现在齐等贤居然敢 直接对王豹出手 不怕一会儿 被陈永年给打死 小秘书也是惊恐万分 觉得齐等贤这一次 多半是在劫难逃 要死在这里了 你好大的胆子 陈永年怒声呵斥道 齐等贤当着他的 面对王豹动手 那就是不给他面子 是在打他的脸 这种事情 怎能容忍 王豹也是一下站起身来 冷声说道 齐副部长你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感动我的堂弟 今天 你走不出这个饭店 齐等贤满脸 无所谓的表情 一脚踢开了 几乎昏死过去的王豹 懒散道 齐老子本来看 这个陈永年的本事一般 就懒得 掺和你们虎门集团 和向市集团的地皮 纠纷了的 但你这个弟弟真的蠢 屡次三番来 对齐老子进行挑衅 我看 这块地皮 还是安安心心 留在向市集团的手里好了 陈永年不由大笑道 哈哈 好好好 真是好大的口气 也不知道 向总是从哪里 找来这么一个张狂的年轻人 不把我这位龙门客卿的弟子 放在眼里 龙门客卿 算个什么东西 叫你师父过来 他也得老老实实跪在我面前 让我抽嘴八子七等贤不屑 昨天叶峰这位龙门特聘客卿 可是因为静姐得罪七等贤一事 而主动跪下道歉了 因为他深知 二当家生气起来 会有怎样可怕的后果 向东晴听到这句话之后 不由沉生喝道 祈福部长 这是向氏集团与虎门集团的恩怨 不要牵扯到龙门的身上去 向氏集团和虎门集团的斗争 现在都还没有彻底浮出水面 尤其是向氏集团一方 尽量避开着虎门集团 拥有龙门支持的这一背景 现在七等贤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挑出来 还说龙门客卿来了一样 也要给他跪下 这让他立马就坐不住了 资本方面的斗争 向东晴自然毫无畏惧 来一个收拾一个就是 但是 牵扯到龙门 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商俊沉声说道 向总 这个七等贤太口无遮拦了 还是早点开除比较好 任由他这样嚣张下去 咱们像氏集团迟早得被他祸害了 一旁的小雷也是深表认同 这家伙本事没多大 但口气却是真的不小 一副天老大我老二的模样 就连善解人意的小秘书这个时候 都觉得七等贤说话太不过脑袋了 简直是为了装逼不择手段 不计后果呀 放肆 陈永年听到七等贤这种不尊重人的话 顿时怒吼一声 脸色都红了起来 王虎冷冷地说道 向总 这场切磋 本意只是考量像氏集团 是否拥有开发新世纪地皮的能力 但是你欲下不言 公司里出了个这样口无遮拦的败类 而且还胆敢侮辱龙门客卿 一会儿 陈先生要是不慎失手 把他给打死了 也请贵公司自行承担这个责任 要怪 就只能怪他的嘴巴太臭 为人太嚣张 七等贤已经撸起袖子 往前走了两步 走到大厅的宽阔的带来 道 来来来 别给爷在这里嘴炮 赶紧动手 看到七等贤真的走上去 准备跟陈永年动手 像是集团一方的几人 都不由脸色变了变 七副部长要自寻死路 那我们也没有阻拦他的必要了 商俊沉生说道 向东晴也是对七等贤 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 道 七副部长 说话是要负责的 你既然站出来了 那就自行承担好这个责任吧 七等贤转头一笑 道 那我要是把这块地皮 留在像是集团了 开发的时候 是不是得听取一下我的意见 向东晴一愣 然后皱着眉头点了点头 不过 他觉得这几乎没什么希望 陈永年太强大了 小雷在他面前 连一招都撑不过去 老辣的商俊 也是在十来个回合之后 被他挑落马下 七等贤这么年轻 而且 只不过是一个小玉井 有什么能力 能够击败商俊 你敢打我 你居然真的敢打我 当着我们虎门集团的面打我 这个时候 半死不活的王豹 回过了一些魂来 呢喃着开口说话 七等贤嫌腻了他一眼 冷漠道 你要是再在老子面前装逼 直接弄死你 在今天 他积压许久的戾气 有些隐隐爆发出来的征兆 说话 都显得不那么客气了 从在幽多监狱门口 见到玉小龙开始 他心里就憋了一团气 然后来到中海 被乔丘梦等人不信任 又是一团气 冒出个张绍杰来 他说什么乔家的人就信什么 这让他又窝了一团气 老子教你怎么打八卦掌 七等贤对着陈永年招了招手 这他妈的 口气真大 陈永年的师父 可是龙门客亲 一身功夫人进敌国 还教他打八卦掌 陈先生的师父姓业 可是龙门有名的大宗师 是舵主亲自去三顾茅庐聘请来的 一双铁掌 堪称举世无双 这样的人 教出来的徒弟 肯定也是八卦掌高手 他居然还说 要叫人家打八卦掌 真是搞笑 莫非以为自己 能比得过夜师父 陈永年听到这话之后 也是怒急反笑了起来 争宁道 好好好 真是好大的口气 我练八卦掌 已经有十八年了 精通八八六十四种变化 各类掌法已经如火纯青 任何八卦门内的兵器 也都信手拈来 除了我师父之外 还真是第一次 有人敢在我的面前说 这种嚣张的话 王豹咬牙道 陈先生 一定要打死他 王虎也是陈生说道 陈先生 这个畜生口头上 侮辱龙门客亲 罪大恶极 绝不能留他活路 一会儿直接下死手吧 好 陈永年直接干脆 利落地答应下来 两步就踏入了大厅中央 与七等贤对立着 希望你能撑得久一点 不要太快 让这场游戏结束 因为 我想慢慢折磨死你 陈永年冷冷到 七等贤却是一副 兴趣缺缺的模样 抬了抬手 意思是 让陈永年赶紧出招 这家伙 面对陈永年这样的高手 居然一副 看不起人的样子 自寻死路 商俊冷哼一声 对向东勤说道 小雷在一旁点了点头 就这么松松垮垮的站着 浑身都是破绽 陈永年可是八卦掌高手 身法一流 一趟八卦不近身 瞬间就能让七等贤付出代价 第四十一八卦掌 哼 陈永年一声冷哼 率先发动 双脚搓地 如同躺在泥水当中而行 但速度又极快 八卦步又被称为烫泥布 因为挪布发力石脚掌 与地面平行 幅度很小 宛如怕脏了鞋子 而在泥水当中行走的行人一般 七等贤站在原地松松垮垮 压根没动 等到陈永年到了近前来的时候 他的身体猛然一抖 这一瞬间 宛如风吹大树百叶摇 头 肩 身 手 腿等部位在这瞬间一动 全身上下爆发出一股 骇人无比的气势来 好像突如其来的一场巨大海啸 八卦掌向你这么打 永远练不出真正的东西来 七等贤嘴里冒出一句话 同时 右手抬起 宛如巨大的墨盘一般 对着陈永年拍去 陈永年看到这气势 就被吓了一跳 心里一个哆嗦 身体忍不住转了个弯 往后退去 八卦掌的要点 在于游走缠斗 变化多端 抢攻天门 但这家伙的八卦掌 怎么这么 霸道 陈永年心中 闪过这样的一个念头 七等贤脚下也是八卦步 只见脚尖在地面轻轻一蹭 身体嗖的一声就窜了出去 眨眼间到了陈永年的面前 霸道刚猛地长进扑面而来 让陈永年的眼睛 都被禁风刺得几乎睁不开来 看着扑面而来的手掌 陈永年心中出现了一种错觉 这他妈的是八几拳 还是八卦掌啊 这么八道的 他双臂一挫 挡在前方 七等贤一记抬身掌 打出 声声将陈永年的双臂 给提了起来 紧接着 右脚往前一踏 到了 陈永年的身体中线 左掌往前一推 八击 如今败格般的一声脆响 陈永年脸色苍白 嘴里疯狂喷血 身体破葫芦一样滚了出去 七等贤漫不经心 收回了自己的手掌来 摇了摇头 这陈永年的水平 也太刺了一点 自己都还没打开心呢 现场的人已经正住了 一个说话的都没有 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很小声起来 王豹趴在地上 嘴里的鞋往下掉着 滴滴答答 他都忘记了去擦 陈永年 居然被七等贤 如此轻松地击败了 一个照面而已啊 王虎的牙齿不由咬紧 没有想到 到手的地皮 居然转眼就飞了 还是他们一直都不拿正眼相看的 其等贤 向东秦满是寒霜的脸上 忽然浮现出一丝笑容来 直接转身就在沙发上坐下了 这会儿 他可不想就这么走了 商俊和小雷 两人张大了嘴巴 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小秘书也是把双眼瞪得 如同灯泡一样圆溜溜的 看上去很是可爱 王总 看来你的姑算错误了吗 我们像是集团 还是有能人的 完全可以顶得住 开发新世纪地皮的压力 向东秦率先打破了沉默 缓缓地说道 这回轮到王虎说不出话来了 刚刚仗着陈永年的强势 几乎压得像是集团抬不起头来 但这一转眼 抬不起头的人 变成虎门集团这边了 像是集团看来 是有这个能力的 之前是我判断错了 王虎咬了咬牙 只能忍气吞声 小秘书顿时满脸崇拜地 看向了七等贤 刚刚还觉得他不行来着 但现在看去 这简直就是一个超人啊 在关键时刻 力挽狂澜 七等贤把袖子撸了回去 这个时候说出来的这句话 确实让谁也没有办法反驳了 商君暗暗咬牙 男男道 一定是我和小雷上台 消耗了陈永年的大部分体力 连打三场 谁也没办法保证自己的体能 这个家伙 只不过是简陋罢了 趁着我们消耗了陈永年的体能 然后才抓住了机会 他压根就没有这么厉害 我第三个上 我绝对也行 七等贤耳力出众 听到了商君的男男自语 瞟了他一眼 都懒得说话 直接转过身去 王虎深深看了七等贤一眼 然后对着向东秦点了点头 道 东秦 我们来日方长 说完这话之后 虎门集团的人都 纷纷起身离去 不过 在他们走之前 都是忍不住多打量了七等贤两眼 深深记住了这个人 祈父部长 这次你立了大功向东秦 对着七等贤道 七等贤挥了挥手 道 行了行了 虎门集团的人 也不懂人情事故 约到饭店来谈判 不吃饭光打架 我现在肚子很饿啊 啊 七等贤的这句话 直接让众人不由狠狠一愣 说不出话来了 你想吃什么 自己去安排吧 全部挂我的账上 就行向东秦看了七等贤一眼 无奈摇了摇头 然后起身走人 小秘书开心地 给七等贤做了个鬼脸 也跟着离开了 商君和小雷两人身上还有伤 得到医院去走一趟 总而言之 像是集团的地皮是保下来了 而且 七等贤还得到了 对这块地皮指手画脚的权利 这是向东秦自己亲口答应的 七等贤也没跟向东秦客气的意思 直接在饭店里点了一大桌子菜 自己大块朵仪 晾了工作证 直接挂向东秦的帐上 一会儿 你找机会把这个东西 放进乔丘梦的杯子里 七等贤路过一个包间门口的时候 耳朵动了动 听到了一道声音 然后 他又听到张少杰的声音 康少 乔丘梦可是我追了很久都没得手的女人 她好不容易对我有点信任了 我这就立马让给了您 可见我对您的忠心 张少杰你挺不错 放心就是 你们一家人离开华国的事情 我会安排妥当的 包括在米国那边的安排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康少回应道 谢谢康少 张少杰情绪有些复杂的说道 我追乔丘梦追了这么久都没有得手 可现在 为了能够安然脱身 居然不得不把它让给别的人享受 妈的 都怪那个七等贤的出现 打乱了老子部署 不然的话 我肯定能第一个尝到乔丘梦的滋味 正想着呢 大门忽然被砰的一声踹开 张少杰看向门口 脸上的表情如同见鬼了一样 刚刚还诅咒七等贤来着呢 这个家伙立刻就出现在了门外 这是怎么回事 张少杰 很行啊 你 七等贤脸上挂着笑 可左眼却是瞇着的 第四十二康学拳 七等贤的闯入 让在场的人 脸色都不由有些发黑了起来 尤其是张少杰和康学拳两人 小子 你是什么东西 知道这是谁组的饭局吗 居然赶快踹门 一个阔少站起身来 恶声质问道 七等贤直接走进了包间 皮笑若不笑地打量一圈 然后说道 张少杰 你本事不小吗 一边蒙蔽着邱梦 一边又准备转手 把他卖个好价钱 方便你们张氏集团跑路 张少杰的眼神当中 不由出现一丝慌乱 道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们张氏集团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跑路 康学拳嘴里 叼着一根特供的香烟 点燃了 慢慢抽着 问道 张少认识这人 乔家招的坠续 名义上是乔邱梦的老公 但实际上就是个什么 也没有的窝囊费 跟乔邱梦连手都没牵过呢 康少你放心 我保证乔邱梦绝对干干净净 就连我都没碰过他呢 张少杰转过头 满脸谄媚的 对着康学拳说道 张少杰咳嗽一声 对着七等贤说道 姓齐的 这位是帝都来的康学拳 康少 康家这么大的家族 你应该听说过吧 还不赶紧给康少道歉 说不定 康少帮你说两句话 赏你这个小狱警 一个狱长当也不是不可以 康家 可是排名华国前十的大家族 你这样的废物 能见康少的面 已经是三声有信了 康学拳却是疑了一声 然后哈哈大笑了起来 道 我想起来了 你是七等贤 跟玉小龙有婚约的 那个七等贤 康学拳这话一出 周围的人都不由惊呆了 刚刚那位恶声恶气的阔哨 更是吓得脸色发白 玉小龙是谁 没有人不知道 这个七等贤 居然跟玉小龙有关系 你们不用这么一惊一乍的 这个家伙和他爹 都被逐出其家了 现在沦落到去破监狱里当狱警 什么也不是 玉小龙早就把这个窝囊肺给踹了 没有其家之称 玉小龙也把他踹了 你们怕什么呢 康学拳看到众人的表情之后 这才摘下嘴里的烟 不懈地说道 众人一听 顿时松了口气 原来七等贤 已经被玉小龙给踹了 哈哈 我就说嘛 这种窝囊肺 怎么可能跟玉将军搭上关系 原来早就被踹了呀 合情合理 这种垃圾 配不上玉将军的 甚至连乔丘梦都配不上 玉将军那种人 只有咱们康少才能配得上啊 其等贤淡淡地道 真不知道玉小龙那种臭屁的女人 有什么值得崇拜的 会有你们这样一帮子舔狗 你他妈的嘴巴放干净点 玉将军的名字 是你能直呼的吗 他的名声 又是你能玷污的吗 那个阔少走上前来 满脸怒容 立刻跪下 自行忏悔 给玉将军道歉 不然的话 我今天就让你进ICU 其等贤不为所动 看着康学拳 淡淡道 当主子的 也不好好管叫下自己的狗 康学拳是吧 我警告你一下 不要在那里动秋梦的念头 不然我怕你回不了帝都 哈哈 你他妈是什么东西 居然敢跟康少这么说话 还回不了帝都 一个破玉井而已 敢在康少面前阴阴狂吠 你不过一个弃子 一个被玉将军踹掉的垃圾 也有资格说这种话 康学拳的这些人都跳了起来 指着其等贤的鼻子 在破口大骂 那个阔少按捺不住了 一巴掌对着其等贤抽去 骂道 你他妈什么东西 在这里装逼 巴掌刚刚提起来 他的脑袋 就被其等贤的大手给按住了 砰的一声撞到桌面上 砸了个头破血流 其等贤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居然敢在康少的面前打人 张少杰大骂起来 康学拳的脸色 微微阴沉了下来 然后笑道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其等贤一脚 把被自己砸晕的 阔少踹飞出去 满脸不在乎地道 哦 康学拳冷冷道 第一 跪下来舔我的鞋 老老实实为你刚才的言行忏悔 然后 亲自把这包药放进 你老婆的饮料里 这件事就算了 说完这话之后 康学拳扔出一小包东西来 里面指定是迷药之类的玩意儿 康少真是太大度了 太慈悲了 居然这么大方 愿意放过他 是啊 性奇的 康少给了你这么优厚的条件 还不赶紧跪下来 对康少感激涕零 我看康少就是念在性奇的当年 也是帝都人 所以才对他这么好 条件给的这么简单 大家听到康学拳给出的第一个选择之后 都是纷纷称赞康学拳大度 不跟齐等贤 这种垃圾一般见识 第二 我直接让人把你的腿给打断 然后再随便说两句话 让你和你把这两条丧家之拳 连狱警都当不成 顺带着 我玩够了乔丘梦之后 还会让乔氏集团破产 把你和他一块卖到南洋 去当奴隶康学拳说道 张少杰笑了笑 说道 这还用考虑 齐等贤 直接跪下来舔邪吧 给你一个机会 我们的也舔一舔好了 康学拳微微一笑 把烟放到了嘴里 深深吸了一口 满脸的蔑视与嘲弄 齐家的大少爷 现在竟然卑微的如同蝼蚁一般 可以任由大家见他 这真是命运弄人啊 康学拳唏嘘了一声 说道 齐等贤走到桌旁 直接拿起了这包药来 我就知道他会这么选的 康少还是太大度了 太念旧情了 愿意这么简单 就放过他呢 是啊 平日里 那些得罪康少的人 死得不知道有多惨 这个齐等贤的运气太好了 哈哈 行了行了 等着当年的齐家大少爷 郁将军曾经的未婚夫跪下来 给我们舔鞋吧 一群人嬉笑起来 根本不把齐等贤当一回事 先舔康少的 赶紧的 一会儿你老婆就要过来了 到时候看到你跪着给人舔鞋 恐怕也不好看吧 有人笑道 张少杰满脸得意 没想到齐等贤曾经有这么大的背景 不过 那又如何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这家伙不知死活 闯入这个饭局 得罪了康学拳这样的大牛 不被弄死 都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第43喝不喝 齐等贤拆开了要包装 然后缓缓倒入了眼前 一个装满橙汁的玻璃杯当中 一旁的康学拳 看得满脸快意 齐家 是可与康家相提并论的顶尖大家族 但此刻 这位齐家曾经的大少爷 却不得不在自己的威胁之下 亲自把药倒进他自己老婆的杯子里 还要把他的老婆 送到别人的床上 哈哈 康学拳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自己也能有康学拳这样的权势 也可以逼着齐等贤给乔丘梦下药 乖乖把乔丘梦送到自己床上 这个绿毛龟 为了讨好康少 居然给自己的老婆下药 他有得选吗 面对康少这样的大人物 他没得选 你当他还是玉小龙将军的未婚夫 还是齐家的大少爷 哈哈 咱们见证这一幕 一会儿好好看看 这狗东西的头顶 会不会冒出绿色的草来 众人看到齐等贤把一包药 全部倒进了杯子里 都是纷纷大笑了起来 不料齐等贤扔掉包装纸之后 这才抬头对着康学拳一笑 道 把这杯饮料喝了 我今天不弄死你 康学拳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显然是没有料到 齐等贤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周围的几个人也都一正 而后纷纷大声怒骂了起来 姓齐的 你以为你还是当初的大少爷吗 敢这么跟康少说话 老子看你是活腻了 康少好心好意看在当年的情面上 给你点面子 给你台阶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不识台阶 就是 别说是康少让你 给你老婆下药了 哪怕是让你给你老妈下药 你也得照做 康少 要不要把这狗东西给收拾了 您一句话的事情 我愿意代劳 张少杰也是在这个时候冷笑了起来 说道 齐等贤 我看你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敢跟康少这么说话 我都不知道 谁能救得了你 齐等贤抓住张少杰的衣领子 扯到自己的面前 抬手一个大嘴巴子 抽在张少杰的脸上 邱孟拿你当朋友 你却对他心怀不轨 这是不仁 说话间 齐等贤又一个嘴巴子抽上去 你为了讨好权贵阶层 出卖邱孟 甚至准备害他 这是不义 齐等贤又是一巴掌上去 齐等贤拎着张少杰 就好像抓住了一条死狗 很快 下一个耳光又上去了 你坑骗乔书 庞仪 还有乔家一众亲戚的资金 不遵老 这是不孝 公司周转不利 你不思盘活公司 反而想着歪门鞋道 卷钱跑路 背叛公司员工 这是不忠 齐等贤几个耳光 啪啪啪打上去 直打的张少杰眼貌惊心 死去活来 嘴里哇哇往外吐血 像你这种不仁不义 不忠不孝之徒 还有脸在老子的面前说话 齐等贤提着张少杰 冷冷地说道 周围的人 都被张少杰这副模样 给震慑住了 毕竟 这几个耳光下去 人已经面目全非了 康学全却是在冷笑 淡淡地说道 齐等贤 你搞这些有意思吗 以为拿一个张少杰出来 抽两耳光 就能吓到我了吗 周围人一听 都纷纷点头 讥笑起来 张少杰不过是个 小地方的富二代 你打他 就能吓到康少 康少可是帝都来的 乡八老 你他妈到过帝都没 随便扔一块砖 都能砸出一个 部长来的地方 顽桥山镇湖 你还嫩了点 你能动张少杰 但你敢碰 康少一根手指头吗 齐等贤 康学全一眼 说道 我不是在吓你 我是在告诉你 这杯饮料你要是不喝 你的下场会比他还要惨 你他妈的放肆 这么跟康少说话 今天就要 让你像条狗一样 从这里爬出去 还威胁康少 把这杯饮料喝了 我看你是脑子烧坏了 你以为打一个张少杰 就能吓住我们 阔少们都慢慢咧咧了起来 但看到张少杰的惨样 一时间竟然没有人上前 齐等贤 你干什么 放下张少 这个时候 乔丘梦出现在了包间门外 看到这一幕 不由暴跳如雷 他一下冲了进来 一把拽开齐等贤的手 张少杰的身体 扑通一声 就摔倒在了地上 乔丘梦怒视着齐等贤 咬牙道 我没有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极度他也就算了 居然还出手打他 你还算不算个男人 齐等贤平静道 我打他当然没错 他就该打 乔丘梦让齐等贤 气的脸色通红 怒吼道 你知道 张少为了我能够坐稳 乔氏集团总裁的位置 花了多少心思吗 你知道他让黑龙商会 跟我妥协 花了多大的代价吗 你知道张少特意 从帝都 请来的大人物 介绍给我吗 他是我的恩人 是我们乔氏集团的恩人 你就这么对他 齐等贤满脸麻木的神情 根本不把乔丘梦的屁话 放在心上 一旁的康学拳 却是忍不住笑了 说道 齐等贤啊 齐等贤 你还真是个废物 就连你的老婆 都这么恶心你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赶紧的 从这里跳下去吧 我也不找你的麻烦了 说完这话之后 他伸手指了 指开着的窗户 哈哈 齐家的大少爷 上了乔家当坠婿 老婆还一心向着别的男人 简直活得狗都不如 真是亮下了 我的太和精神眼啊 当年的帝都齐家大少爷 沦落到这种地步 真是狗都不如 要是我 死了算了 齐等贤 快跳下去吧 看你这么可怜 我们也懒得折磨你了 你这种悲催的人生 一聊百聊最痛快 众人的嘲讽 让乔丘梦不由一正 然后面色都赤红了起来 他咬了咬牙 明嘴道 你 你别听他们的 我说话是有些重 但你也不要想不开 这句话 倒是让齐等贤 不由看了乔丘梦一眼 然后笑了笑 接着 转过头对着康学全 他一伸手 把饮料提在手里 站到了康学全的对面 道 我的耐心有限 张少杰这个时候 回了点魂 背着乔丘梦道 丘梦 这就是我要给你介绍的 帝都大人物 康家的康少 不过 齐等贤显然对我有些误会 发现我在这里之后 冲进来就把我打了 还得罪了康少 这个人已经疯了 你不要再管他 你也不要担心 一会儿 我会帮你跟康少求情的 乔丘梦看到张少杰 都这个模样了 还不妄为自己着想 心里忍不住有些感动 还没来得及 跟张少杰说什么呢 乔丘梦就看到 齐等贤跟康学全 对峙了起来 这一幕 吓得他的身体 都不由哆嗦起来 怒斥道 齐等贤 你干什么 不要得罪康少 他是你得罪得起的人吗 齐等贤回过头来一笑 反问道 他算什么东西 能让我得罪不起 说完这话 他一拍桌面 冷冷道 你喝不喝 第四十四应起 齐等贤的这种态度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这个家伙 是不是脑子真的坏了 还把自己当齐家大少爷呢 还把自己当 玉小龙的未婚夫呢 乔丘梦也是满脸的惊恐 这可是康学全啊 帝都康家的人 得罪了他 可比得罪黑龙商会 要可怕得多 十个黑龙商会绑在一起 也未必就能比得过帝都康家啊 我不喝你 又能怎么样 你敢动我不成 我康学全 可是康家的三少爷 以前 也是帝都人 应该很清楚 康家两个字 代表的是什么吧 康学全根本不把齐等贤给放在眼里 也不相信这家伙就敢动自己 说话狠一点 谁都做得到 但付出行动就是另一回事了 说话间 康学全站起身来 伸出右手 就要去拍齐等贤的脸颊 一边还说道 小王八犬子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刚刚我说的 你要是不照做 那我可就要动手了 他的手还没拍到齐等贤的脸上去 就被齐等贤猛然抓住 往桌面上一按 紧接着 齐等贤抄起一把钢叉来 钢叉在他灵活的手指上 转了两个圈 花里胡哨的 而后 钢叉猛然对着康学全的手背 就扎了下去 扑 一声闷响 钢叉穿透了康学全的手背 甚至扎穿了结实的石木桌面 直接将他的整个手掌定在了上面 啊 康学全一声惨叫 整个人都勾搂成了一团 捂着自己的手掌痛苦不堪 乔丘梦的脑袋轰隆一声炸了 整个脑袋都浑浑噩噩噩起来 齐等贤这家伙 居然对着康学全出手了 而且 他还做得这么过分 把康学全的手掌 用钢叉给扎穿了 齐等贤冷漠地说道 今天这杯饮料 你喝也得喝 不喝也得喝不然的话 这件事 没那么容易解决 疯子 姓齐的 你他妈就是个疯子 居然敢伤了康少 张少杰忍不住咆哮了起来 面上也是一片惊恐 周围这些康学全的跟班 也都是满脸惊恐 他们从来都只看康学全欺负人 可没看到有人敢这么对康学全的 乔丘梦眼泪都差点出来了 急忙说道 康少 您没事吧 我 他不是故意的 只不过是一时有些冲动 您千万不要 我代他点灵道歉 您的伤我也会出前置 会赔偿的 乔丘梦已经吓得语无伦次了 现在脑子都还是乱的 康学全却是满脸的猙獰 道 你算什么东西 给我道歉 你配吗 说完这话之后 他看向齐等贤 咬牙道 姓齐的 你敢动我 我二十四小时之内 就要让整个乔家给你陪葬 齐等贤却是在他说话的时候 重重把那杯饮料 一下炖到了他的面前来 当 一声闷响 饮料荡起波澜 齐等贤满脸的冷漠 说道 喝不喝 你他妈的找死 还敢威胁康少 我先弄死你 一个阔少拿起椅子来 对着齐等贤就砸 齐等贤头也不回 一个后踢 砰的一声 这名阔少连带着椅子 被当场踢飞出去 撞在墙壁上 生死不知 大家不要惹他 这家伙是个疯子 现在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咱们是瓷器 犯不着跟瓦关碰 是的 他得罪康少 得罪得这么惨 康少已经放话了 要他和乔家二十四小时之内死绝 我们现在没必要跳出去招惹 真的是第一次见这么不知死活的东西 无权无视的一个预警而已 也敢对康少动粗 齐等贤见康学全不说话 冷笑一声 一把就捏住了康学全的下巴 迫使他仰起头来 拿着饮料 咕噜噜就往他的嘴里灌了进去 众人看得满脸麻木 这这这 这他妈可是帝都大家族康家的三少呀 砰 灌完了饮料之后 齐等贤又按着康学全的脑袋 跟桌面重重接触了一下 撞得一声巨响 乔丘梦一屁股坐倒在了椅子上 满脸的苍白 瑟瑟发抖 这下完了 康学全绝对不会放过齐等贤和乔家了 张少杰也是浑身哆嗦了起来 事情闹得这么大 要是康家追究到底的话 恐怕他也得被牵连进来 周围的阔哨无不占力 一个个都是瑟瑟发抖 康少下次要记住 什么人能惹 什么人不能惹 齐等贤笑眯眯的伸手在钢叉上一弹 那钢叉扎穿了康学全的手掌 被他一弹 立刻嗡嗡震动起来 痛得康学全又是一阵惨叫 康学全满脸猙獰的看着齐等贤 眼神仿佛能杀人 狠狠点了点头 道 好 好的很 齐等贤 你果然有种 敢伤我 还敢羞辱我 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落魄的狱警 也敢跟我康学全叫板 我不得不说 你胆子够大 我希望你能一直硬气下去 别等到我们康家的人来了 就直接软了 不然的话 那会很没意思 今天的事情 我原原本本记下来了 不以十倍和百倍去偿还 我就不信康 众人听到康学全说的这么凝重 都是心里凉嗖嗖的 在他们印象当中 这是康少第一次说这种狠话 康少向来是个人狠话不多的角色 要整人就直接往死里整 根本不会放什么狠话 但这一次不同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此刻他的内心当中 是憋着一团怎样的怒火 小崽子 爷爷等着你 齐等贤伸手在康学全的脸上 轻轻拍了拍 微笑道 康学全眼神英智地说道 记住了 24小时之内 我要你家破人亡 你也可以试着跑路 我也很想知道 你能不能在康家的天罗地网之下 跑出去 哪怕你跑到天涯海角 跑到米国 跑到俄罗巴 我都会让你意识到 敢得罪我 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说完这话之后 康天和用力怒吼一声 直接把钢叉从手掌上拔了出来 痛得他连连呲牙 呼吱呼吱喘着粗气 嗯 挺硬气 我很欣赏 我等着你气等贤笑了笑 伸手一拉 已经被吓傻了的乔丘梦 往外走去 张绍杰大叫道 性奇的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 就不要连累乔丘梦 一人做事一人当 连累 哼 乔家 必然要为他陪葬 跟他沾边的人 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康学全低头 阴冷地舔着自己的伤口 缓缓地说道 看到康学全这个模样 众人又一次微微颤抖了起来 康少这一次 估计要搞大动作了 中海的天 要变了 第四十五慌乱 康学全直接就去了医院 手上的伤势小事 喝下的那杯饮料才是大事 尽管进行了洗胃 但药效还是被吸收了一部分 丁丁立刻肿得不像话 这让他担心自己会不会就此废掉 我在中海遇到了一点事情 让副管家过来走一趟吧 康学全躺在病床上 拿着手机 发号施令 康家的副管家 名为康向荣 专门为康家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手腕很辣阴毒 不留任何余地 听到康三少要让副管家康向荣过来 这让不少人都吸了一口凉气 这是什么人得罪康少了 居然要让康向荣出手 要把副管家康向荣给叫过来了呢 徐耀雪正坐在沙发上涂着指甲 笑呵呵地说道 嗯?康向荣? 他居然要到中海来 盘着双腿在一旁打坐的玉小龙 睁开了双眼来 惊讶地问道 玉小龙一身短袖短裤的居家服 白细的肌肤展露在外 俨然不同身穿戎装饰的英姿飒爽 给人一种难得一见的绝世美感 可惜 这一幕 却是没有任何男人能够欣赏得到 徐耀雪笑嘻嘻地说道 你不知道 康学全在中海被人打了 手都被用刀扎穿了呢 一旁的龙鸭男听道 不由皱了皱眉 这个蟒夫 居然惹了这么大的祸 康学全可比酒吧里的 静姐背景强了几百倍 两者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这个家伙 真是越来越能惹祸了 玉小龙摇了摇头 他对康学全之类的纹固不感兴趣 唯一惊讶的是 这件事居然要出动康向荣 康家的副管家康向荣 名声在外已有多年 是个非常阴森的人 康家不少见不得光的事情 都由他亲自动手 玉小龙甚至怀疑 当年北方某个企业家 一家十八口的面门案 就与康向荣这个老家伙有关 如果我告诉你 扎穿了康学全首长的人是你 曾经的未婚夫 你会不会感兴趣呢 徐耀雪似笑非笑地看着玉小龙 如此问道 玉小龙听到这话之后 双腿猛然伸开 肘眉道 他怎么会跟康学全起冲突 找死 徐耀雪将事情经过略微说了说 这让玉小龙不由连连摇头 尽管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妻子 但他太莽撞 太冲动了 注定难成大事 玉小龙说道 徐耀雪道 是啊 这次康向荣亲自过来 你这个便宜未婚夫 多半是难逃一死了 玉小龙闷哼一声 说道 亚男 娶我的容装来 龙亚男惊讶道 小姐 为了他得罪康家 是不是 我单方面撕毁婚约 于心有愧 而且答应过 帮他摆平两件事 他这人嘴硬 不愿开口 我也只能主动帮忙了 玉小龙淡淡地说道 徐耀雪道 你该不会是想之后回药吧 小龙 他配 玉小龙听到这话之后 只有冷漠两字 听得徐耀雪都觉得一阵无趣 说完这话之后 他的目光不由望向云顶山之巅 冷然道 纵然有男人能娶我 那也一定得是像 楚无道那般顶天立地的人物 龙亚男在一旁连连点头 在他看来 齐等贤这个混痴等死的小玉井 根本配不上玉小龙 如果小姐帮齐等贤解决了这件事 加上我之前帮的忙 算起来就是两件事了 齐等贤这家伙 估计也再没脸皮来纠缠小姐了 龙亚男心里想着 然后急忙去取玉小龙的戎装 小心翼翼将那两颗金灿灿的龙心 挂到奸弦之上 此时的乔家 已是一片死寂 没有半点声息了 乔国涛坐在沙发上 连抽了几乎半包烟 嗓子都已经燃起火来了 但还是一刻不停地抽着 一旁的龙秀云抹着眼泪责备道 我就说你 不要把邱梦嫁给齐等贤这个废物吧 他不但废 还能惹事 一会儿惹了黑龙商会的人 一会儿惹了帝都的大人物 而且 这大人物本来还是张少介绍给邱梦认识的 老乔 你说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乔国涛被烟枪得连连咳嗽 神情沮丧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老婆 微微叹息 乔丘梦也是怒视着齐等贤 绝望道 你现在满意了 把我们一家都害死给你陪葬 你就快活了 齐等贤却是神色如常 淡淡地说道 乔叔 庞仪 还有丘梦 你们放心就是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 康学全我会摆平的 庞秀云立刻被炸药点燃了一样跳起来 怒吼道 你摆平 你拿什么来摆平 你觉得自己是什么东西 有资格跟康家的三少爷相提并论 你他妈只不过是一个狱警而已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狗东西 你不思报恩 反而还要来祸害我们乔家 天底下 怎么有你这样的白眼狼啊 离婚 你和丘梦立刻离婚 这样说不定 我们乔家还有喘息的机会 乔丘梦绝望道 妈妈 这样做也没用的 康少在那里已经说了 绝对不会放过七等贤 而且要让我们整个乔家给他陪葬 就算现在离婚 也只不过是化蛇添足而已 康少不会留情的 说完这话 他眼泪哗啦啦往下流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真够倒霉的 事业上好不容易有了点进展 偏偏半路冒出个气等贤来成了他的丈夫 没本事没身份也就算了 偏偏还极度心强 极度人家张绍杰的能力 而且还喜欢惹事 这一下 惹来了泼天大祸 整个乔家都要跟着他家破人亡了 乔国涛 你们给我们乔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你知不知道 乔国动愤怒无比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气势汹汹 带着一帮乔家的亲戚就冲了进来 他的女儿乔清宇 也是满脸惊慌和愤怒 叫道 乔丘梦 你他妈的 怎么可以让你的废物老公去得罪康少 你们活够了 我们还没有活够啊 乔国涛 这件事 你准备怎么解决 我听说康家已经派人过来了 现在说不定人已经在中海下飞机了 乔丘梦你身为乔氏集团的总裁 闯下这样的大祸 应当立刻自杀谢罪 平息乔家的怒火 没错 你们夫妻两人立刻自杀谢罪 我们带着你们的尸体去机场跪着 请求康家原谅 这样才有一条生路 乔家的这些亲戚 一个个怒发冲冠 同时也害怕到了极点 居然要让齐等贤和乔丘梦 两人自杀谢罪 去平息康家的怒火 庞秀云蛙的一声 直接大哭了起来 乔丘梦也是捂住了自己的脸 身体颤抖 泪水不停地往下流淌 叮铃铃 齐等贤的手机 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拿起一看 是李云婉 撇了撇嘴后 懒得去接 想来 李云婉也是准备 问关于康家的事情 第四十六副管家 go 实际上 乔家的人都很绝望 因为康学权放出来的话 是要让整个乔家 给齐等贤陪葬 尽管乔国栋 乔青宇等人与他无冤无仇 但他也绝对不会放过 这属于无差别攻击 是整个乔家的灭顶之灾 自杀谢罪 未免太夸张了 一个康学权而已 值得你们这么劳实动众 我说了 这件事 我会解决的 齐等贤淡淡道 一个康学权而已 乔青宇恨不得冲上去 给齐等贤来两个耳光 乔国栋满脸的阴沉 说道 康学权已经从地都叫来了 康家的副管家 你知道康家的副管家是谁吗 齐等贤摇了摇头 乔国栋大怒道 是康向荣 破家灭门的康向荣 他专门管康家这些 见不得光的事情 但凡被他盯上的 无一个能有好下场的 齐等贤默然道 没听过这个名字 哪里来的小人物 晕 乔家的亲戚们 都有一种想要晕死过去的感觉 这家伙到底当自己是谁啊 连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来 乔秋梦抹了抹自己的眼泪 说道 齐等贤 你少说两句大话吧 我们大家都要完蛋了 你如果能跑的话 现在就跑吧 我也不会拦着你 能活一个是一个了 对不起 各位 都是我的不好 乔乔乔 乔秋梦虽然在道歉 但大家都不以为然 这个时候了 道歉有用吗 康学权请来了康向荣 那就代表 是准备让整个乔家 都给齐等贤陪葬 说再多有歉意的话 就能挽回吗 乔国栋深深叹了口气 没再说话 爸爸 我不想死啊 乔青宇满脸的恐惧 看着乔国栋 你想想办法吧 我们 去求一下爷爷 乔国栋摇了摇头 去求老爷子也不管用的 这是康家 是帝都的康家 谁也救不了我们 说到这里 他惨然一笑 不再说话 乔青宇对着齐等贤道 齐等贤 你现在就去死 自杀谢罪 说不定康家能够放过我们 齐等贤懒得再说重复的话 直接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等着康家的人上门来找麻烦 这次来的人 真的是康向荣吗 乔国栋问道 嘴唇乌青 你以为是谁 乔国栋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乔国栋也觉得脑瓜子嗡嗡的 看向齐等贤 叹了口气 道 邱梦说的没错 你跑吧 跑得了一个是一个 我们乔家 人这么多 是跑不掉了的 你一个人 还有机会 齐等贤直接摇了摇头 开什么玩笑 一个康学拳而已 值得让他跑路 要是让监狱里的 那些家伙知道自己 被一个傻逼下的跑路了 以后还怎么当这个二当家 还怎么管他们了 康秀云手指都在颤抖 指着齐等贤 道 都是你 都是你 你真不是个好东西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们乔家会有这样的祸事吗 来的是康向荣啊 你居然还敢说是小人物 你知道康向荣是谁吗 北方的一个企业家 一家十八口是怎么死的 你知道吗 你不但得罪了康学拳 还刺穿了他的手掌 还敢羞辱他 你你你 乔家的人这个时候 也都对齐等贤怒目而视 恨不得打死他 一个破预警而已 猖狂的好像是国家首领一样 到处去惹事 甚至惹了康家 都好像满不在乎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康家的私人飞机 在中海机场落地了 一个身穿黑色糖装 黑色麻酷 黑色白底布鞋的银发老人 从飞机上缓缓走了下来 他眼窝深陷 一只鹰勾鼻 嘴唇很薄 脸颊轮廓 宛如刀削腐客一样 整个人的气质 显得阴森而深沉 他就是康家的副管家 康向荣 康向荣这个名字 能让小儿只提 康家的大人就经常对小孩说 你再哭 一会儿就让你去跟副管家睡去 副管家 康学权这个三少爷 在看到康向荣之后 脸色居然变得很严肃 恭恭敬敬抱拳弯腰鞠躬 三少爷 康向荣笑了笑 伸手将康学权扶了起来 三少爷如此大理 我怎么当得起 康学权说道 副管家 真是抱歉 这么着急把你喊过来 康向荣注意到了康学权手上的伤势 不由脸色一沉 说道 三少爷不必客气 我是康家的副管家 为三少爷做任何事 都是应当的 康学权周围的阔少们 都瑟瑟发抖起来 一个个用敬畏无比的目光 看向康向荣 有人说 康向荣曾经是江阳大盗 后来被康家收服 有人说 康向荣曾是某个组织的头目 也有人说 康向荣曾经是特种部队的战士 杀过无数的敌球 传说尽管很多 但大家都很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 千万不能招惹康向荣这个人 看来 老夫真是好多年 都没有出来走动了 居然有人敢动我们康家的少爷了 康向荣冷冷地说道 嘴角带起一道冷酷的弧度 让人感觉到隐隐约约的杀气 动我的人是 康学权想跟康向荣解释清楚 不必跟老夫多说 既然他敢动三少爷你 那就要做好承受 我们整个康家的怒火的准备 康向荣含声说道 老夫不问是非对错 胆敢动我们康家的人 那他就必死无疑 康学权也就不再多说 把康向荣带上了车 说道 副管家请 众人都看得出来 副管家康向荣 在康家的地位非凡 就连康学权这样的顽固 都对他恭恭敬敬 管家只是吓人而已 但能让本家的少爷 都这么恭敬的 绝对是有过人之处 呜呜呜 汽车发动机嗡鸣 开向了乔家 这嗡鸣的声音 仿佛死神吹响的号角 要来收割人命一样 不多时 一行人等 到了乔家的门口停了下来 康向荣下了车 眯着眼睛 看向乔家的大门 一个箭步 飞起一脚 哄 几百斤重的防盗密码门 在这一瞬间 宛如纸壶的一样 竟然被一个 看起来瘦骨灵巡的老头 一脚踢的飞了出去 好像被炮弹轰过一样 康学权的跟班们 都不由激动的身体颤抖 就是康家副管家的实力吗 齐等贤 你呀不是很能装吗 希望一会儿见着了副管家 你还有这个底气 在我的面前装逼 今天不让你知道 死子怎么写 我就不信康 康学权舔了舔自己的嘴角 随着康向荣走入院落当中 康向荣迈过大门 冷声道 康家 康向荣 前来锁命 over 第四十七灭顶之灾 康向荣说的是 锁命 这态度 已经一目了然了 康学权说 要让整个乔家 给七等贤陪葬 那就是真的要这么做 来了 阎王爷真的来了 唐秀云夏的身体发软 几乎瘫倒在了地上 乔家的一群人等 也都是忍不住 瑟瑟发抖了起来 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 会惹上 康家这样的大势力 对于乔家来说 这一刻就如同末日降临 康家 这个庞然大悟 他们根本招惹不起 在康家的面前 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 随着康学权等人走入大厅 乔家 众人都有了一种 黑云鸭成成欲催的感觉 那个瘦弱的副管家的一举一动 更是让他们感觉到心惊肉跳 这就是破家灭门的康向荣 康康康康 康少 乔国栋的嘴巴发紫 战战兢兢的说道 康学权根本都懒得看他一眼 乔家这种小家族 弹指可灭 若非是这次脸面丢得大了 他甚至都不用叫来康向荣 就能把乔家和齐等贤整死 乔丘梦也道 康少 一切都是我的不对 有什么事 你冲着我来好了 我愿意承担这一切 康学权满脸的不屑 冷然道 老子愿意下药睡你 那是给你一个抱上 我们康家大腿的机会 没有想到 你老公居然这么不识台诀 乔丘梦的身体一哆嗦 总算知道齐等贤 为什么会跟康学权发生冲突了 不过 知道了又能如何 齐等贤太冲动了 康家这样的大家族 不是他们能招惹得起的 齐等贤咧了咧嘴 若有所思地道 不是用强就是下药 看来 你们这些人都觉得 大碗宽面不好吃 非要吃大碗 牢饭才香呢 康学权的目光 直接锁定在了齐等贤的身上 满脸的杀气 他长这么大 第一次吃这样的大亏 平日里都是他欺负人 而且被他欺过的人 还得死气白赖 求他原谅 但这一次 他居然被齐等贤给打了 钢叉钉穿了手掌 还被逼着喝下了 本来是准备给乔乔梦的药 现在丁丁都还一阵火辣辣的痛 看你爹的看 齐等贤皮笑若不笑地 对着康学权说道 乔家众人听到这句话之后 险些直接昏死过去 都这个时候了 齐等贤还敢用这种口气 来羞辱康学权 康向荣的脸色 在这个时候一变 冷哼一声 道 都给我跪下 他恐怖的气势一下爆发开来 周围的人只觉得心惊肉跳 哪怕是几个跟着康学权来的阔少 都不由后退 乔家的众人根本不敢反抗 一个个垂头丧气地跪倒在地 看着乔家众人 哗啦啦跪倒了一大片 康学权心里不由微微地得意 阔少们看着这一幕 内心都不由震撼 乔家怎么说 在中海也是有些名声和地位的 副管家一发话 他们居然连反驳一句都不敢 齐刷刷就给跪了 康向荣看到齐等贤还是站着的 而且眉宇间带起了些许的冷意和不满 顿时冷哼一声 齐等贤 你快跪下 你他妈的 要害死 我们全家人是吗 乔卿与歇斯底里的大叫道 有些抓狂 等贤 忍一时风平浪静 没必要跟康家硬碰的 跪下吧 说不定 还能有一线生机 乔国涛叹了口气 陈生说道 康学权不由咧嘴一笑 道 没错 全部跪下 老老实实给老子三跪九寇 说不定 老子心情一好 放过你们其中几个呢 乔丘梦咬着牙对齐等贤道 你当初有胆子惹事 那就要有胆子承担 赶紧跪下吧 说话间 他泪流满面 面对如此强势的康家 根本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我当然会承担 但不是用这种软弱的方式 齐等贤摇了摇头 说道 康向荣在这个时候呵呵一笑 对着齐等贤道 你就是伤了我家三少爷的那个废物 老东贤 我看你才是废物吧 齐等贤皱了皱眉 有些不悦的反问道 这话一出 就连康学全都不由愣了愣 他第一次听到 有人敢跟康向荣这么说话 齐等贤 你就是奔着祸害我们乔家来的 不把我们乔家害死 你不安心 你知道康向荣是谁吗 你居然敢跟他这么说话 我们全家人 都要被你这个废物害了 乔国套 你招的好女婿 不让我们家破人亡 他不安心啊 康向荣猛然往前走了一步 身上的那股杀气更加吓人了 压得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齐等贤却是不为所动 就这点气势 比起杀了几万俘虏的屠夫来说 还是差得太远了呀 康学全在这个时候开口了 看着齐等贤 淡淡地说道 齐等贤 你也别说 我们康家仗势七人 不给你们机会 我现在给你机会 希望你好好珍惜 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意 我这个人 向来很少给人这么多机会的 康学全的一个跟班 立马跳出来 喝道 康少这么照顾你 还不跪下来 感谢康少 你不是很在乎你老婆吗 乔丘梦 我现在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你自己拖干净 然后像条狗一样 爬到我的脚边 来康学全看了齐等贤一眼 然后又看向乔丘梦 微笑着说道 你要是拖得够快 爬得够好 说的话足够让我满意 那我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稍微高抬贵手 略微放过一下 但你是拖得不快 爬得不好 那我说不定就会更加生气了呢 康学全笑着 乔丘梦是齐等贤的老婆 他要让齐等贤颜面扫地 乔丘梦立刻立声说道 乔丘梦 你还不赶紧按照康少说的做 乔丘梦的脸色苍白 没有想到 康学全居然开出了 这样一个苛刻的条件来 想看女人 回家看你妈去啊 齐等贤往前走了一步 冷漠地说道 康学全的眼神不由一冷 说道 口无遮拦的狗东西 给你机会你不珍惜 看来 是真的想全家死光光了 乔丘梦含着眼泪 屈辱地开口道 康少 如果我做得够好 是不是能够放过我的亲人们 这就得看 我的心情了 康学全扫了乔丘梦一眼 说道 齐等贤不耐烦地皱了皱眉 竟直往康学全走了过去 第四十八惊雷 齐等贤站在了康学全的面前 但康学全却根本面无巨色 他身旁站着康家的副管家康向荣 有这位副管家在 哪怕对方有再高的武力 也只不过是土鸡娃狗一样的玩意儿罢了 齐等贤看着康学全 说道 我现在也给你一个机会 否则的话 我可就不管你 是不是什么康家的少爷了 你自己把衣服给我脱个干净 然后像条狗一样 绕着乔家的大宅爬三圈 老老实实给乔家道歉 还有这位副管家 我不喜欢 自断双手吧 这样 我可以让你们安然无恙地离开乔家 齐等贤的这话一出 现场直接一片寂静了 乔家的人都不由傻眼了 这齐等贤是不是真的有失心疯啊 都这个时候了 还敢说这种话 甚至 让康学全脱了衣服学狗爬三圈 还要康向荣这样的人物 自断双手 他以为自己是谁 国家的首领吗 喂 清醒一点 你只不过是个小预警了 康学全的跟班们 也都是愣住了 然后一个个哈哈大笑了起来 齐等贤 你还真当自己是当年那个齐家大少爷 你他妈的一个什么都不是狗屁预警 居然敢这么跟康少说话 还敢让副管家自断双手 这年头 真是什么屌人都有 没有想到 这家伙竟然是一个这样的疯子 康学全和康向荣对视一眼 然后彼此都是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康学全对着齐等贤冷淡道 你或许有点伸手 但你那点伸手 在副管家的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 我给你老婆下药准备睡他 那是他的荣幸 你不应该出来阻拦 齐等贤平静道 我们监狱里 也关押过两个对女人用手段的垃圾 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很惨 康学全吃笑道 我让你老婆陪睡 让他脱光了衣服 爬过来讨好我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是康家的人 我说的话就道理 就是法则 你若是不服 想要反击 那就是知法犯法 我想要对你怎么样 你就安安心心忍着 老老实实受着 最好不要还手 因为 你要是反抗 就算不被副管家打死 也要把老底坐穿 说话间 康向荣对着乔丘梦笑了笑 道 你还不赶紧脱衣服 等着我一声令下 让你乔家满门灭绝吗 齐等贤很认真的点了点头 说道 我确定了 你就是在找死 我就算是找死 阎王也不敢收我 副管家在这 你敢动我 碰了我一根头发 我就让乔家一个人死在你面前 康学全宁笑着说道 齐等贤却是在这个时候猛然出手 一把就掐住了康学全的脖子 大手如同铁钳一样 只要稍微用力 就能让康学全当场死绝 康向荣不由一惊 没想到齐等贤 竟然真的这么胆大包天 胆敢当着自己的面对康向荣动手 助手 你要是敢动三少爷 我立马就让乔家血流成河 同样 你这条贱命 我也会收下 康向荣眼中杀鸡闪烁起来 怒声呵斥 乔家的众人都快吓晕过去了 纷纷呵斥齐等贤 赶紧把康学全放开 乔丘梦含泪道 齐等贤 你赶紧放了康少 他说的话 我照做就是了 他自知哪怕照做 以后 也是没脸见人了 不过 现在当务之急是保下家人的性命 做了这种颜面禁损的事情之后 大不了自觉于是 一聊百聊 不过 乔丘梦的这些话 齐等贤并未理会 是吗 我想看看 我动了他 你又能怎样 齐等贤满脸的冷漠 伸出手来 一个大嘴巴子 抽在康学全的脸上 啪 这一声耳光带来的脆响 丝毫不亚于朗朗 晴天时候的一声雷震 王八蛋 你赶紧放开康少 否则的话 不单是乔家要给你陪葬 你的所有亲朋好友 也都要全家死绝 你这个卑微的蝼蚁 也敢被康少这样的贵人动粗 天王老子来了 也保不住你 你再敢动康少一下 我就跟你拼了 齐等贤对这些跟班 是满脸的不屑 伸手又是一个大嘴巴子 抽在康学全的脸上 然后 他傲慢而又无惧地 看着这些跟班和康向荣 问道 我这算不算动了他呢 康向荣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脚步微微挪动 搓得地面沙沙作响 随时都有可能 找准机会出手 一击必杀齐等贤 不是说我动了他 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吗 我现在怎么还是好好的 齐等贤问道 见众人除了震惊之外 就是无动于衷 于是提起膝盖来 对着康学全的肚皮 就是狠狠一下 哦 康学全一声惨叫 嘴里一下吐出血来 肠子都要绞在一块了 难受得满脸亲子 齐等贤若有所思地问道 这算不算动了你们的康少呢 啪 齐等贤抬手又是一巴掌 抽在康向荣的脸上 嘴里冷冷到 给我老婆下药 啪 又是一巴掌抽了上去 瞧家给我陪葬 啪 齐等贤满脸的不屑 我不敢动你 啪 欺负我老婆 是看得起她 要我忍着受着 啪 我他妈都舍不得 说点中话的女人 你也敢欺 一连好几个耳光下去 打得康学全 整张脸都浮肿了起来 到处是血 一旁的康向荣 看得双眼通红 康学全也是硬气 咬牙道 有种你今天就打死我 弄不死我 我一定要眼睁睁地 看着你全家死绝 康向荣怒道 是个男人的话 就放开三少爷 否则的话 否则怎样 你能拿我怎样 齐等贤满脸不屑 好啊 我给你个机会 说完这话之后 他随手一扔 啪的一声 把康学全扔到了一旁去 瞧家的众人 已经伏低了身子 浑身都在瑟瑟发抖 甚至不敢再抬眼 去看一下现在的情景 副管家 不要杀了他 把他情下 四肢打断 我要亲自送他上路 康学全痛苦不堪地叫道 心里的恨意 已经沸腾到了极点 康向荣鼻子里喷出一道尘缓的冷哼 双脚挪动 已经做好了发力的准备 齐等贤一手插兜 一手锤在身旁 冷漠地看着康向荣 兴气地多半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所以刚刚才挟持了康少 不过 他脑子有问题 又把康少给放了 现在他死定了 副管家康向荣 可是康家的大杀气 他这些年很少出事了 说的没错 副管家这一次是真的暴怒了 这家伙多半会被很快拿下 扭断四肢 到时候 大家一同给康少出气 送他上路 乔家男的全部卖到南洋去当奴隶 让他们被折磨死 女的都留下来 好看的咱们分了 不好看的全部卖到南洋 第49再无瓜葛 刚刚齐等贤勤注康学全 让康向荣投鼠忌气 可现在他放开了人 康向荣可就没什么好忌惮的 正准备出手的时候 康向荣忽然感觉到 一股惊人无比的气息 从外传来 郁郁郁将军 乔家的众人也看到了来的人 不由惊呆 说话都磕扒了起来 从外面走进来的人 正是郁小龙 一身黑色的戎装 没有戴帽子 长发梳理成马尾 左右两边肩膀上 分别扛着两颗金灿灿的龙心 郁小龙 康学全看到了他之后 也不由狠狠一正 惊讶到 七等贤明明 已经被郁小龙给踹了 可郁小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郁小龙脸色平静 淡淡地说道 大家跪着干什么 现在可不是封建社会了 都站起来说话 乔家众人面面相去 没敢起身 有些忌惮康家的态度 没听到我说话吗 郁小龙问道 语气带有不满 乔家的众人 这个时候才麻木地站起身来 有的人甚至还弯腰揉了揉 自己有些疼痛的膝盖 七等贤轻轻撇了撇嘴 没有想到郁小龙这个娘们 居然来掺和他的事情 不由有些厌烦 往后退了两步 乔丘梦看在眼里 狠狠皱眉 心中有些愤怒 这个家伙惹了颇天大祸 现在连郁将军都惊动了 他这会儿才知道害怕 敢做不敢当的废物 郁小龙满脸的冷淡 扫射了一圈之后 没再说话 乔家众人坠坠不安 不知道郁小龙是来干什么的 不过 似乎不像是有恶意的 今天的事情 到此为止 过了片刻 郁小龙这才开口说话 他的出现 让他一瞬间 就成为了全世界的中心一般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他 都在等着他说话 康学全听到郁小龙这话之后 呼吸都不由停顿了一下 然后震怒 报 郁将军 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 你让这件事到此为止 康向荣也道 郁将军 这不服规矩 郁小龙冷漠地说道 事情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 康学全你对乔丘梦心怀不轨 这才引出后续这么多事 这件事 是你有错在先 不要装作自己吃了亏的 理不饶人的模样 我不吃这套 康学全冷笑道 兴奇地折辱我 你让我算了就算了 这让我们康家 把脸面放到何处 齐等贤已然退到了边角 显然是不想跟郁小龙 再有什么焦急的模样 不过 在外人眼里 他现在似乎是害怕了一样 郁将军做事 有些不讲道理了 康向荣也道 郁小龙一声冷哼 眸光如电 看向了康向荣 问道 要不你来教我 应该怎么做事 康向荣这个凶神恶煞 在面对这位 被誉为华国女战神的女人面前 也不敢造次了 闷哼一声 没有音话 你有错在先 被打也是应该 这件事传扬出去 康家的名声也不会好听 而且 我既然已经说了到此为止 那么 还有谁敢不听 不听的 可以试试 郁小龙一扬顿挫地道着 声音回荡在整个室内 他的声音尽管显得很平静 但是那股无可反驳的霸道 却是让人根本生不出 与他对抗的心思来 他是一个能以女儿之躯 压得天下须眉都抬不起头来的人 康学全步由狠狠咬了咬牙 郁小龙掺和进了这件事里来 而且把话说得这么霸道 他要是再不肯罢休 到时候 肯定是自己吃亏 而且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 的确是他对乔丘梦心怀不轨 到时候 郁小龙把事情传出去 整个康家的脸面也不好看 左算右算 都是吃亏 好好 今天我给郁将军你一个面子 你要保下这个废物和乔家 我没意见 不过 如果下次这个废物再招惹到我 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别怪我不给面子 我们康家人的脸面 不是谁都能甩的 康学全只能放出狠话 心中生出了退意 众人心中都不由暗暗惊讶 这郁小龙与齐等贤到底有什么关系 居然亲自过来帮他解决危机 康学全一挥手 带着自己的人直接离开了乔家 康少 莫非郁小龙把齐等贤踹了的事情是谣传 一个跟班忍不住问道 齐等贤这个废物都已经上乔家当坠序了 怎么可能是谣传 多半是郁小龙单方面撕毁婚约 所以心中有愧 这才来帮他一次罢了康学全咬牙道 康向荣在一旁点了点头 觉得应该是这个道理 那这件事我们就这么算了 一个跟班觉得很不甘心 陈生问道 康学全满脸的争鸣 摇了摇头 道 酸 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 他把我打得这么惨 如果不把他弄死 我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 可郁将军的面子不能不给啊 有人小声说道 康学全冷哼一声 对着康向荣道 副管家 找个机会 把他给做掉 康向荣点了点头 应下此事 康学全等人一走 乔家众人顿时轻松了下来 多谢郁将军为我们主持公道 乔国焘对着郁小龙 如果不是郁小龙 乔家这次真的要完蛋了 郁小龙沉默地点了点头 看向齐等贤 平静道 经过这次之后 两不相欠 希望你我之间 不要再有什么瓜葛 齐等贤满脸不爽 觉得郁小龙就是脚屎棍一根 如果不是他 来得恰到好处 今天非得把康学全和康向荣 两人弄死在这儿 大家听到这话后 不由一惊 纷纷看向齐等贤 等贤曾是齐家少爷 与郁将军有过一段 冤冤乔国焘咳嗽一声 解释了一句 大家听后了然 心中反而更加不屑了 现在齐等贤 已经不是齐家少爷了 而且用光了郁小龙的人情 以后还敢不敢这么猖狂 乔国焘还想留郁小龙吃饭 不过 郁小龙却是摇了摇头 静止离开了 原来是这样 乔丘梦看着郁小龙的背影 正正出神 然后他用力握拳 我终有一日 会成为你这样的人 你看不起的男人 我为什么要接受呢 危机一过 内斗就来了 乔家众人都嚷嚷着 让乔国焘把其等贤逐出家门 乔国焘却严肃道 这件事闹得这么大 归根结底是康学权的错 而且 郁将军也把我们出面摆平了 等贤对康学权出手 完全是为了维护邱梦的安危 我觉得合情合理 这件事 我不同意 庞秀云在一旁道 老乔 你太固执了 邱梦 你最有发言权 你来说说看 我觉得老爸说的有道理 我也不能恩将仇报 乔秋梦脸色冷淡地说道 第五十项市集团 庞秀云听到乔秋梦的话之后 不由傻眼了 没想到 闺女居然反对跟其等贤离婚 乔秋梦的心思 是众人没想到的 她要成为像玉小龙那样优秀的女子 让其等贤自残行贿地离开 乔青云冷嘲道 你家这个废物 可太能惹事了 这次他惹了康家的人 好光了玉将军的人情 再有下次呢 乔国栋也说道 不错 我觉得你们一家 需要慎重考虑考虑了 我可不想 乔家在因为他而牵连进这种事情里 亲戚们也都纷纷开口说话 指责其等贤太能惹事 要尽快划清界限 等贤 下次不要这么冲动了 别老想着用这么激烈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这次是运气好 由玉将军出头 下次可就不一定有这样的好事了 乔国涛与重心肠的告诫其等贤 知道了 谢谢乔叔提点 其等贤不会跟乔国涛辩解什么 淡淡笑了笑 阴下了 乔国涛问道 你工作的事情有着落了吗 其等贤点头 说道 有了 我现在已经在向市集团工作了 向市集团 乔家众人都是不由一正 向市集团可是中海的顶尖企业 其等贤居然在向市集团找到工作了 你干的什么工作 不会是扫厕所的保洁员吧 庞秀云面带笔一的问道 或者说 就是当个保安 也正好符合你预警的身份 乔丘梦摇头道 其等贤 你不要这么不知好歹 你一无所有 我爸提携你 你就老老实实听他的安排 你觉得 自己在向市集团 当一个毫无前途的保安 比在乔市集团旗下工作 有面子吗 在乔市集团 虽然只让你从底层业务员做起 但会给你上升的空间 你积累经验之后 也不是不能进入中层 你强要面子 这样硬撑下去 根本没什么意义 乔丘梦虽然还是不喜欢齐等贤 但齐等贤毕竟帮他出过两次头 说话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刻薄了 谁说 我在向市集团当保洁员和保安了 我是副部长齐等贤摇头道 乔国东在这个时候 不由冷笑了起来 道 国套 你看到了 这就是你的好女婿 除了惹市和吹牛之外 什么都不会做 乔卿宇也是不屑道 叔叔还真是找了个好女婿啊 好好的张绍不要 偏要找个废物一样的小玉景 刚刚我可都看到了 玉小龙将军出现的时候 这家伙缩乱往后退呢 这种没担当没责任心 只管惹市吹牛的废物 留着干什么 唐秀云和乔丘梦 两人都觉得脸上很没有面子 哈哈 一个小玉景而已 还担任向市集团的副部长 真是搞笑啊 能够入职向市集团的员工 最少都是本科学历 要担任管理层 就更是需要985 211的高文评 要么就是在商界 有一定成就和能力的 你瞅瞅你这穷酸样 有什么资格让向市集团 聘你当副部长 不错 向市集团的副部长 年薪少说 都是50万岂不 你觉得你的脸好看 值得让向总美年 花50万 请你当花瓶啊 他要能当上 向市集团的副部长 我就能当上全国首富 亲戚们也都是纷纷奚落和嘲弄 齐等贤早就 不是什么齐家大少爷了 在他们面前什么都不是 乔丘梦黑着脸道 齐等贤 你忘了我爸之前 怎么跟你说的 男人 可以没有本事 但要有担当和责任心 要脚踏实地 你这就叫脚踏实地了 你口口声声说 尊重我爸 但就是这么尊重的 齐等贤满脸的无奈 贪了贪手 说道 这是向东秦亲口认命的 你们要是有疑问 可以去问他 哟 看来没少下功夫 还知道向总的名字呢 你脸可真大 向总亲自接待你这个小预警 并且给你认命 了不起啊 乔卿宇阴阳怪气地说道 齐等贤淡淡道 有问题 乔卿宇冷笑道 你要是能拿出 你是向市集团副部长的证据来 我当场跪下来叫你爹 叮铃铃 这个时候 齐等贤的手机却是响了起来 齐等贤拿起手机来接通电话 道 向总 有诗 向东秦沉映了片刻 说道 你有空到公司来走一趟 我有些资料要拿给你 哦 齐等贤映着 乔卿宇直接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道 还真会装模作样 你不会以为我们会相信吧 太可笑了 还真像那么回事 向总这样的大人物 会给他一个小预警打电话 他估计还没从当年的阴影当中 走出来吧 还以为自己是 齐家的大少爷呢 可笑了 向总要是能给他打电话 那明天帝都的首长 就能给我打电话了 哈哈 向东擒皱了皱眉 问道 你那边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么吵 没什么 有狗在叫而已 齐等贤淡淡的 然后一边说着 一边离开了乔家 乔家的这些亲戚 让齐等贤这句话 气得脸色铁青 屋里很快又吵成了一片 国焘 你看看你的这个女婿 什么态度 被我们拆穿了 居然还骂人 就是 什么垃圾 口无遮拦的 这样的人 肯定还会惹来大祸 你看他那人母狗样的 像是能当像是集团的副部长的人 赶紧让邱梦踹了他 乔国焘也是无奈叹了口气 摆了摆手 有些筋疲力尽 道 大家都回去吧 今天的事情 闹得大家都累了 大家不欢而散 齐等贤懒洋洋的离开了乔家 前往像是集团 从向东秦的手里拿了一些资料 他随手打了个电话回监狱去 狱警谄媚地道 二当家 哦 把电话给古兴司机 齐等贤想了想 然后说道 古兴司机 雪国的寡头 坐拥千亿财产的超级大佬 大头 我这里有点事 要找你咨询下 顺带借点资源 没问题吧 回头 每天给你多发一根雪茄 和两包泡面 齐等贤淡淡的说道 古兴司机 在雪国语言当中翻译过来 就是大鹅的意思 二当家的 没问题 没问题 有什么事 你吃饭说就好了 我一定帮忙 古兴司机笑哈哈地说道 优兜监狱等同于他的保护伞 外面时时刻刻 都有KGB的人在等着他 一旦出去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听完齐等贤的详述之后 古兴司机就到 二当家 这事简单 我立马就给你找来 最顶尖的金融专家 顺带着从我的资产里 扣个一两百亿出来 都不是问题 齐等贤满意道 不错 不错 给你在家三十分钟放风时间 齐等贤的脚步忽然一顿 挂了电话 然后似笑非笑地 看着眼前的人 问道 来找死的 第五十一哥谷乡下酒 出现在他面前的人 正是之前在乔家 见过面的康向荣 康向荣面无表情地 看着齐等贤 缓缓地说道 三少爷长这么大以来 第一次丢这么大的脸 也是第一次被人打得这么惨 齐等贤问道 所以呢 所以 我来要你的这条命 康向荣凭劲道 齐等贤呕了一声 康向荣自顾自道 裕小龙的面子 我们不能不给不过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而且 你与他也没有什么瓜葛了 所以 我想你这条命 是保不住了 老东西 裕小龙救了你一命 你很不知好歹啊 又回来找我的麻烦 齐等贤不慌不忙地说道 还摇了摇头 裕小龙 这位华国女战神亲自出面 来让康家指歌 无论是康学权 还是康向荣 都不得不听 齐等贤呢 则是早想着 把这主仆二人给宰了 一聊百聊 但没想到裕小龙中途出面 想想这件事算了也行 但没想到的是 康向荣居然 又一次主动找上门来 康向荣冷笑道 狂妄自大的年轻人 我见过很多 不过他们的坟头草 现在都已经有三尺多高了 但像你这么狂的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齐等贤认真道 既然裕小龙都出面了 那你就老老实实 守好自己这条捡回来的贱命 不要再来挑衅我 不然 会死的 我说真的 康向荣听着他这番话 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就听他狂笑道 不得不说 你真的很狂妄 我想看看 你怎么让我死 说完这话之后 康向荣的身体 微微往下一沉 双脚一前一后迈开 站成了行义拳当中的三体势 整个人的气息都内敛了起来 你这行义拳练得不到位啊 三位一体 天地人三才合一 做得这么差 真不知道 你那点名声 是什么人帮你吹起来的 齐等贤摇了摇头 老夫席练行义四十年 轮得到你这黄口 如此来评价 康向荣听到这话之后 不由微微有些怒火了 眼神越发冰冷 练全是看天赋的 不是看年份的不然 岂不是谁 都有资格成为大宗师了 齐等贤满不在乎地道 康向荣眯着眼睛咬牙道 小崽子 老夫会把你的骨头 一根根捏得粉碎 然后让你在痛苦当中 忏悔着死去 你会知道 得罪康家 得罪老夫 是个什么样的下场 抱歉 踩到你的痛脚了 齐等贤问道 康向荣一声闷哼 双脚如垫 交织前行 嗤嗤嗤几声 瞬间到了齐等贤的面前 抬手一记劈拳 对着齐等贤的脑门 就吱吱打了过来 你这虎扑 做得真是难看 齐等贤摇头 退了一步 老夫要把你的头割下来 呈给三少爷 康向荣怒吓 再往前一步 转化为马行 两记炮拳 对着齐等贤的胸膛击来 齐等贤双脚站定 抬手一记横拳 啪的一声 击开康向荣的两记重拳 与此同时 他后脚往前微微进了半步 脚板落地的瞬间 他微微拧腰 顺势发力 右拳都在腹部左右 顺着这一下 拧腰转胯 狠狠将拳头送了出去 半步崩拳 康向荣觉得 脑子都凉了一下 齐等贤的动作太快 力量太猛 导致他都没来得及反应 双手交叉往下一按 却是没能按住 齐等贤的拳头 拳头穿过封锁 轻描淡写一下 落在了他的腹部上 啪 一声脆响 如今败格 康向荣腹部的衣服 在被拳头接触瞬间 以螺旋状扭曲了起来 而且湿漉漉一团 他整个人的身躯猛然震战 接着满脸通红 嘴里冒出鲜血来 整个人筛糠一样抖动了起来 巴唧 康向荣双膝跪地 顺势倒了下去 身体在地上微微颤动着 怎么可能 你这么年轻 康向荣嘴里喃喃地说道 气息逐渐衰弱了下去 我说了 练拳这种事情看天赋的 不是看谁练得久 不然 岂不是谁都能成大宗师 其等闲面无表情地回道 这一拳 打在康向荣的小腹上 瞬间就把他的内脏 全部给震得粉碎 这样的暗静透体 哪怕是神仙 也都活不过来了 当晚 康学拳联系不上康向荣 只能在骂骂咧咧当中入睡 也不知道副管家 把事情办成了没有 妈的 若非是玉小龙非要出头 这件事早就结束了 不睡的康学拳忽然感觉到了一阵凉意传来 不由瞬间惊醒过来 然后就看到自己的床头 坐着一道人影 康学拳吓了一跳 然后说道 副管家 事情办成了吧 你怎么像个鬼一样 你的副管家 的确已经变成鬼了 我来是想告诉你 事情差不多就得了 七等闲的声音悠悠传来 是你 康学拳吓得浑身冰凉 这七等闲 是怎么翘无声息 就摸到了自己的住所来的 而且 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这太可怕了 七等闲把一个包袱模样的东西 放到了康学拳的身上去 漠然道 你让他割我的脑袋 我礼尚往来 再有下次 你就是这个下场 说完这话之后 七等闲站起身来 转身离开了 康学拳只感觉那包袱当中 似在渗水出来 揭开包袱一角看了一眼 直接吓得大声尖叫了起来 鸽骨香下酒 快一行人生 七等闲走出别墅 外面夜凉如水 他只觉得 胸中一阵舒坦 康学拳连夜就直接回了帝都去 在中海的遭遇 让他吓得魂不附体 康家在得知 玉小龙有插手此事之后 保持了沉默 没有再继续针对七等闲 不过 这个梁子 也算是彻底截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七等闲接到黄文朗的电话 便立刻前往弑手的住处 因为乔氏集团贷款一事 怎么也算是欠了黄文朗人情 而且他本就打算 帮黄文朗治疗他女儿黄情歌的病 这次接到电话 也就不再犹豫了 不过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在黄文朗的家里 居然遇到了徐奥雪这个女人 徐奥雪的身边 还有一个戴着眼镜的斯文男人 三十多岁 一身名牌西装 弹土儒雅 气质温润 黄世首 这位就是我专门从米国请来的海外同胞 在米国已有鼎鼎大名的心理学专家 杰克 孙徐奥雪看了七等闲一眼之后 转头对着黄文朗 介绍着自己身旁的男人 第52江湖骗子 徐总 还真是有劳你了 没想到你对小女的病这么上心 黄文朗对徐奥雪很是感激地说道 不管徐奥雪是出于如何目的 但他总归是不惜代价 从米国请来杰克 孙这样的顶尖专家 这点心意 是毋庸置疑的 徐奥雪只是微微笑了笑 向市集团是中海市的龙头企业 他这个外来人 想要吞掉向市集团 怎么也得跟本地部门搞好关系 从帝都来的徐奥雪新高气傲 黄文朗虽然只是尸首 但他还有背景 所以是很有必要结交的 不然 他也犯不着去米国请专家了 齐大师 您也来了 黄文朗看到齐等贤后 迎了上来 与他握手 齐等贤点了点头 说道 上次的事情要谢谢黄尸首 所以 接到电话之后 我就立刻过来了 黄文朗起初觉得齐等贤很傲气 但现在听了他的话 心中不由觉得这年轻人 倒也很懂人情事故 脸上的笑意就浓了几分 爸 你找来这么个年轻人 也是给秦哥看病的 黄文朗的大儿子黄齐冰咒梅道 是 这位就是 我给你提过的齐大师黄文朗点了点头 还不快过来问好 齐大师 这么年轻 就他 江湖骗子吧 黄齐冰愣了一下 然后痴笑一声 直接摇头拒绝了 徐耀雪听到黄文朗的话之后 也是一愣 然后问道 黄尸首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这个人我认识 只不过是一个狱警而已 哪里谈得上什么大事 杰克 孙 这位海外华人专家 也是不由呵呵发笑起来 摇头说道 莫非 在华国这边 学术圈这么容易混进来的 随随便便一个狱警 都能在尸首的面前 冒充大师了 黄齐冰直接走了上来 吃笑一声 说道 小子 我不管你通过什么手段 骗了我父亲 但是 我劝你最好收敛一点 不然我小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黄文朗脸色不悦 陈生道 阿斌 不得对齐大师无礼 黄齐冰不敢再说 但依旧不屑地撇了撇嘴 尤其是在徐耀雪 倒破了齐等贤的身份之后 就更加不屑了 一个狱警而已 能和徐耀雪请来的 米国心理学专家 相提并论吗 肯定是用什么手段 诶骗了自己的父亲 这才让父亲相信他 英雄不问出处 齐大师虽然是狱警 但本事却是很不错的黄文朗 认真道 徐耀雪看着齐等贤 呵呵两声 也就不再多说了 齐等贤也在打量徐耀雪 这个女人 人如其名 肌肤赛雪 白皙光滑 五官精致 有一种优雅的欲解气质 我女儿黄情歌 自她母亲去世之后 就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也接受过很多次的治疗 但都无济于是最近 她的心理疾病越发严重了 好几次半夜惊醒 而且出现了自杀举动 不过 好在都被及时发现了 不然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我希望孙先生 还有齐大师 你们能够尽力治好 如果不行 让他缓解缓解也好 因为工作原因 我没有时间陪伴他 很对不起他 若再让他出点什么意外 我也没脸当这个父亲了 黄文朗说着 秉着一颗为人父的赤诚之心 说的话虽然简单 但能听得出来 感情是很浓郁的 杰克 孙点了点头 说道 我在米国 也处理过很多类似的病情 不说能够让黄小姐痊愈 缓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学要学脸上 不由浮现出一抹笑意来 如果杰克 孙 能够在此世上立功 那么 他接下来在中海的发展 黄文朗也必然会支持 这对他吞并像是集团 可是一大好处 黄文朗也不多话 带着几人就直接到了一个房间门口来 打开房门 里面暗无天日 窗户被厚厚的窗帘遮挡 一个女人穿着睡衣 抱着双腿 蜷缩在床上 发丝凌乱 整个人透着一种与世隔绝的阴沉 秦哥 爸爸来看你了 给你带来了新的朋友 黄文朗勉强一笑 颤声说道 蜷缩在床上的黄秦哥 不闻不问 这种状态下的他 任谁看了也想不到 他会是首大人家的千金小姐 杰克 孙已经看过了黄秦哥的病例 立刻就走到了黄秦哥的面前来 微笑着说道 秦哥 我是你的好朋友啊 你还记得吗 我们小时候 一起在巷子口骑自行车 杰克 果然不愧是米国来的专家 一句话就让黄秦哥抬起了头来 然后 他靠着这个开头继续说话 引导黄秦哥的情绪 看到了吧 这才是真正的专家 大师 黄骑斌走到齐等贤的身边来 冷哼一声 齐等贤一言不发 双手插兜 默默看着杰克 孙在引导黄秦哥 只不过 眉头却不由自主地轻轻皱了皱 十分钟之后 黄秦哥终于开口 跟杰克 孙说了两句话 虽然只是短短两句而已 却让黄文朗精神一震 黄骑斌满意地点了点头 最近一个月以来 妹妹几乎都从没开口说过话 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口啊 黄秦哥闭着眼睛靠在床头 有些昏昏欲睡 杰克 孙在对他 进行着语言催眠 要通过这种方式 在他的脑海当中 植入一些潜意识 停 你再这样下去 会害死他的 齐等贤看不下去了 陈生说道 他现在的情况很糟糕 而且 病因是来自于他去世的母亲 又有人在幕后施法害他 你用这样的方式引导 只会让他之后的心病更加严重 自杀倾向愈发强烈 齐等贤的声音陡然响起 打断了杰克 孙 但黄秦哥却在这个时候 陷入了一种半醒半梦的状态 杰克 孙转过头来 不满地对着黄文朗道 黄释手 请你 让这个骗子立刻出去 不要打扰我的治疗 学要学也是皱眉道 姓齐的 你没本事就算了 可不要拿黄小姐的性命开玩笑 在这里哗众取宠 黄骑兵满脸的怒色 咬牙道 你看不到我妹妹的情况 正在逐渐好转吗 还齐大师 我看就是个江湖骗子 怕孙先生真的治好了我小妹 你没办法继续在我父亲面前招摇撞骗骗吗 你立刻给我滚出去 要是再敢打扰孙先生 我就把你的双腿打断 让你自己爬到医院去 我小妹的命比你金贵了一百倍 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 我拿你全家来陪葬 第五十三天上吊美女 齐等贤冷着一张脸 没有说话 黄文朗咳嗽了一声 说道 齐大师 齐等贤道 黄释手 你信不信我刚刚说的话 黄文朗很想说自己相信 可杰克 孙明显让黄情歌的情况有所改善 这让他无法违心说出这样的话来 齐等贤 你有几斤几两 我很清楚 你骗得了黄释手 可骗不了我 你如果真的有这个本事 还用当一个无权无势也无钱的预警 现在孙先生的名声想撤米国 一次治疗费用都要十万米金 你若真的比他有本事 会混到这种地步 用一些小手段欺骗了黄释手 就敢到处招摇撞骗 口出狂言 真是可耻可笑 徐耀学很不客气地说道 满脸的嫌疑 他是打心眼里 看不起其等贤这种废物 并且 他也从玉小龙和龙亚男口中 了解了这个男人 杰克孙也是不由笑了笑 不懈地说道 徐小姐不必理会这种小人 黄小姐的病 我完全可以搞定 徐耀学对着其等贤一台下巴 冷笑着道 你听到了 黄骑兵黑着脸道 还不赶紧滚出去 你这个小丑 其等贤皱了皱眉 然后略微耸间 道 行 你们要拿人命开玩笑 我也不阻止出了事之后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其大师 我知道你本事不错 可是 谨言慎行的道理 你也应该懂得 黄文朗都忍不住开口了 语气有些难听 黄骑兵怒道 你这个废物 还敢诅咒我妹妹 来人 给我拖出去 打断他的双腿 黄文朗却是一白手 阻止了黄骑兵 冷冷道 来者是客 不要太无礼 其大师 你走吧 这件事 我不追究你责任 其等贤吃笑了一声 转身就走 爸 你看看 你找的是个什么垃圾 这种江湖骗子 就应该打绝 免得他们出来到处害人 黄骑兵一一不饶地说道 在华国 还是骗子太多 像这种人 在我们米国 根本混不下去 杰克 孙朝弄地说了一句 黄文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孙先生 请继续为我女儿治疗吧 他心里也不由 对其等贤有些失望 看来 上次的事情 多半是误打误撞吧 回头 得跟孙清玄好好说一说了 免得他继续被蒙在鼓里 其等贤慢慢悠悠 从房间里走出来 他做人做事 向来率性而为 既然大家都不相信 那就懒得管了 虽然黄情歌 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但不让他救 又有什么办法 呸 你这个骗子 我们家小姐都这么可怜了 你居然还想拿他来作文 真要出了什么事 你的良心不会受到谴责吗 是守家的庸人 在看到其等贤出来之后 都不由对他狠狠唾气一番 也是世守大人宽宏大量 不然的话 你这个骗子 肯定要被关进大牢里 让你牢底坐穿 你这种骗子 做人都不配 齐等贤对这些辱骂 都是充耳不闻 依旧保持着自己的节奏 不慌不忙地走下楼 房间当中 杰克 孙在齐等贤走后 继续用刚才的方法来 催眠黄情歌 让他在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当中 接受自己的潜意识灌输 孙先生不愧是在 米国研究心理学 这么多年的专家 果然是有两把刷子的 我看小妹的情况 正在不断变好当中 黄骑斌高兴道 黄情歌虽然是半梦半醒的状态 黄文朗看到这一幕 也是心情好了不少 微微点头 对着徐耀雪小声笑道 徐总真是有心了 特意从米国 为我女儿请来这样的专家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回报了 徐耀雪听到这话 心中不由一喜 只要杰克 能够治好黄情歌 那么 自己也就好像黄文朗开口了 黄骑斌心想 回头一定要好好收拾起 等贤这个江湖骗子 真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居然骗到自己父亲的头上来了 还敢诅咒自己的妹妹 堕落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曾经是堂堂的齐家大少爷 现在却沦落到 要当江湖骗子的地步 徐耀雪心里想着 越发不屑 难怪与小龙会看不上这样的男人 没有背景 或许只是其一 更重要的是 没有本事 还喜欢装模作样 秦歌 你妈妈也不愿意看到你这个模样 她肯定希望你早点好起来 回归自己的正常生活 不要老是活在过去的阴影里 杰克 孙继续引导着黄情歌 说到了重点上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 黄情歌的双眼猛然睁开了 惊恐无比地看着杰克 孙 杰克 孙也不由大吃一惊 从刚才到现在的催眠都很顺利 可以说 一切都顺理成 但为什么 黄情歌会突然惊醒过来 他诊治了不少心理病患者 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按理来说 在这样的状态当中 黄情歌是需要被强大的外力介入 或者是潜意识当中产生剧烈的冲突 他才会突然惊醒 怎么回事 杰克 孙心中惊讶 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黄情歌间叫了一声 一巴掌甩在杰克 孙的脸上 尖利的指甲 狠狠在他脸上 划拉出好几道深深的血痕来 小妹 黄奇兵不由一惊 急忙上前 想要抱住黄情歌 不让他乱动 黄情歌却是敏捷无比一下躲了开来 迅速跑到了窗户边上 把窗帘一把扯开 直接就是纵身一跃 情歌 黄文朗嘴里发出绝望的叫声来 双膝喷一声 跪倒在了地上 黄情歌直接撞破了窗户 身体从六米多高的二楼窗口当中落下 他这种身体摊开的自由落体 一旦摔到地上 肯定是必死无疑的 内脏都会被摔破 啊 徐耀雪和杰克 孙两人的嘴里 也不由发出惊呼来 显然没有料到 黄情歌会突然跳楼自杀 妈妈 我来找你了 对不起 那天我不应该和你吵架的黄情歌人在空中 眼泪流淌下 心中有一种即将解脱的感觉 七等闲这个时候 恰巧慢悠悠走到门口来 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 抬头一看 就见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天上不会掉馅饼 但似乎会掉美女 他双脚站定 不叮不扒 两手抬了起来 右手一伸 轻飘飘的 仿佛是要去摸孔雀的尾巴 显得小心翼翼 第五十四一个小时 七等闲的手 已经触及到了黄情歌在空中的身体 五指一扣 捏住了他的肩膀 紧接着 他顺步往前一进 而后身体转了半个圈 把黄情歌一下揽入怀中 轻松抱住 巨大的冲击力 让他的身体不由往下一顿 不过他毫不停顿 往前又是顺步 身体旋转 化解落地的力道 九十多斤重 从六米多高空落下的黄情歌 因为齐等闲 而避免了香消玉允的下场 美女 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 非要跳楼 齐等闲笑着问道 黄情歌一愣 傻傻地看着齐等闲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然后 他开始沮丧起来 为什么自己还活着 为什么自己还没死 他只不过是想要求个解脱而已 为什么连这都做不到 这个时候 黄其兵的脑袋 从窗户当中探了出来 看到齐等闲正抱着黄情歌 不由吃了一惊 然后大喜 道 太好了 黄文朗听到这句话之后 不由一愣 怒火冲天起来 女儿跳楼了 儿子居然这么说话 爸 齐等闲在下面 把小妹给接住了 小妹没事 黄其兵惊喜地说道 什么 黄文朗一愣 急忙跑过来 探头一看 果然看到齐等闲 正抱着黄情歌站在下面 呼 黄文朗呼出 一口尝起来 双腿发软 直接坐倒在了地上 徐耀雪和杰克 孙两人的面色都苍白无比 听到黄情歌没事之后 也不由松了口气 回家去吧 我也得回家了 齐等闲随手把黄情歌放了下来 淡淡地说道 黄其兵等人火速跑下楼来 看到齐等闲设下了黄情歌 正准备离开大院 不由心急如焚 齐大师 齐大师 且慢 黄其兵跑了上来 满脸堆笑 怎么 要来打断我的双腿 齐等闲挑了挑眉头 冷笑着说道 黄其兵愣了愣 然后谄媚地笑道 哪里敢 我刚才不是跟齐大师 开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吗 我怎么可能会这么做呢 齐等闲说道 既然这样 那就没事了 我得走了 齐大师别走 别走啊 感谢您出手救了我小妹 我心里感激不尽 但救人就到底 送佛送道西啊 齐大师 黄其兵拉着齐等闲的手臂 不让他离开 当当齐等闲说 杰克 孙的治疗方式不妥 会出大问题 果然 在之后不久就出事了 黄其兵这个时候 才真正意识到 齐等闲可不是什么江湖骗子 而是真正的大事啊 而且 寻常人等 能够轻松接下一个 从六米高空当中 摔下来的成年女性吗 想想都不可能 齐大师 别走啊 黄文朗也急匆匆跑了上来 这位尸首 现在一点一把手的模样都没有了 满脸的沮丧和尴尬 齐等闲平静道 黄尸首 刚刚让我走是你们 现在让我别走的也是你们 到底想要怎么样 对不起 对不起 刚刚都是我的不对 不过 秦哥毕竟是我的女儿 因为她 我的情绪失控了 希望你也能理解 黄文朗连忙鞠躬道歉 齐等闲看到一个尸首不顾面子 对着自己鞠躬致歉 眼神当中不由温和了一些 平静道 行 我能理解 原谅你了 我先走了 啊 父子两人都不由一愣 急忙把他拦住 别见 齐大师 刚刚都怪我们狗眼看人爹 还请您不要见怪 我小妹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请您高抬贵手 舅舅他把黄骑兵可怜巴巴的哀求道 齐大师 我是真的知道错了 请您大发慈悲 救救我女儿吧 黄文朗也道 齐等闲不由沉默 他可不是那种招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人 黄文朗咳嗽一声 说道 齐大师 请您帮这个忙 以后无论什么事情 只要我能办到的 刀山火海 我都不皱一下眉头 齐等闲嗤笑一声 然后摇了摇头 说道 行了行了 既然你都把话说到这种份上了 那我就想想办法好了 好好好 谢谢齐大师 黄文朗连连客气 齐等闲又被黄文朗和黄骑兵父子两人 请回到了府上来 刚刚还对他唾弃的庸人 这个时候 也都是连屁都不敢放了 黄尸首 真是不好意思 刚刚的情况出乎了我的意料 杰克 孙走上来 满脸尴尬地说道 孙先生 这是不怪你 小女的情况的确有些复杂 黄文朗叹了口气 说道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齐大师了 徐奥雪愣了愣 看向齐等闲 惊讶道 黄尸首 你真的准备让这个骗子 骗子 哼 荒唐 刚刚齐大师所说的哪一句话 没有应验吗 徐总 请你自重 黄文朗皱眉 沉生说道 徐奥雪直接没话说了 恨恨地咬牙看了气等闲一眼 杰克 孙则是摇了摇头 说道 我都没办法搞定的事情 他一个预警能够搞定吗 黄尸首 我建议你给我点时间 认真研究研究黄小姐的情况 我肯定能够制定一个优秀的治疗方案 如果让他胡来的话 万一使得黄小姐的病情加重 到时候 恐怕会增加工作难度 杰克 孙毕竟是专家 他的话 让黄文朗和黄骑兵 两人都不由沉默了一下 认真考虑起来 你们自己做决定 其等闲面无表情地 看着黄文朗和黄骑兵父子两人 淡淡地说道 黄文朗不由狠狠咬了咬牙 说道 先让其大侍卫小女进行治疗吧 杰克 孙听到之后 满脸的失望 然后对着其等闲不屑冷笑 说道 你只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 让你来 只不过会把病情搞得更加严重 我能治好他其等闲冷漠地道 你能治好他 你开什么玩笑 我这个米国专家 都没能搞定的事情 你一个小小狱警 赶出此狂言 杰克 孙冷笑着说道 其等闲平静道 一个小时的事情而已 杰克 孙一愣 然后大笑道 哈哈 我现在确定了 你就是个骗子 一个小时就行 你开什么玩笑 你要是做到了 让世界各地的心理学专家 把脸往哪里放 其等闲懒得理会 不过 就算是黄文朗 这个时候都觉得他有些拖大 说的话太过油不及了一点 这样好了 你要是能在一个小时内治好他 我当场给你五百万米金 杰克 孙冷冷地说道 但你要是治不好 你要给我跪下 向全世界的心理学专家认错 承认你是个无耻的骗子 我希望 黄尸手 你能为我们见证 第五十五美梦 怎么 不敢说话了 是不是看到我拿出来的赌金太大 所以被吓到了 哼 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因为你根本不可能赢得这五百万米金 更不可能一个小时内治好黄小姐 杰克 孙满脸的不屑 就这样看着其等闲 冷笑着说道 你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华国专门出你这样的骗子 其等闲平静地说道 不是 我只是觉得有一个陌生人平白无故要送给我五百万米金 有些奇怪而已 他这话一出 众人都不由愣住了 语气虽然平静 但话 却是何等的气人 简直让人有些脑衣血了多 杰克 孙冷声道 好啊 那你有本事就把我的钱给拿走好了 只要你一个小时之内 能治好黄小姐 他轻盈心理学多年了 而且治疗过无数患有各种心理疾病的患者 像黄情歌这样的 着实比较少见 而且 这样的病症往往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心血才能治好的 但其等闲却说一个小时即可 别说拿出五百万米金来当赌注了 哪怕是打死他 他都不会相信 其大师 你看 黄文朗咳嗽了一声 问道 好啊 那就照着他说得来好了 其等闲耸了耸肩 满脸的无所谓 如果我赢了 他的五百万米金 我就收下了 如果我输了 我给他跪下 承认自己是骗子 杰克 孙痴笑一声 道 可不能这么简单 你输了 除了给我跪下 承认自己是骗子之外 还要登报登新闻 把自己 是骗子的这个身份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其等闲打了个响指 啊 那就这么决定了 我立刻去给黄小姐进行治疗 黄尸首就当这个赌约的见证人吧 我们的实现 是一个小时 好 黄文朗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 徐耀雪冷冷地看着其等闲 杰克 孙都没能搞定的事情 他不相信其等闲有这个能力可以搞定 显而易见 其等闲答应得这么爽快 多半是被杰克 孙给逼到了悬崖边上 不得不硬撑着罢了 我现在要去给黄小姐治疗了 一个小时的实现 你们不要打扰我一个小时之后 我会出来其等闲平静地说道 没问题 黄文朗爽快地答应道 黄骑兵有些犹豫 毕竟让其等闲和自己妹妹 待在同一个房间里 多少有些不妥 不过 他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免得其等闲真的撂挑子走人 哼 装神弄鬼 杰克 孙冷笑 只等一个小时之后 其等闲的真面目 就再也无法掩藏了 其等闲走入了房间当中之后 把窗帘给拉了起来 看着呆若目击的黄晴哥 平静道 最近是不是经常做噩梦 梦到自己死去的母亲 而且 他在梦里还经常责怪你 所以 这才让你生出了轻生的念头 黄晴哥忍不住抬起头来 看了其等闲一眼 蓬松遭乱的头发之下 是一张憔悴的面容 怎么会 知道 太久没有说话的黄晴哥 在开口的时候 都有些磕疤 有人在暗中用邪术害你 而且 你想想也是 可怜天下父母心 有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活得好好的呢 其等闲说到这里 忍不住叹了口气 黄晴哥沉默了 默默抱着膝盖 蜷缩起身体来 看着我的眼睛 其等闲忽然开口说道 黄晴哥下意识抬头 与他对视 对视瞬间 双眼立刻出现了迷茫 佛门当中 曾有高僧给弟子进行灌顶 这种灌顶 不是传书武侠小说当中的内力 而是一种催眠 心灵催眠 通过这种催眠 传递理念 传递佛法 其等闲现在就等同于是再给黄晴哥灌顶 而且他的心灵力量之强悍 让人咋舌 一个对视的瞬间而已 就完成了对黄晴哥的催眠 睡去吧 你会再看到自己的母亲 他会对你说一些 他真正想说的话 其等闲伸手点在黄晴哥的眉心上 黄晴哥的身体往下一倒 砰的一声 栽倒在了床上 沉沉睡去 其等闲也没有再做什么动作 安安静静盘起膝盖坐在了一旁 黄晴哥熟睡着 呼吸均匀 而且 他睡得越久 气色也就越好 始终缠绕在眉宇间的一缕黑气 都在逐渐消失当中 其等闲看到这一幕 不由微微松了口气 果然 武功越高的人 气血越旺盛 阳气和正气也就越足 对这类阴煞之气 很容易克制 里面什么动静都没有 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黄骑兵在门口听着 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 这让他心急如焚 齐大师必有自己的独到手段 你不用紧张 黄文朗也很紧张 但还是在安慰着自己的儿子 他说话的时候 忍不住想起 自己与齐等闲出见时候的画面 那时候 他也是对齐等闲百般不幸 但最后 还是齐等闲出手救了他这一条命 雪要雪在一旁坐着 他倒想看看 一个小时之后 齐等闲没能搞定黄晴哥的病 又该怎么向黄文朗和黄骑兵两人交代 至于杰克 孙 他早就已经胸有成竹了 笃定了齐等闲是在里面装神弄鬼 不然的话 又怎么可能什么动静都闹不出来 那小玉井 估计跟黄小姐在大眼瞪小眼吧 他懂什么心理学 杰克 孙满心的不屑 脸上挂着冷笑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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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一个小时即将到时 黄晴哥蜷缩在床上 还在睡着 不过已经睡不得这么安稳了 他开始流泪 似乎梦到了什么 妈妈 对不起 当时我不应该任性的 黄晴哥一边流泪 一边说着梦话 齐等闲看了看时间 恰巧在一个小时的时候 站起身来 走到窗户边 唰的一声 把窗帘猛然拉开 外面 刺眼的阳光照射 到了室内当中 黄晴哥也被阳光所唤醒 他醒来时 已是满脸泪痕 一脸茫然的表情 现在 心里好受多了吧 齐等闲转头道 谢谢黄晴哥看向齐等闲 仿佛撇下了心魔一般 整个人有了一种全新不同的气质 不客气 齐等闲笑了笑 淡淡地说道 这个时候 门也被黄文朗给打开了 杰克 孙迫不及待第一个走了进来 冷笑着说道 一个小时到了 给我跪下吧 第五十六米金河利好 齐等闲一脸莫名其妙地 看着杰克 孙 惊讶道 不应该是你 乖乖把五百万米金 送到我的手上吗 杰克 孙听到这话之后 脸色顿时一黑 怒道 你想来账是吗 我看 是你想来账吧 齐等闲神色严肃地说道 黄文朗这个时候 走入房间当中 看到黄秦哥正坐在床上 不过 并非是那种抱着双腿的蜷缩模样 他不由微微一震 然后轻声道 秦哥 你好些了吗 黄秦哥抬起头来 对着黄文朗点了点头 道 爸爸 我刚刚梦到妈妈了 杰克 孙听到这话 不由猛然转过头去 大吃一惊 黄秦哥之前还自闭得很 但现在 居然跟黄文朗主动开口说话了 而且说的还是长句 而非嗯啊 哦之类的短句 妈妈他没有责怪我 而是让我好好活下去 珍惜现在的生活 保护好家庭 黄秦哥擦着眼泪说道 身体也一阵颤抖 抽抽叶叶的 小妹 妈妈不会怪你的 你是他最疼的人 他怎么会怪你呢 黄骑兵也走上前来 轻轻拍了拍黄秦哥的肩膀 七等闲对着杰克 孙怒了奴嘴 皮笑若不笑地道 你看到了 五百万米金 赶紧交出来吧 杰克 孙不敢置信地看着这幕 身体都在颤抖 这怎么可能 一个小时 把重度抑郁的黄秦哥给治好了 徐奥学也在门口看着这一幕 美眸当中满是惊讶 这个七等闲 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让黄秦哥好起来的 黄文朗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连忙对着七等闲道 齐大师 谢谢你 太感谢你了 你又解决了许多人 都无法解决的难题 真是让我无以为报啊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杰克 孙在这个时候还不相信 拦拦着说道 一定是你们联手起来欺骗我 孙先生 说话请自重 黄文朗的脸色顿时就是一黑 陈生说道 杰克 孙大声质疑道 这个世界上 绝对没有人可以一个小时之内 治愈一个中毒抑郁患者 你们一定是联手骗我 想炸我的钱 齐等闲不由吃笑一声 黄秦哥的抑郁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总是做噩梦 梦到他的母亲在责怪他 但实际上 这是有人在暗中用邪术害他 齐等闲找到原因 直接将根底解决 黄秦哥能够这么快好起来 不足为奇 你们这些卑鄙的华国人 居然用这样的方式来欺骗我这个高贵的米国人 你们就是一个骗子横行的国度 韦科学满地都是 为了骗钱不择手段 杰克 孙大喊大叫了起来 啪 黄文朗大怒 一个嘴巴子 直接抽在了杰克 孙的脸上 孙先生 你指责我们可以 但不要侮辱我们的祖国 你自己体内 流淌着的 也是炎黄子孙的血液 不要因为自己换了新的国籍 而就忘了自己的祖宗 对自己的祖国妄加匪包 黄文朗沉生道 徐奥雪见识不妙 急忙上来 也是沉生呵斥的 杰克 你说话太过分了 不要忘记你也曾是的华国人 黄文朗冷冷地道 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 我保证 你走不出中海市 杰克 孙这才意识到 这里是华国 而不是米国 这里的政府官员 可都拥有着一手遮天的能力 跟皇帝一样 要是真的 惹怒了这位尸首 自己恐怕 还真的走不出中海这座城市了 五百万米金 拿来吧你 其等闲笑盈盈地 对着杰克 孙伸出了一只手来 杰克 孙满脸沮丧地 掏出了口袋里的银行卡 将之交给其等闲 如丧考笔般说道 密码六个零 其等闲直接交给了黄骑兵 然后把自己的银行卡也给了他 道 劳烦黄公子帮个忙 把钱转到我的账户里去 他可不是傻子 万一杰克 孙离开之后 直接把银行卡给冻结了 那他可就什么都拿不到了 黄骑兵面对这位恩人 自然是二话不说 拿着银行卡 就到电脑旁边操作去了 黄释手 今天的事情真是抱歉 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口不择言 另外 祝贺黄小姐成功康复 徐耀雪有些遗憾地对着黄文朗说道 徐总太客气了 你能有这个心帮我找医生 我就很感动了黄文朗对着徐耀雪笑了笑 然后亲自送他离开黄家 其等闲拿起手机来看了一眼 发现钱已经到账了 而且五百万米金已经被转成了华国货币 其大师 米金毕竟不方便 我帮你全部换成了华国货币 总共有三千多万 你检查一下黄骑兵把银行卡还给七等闲 恭敬道 谢谢黄公子帮忙了七等闲笑了笑 说道 黄文朗请着七等闲到一旁稍作 然后跟他谈起了张氏地产的事情来 张氏地产已经卷钱跑路了 黄文朗沉声说道 我听说乔家在张氏地产当中投了好几千万 七等闲不由一愣 然后点了点头 道 是啊 我劝过他们 但他们不听劝 黄文朗笑了笑 说道 我这里给你透露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七等闲又愣了愣 这张氏地产都已经卷钱跑路了 还有什么重大利好的 张氏地产这一波圈钱跑路 只留下了一片不值钱的贷开发地皮 这里 是中海的布毛之地 在很多年前 这个地方是武警专门枪决犯人的地方 黄文朗拿出中海地图来 在上面点了点 淡淡地说道 七等闲点头 这一片地皮 张氏地产当初拿下来 只花了很少的钱不过 过了这么多年 中海的规划 都没有把这片地皮纳入其中 所以就一直荒废着 现在张氏地产跑路 这些留下来的地皮 烂尾楼 商铺之类的资产 自然而然 要由新的股东们瓜分 不过 这些不值钱的资产 可抵不回股东们的损失 张氏地产以上市再继为由 说是给内部员工们发放福利 进行增资扩股 这消息传出去 吸了一大波钱 好几亿估计都是有的 现在他们一跑路 这些出钱买股份的人 上吊的心多半都有了 我要跟你说的是 张氏地产的运气很不好 他们刚跑路 省里就召开了会议 省手先生点名中海 要对中海的这块地皮 进行重点开发 打造成大型商业特区 黄文朗的手 只到了沙仁澳 这个地名上去 第五十七天降横财 七等闲听到这里 不由沉吟了下来 倒是没有想到 这还真是福西或所依 或西服所以 张氏地产圈钱跑路 乔家这边投入了几千万进去 但张氏地产这边刚跑 省里就召开了会议 要对沙仁澳进行重点开发 如果张氏地产再熬个几天的话 说不定 马上就能从濒临破产一跃而起 再次变成中海市的香波波了 可惜 这人心总是险恶的 看到自己快要破产了 总想着倦钱跑路 完全不想着怎么运作公司 这场省里召开的会议 属于绝对机密 哎 我为什么会说到省里的会议 我刚刚没说漏什么吧 黄文朗咳嗽一声 然后诧意地说道 没有没有 刚刚黄氏手指不过是 跟我说起 沙仁澳这个地方当初是武警专门枪毙死刑犯用的七等贤笑了笑 说道 黄文朗投以赞赏的目光 他这个人做事是比较有原则的 若非是七等贤这一次救了黄情歌 而且还彻底治好了黄情歌的心病 他也不会透露出这么重要的消息 来给他更恰逢其会的是 与七等贤关系密切的乔家 在张氏地产有几千万的投入 七等贤从黄家离开之后 心里不由感慨 难怪政商不分家 有了秘密的政策照顾 想要发家致富 简直不要太简单 杀人傲这个不毛之地 人际罕至 谁能想到东海省会突然点名 要将这一片区重点开发 变成商业特区呢 七等贤呢 黄情歌这个时候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没看到人 惊讶地问道 黄文朗转过头去 却是不由更加惊讶 因为女儿彻彻底底变了 这几年来 黄情歌受困于心病 整天不出房间 头发也是什么时候想起来了 才洗一道 一个女孩子 把自己搞得拉里拉遢的 她的发丝虽然已久枯黄 但这个时候 已不再蓬松 整理得整整齐齐 梳理在脑后 用精致的发家修饰 穿得有些皱巴巴的睡衣 也换成了多年没穿过的香纳连衣长裙 停了许久的浪琴手表 再一次出现在了她的手腕上 卡蒂亚的钻石耳环 也坠在了耳垂边 脸上 是朴素的淡妆 修饰出浑然天成的甜美俏丽来 黄骑兵道 齐大师当当跟老爸 聊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黄骑哥不由狠狠皱了皱眉 然后怒道 你们也太不礼貌了吧 他救了我 而且还治好了我 怎么也得留下他来吃饭吧 黄文朗饿的一声 似乎被噎住了一样 黄骑兵也是满脸的尴尬之色 不知道说些什么 黄骑哥恨恨地跺了跺脚 道 我不管 你们要把他给我请回来 我要请他吃饭 好好感谢他 哼 秦哥 齐大师家里今天有很多事 你就不要打扰他的等你生日那天 爸爸给你好好安排 保证他也会到场 行不行 黄文朗问道 嗯 也好 生日那天 我要打扮成全场最漂亮的公主 老爸 你也一定要 给我安排的别出心才一点 黄骑哥想了想 认真道 黄文朗道 没问题 我回头就去把你大伯家的邮轮给借过来 到时候 给你在海上办生日 怎么样 黄骑哥觉得这主意不错 然后笑道 不过 七等先一定要到场 不然的话 这生日不办也罢 好好好 黄文朗连忙答应下来 黄骑哥哼了一声 转身离开了 黄骑斌咳嗽道 爸 我记得你说过 齐大师似乎是结婚了的吧 对方是乔氏集团的总裁乔秋梦 黄文朗平静道 只要你妹妹喜欢 结婚了又不是不能离 黄骑斌差点吐血 以前的老爹 可是苛刻的很的 别说气等闲这种没什么背景的人 他看不上 哪怕是一些豪门阔哨 想要追求黄骑哥 都直接被他给否决了 现在 妹妹似乎有喜欢上一个有父之父的男人的倾向 他居然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 看来 妹妹这几年自闭 让老爹的心态也跟着改变了吧 只要妹妹能开心 什么都好 齐等闲才回到云顶山庄的别墅来 就接到了李云丸打来的电话 齐四儿 真让你说中了 张氏地产集团卷钱跑路了 现在要债的人 几乎要把他们公司给挤破了 但公司里面 现在就剩下几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员工 李云丸语速很快地说道 我已经知道了齐等闲叹了口气 你等会儿 乔叔的电话打进来了 齐等闲先把李云丸的电话暂挂 然后接了乔国涛打来的电话 乔国涛叹道 等闲 给你的那份三百万股权转让书 在你手边吧 你带到家里来一下 齐等闲苦笑 说道 好的 乔叔 我这就过来 当初是我们错了 误会了你的好意啊 还请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才是乔国涛有些难过的说道 没事的乔叔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这就过来齐等闲说道 说完这话之后 齐等闲拿了那份股权转让说 就准备直接前往乔家 李云丸却在电话里道 我建议你别这么早过去 现在乔家的这些人 一肚子火没地方撒 你要是去了 难保不会被他们的怒火牵连到 齐等闲说道 那我就更要过去了 莫非让秋梦一个人 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吗 李云丸叹了口气之后 把电话给挂了 这件事 他是爱莫能助的 还得感谢齐等闲帮他避雷了 否则的话 自己恐怕也得被张绍捡那王八蛋坑去上千万的钱 等齐等闲开着灰藤急匆匆到了乔家来的时候 这里已经吵翻天了 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 一个个指着乔丘梦的鼻子在骂 骂他是骗子 让他赶紧偿还大家的血汗钱 乔丘梦也很委屈啊 他自己投入了足足两千万 再加上家里零零散散的钱 差不多有三千万 结果 现在只换来了废物一样的股权 杀人傲那块地皮 被用作合同当中抵押的主要条件 乔家这边投入的钱几乎都拿到了地皮抵押 这是要发横财啊 齐等闲了解了之后 反倒是有些惊喜了 结果 他这表情被丈母娘看在眼里 庞秀云顿时 火冒三仗了起来 一巴掌抽在齐等闲的后脑上 怒道 你个王八蛋 白眼狼 现在还幸灾乐祸上了是吧 第五十八要钱 庞仪 我没那意思啊 饶氏齐等闲是个绝世高手 但也架不住庞秀云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 让他被抽得有些猛 庞秀云黑着脸说道 是 你当初猜测张氏地产要卷钱跑路 你猜对了 我们没有相信你 但 这就是你现在幸灾乐祸的理由吗 老乔 你看看你找的女婿 咱们家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七大姑八大姨都上门讨债了 他居然还幸灾乐祸 还在笑 这样的人 还能留在家里吗 乔国涛也是脸色有些难看 道 等闲 当初没听你的 是我们的不对 齐等闲急忙解释道 乔叔 我刚当的却是笑了 可不是幸灾乐祸呀 而是咱们 要发横财了 发财 你哪里看出来要发财 现在邱梦的总裁职位都不保了 庞秀云怒吼道 乔邱梦也是转过头来 满脸失望地看着齐等闲 没想到这个关键时刻 他帮不到忙就算了 居然还添乱 齐等闲咳嗽一声 道 是这样的 杀人傲这块地 是张氏地产用来抵押的主要条件 他们跑路 这块地的大部分地皮 就落在我们的手里了呀 咱们拿到这块地 你他妈是傻子吧 新世纪那边的地才叫寸土寸金 拿到了才叫发横财 杀人傲这种不毛之地 你跟我说发财了 庞秀云大怒 我通过一个朋友得到了一点消息 这块地会被重点开发的 咱们的确是发财了齐等闲无奈地说道 你这个兔崽子 这个时候了都还敢消遣我们 庞秀云气得是连连咬牙 亲戚们听了齐等闲的话之后 都纷纷表示不屑起来 齐等闲 你当你是国家首领啊 说开发哪块地 就开发哪块地吗 你少在这练习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想骗我们 这块地要是真的值钱 张氏地产早就开发了 还会拿出来抵押吗 兴起的你这个狗东西 这个时候了 还要坑认是吧 这块地你要是喜欢 送给你当祖坟好了 亲戚们都纷纷转过枪头 指着齐等闲的鼻子一顿乱骂 乔丘梦看在眼里 不由微微愣了愣 莫非 齐等闲是要用这样的方式 转移亲戚们的注意力 好让自己不继续被骂 自己错怪他了 齐等闲也不是尼菩萨 听了这些话之后 脸色冷了冷 道 你们爱信不信 乔情宇的车 在这个时候停到了门口来 他从车里下来 直接就指责道 乔丘梦 你听信张绍杰谗言 坑害亲戚 让亲戚们损失了上千万财产 也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你 还配当这个总裁吗 你要是没有能力的话 就赶紧退位让闲 别站着毛坑不拉屎 亲戚们听到乔情宇的话之后 也都纷纷附和了起来 表示乔丘梦根本不配当这个总裁 害他们亏钱 乔丘梦满脸的委屈 他也没想到 风风光光的张氏地产 会突然跑落 乔丘梦 你今天要是不把我们 被你坑走的钱给还回来 这个总裁你就别当了 亲戚们都是大吼大叫了起来 乔国焘也是为难无比 钱是实打实 被张氏地产给卷走了 大家逼宫乔丘梦 他也找不到好的说辞 而且 他们的钱 也都投入张氏地产当中打水漂了 现在是真的拿不出钱来赔给这些亲戚了 乔丘于脸上浮现出一丝得意之色来 只要乔丘梦拿不出钱来赔给亲戚们 他就可以把乔丘梦从总裁的位置上赶下去 然后自己上位 甚至 把乔丘梦一家 整个驱逐出乔氏集团的董事会 也不是什么难题 乔丘梦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我没钱 什么 没钱 我们可被你和张绍杰坑了几千万呢 你现在跟我们说 没钱 乔丘梦 立刻把你的钱给我拿出来 一分不少的还给我们 不然今天就撕碎了你 对 不还钱 把你家都给砸了 让你明天就睡大街去 你要是拿不出钱来 那就给我到叶总会去卖 卖也要给我卖出来 亲戚们彻底怒了 各种过分的话都说出来了 口不择言 七等贤的脸色冷得有些难看 说道 你们还是一家人吗 遇到危机 应该一同齐心协力 但现在 全部为难丘梦 有意思 七大姑怒道 把钱还来 我自然不会为难他 七等贤也觉得 让这些亲戚一块发财的念头了 冷笑道 钱是吧 好 把张氏地产给你们的合同拿出来 我全部原价收购 什么 众人一听 直接愣住了 就连乔国焘和庞秀云 两人都不由傻眼 七等贤口气这么大 说要收购所有亲戚手里的合同 乔丘梦抿着嘴唇道 七等贤 你别在这里添乱了 我已经 你不要说话 接下来的事情 我来帮你处理 七等贤冷声说道 他走到了乔丘梦的身前 挡住了他 冷冷道 你们就不逼秋梦退位了 是不是只要拿出钱了 你们就不再为难他 乔丁羽昂的头道 是啊 那你把钱拿出来啊 哈哈 你一个小小的狱警 居然说要收购大家的合同 开什么玩笑 你一个月的工资 有五千块没有 这么多合同 价值起码都得两三千万 你当几辈子的狱警 都赚不来这么多钱吧 可笑可笑 没点本事 还想英雄救美 我看你就是个废物 狗熊都不配 七等贤冷傲道 我能拿出这笔钱 你们想要钱的 就别吵吵 不然小爷不高兴 一分钱也不给 亲戚们顿时都安静了下来 不管七等贤说的是真是假 他们现在可都已经没有余地了 有一点希望总是好的 他肯定没钱 这么装腔做事 只不过是想给乔丘梦解围罢了 我看也是 绝对没钱的 有钱的话 乔丘梦的态度还会这么卑微 亲戚们都低声交流着自己的想法 没有再大吵大闹 乔青宇见其等贤 居然把场面震住了 冷笑道 真是笑话 你要是拿得出 购买大家合同的这些钱来 我乔青宇当场管你叫爸爸 七等贤平静道 好啊 你说的 然后他环思一圈 大家都听到了 乔青宇是怎么说话的了 我希望他能够遵守承诺 由大家好好监督 傻逼 乔青宇听到这里 忍不住冷笑 抱着双臂冷眼旁观 在他眼里 七等贤俨然就是一个唱戏的小丑罢了 第五十九全部收购 把你们的合同都拿出来吧 我原价收购 七等贤掏出了自己的银行卡来 对着乔家的这些亲戚们说道 一个亲戚走上前来 将自己价值三百八十多万的合同 给到了七等贤的手里 七等贤二话不说 开始低头操作手机进行转账汇款 呵呵 装模作样 还真像那么回事 乔青宇满脸的冷笑 就这样静静看着七等贤表演 一旁的乔秋梦 则是忍不住有些抓狂了 这事情都闹得这么大了 七等贤却还有心思 在这里搞哗众取宠 庞秀云也是不由对着乔国涛怒声说道 你看看你招的好女婿 火烧没毛了 却还像个小丑一样上蹿下跳 乔国涛顿时有些语色 七等贤这样的做法 让他也跟着面上无光 毕竟是他力排众议 把七等贤给引入乔家 而且和乔秋梦结婚的 丁 这个亲戚的手机响了一声 他抓起手机一看 不由惊喜 三百八十万已经到账了 七等贤让他再转让协议上签字 然后挥了挥手 说道 下一个 谢谢了 这个亲戚高兴的说道 亲戚们一看七等贤 真的有钱 收购他们手里这些废物合同 一个个当即挥舞 七手里的合同冲了上来 把他团团围住 乔青宇愣了愣 三百八十万 七等贤说拿就能拿得出来 他不是一个预警吗 怎么可能会这么有钱呢 乔秋梦一家三口也不由愣了 心里直插一七等贤 是从哪里弄来的钱 乔青宇 你该兑现承诺了 七等贤对着乔青宇淡淡的说道 你只收购了一份合同而已 还有剩下的两三千万合同没处理 乔青宇冷亨 依旧不屑 一个亲戚拿出了一份价值八百多万的合同来 让七等贤把钱给他 刚刚你骂秋梦骂得最凶 你这份合同 我不是很享受 你要是想跟我交易 前提必须给秋梦道歉 七等贤冷冷地说道 这个亲戚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七等贤已经转过头去 处理了另外一名亲戚的合同 这一份合同也不小 五百多万 叮的一声 转账到户 他看到这一幕之后 只能咬了咬牙 转头对乔秋梦道 秋梦 对不起 刚刚是我说话有些过分了 还请你不要见怪 乔秋梦愣了愣 没有想到高傲的七大姑 居然会给自己道歉 刚准备回应一声 对方却已经转过身去 对着七等贤怒吼 我已经道歉了 你要是拿不出钱来收购我这份合同 我让你全家不得安宁 七等贤也知道 让这种人心服口服去道歉是不可能的 不过 让对方有个口头上的认怂也差不多了 接过合同之后 让他签了转让协议 然后直接汇款820万过去 到账了 到账了 800万20万 一分钱没少 哈哈 这次被张氏地产给坑了 但没想到 居然有个傻逼 愿意收购我的合同 亏得不是我 我先走了 你们继续吧 有个傻逼愿意拿钱出来 买咱们的合同 真不错 他拿到钱后 转身就走 还不忘嘲讽七等贤是个傻逼 乔国涛看不下去了 走上来 咳嗽一声 说道 等贤 这笔钱是我们欠下的 你不用拿着自己的钱来偿还 我们会想办法的 而且 杀人傲那块地 根本不值一文 你收购这些合同 等同于是把自己的钱 拿出来打水漂啊 七等贤摇了摇头 对着乔国掏笑道 乔叔 我已经说了 这杀人傲的地皮 肯定会升值的 他们不信也就罢了 到时候来求我把地皮还给他们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现在低价收购 等同于是天降横财 你可不要阻拦 我发财啊 而且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他们为难你们 我不会坐视不理 庞秀云也急忙说道 就是啊 老乔 人家 七等贤现在有钱 能够帮我们解决麻烦 你不要在一旁干扰了 说完这话之后 七等贤又继续收购合同 乔丘梦看着这一幕 有些说不出话来 他一向非常认可的张绍杰 居然直接卷款跑路了 最后 是他最看不起的七等贤站出来 为一家人解决麻烦 这让他不由有些怀疑 自己更于开合 吃饭那天喝醉了 到底是谁救了自己 真的是张绍杰吗 他卷款跑路的人品 让乔丘梦现在有些不敢相信 是七等贤吗 但闺蜜李云婉 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他了 是张绍杰救的他 乔丘梦看着七等贤 来者不拒地收购着亲戚们的合同 脸色不由越发地黑了起来 乔丘梦 今天算你运气好 乔丘梦心里冷哼一声 想要默默离开 七等贤却是看到了这一幕 不过 他也懒得说话 全装作没看到好了 就算乔丘梦不走 最后也肯定会找到一系列赖账的理由 七等贤从杰克 孙那里迎来的五百万米金 还没捂热乎 就全部花了出去 乔家亲戚的所有合同 都落到了他的手里来 亲戚们在得到了钱款之后 一个个眉开眼笑了起来 连连夸赞乔国焘 找了一个好女婿 等到亲戚们走了之后 庞秀云这才笑呵呵地走上来 说道 等贤啊 我们家里还有三千多万的合同呢 要不 你也一块收购了吧 七等贤愣了愣 没来得及说话 一旁的乔国焘就呵斥道 秀云 等贤帮我们解决麻烦 已经亏了这么多钱了 你怎么还忍心坑他 是他自己说的 地皮会生指的 庞秀云忍不住撇了撇嘴 然后说道 我这是在帮他发财 看到乔国焘真的有些怒火中烧 庞秀云也不敢再说下去 只能在心里付肥几句 无奈地走到了一旁 乔国焘对着齐等贤叹了口气 道 我们当初没有听你的 是我们的不对 现在又要让你来帮我们解决麻烦 真是太过意不去了 乔叔不必客气 其实 这一次 你们也是因祸得福了 再过一阵 你们就会知道 手里握着的杀人奥这块地皮 有多值钱了 齐等贤微笑道 庞秀云急忙道 你听到了吧 赶紧把所有合同拿出来 让他一块收购了 乔丘梦也觉得 这样太过和柴瞧了 咳嗽一声 道 妈 这件事就算了吧 那三千多万的合同 我们自己握着说不定 真的像他说的一样 有升值的空间呢 杀人奥有个屁的升值空间 庞秀云气得翻了一个白眼 齐等贤有些无奈 刚刚 可是黄文朗 这位释手亲口对他说的 杀人奥这一片 将被开发为商业区 那地皮价值 必然会寸土寸金 第六十万宴 庞秀云还是想让齐等贤 收购了乔丘梦手里的合同 把那三千多万给补偿回来 庞移 我收购了亲戚们的合同 手里已经没钱了 齐等贤无奈 亮出手机来给他看存款余额 庞秀云一看 顿时气得翻了个白眼 说道 你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 有这么多钱 也不知道先给家里 齐等贤无语 对庞秀云这种过河拆桥的做法有些不满 但也不好说什么 能让各路凶神恶杀的二当家 也唯有在乔家这里 能稍微受点气了 齐等贤 你这次帮我过了难关 我会记下来的 到时候 我会把钱还给你乔丘梦 对齐等贤冷着脸说道 好齐等贤耸耸了耸肩 乔丘梦要划清界限 他也懒得多说 你不要觉得自己帮了我这一次 我就会对你感动得以身相许 那不可能的 乔丘梦冷声道 齐等贤歪了歪脑袋 觉得乔丘梦明显是想多了 他可没有这种邪恩图报的想法 毕竟 杀人傲的地皮生殖 是摆在眼前的事情 有钱不赚 那不是傻子吗 而且 还能顺带着给乔家解决麻烦 一举两得罢了 乔国焘对齐等贤的这笔钱心有余虑 但齐等贤告诉他 来路很正 让他放心 多半是离开齐家之前攒起来的老破本吧 以后想办法还他就是 乔丘梦心里想着 态度依旧很是傲娇 乔国焘在这个时候 接到了一个消息 转头就对着乔丘梦说道 乔梦 今晚像是集团要举办一场晚宴 你带着等贤一块去 也让他有机会见见世面 看看中海的顶尖人物们 乔丘梦点了点头 然后对齐等贤告诫道 不要丢我的脸就行 齐等贤无语 实际上 这场晚宴 是向市集团临时开办的 因为 大名鼎鼎的来自华尔街的两位金融专家 来到了向市集团 这两位专家 正是齐等贤通过古兴司机请来的 向东勤为了表示尊重 立马就安排了这场晚宴 邀请名流们前来参加 同时 也要以这两位专家的名声 震慑一下虎视眈眈的虎门集团 这两位金融专家 正好是夫妇 而且 男的姓史密斯 于是 便被誉为金融界的史密斯夫妇 到了向市集团旗下的蓝天大酒店来 乔丘梦出示自己乔市集团总裁的工作证之后 带着齐等贤进入了会场当中 梦梦 你可算是来了 今天来了好多大人物呢 李云婉出现 一身火红色的礼服 把身材衬托得非常娇好 云婉 你比我来得早 乔丘梦不由微笑着道 现场果然有很多大人物 不过 这场晚宴筹备仓促 一些外省的大佬都没能赶来 否则的话 现场肯定会更为热闹 群星璀璨 因为没有礼服的原因 所以齐等贤穿的是乔国涛的 这身西装穿在身上 显得有些过于修身了 让他看上去有点窘迫 李云婉看到这模样的齐等贤 不由扑斥一笑 说道 梦梦你也真是的 不知道给他买一套合身点的衣服呢 临时接到向市集团的信息 哪里有时间准备 乔丘梦淡淡地说道 李云婉心里却是高兴的 如果乔丘梦真的有心 完全可以抽时间 带着齐等贤到商场去买一套新的西装 可见 两人之间的关系 还是那么的不融洽 齐等贤没吃晚饭 看到长桌上摆放着的大堆精美食物 立刻就走了上去 拿起盘子开吃 饿死鬼头太一样 真是丢人 乔丘梦忍不住摇了摇头 有些后悔答应父亲 把齐等贤带到向市集团的晚宴上来见世面了 王虎也在这个时候登场了 他一出现 周围的名流立刻围拢了上去 纷纷给他问好 王虎哈哈大笑着 跟众人逐个握手 显得潇洒自如 风度翩翩 乔丘梦有些羡慕地看着王虎 道 虎门集团 也是咱们中海市数一数二的大集团了 也不知道 咱们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么大 李云晚看出乔丘梦眼神当中的羡慕 心中不有好笑 这是抱着金砖 去羡慕人家的破碗呢 王虎的堂帝王豹 可是被齐等贤好一顿收拾来着 而且 以齐等贤的背景 多半是真的不惧虎门集团分毫 甚至对龙门这个庞然大物 都没有任何的敬畏 梦梦 那不是林婉秋吗 李云晚忽然伸手指向一个女人 问道 嗯 真的是她 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她摇身一变 成为了大明星乔丘梦 看向那个星光璀璨的女人 感叹道 李云晚笑道 你们乔氏集团 不是一直想找一个代言人吗 我看她就不错 以前跟咱们又是同学关系 你跟她开口 她多半不会拒绝的 乔丘梦就到 好 那我去试试看 看到乔丘梦之后 林婉秋略微的诧异 然后跟她打了招呼 两人一番闲聊后 乔丘梦才说道 婉秋 我们乔氏集团 正好缺一个形象代言人 我觉得 你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林婉秋惊讶到 是吗 那还真是我的荣幸呢 乔丘梦听后不由惊喜 没想到林婉秋 居然这么快就答应了 林婉秋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一线明星 找她拍广告稿代言的商家 如同过江之际 如果乔氏集团 能够与她签约代言 那么集团的形象和地位 无疑会得到一个飞跃性的提升 果然是老同学 念旧情的 乔丘梦心想 脸上绽放出笑容来 林婉秋问道 什么时候签约 乔丘梦说道 我这就让人安排合同吧 她打了个电话回到公司 让人拟出合同 安排妥当之后 对着林婉秋笑道 婉秋 已经搞定了 你看什么时候跟我去签合同 谈谈价格 林婉秋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却是不由哈哈大笑了起来 深深看着乔丘梦 缓缓道 乔丘梦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要跟你们乔氏集团签合同 当你们的代言人吧 乔丘梦狠狠一愣 你也不撒泡尿罩罩自己 看看你们乔氏集团那点价值 让我拍广告的 可都是耐克 康师傅 戴尔这些顶尖企业 你觉得你配吗 跟你开个玩笑 没想到你还当真了 真是可笑 我这样的咖位 你们乔氏集团配得上我 第61戏弄 乔丘梦脑子一蒙 难看到 我以为你念在同学的情分上 同学 谁跟你是同学了 跟你这种人当同学 我都觉得是一种耻辱 听说 你最近嫁给了一个小玉景 哈哈 没想到当初在学校里 高高在上的校花 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步 乔丘梦憋屈道 你不愿意就不愿意 有必要故意耍我 甚至说这些奚落我的话 林婉秋冷哼一声 莫然道 我现在已经是一线明星了 炙手可热 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说这些话 还想让我来给你们代言 我的代言费 你拿得出来吗 再说 给你们集团代言 那是降低我的身价和咖位 一旁的李云婉 听到这些话 也有些忍不住目火了 沉声道 林婉秋 你过分了 红了以后就膨胀了是吗 连老同学都要欺负 林婉秋痴笑一声 道 我就欺负他怎么了 他没本事 不活该被我欺负吗 有本事 他就像总一样牛逼啊 那我马上跪舔他 七等闲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一旁走了过来 手里端着餐盘 淡淡道 你跪舔秋梦 还真的不配 你就是那个狱警 还真是人如其名 等闲之辈 哦 或者说 这都不如 简直就是个废物 看看你的衣品 真是让人不想吐槽 来参加这么盛大的宴会 居然穿得跟个叫花子一样 乔氏集团是不是要破产了呀 乔秋梦连给你买一套 和身礼服的钱都没有了呀 我念在我和乔秋梦 当年是老同学的情分上 你给我跪下来 把我的鞋子舔干净 我大发慈悲 送你一套 林婉秋看到其等闲过来之后 抱着双臂 冷笑着开口 满脸的不屑和厌恶 林婉秋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说道 大家过来看看 乔氏集团的总裁 现场乞讨 说是要我念在当年老同学的情分上 让我免费给他代言 有这样的人吗 众人听到这话之后 看向乔秋梦的眼神 都带起了几分不屑 大家都是从伤的人 彼此之间人情往来是正常的 但动不动就要白嫖 人家 着实有些让人厌恶和看不起 乔秋梦慌忙解释道 我没有说免费 我说价格可以谈的 乔氏集团 什么垃圾企业 听都没听过 别是什么野鸡公司吧 现在连野鸡公司都可以成立集团了 一个市值不过几个亿的小公司吧 在房地产上零敲碎打 连带着搞一些小实业 没什么名气的 哈哈 林小姐可是给耐克 戴尔之类的公司拍广告的一线红人 给乔氏集团这种垃圾企业代言 不是自降身份吗 更好笑的是 这乔秋梦居然还要求林小姐免费代言 她的脸有多大 他们分明不把乔秋梦的话给放在耳朵里 都纷纷嘲笑起乔氏集团的不自量力起来 乔秋梦满脸通红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林婉秋看着乔秋梦窘迫的模样 不由得溢了起来 把这位曾经的笑话踩在脚下 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啊 你们看看 乔氏集团这熊酸样 还想请林小姐代言 你看她老公穿得跟乞丐一样 衣服这么紧巴巴的 还来参加宴会 打肿脸充胖子吗 哈哈 听说乔秋梦嫁给了一个小预警 我还不是很相信呢 但现在看来 此言不虚 乔秋梦还真是抠嗦啊 连给自己老公买衣服的钱都不愿意出 难怪想要白嫖人家林小姐 不要脸的东西 乔秋梦没有想到 七等贤的衣服会成为这些人攻击自己的理由 林婉秋转眸看向七等贤 笑音音地道 你要不要跪下来给我舔鞋子 我会为你选一套名牌西装的 阿玛尼怎么样 七等贤转过了头来 对着林婉秋认真道 你必须为你的言行而负责 立刻给邱梦道歉 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这个死穷酸 要我给乔秋梦这个见人道歉 他配吗 我怕我给他道歉了之后 他折瘦五十年 到时候 你恐怕就要打光棍了呢 真是可笑 一个小预警 要让我给人道歉 林婉秋放肆地大笑了起来 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乔秋梦咬牙道 林婉秋 你够了 你羞辱我们 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林婉秋耸了耸肩 摇头道 没好处啊 但我开心啊 不行吗 因为 看到你这种傻逼 出现在这种级别的宴会上 让我感觉到不爽 乔秋梦猛然转身 大步往宴会厅外走去 留下来 也不过是被人羞辱 和不走得洒脱一些 等来日有了底气 再狠狠报复回来就是 梦梦 李云婉急忙上前 想要宽慰他 你不必安慰我 我先回去冷静冷静 放心 这点折辱对我来说 不算什么乔秋梦红着眼圈说道 牙齿把嘴唇都给咬破了 李云婉无奈地停下脚步来 目送的乔秋梦离开这里 乔秋梦转过头来 对着七等贤道 你走不走 啊 我还没吃饱那七等贤 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若有所思地说道 乔秋梦语色 狠狠点了下头 转身就走 再不犹豫 他想提醒七等贤 不要留在这里自取其辱 但想不到七等贤像个 酒囊饭袋一样 居然说他没吃饱 想吃完再走 哈哈哈哈 妈的 这哥们也太搞笑了 哪里来的香巴佬啊 来宴会上混吃混喝的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香巴佬 太逗了 跟乔秋梦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凑成一对 还真是般配啊 真是奇葩年年有 今天特别多 真有人到这种级别 和规格上的宴会 来混吃混喝呗 七等贤的话 再一次受到了各阶层 精英人士的嘲弄 七等贤却是依旧 慢条丝里捏起 一块烤肉送进自己嘴里 对着李云婉道 刚刚他答应了秋梦 要签代言的吧 是 不过他是故意耍人丸的 李云婉愣了一下 然后微微点头 叹息着说道 我耍他 那是他活该 他应该认识清楚 我们之间的身份差距 这种垃圾 还想要我代言 给我擦鞋 他都不配 林婉秋一脸的高傲 七等贤吞下嘴里的烤肉 然后缓缓地说道 这样好了 我给你个机会 乖乖到乔氏集团 去把代言的合同给签了 然后老老实实给秋梦道歉 第六十二什么后果 李云婉看到七等贤这模样 就知道这次准备犯魂了 急忙拉住了他 喂 你别乱来啊 这可是像东晴 为了欢迎贵客才举办的晚宴 你在这里闹事 不要命了 李云婉沉声说道 虽然他也很清楚 住得起云顶山庄的七等贤 肯定有点背景 但像是集团在中海 可是龙头企业 太出名了 七等贤没有理会李云婉的话 默默吃完了餐盘里的东西 把盘子放到一旁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无脑的话来 这个人疯了吧 居然敢威胁林小姐 傻逼吧 乔氏集团那点资产 恐怕还不如林小姐自己赚得多 他还逼着林小姐去搞代言 脑子有问题 敢在像是集团举办的晚宴上 威胁贵宾 真是生怕害不死乔氏集团一样呢 林小姐可是由黑龙商会的赵会长 一手扶持起来的人 他敢用黑道手段来威胁林小姐 林小姐回头 就能教他怎么做人 大家把七等贤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一个个都是忍不住吃笑了起来 觉得七等贤脑子坏了 七等贤平静地拿起湿纸巾擦了擦手 然后认真道 我要你履行刚才的诺言 老老实实把合作的合同签了 林婉秋直接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道 你是不是比乔秋梦更傻逼的傻逼 傻逼他妈给傻逼开门 傻逼到家了 我就不履行承诺 你能怎么样 你想威胁我 那我劝你威胁我之前 好好调查调查我的背景是谁 李云婉抿着嘴唇 轻轻拉了一下七等贤 道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要是你真在宴会上犯魂 向东勤肯定不会放过你和乔氏集团的你 未必会怕 但向市集团要搞垮乔氏集团 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而已 七等贤摆了摆手 说道 向东勤不能把我怎么样的 他现在还得靠我帮他 扑 这话一出 好多人嘴里的香槟都直接喷了出来 我他妈耳朵一定出问题了 像总身家百亿的大人物 需要一个小玉井来帮他 哈哈 天鹅圈子混进了一只爱吹牛逼的癞蛤蟆 还真是太好玩了 得感谢乔秋梦今晚带来了他的老公 带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欢乐 真不知道吹这种牛逼有什么意思 除了增加笑料之外 还有什么好处吗 乔秋梦眼瞎了 看上这样一个男人 这种酒囊饭带 窝囊废 只会说大话的废物 要是想跟我搭讪 我都能一巴掌把他甩死 李云丸也是目瞪口呆 这期等贤说起话来 还真是不把人吓死不罢休啊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了 林婉秋呵呵一笑 道 像总得让你来帮他 让你帮他提鞋 还是帮他擦公司马桶 其等贤没有理会 自顾自地说道 现在你有两条路选 一是按我说的做 二是继续像得跳梁小丑一样 逼逼赖赖 林婉秋摇了摇头 道 你觉得可能吗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这么说话 我给你机会 在我的面前说这么多话 都已经是你祖上烧高香得来的荣幸 现在 你的废话说完了 轮到我给你开条件了 你不是很能吃吗 我要你把这整头烤乳猪都吃干净 连骨头都不能剩一点 然后 像条狗一样 从这里爬出去 以免降低了这场宴会的格调 否则的话 我会动用自己的所有人脉 来对乔氏集团进行围剿 让他在三天之内彻底破产 林婉秋盯着齐等贤 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来 周围的名流们 也都是不由发笑 林婉秋的确是有这个实力的 身为一线当红大明星 认识的大老板可不守 而且 他背后本来就有黑龙商会这样的牛逼势力 要搞垮乔氏集团 只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罢了 这个齐等贤 现在估计后悔死了 口无遮拦胡乱口嗨 把林小姐给彻底惹毛了 林小姐这样的大明星 一般的企业家都不敢得罪他 一个小小的乔氏集团 在他面前装逼 不是明摆着送人头吗 刚刚乔丘梦只不过是丢了一点面子 现在可是要丢李子喽 我估计 乔丘梦在现场的话 连谋杀亲父的心恐怕都有了 齐等贤听完林婉秋的这些话 不由轻轻挑了挑眉头 然后笑了起来 喂 小玉景 我要是你 就赶紧按照林小姐说的做 小玉景刚刚吃的不是很欢快吗 赶紧的 把这头烤猪吃干净 然后爬出去吧 林小姐真是善解人意 这只不过是一头二十来斤的乳猪而已 你使劲撑一撑 再催吐两下 多半还是有机会的吗 林婉秋抱着双臂 高傲地看着齐等贤 仿佛在看着一只蝼蚁一样 齐等贤过了片刻 才笑道 没商量 没商量 你今天要是不撑死在这 恐怕走不出这扇门 林婉秋神色冷力地说道 哦 我好怕 齐等贤点了点头 周围的人都不由笑了 现在才知道怕 是不是晚了一点啊 李云婉不由暗自捏了一把汗 现在齐等贤可是骑虎难下了 婉秋 算了吧 你跟邱孟毕竟是老同学 让他难堪就已经够了 何必的礼不饶人 李云婉上前 劝了一句 滚 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来劝我 林婉秋神色一冷 抬手一个巴掌 直接抽在李云婉的脸上 李云婉捂着脸颊退了两步 满脸的不敢置信 没想到林婉秋居然出手打他 齐等贤伸手扶住李云婉的后背 脸上的笑容收敛 整个人的气质都变得冰冷了起来 缓缓道 你最好道歉 然后让我朋友把这个耳光还回去 否则的话 今天走不出这扇门的人会是你 林婉秋一愣 然后不屑地笑道 小废物只会打嘴炮 大话说了一堆 也没见你能怎么样 你要搞清楚 这是像是集团 像东晴女士举办的晚宴 更要搞清楚 我现在是像是集团的长期合作伙伴 像是集团的很多项目 都要由我来拍广告代言 我就算让他打我 你觉得他敢吗 或者说 你知道在这里动了我 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吗 李云婉对着齐等贤摇了摇头 显然 他不想事情再闹大了 可齐等贤是什么人 他可不惯着林婉秋 一步上来 一个大嘴巴子 结结实实落在林婉秋的脸上 来 告诉我 有什么后果 齐等贤这一巴掌 直接把林婉秋抽倒在了地上 第六十三项云 像是集团举办的晚宴上 林婉秋这个刚跟像是集团 达成一系列合作的 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星 被齐等贤一个耳光抽倒 这一记耳光 不亚于朗朗晴空时 突然出现了一声雷震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震撼 一个个目瞪口呆 说不出话来 李云婉也是满脸的麻木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自己这个当事人 都要忍气吞声了 但齐等贤偏偏不惯着林婉秋 这个家伙多半是死定了的 敢动林小姐 哪怕今天像是集团不收拾他 黑龙商会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一些人回过神来 语气变得非常的戏血 毕竟林婉秋的身份 可是摆在这里的 七等贤一个无权无视的小玉警 只不过仰仗着区区一个乔氏集团 就敢如此猖獗 说不好听一点 那就是纯粹在做死了 林婉秋捂着自己的脸颊 情绪激动的怒吼道 你敢打我 你居然敢打我 你知不知道 从小到大 我的父母都没有打过我 我现在是当红一线明星 你居然敢打我 我要让你身败名裂 要让乔氏集团破产 跟你有关的任何人 都会因为你的鲁莽而跟着倒霉 我要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七等贤听了这些话后 嘴角不由带起一丝不懈的笑容 说道 就凭你 还真的不配啊 林婉秋二话不说 掏出手机来 就拨通了一个电话 哀怨地道 向副总 我在你们的晚宴上被人打了 你快过来为我主持公道啊 林小姐这个电话 是打给执行副总裁向云的 向云可是向总的远亲堂弟 在公司里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众所周知 向副总是林小姐的粉丝 狠捧林小姐的 还专门为了看她的电影包场 是啊 林小姐就是向副总签下来的 而且 向副总可不是个好惹的人 嗯 我听说过 有一次向副总跟一个西晋省来的梅老板 发生了冲突 最后 这个梅老板 是断着两条腿 爬上飞机回的西晋省 向云的名声 大家都听说过 毕竟是向市集团的执行副总裁 在整个集团当中 还是很有权威的 而且 他是林婉秋的粉丝 对林婉秋很是追捧 得罪了林婉秋 把他惹来 那便是找死 糟糕 这个向云是真的不好招惹的 典型的二世祖做派 下其手来肆无忌惮 我看 我们还是先走 暂避风芒再说 李云婉拉住齐等贤的衣袖 低声说道 急什么 难道就让你被这个贱人 白白打了一巴掌 齐等贤说道 他可是找来了像副总啊 李云婉有些心虚地道 副总裁有什么稀奇的 我还是副部长呢 齐等贤满脸不屑地道 李云婉无语 你一个安全部的副部长 跟执行副总裁 那在一个级别上吗 林婉秋宁笑着说道 现在想跑 你们觉得 天底下有这样的好事吗 就算你们跑得掉今天 也跑不过明天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你能跑 乔氏集团能跑吗 我要让乔氏集团破产 只不过是一句话的问题而已 齐等贤反问道 傻逼吧你 谁说我要跑了 我等着你叫人来收拾我 你今天要是能让人把我踩死 那你想把我搓扁柔圆什么的都随便 当然 如果你踩不死我 那不好意思了 你今天必须得给云婉道歉 然后再去给邱孟道歉 老老实实把合同签了 而且 要如你之前所说 免费 齐等贤的口气 是真的不小 一副任林婉秋去搬救兵的模样 一个小玉京 居然有这么大的口气 也不知道是谁给了他这样的勇气 小玉京就这么猖狂了 如果让他当了典狱长什么的 那他还不得上天 怕不是要有国家首领的做派了 哈哈 林小姐发怒起来 我都要退避三社 一个玉京却这么不知好歹 那看来 我这上一身家 还不如捐了 直接去当玉京算了 大家听到齐等贤的这番话 都是忍不住发笑起来 玉京 算是公务系统当中的底层人员了 监狱那种地方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 就属于脏 乱 差的存在 脏屋奈构 里面的人没一个好东西 而且 当玉京也注定没什么前途 顶天就往玉长方向升一升 主管的事情也只能是监狱里的 影响力太有限了 向副总来了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众人转头看去 就看到了向云 向云一身白色的西装 脚上也是白色的皮鞋 戴着金丝眼镜 整个人显得风度翩翩 正向着这个地方缓缓走来 向副总 你可算是来了 这里有个小鳖三在上蹿下跳 甚至欺负林小姐 简直不知死活 向副总出手 肯定是能够轻松解决问题的 大家坐等兴棋棋的 被弄死就好了 大家看到向云登场 都是觉得大局已定 其等闲再无活路 林婉秋捂着自己红肿的脸颊 一下跑到了向云的身旁来 委屈道 向哥 你看我的脸 被人给打肿了多 呜呜呜 他仗着有乔氏集团给他撑腰 就逼我去给乔氏集团免费做代言拍广告 我不答应 他就直接动手打我 还说什么 向氏集团不敢拿他怎么样 就连向东秦小姐 都要仰仗他 向云看到林婉秋红肿的面颊之后 脸上不由闪烁起怒涩来 沉生说道 是谁 就是他 林婉秋伸手指着其等闲 说道 看到向云脸上的怒火 有人忍不住低声说道 上次有人在背后议论林小姐 结果被向副总听到了 人都差点没了 一张嘴巴 被向副总让人打得稀烂 现在都只能每天吃稀饭度日 兴棋的动手打了林小姐一巴掌 这下场 估计会更惨了 向云静止就走到了其等闲的面前来 冷冷道 跪下 其等闲愣了愣 然后笑道 向副总不需要问问我 为什么打他 或者 他为什么被我打 跪下 向云只是重复着这两个字 其等闲的眼睛瞇了瞇 接着 笑意更浓 缓缓地说道 傻逼 向云的眼神瞬间变得更加凌厉了起来 林婉秋在一旁得意地看着 这小鳖三在向云面前还敢这么装逼 这下死定了 第六十四少必必 狗东县 你说什么 向云愈怒 脸色阴沉着 眼神很锋利 其等闲忍不住发笑起来 说道 我还以为你听不懂人话 向云冷冷地说道 我是像是集团的执行副总裁 在这里 我说的话 就是法 就是理 你说的任何话 都是废话 我不需要问 也不需要了解 我只知道 你对林小姐动了粗 既然如此 那么 迎接你的 就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老老实实实跪下 听后发落 其等闲笑了笑 道 明明是你的林小姐 欺负人在先 听到其等闲这句话 再加上她脸上的笑容 大家都觉得她是怂了 下不来台了 所以准备 跟向云讲道理了 不过 向云显然比较霸道 根本不听她的这些解释 准备先收拾了她再说 林小姐欺负你 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她是我们像是集团的贵客 欺负你怎么了 别说是欺负你 就算是把你的手脚砍断 你也应该感恩戴德地跪下来感谢她 现在跪下 事不过三 我不会再说第四遍 向云大手一挥 俨然一副霸道总裁的模样 李云婉嘴里发苦 刚刚明明是林婉秋先打了她一巴掌 其等闲看不过去 这才动手的 但这一切 到了向云的嘴里 似乎都成了不存道理的事情 向副总 我也是公司的人 安全部的副部长 已不帮着公司的人说话 却帮着一个外人 其等闲说道 尽管对方很不讲道理 但他决定 还是得先把道理讲清楚才行 这毕竟是向东秦的公司向云神色一冷 道 哦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安全部副部长吧 哼 就算如此 那你又算什么东西 说好听点是安全部 说不好听点 那就是保二爷 你一个臭保安 敢得罪我们集团的贵宾 现在还跟我在这里啰啰嗦嗦 其等闲收敛其脸上的笑容来 神色变得认真 微微点了点头 道 看来向副总是真的不准备讲道理了 大家看到 他这副模样 都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以为自己 当上了向市集团的安全部副部长 就可以猖獗了 安全部 不就是管保安的部门吗 一个破保安头子罢了 也敢猖狂 信其的是彻底怂了 现在向副总不准备放过他 也不知道他待会怎么下台 下台 他怕是下白台咯 这条命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 大家看清楚了 这就是目中无人的下场 要引以为戒 免得步入后尘 其等闲现在的境遇 让大家都忍不住 有些幸灾乐祸 林婉秋更是已经按捺不住了 沉生说道 向哥赶紧让他跪下自裁 让他自断双手 向我认错赔罪 向云点了点头 冷漠道 你不配跟我讲道理这两个字 林小姐怎么说的 你就怎么做好了 看来 你还真的是个傻逼 跟这个林婉秋是一丘之和 其等闲叹了口气 说道 向云大怒 抬起手来 喝道 给我站稳 刚当你怎么打的林小姐 我就怎么还给你 傻逼 还你妈呢还 向云还没出手 其等闲倒是掀一个大嘴巴子 抽在他的脸上 啪 向云的金丝眼镜 都直接飞了出去 脸颊被抽得破皮 有鲜血流淌出来 眼角都裂开了 现场 只剩下了一片 倒抽凉气的声音 向市集团的执行副总裁 董事长向东秦的堂弟向云 竟然被其等闲 这个小预警 臭保安 一巴掌抽得翻倒在了地上 林婉秋也愣住了 他没有想到 其等闲敢打自己就算了 居然还敢打向云 未免也太过肆无忌惮了一点吧 你不愿意讲道理正好 因为 我也是个不是很喜欢 讲道理的人能动手的事情 干嘛要逼逼呢 其等闲耸耸了耸肩 若无其事地把手收了回来 然后 他转头看向一脸呆滞的李云婉 笑眯眯地问道 你说是吧 李云婉回过神来 下意识道 呃 是的 幽兜监狱自然不是个讲道理的地方 跟那些穷凶极恶讲道理 好吧 等着被私生碎片好了 其等闲之所以讲道理 那是因为老爹告诫他 在幽兜监狱里 谁的拳头大谁就是道理 但到了外面去 还是要讲一讲道理的 有理走遍天下 屋里寸步难行 但其等闲发现 这外面的世界 似乎有时候比优多监狱里 还要更加不讲道理 所以 他很乐意告诉这些不讲道理的人 自己曾经是一个多么讲道理的人 你完了 你居然敢在向市集团准备的晚宴上 动手殴打向市集团的执行副总裁 而且 还是像东秦小姐的堂弟 林婉秋监生大叫了起来 这次不用我说什么了 向市集团一定会搞到 乔市集团彻底破产 还有你 你这个狂徒 向市集团也不会放过你 你趁着现在还有命在 赶紧回家老老实实准备棺材吧 你们全家人都要被你给害死 齐等贤转头笑道 能动手的是 干嘛要避避呢 你说了这么多 但我还是好好的 所以 赶紧叫人吧 来 弄死我 齐等贤这种张狂的态度 让众人都不由有些头皮发麻 这家伙是吃了炸药来的吧 这么狂躁 一点也不把向市集团 和林婉秋放在眼里 你他妈的 我确定了 你真的是在找死 向云要从地上爬起来 但齐等贤却是走过去 狠狠按住他的肩膀 向云的双膝砰一声砸在地上 就听咔嚓两声脆响 两只膝盖跟地面碰撞时 一下粉碎 向云痛得魂抽搐 整个人几乎都昏死过去 你看 刚刚你让我跪下 但始终只是嘴巴上在嗶嗶 再看看我 这就不一样了 我想让你跪下 直接动手就完事了 齐等贤一脸严肃地告诫着向云 很认真地道 所以说 如果你要不讲道理的话 能动手就别避避不然 很容易吃亏的 围观的众人 再一次惊掉了下巴 这你娘的 是出现幻觉了吗 怎么一向风光无限的向云 被一个小玉颈 折腾成正模样 我他妈一定要弄死你 向云哀嚎着说道 你看看 又只在嘴巴上说 齐等贤一个大嘴巴子 抽得向云直接倒在了地上 刚刚教你的 这么快就忘吗 林婉秋在这个时候 都不由一阵心寒 但忽然间 看到了一道靓丽的身影 正向着这里快速走来 向总 林婉秋忍不住喊道 这声向总 自然不是喊向云的 那么 也就只能是另外一个人了 向东晴 第65雷霆手段 向东晴 一个被圈子里的人 誉为骨子里留着的 都是冰的女人 向总过来了 大家看到向东晴的瞬间 都下意识忘记了呼吸 一个个凝神看着她 这个女人的气场太强大 而且太过冰冷了一点 虽然她没有做过什么断人手脚 或是灭人满门的事情 但她骨子里的那股冷血 却让人感觉到不寒而栗 一个 能够在父母身亡当天 抱着骨灰和 出现在董事会上夺权的女人 我爹妈是火化的 尸骨不会冷 说出这种话的向东晴 注定会被刻上冷血两个字 作为标签 而以这两字为标签的她 在商业运作上的手腕 同样让人感觉到冷血 向总最讨厌这种 不懂得规矩的员工 兴起的是 安全部的副部长 但向云是执行副总裁 她这是以下犯上 向总的手腕 让我想想都觉得有些浑身发寒 没想到这事闹到最后 居然会惊动她 嗨嗨 向总 可是唯一一个 可以跟虎门集团硬钢的女啊 向东晴的现身 直接让这场冲突的激烈程度 被推上了最高潮来 林婉秋这个傲慢的女人 在面对向东晴时 不敢有半点的怠慢 急忙问了好 然后说道 向总 您来了 向东晴微微点了点头 扫了一圈 问道 怎么回事 我在叫他怎么讲道理 或者是怎么不讲道理 齐等贤对着向东晴笑了笑 如此说道 听到齐等贤这么敷衍和随意的一句话 众人好悬眉晕过去 这家伙以为自己是在跟谁说话呢 这可是在跟向东晴说话 用这么随便的语气 不怕出事吗 这场晚宴是我举办的 向东晴黑着脸说道 果然 就算这件 是向副总和林小姐不占理 但齐等贤在宴会上闹事 搞成这样 还是损了向总的脸面 向总肯定不会放过他 举办了宴会 邀请了这么多名人 闹成这样 能让他有好果子吃 我赌一百块 信齐的会被当场免职 然后向市集团会让乔市集团破产 再然后 信齐的估计会跪着 从这里爬出去 齐等贤对着向东晴点了点头 道 我知道 向东晴的嘴角忍不住轻轻抽了一下 向云已经开始告状了 叫道 向总 这个狂徒仗着自己是保安部的副部长 就威逼林小姐 我看不过去 出面过来解决问题 结果他直接一巴掌把我打得满脸是血 然后又撞碎了我的膝盖 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向市集团放在眼里 林婉秋也跟着在一旁道 向总 向云副总裁说的句句在里 没有偏颇 完全就是这个齐等贤在搞事 向东晴看着齐等贤道 你怎么说 老子懒得 跟他们这种垃圾争辩 齐等贤只是把李云婉拉到身旁来 伸手指了指他红肿的面颊 听到齐等贤这么说话 李云婉心都不由量了半截 哪怕像东晴似的讲道里的人 听了他这口气 估计都会勃然大怒吧 向云大声叫道 小鳖三 你怎么跟向总说话呢 注意你的态度 林婉秋也是冷笑道 向总和等高贵的人 百亿身家 全国知名企业家 你这个下三滥的混账东西 居然敢当着向总的面说脏话 口出不尽 真是该千刀万剐 哼 真是有够狂的 在向市集团的晚宴上打了人 向总亲自询问他 他说话居然这么不尊敬 这种人就是天生的嘴臭 要是不被好好教育一下 以后还得继续 我看向总这次事 绝对不会放过他了 哪怕向总真是一个讲道里的人 也绝对会给他苦头吃的 不过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向东晴并没有问责其等闲 而是对李云婉道 李小姐 谁先动的手 他 李云婉伸手指了指林婉秋 低声说道 向东晴点了点头 然后冷漠地宣布道 从即刻起 向市集团终止 与林婉秋小姐的一切合作项目 同时 因为林小姐在向市集团举办的晚宴上闹事 向市集团会追究法律责任 而且 会通报向市集团的所有合作伙伴 对林小姐进行封杀 另外 执行副总裁向云 以权谋司 拉偏价 有损向市集团公正言明的形象即刻起 解除总裁职务 明日自行到财务结算工资 向东晴的话 无异于在场中投放了一枚炸弹 在远端目睹了一切的亡虎神色冷漠 早有预料 其等闲帮助向东晴 在与虎门集团的交锋当中 保住了新世纪这块价值千金的地皮 向东晴恐怕正把他当宝贝供着呢 林宛秋这个蠢货 去羞辱其等闲的老婆 向云也想着借用身份打压 不被向东晴处理 那才怪了呢 向总 林宛秋震惊无比地看着向东晴 没想到会得来一个这样的结果 你有什么不服 可以联系我的秘书 我不想跟你废话向东晴盗着 把这个人赶出去 别让他继续得罪了我们向市集团的客人 保安们一拥而上 请林宛秋出去 林宛秋狠狠咬了咬牙 满脸的不服 不过 他可没有胆子 硬刚向东晴 七等闲 你给我记着 我回头就找赵会长收拾你 赵会长弄死你一个向市集团的 安全部副部长 肯定没问题 向东晴也绝对不会为了你 跟黑龙商会这种庞然大物翻脸 他保不住你 林宛秋咬牙怒吼着 好啊 我等着七等闲笑了笑 说道 大家都是不由暗暗吸了口凉气 林宛秋这是要放大招了 要搬出自己的靠山了 赵黑龙的名声 大家都知道的 黑龙商会的财力 虽然比这向市集团略有不如 但其势力庞大 而且赵黑龙这人 黑白通吃 手腕很拉过人 更是蹲过几年大牢 凶残得很 哪怕是向东晴 也绝对不会愿意主动去招惹黑龙商会 向云也是大叫道 向东晴 你不要忘了 我跟你是亲戚 你现在 为了一个外人 居然对自己的亲人自动刀子 你觉得家里人会怎么看待你 他们是怎么看待我的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冷血 无情 恶毒 卑鄙 我早就想撤了你 只不过 是你自己 把刀子递到我手里来的 这些 怪不得我 向东晴面无表情 挥了挥手 让保安们把向云 也给直接带走了 七等贤看在眼里 嘴里不由则则称叹 你最好仔细考虑 考虑怎么应付黑龙商会 我不会为了你跟赵黑龙交恶的 向东晴 对着七等贤冷冷地说道 第66金融专家 虽然齐等贤通过向东晴的 刚知不阿 过了这眼下的一道难关 但后面 明显有更大的困难等着他 林婉秋已经放言 绝对不会放过他 会动用黑龙商会的力量来对付他 向东晴不怕赵黑龙 但没有得罪的必要 两人的身份 差不多是一个档次 但没有交集 犯不着针锋相对 王万金 赵黑龙 向东晴 这三个人 差不多是中海市 诸多企业家当中的金字塔顶端 剩下的 才是一些零零散散的家族和企业 赵倪秋啊 那没事了 齐等贤淡淡地说道 言语当中透出漫不经心来 向东晴听到他这话 忍不住深深看了他两眼 通过上次的事情 他是知道齐等贤有点本事了 不过 以为有点伸手 就能不把天下英雄放在眼里 未免也太可笑了 赵黑龙那可是一介枭雄 齐等贤再能打 打得过赵黑龙手底下 成千上万的手下吗 这个人有本事 但脾气不好 说话口无遮拦 很能惹是 向东晴在心里 给齐等贤下了一个判断 就在这个时候 一对外国夫妇登场了 金发碧眼 都有五十来岁的年纪 他们就是米国华尔街的 史密斯夫妇 女的叫金米 男的叫肯特 欢迎两位 向东晴鼓掌微笑了起来 虽然是假笑 但依旧明念动人 惹得无数男人心神摇曳 大家在向东晴的带动之下 都纷纷鼓掌 把目光放到了这对夫妇的身上 王虎也在冷漠地鼓掌 向东晴办这个晚宴 估计是给虎门集团示威的 是一种阅兵仪式 想通过这两人来震舍他 史密斯夫妇的名声太过响亮了 甚至 他们在前几年席卷全球的 次贷危机当中 展现出了高瞻远瞩的惊人操作 他们在这场 让无数人亏掉了底库的金融危机当中 大杀四方 似乎遇见未来一般 我花开来百花沙 席卷了足足三十亿米金 哈哈 您一定就是二当家了 肯特直接越过了向东晴 走到齐等贤的面前 笑眯眯地伸出手来 向东晴伸出去的手将在空中 脸上的笑容也僵硬了 不过 却是不动声色地收回了西装库里去 他转过头 看向齐等贤 双眸当中 充斥起了不可思议的神色来 莫非 金米和肯特两人 是齐等贤找来的 齐等贤愣了愣 道 哦 你认识我 我怎么不记得我关过 你这样一号人物 嗨嗨 古星司机先生的人 让我们看过您的照片 特意让我们从米国赶到华国来 帮助像是集团肯特 不由尴尬地笑道 哦 行行行 我知道了 你回头告诉他 我会多给他加两根鸡腿的 齐等贤不耐烦地说道 他不做生意 完全没有和这些金融专家 打交道的必要 所以 挥了挥手 就直接走到一旁去了 肯特被齐等贤给冷落了 不由狠狠愣了一下 这还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了 我的天 史密斯夫妇 居然是你托关系找来华国的 李云婉看向齐等贤的眼神完全变了 已经带上了崇拜 随便打了个电话 给一个犯人而已 让他办的 我不知道齐等贤满不在乎地道着 呃呃 李云婉差点让齐等贤这话给噎死 你能不能帮我 也介绍两个类似的人物来 我们木子集团 也需要发展 齐等贤说道 没这贤功夫 操 李云婉嘴里忍不住暴粗 对着背着自己的齐等贤 伸出了钟指来 向东晴和这对金融界的史密斯夫妇 聊了片刻之后 走到齐等贤面前 说道 他们是你联系的 不是我 我突然找金融专家来帮你怎么 他们很有名啊 齐等贤说道 向东晴对齐等贤的无知表示无语 翻了个白眼 半天之后 才缓缓道 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金融专家 光一个小时的咨询费 都得六位数以上的米金 齐等贤想了想到 那我给你打五折 你把给他们的咨询费给我就行了 全当介绍费了 向东晴和李云婉都不由无语 不约而同 生出一种打死此人的冲动 向东晴没李会期等贤 而是对李云婉道 明天李小姐到我办公室里来 我有个新的项目 恰好可以跟木子集团合作一下 李云婉惊喜道 真的 谢谢向总 向东晴这等于是变相偿还期等贤的人情 让木子集团参与进一个赚钱的项目里来 王虎端着酒杯走了上来 微笑着对向东晴说道 恭喜你了 东晴 居然请来了两位金融界的顶尖高手 像是集团未来可期 向东晴也接过一杯香槟 举起杯子来道 王总说笑了 像是集团的未来已经足够光明和理想了 不必可期 两人虽然都是笑着说话 但彼此语气当中都带着一股针锋相对的感觉 李云婉默默缩到其耿钱的身侧去 这种神仙打架 他可不想变成遭殃的凡人呢 哼 东晴你不会觉得来了两位高手 就能胜券在卧了吧 王虎道 还好 毕竟两人是在次代危机当中 都能捞到钱的猛人向东晴道 是吗 古时候有句话说得好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王虎将酒杯放下 比如说 这酒杯里没了酒 请来再厉害的品酒大师 又有什么用呢 向东晴的拳头 不由轻轻捏了捏 最近像是集团的资金 的确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因为 各处打压得太厉害 这让许多流动资金都难以回到他的手中 卡在一道道程序里 王虎笑了笑 说道 对了 我还得给你介绍一位我的朋友 许总 过来打个招呼呗 他一声吆喝 就有一个身穿白裙的女人 从人群当中走出 他这一走出来 立刻引得周围男人纷纷驻足观看 女人身穿白色的长礼服裙 裙摆开叉 几乎到了大腿根部 整条眉腿都在裙下若隐若现 白皙细腻的肌肤引人遐想 而且 这条腿还很长 徐奥雪当什么生意人 不去做腿磨 可惜了七等闲转头 对一旁的李云婉说道 你少说两句吧 李云婉满脸央求 生怕七等闲在惹火烧身 周围人也都是一阵无语 觉得其等闲着口无遮拦的家伙 迟早会死在这张嘴巴上 第六十七引战 优秀的女人 总是容易对优秀的女人产生敌意 尤其是两个同在生意场上的优秀女人 向东晴在看到徐奥雪的瞬间 脸色就变了 本来古井不波的脸 有了些许的沉重和忧虑 徐奥雪走到向东晴的面前来 伸出一只手 笑道 向总 真是不好意思 不请自来 还请不要见怪哈 向东晴与徐奥雪握了握手 说道 哪里哪里 徐总能来是我彭壁生辉 只是不知道 徐总跟王总 还有这样的关系 徐氏集团 同样是如雷贯耳的企业 说到这里 向东晴忍不住看了齐等闲一眼 之前齐等闲说 徐氏集团也会入场 他以为这是危言耸听 但现在看来 煞有介事 徐奥雪跟王虎 自然谈不上是朋友 只不过 两人现在连妹出现 是在各取所需 大家都是身价不菲的明白人 不会把友谊之类的话挂在嘴边上 最稳固的关系 无疑是彼此 有着共同的利益 不知道徐总来中海是做什么 向东晴问道 当然是来赚钱的了 徐奥雪忍不住发笑了起来 向总问的这话 好奇怪呢 向东晴的脸色沉了沉 然后说道 徐总 中海这边的钱 可没那么好赚 要小心跳进坑里爬不出来哦 徐奥雪点头道 向总的话我会记住的 不过 向总也千万不要小看 我们这些外地人呢 尤其 我是从帝都来的外地人啊 帝都 那可是一国首都 藏龙卧虎 徐奥雪说出这句话来 似乎是吃定了像是集团这块蛋糕了 向东晴一时间感觉到压力倍增 的确 王虎说的没错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哪怕是将公司交给最顶尖的两位金融专家进行操盘 但资金若是被捆住了 他们有再厉害的手腕也是无济于事的 没想到齐等贤先生居然在贵公司任职呢 真是缘分啊 徐奥雪微笑道 徐总认识他 王虎看了齐等贤一眼 有些惊讶 向东晴也是诧异 徐奥雪可是帝都人 而且也是大老板 怎么会认识齐等贤呢 徐奥雪点了点头 道 你们或许还不知道吧 齐先生 可是咱们华国女战神 与小龙中将的未婚夫啊 什么 徐奥雪这句话一出 现场的人都不由猛然转过头来 一个个惊讶无比的看着齐等贤 就连向东晴都是满脸愕然 美眸当中满是不可思议 不过 大家同样又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毕竟齐等贤不是结婚了吗 而且 对方是乔氏集团的总裁 乔秋梦 徐奥雪 你搞试试吧 齐等贤冷声问道 转过了身来 满脸的不悦 听到齐等贤直呼徐奥雪齐名 大家都不由心里咚咚直跳 这个齐等贤 居然是徐小龙中将的未婚夫 难怪这么张狂了 有这样的背景 的确能为所欲为 我的天 那这样看来 黑龙商会也不过如此了 有徐将军给他撑腰 他用得着怕谁啊 就是啊 巾帼不让须美 而且 郁家更是庞大的超然世家 谁敢招惹 大家都低声议论了起来 一个个心中充满敬畏 徐奥雪顿了顿之后 这才对着齐等贤一笑 道 当然 只是曾经的未婚夫而已 郁将军觉得 齐先生并非良配 已经解除了婚约 两人之间没有任何往来瓜葛 各位不要乱想了 呼 大家不约而同松了口气 甚至有了一种很舒心的感觉 齐等贤这个狂徒 在他们看来 很是让人厌恶 如果真的是 郁小龙的未婚夫的话 那就太让人嫉妒了 我就说嘛 郁将军怎么可能看上 这种嘴巴臭 而且没什么本事的男人 一个小郁锦而已 郁小龙中将是我国女战神 是天上仙子一样的人物 我都想不到 这世界上 有什么男人配得上他 七等贤 狗屎而已 吓了一跳 还真以为癞蛤蟆 可以吃到天鹅肉呢 郁将军果然高瞻远瞩 一脚把这个废物给踹了 哈哈哈哈 听到徐奥雪的后半句话之后 大家又都忍不住开心了起来 一个个焦头接耳的 李云婉也是忍不住 深深看了七等贤两眼 他与郁小龙的这层关系 着实很让人惊讶 七等贤脸色不由有些发黑 自己只不过准备来这场晚宴上 吃点美食 混混时间 然后美滋滋回去休息 哪里料到能发生这么多事 刚刚一波以平 这会儿 徐奥雪又故意把话题 引到他的身上来 这让他不由分外不爽 长蛇腹 七等贤忍不住冷哼一声 骂道 众人听到这话 眼皮子又是一阵跳动 这家伙 还真当自己没被郁将军踹掉呢 说话这么狂的 连徐总都敢骂 徐总跟郁将军可是好朋友 他这么说话 不怕被郁将军打死吗 也就是徐总脾气好素质高 不愿意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不然的话 早弄死他了 众人一阵不屑 觉得七等贤没什么本事 没什么背景了 还敢嚣张 让人唾弃 徐奥雪的脸色 也不由阴了阴 有些不悦 冷声道 你跟郁小龙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莫非还在幻想着什么 你参加这样的宴会 连一套像样点的衣服都拿不出来 还是早点面对现实好了 看看你这一身打扮 粗鄙 穷酸 窘迫 窝囊 让人看不起 七等贤看着他 问道 你有病吧 我没惹你吧 跟个傻逼一样的来抨击我 徐奥雪不游有些愤怒 我不妨告诉你好了 你要做生意 就老老实实滚回地都去做你的生意 不要总想着 把手伸到中海来 想着跟虎门 集团瓜分像是集团的大蛋糕 你要是敢伸手进来 我一样把你的手打断 不要以为郁小龙那娘们帮着你 我就会心存顾虑 你们绑在一块也没用 我告诉你 我这么快站到像是集团里 就是为了狠狠给郁小龙那娘们 一个大嘴巴子 我想看看 从此以后 他还敢不敢跟我耍那种高傲的嘴脸 七等贤满脸 冷漠地看着需要雪 冷声道 还有 你这个傻逼别总拿着我跟郁小龙的事情来引战 你也说我是个粗鄙的人 我要真心里不痛快了 把你按在地上打一顿 你面子上多半也很过不去吧 七等贤的话 直接让全场寂静了下来 这是 黄破了天际吗 第68毫不在意 七等贤这种魂不灵的态度 还真是把徐傲雪气得够腔 在他面前基本都是谈笑有红如 往来无白丁 何曾有过像七等贤这等粗鄙不堪的小人 还威胁着 把他按在地上打一顿 不过 向东晴却是在七等贤的话里 捕捉到了足够的信息量 徐傲雪打算对付像是集团 而且 玉小龙最后恐怕也会插手 玉小龙的权势惊人 其家庭背景同样惊人 如果玉家参与进来 那么 这一场仗 不用打了 可以直接投资认负 好啊 那我就等着看你怎么给我们一个大嘴巴子好了 让我见识见识 一个小小的狱警 怎么把天仙翻 徐傲雪咬牙切齿地说道 一态都有些许不顾 不想损失个几百亿的话 就老老实实滚回你的帝都去像是集团 我罩了 你敢伸手 那就要做好手被打断的准备 齐等贤满脸冷漠 仿佛在阐述着一个事实 这话若是由一方大佬说出来 或许还能起到震慑作用 让人感慨 这位大佬气魄非凡 但是 从齐等贤的口中说出 就惹来了不少的耻笑声 他以为他是谁 徐氏集团可是帝都的企业 资产数百亿 他这么跟徐总说话的 哈哈 像是集团现在应付一个虎门集团 就已经手忙脚乱 这家伙四处引战 又去招惹徐氏集团 这是要让像是集团 来一场灭顶之灾啊 像总现在心里都在后悔 把他引入了集团里 这种人太能惹祸了 连徐总和豫将军都敢口嗨 简直是个亡命徒 向东秦摆了摆手 说道 好了 大家把恩怨放下 少说两句吧 今天毕竟是个值得开心的日子 说完这话之后 他直接把七等贤被扯到了一边来 脸色有些发黑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说的这些话 必然会对向市集团的股价造成打击 我现在简直怀疑 你是不是虎门集团的卧底 向东秦怒火中烧地质问道 我说的都是大事化 七等贤淡淡地道 我知道 但现在大家都还没有把事情彻底挑明 你却已经提前透露了这么多信息 现在 大家都知道 徐氏集团会和虎门集团 一同对向市集团动手了 就连玉小龙都会参与其中 这让持有向市集团股票的股东们 怎么做得住 向东秦连连皱眉 非常不满 七等贤笑了笑 说道 你有多大的损失 我都会弥补回来的 我答应过老相 会照应好你 而且 玉小龙加入进来又如何 玉家内部并非一团和气 只要能打掉他们的第一波攻势 一切危机 也就迎刃而解 你担心的资金问题 不用总是挂在心上 我会帮你搞定的 向东秦不由无言以对 也不知道这家伙 到底是太过狂妄 还是真的这么有底气 王虎对着徐傲雪一笑 道 这位齐先生 还真是目中无人 徐总莫非准备忍他 何必跟这种小憋三较劲 等到像是集团的大楼垮塌了 他自然会知道自己有多么的愚蠢 徐傲雪冷冷地回应道 有道理 王虎又是一笑 向东秦请来金米和肯特 两位顶尖金融专家 是为了向虎门集团示威 而他这次翘无声息 请徐傲雪出现在这场宴会上 同样也是在示威 这场战局 注定了是泰山压卵 只不过 就看看谁的手腕更厉害 能够再像是集团楼 踏实捞到更多的利益了 宴会散场 徐傲雪回到了云顶山庄 玉小龙的别墅里来 猜猜我今天在宴会上见到了谁 徐傲雪对玉小龙道 七等贤吧 玉小龙静止说道 你怎么知道 期待着看玉小龙 惊讶表情的徐傲雪 反倒是自己先惊讶了 玉小龙淡淡道 也只有他 能让你这么兴致勃勃 来找我说这件事了 徐傲雪点了点头 然后冷笑 说道 你知不知道 玉小龙从徐傲雪的口中 了解到了宴会上的情况之后 不由微微摇了摇头 无能狂怒 大概也就是如此吧 玉小龙无奈道 他口气可是不小 说要断我的手 打你的脸呢 徐傲雪连连冷笑 十分不屑 玉小龙摇头 说道 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能怎么打我的脸呢 论财权 他帮不到像是集团什么 甚至他这个人 都根本不值一提 论武力 他或许有点武力吧 但与我对比 同样卑微如尘 现在看来 我当初做的的确有些过了 当着他的面 把昏书撕毁 多多少少对他的自尊心 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徐傲雪就到 他岂等闲算什么东西 也值得你认真为他考虑吗 当着他的面撕毁很正常 毕竟你们两人的差别太大了 你这样做 反而能够让他不抱有任何的希望 否则 一直死缠烂打下来 你恐怕也会头疼的吧 有道理 他的身份地位 毕竟太卑微 若不这样做 的确有可能不死心 来纠缠我玉小龙神色如常地道着 徐傲雪笑道 他在宴会上说了这样的话 你打算怎么做 玉小龙就到 一切如常进行就是了 你做你的事 等到遇到困难了 我会出面 至于齐等闲 你不必去理会他 他在这场争斗当中 翻不起什么风浪来的 说到这里 玉小龙忍不住摇头 之前撕毁婚约 或许还有些许惭愧 但现在 却是一点都没有了 玉小龙的回答 在徐傲雪的意料之中 的确 其等闲翻不起什么风浪 只不过是说话 狂妄难听了一点 自己又何必去在意 这样一个小人物呢 此时 玉小龙听到跑车的 引擎声掠过 抬眼就看到 蜿蜒到云顶山之巅的 马路上 有一辆跑车在急驰 我出去一下 玉小龙眼神闪烁 陈生说道 你去哪里 徐傲雪忍不住问道 去见一个想见 却始终没办法见到的人 但愿他今天愿意见 我三顾茅庐 也不过如此了 玉小龙有些不快地说道 他两次到云顶天宫去求见 永夜君王楚无道 都是无功而返 这让他的心中 有些不爽和沮丧了起来 说完这话之后 玉小龙出门 直奔山巅而去 云顶山之巅 住的是什么人 徐傲雪转头 对着龙亚男发问 是楚无道先生 小姐想见他龙亚男 认真的回答道 徐傲雪吃了一惊 惊讶到 居然是他 那个传奇人物 第69满脑子腿 七等闲是让李云婉 开车送他回来的 毕竟乔秋梦已经先走了 晚宴结束之后 他又没车回来 我这么辛苦送你回家 你总得请我喝一杯咖啡吧 李云婉气呼呼地道 七等闲这模样 完全一副过河拆桥的表现 准备直接让他就这么走人了 这把他给气得不行 行机等闲想了想 请了李云婉进屋 然后给他泡了一杯咖啡 李云婉刚准备跟他聊聊 七等闲就说 自己去洗澡 死直男 李云婉有些抓狂 狠狠握了握自己的拳头 有种把七等闲狗头捶爆的想法 等到七等闲洗碗澡出来 发现李云婉的咖啡喝完了 不由咒没到 还没走呢 李云婉听到这话之后 鼻子差点被气歪 然后闷声说道 门外来人了 谁啊 七等闲凑到监视器面前一看 不由撇了撇嘴 不出所料 又是玉小龙 他在门外 我都不敢走李云婉 总算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 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那随你把七等闲也不多话 把监视器一关 直接大喇喇叛 躺到了沙发上来 李云婉说道 你出去跟他见一面 不就好了 让他知道 这栋别墅现在住的人 不是他要找的人 他自然就不会来了 七等闲却道 我干嘛去多此一举 让他多跑几次 多难受几次 不香吗 李云婉听到这话 已经是彻底无语 楚先生 一个人不能总是 活在过去的阴影里 我相信 你过去的战友们 也一定不想看到 这样自怨自艾的你 请你见我一面 我能给你更加 大放光彩的机会 玉小龙的声音 还隐隐约约从外面传进来 以为这栋别墅里的人 就是楚无道本尊 楚无道那小子 可不想再出来做这些事 他只想平平安安过完下 半生七等闲听完这番话 只是冷笑一声 李云婉忍不住问道 楚无道是什么人 居然能让玉将军 亲自上门来求见 而且还是屡次 楚无道 一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家伙 平日里没少在监狱里发疯 当然 也没少 被我调到电线杆上 抽七等闲想了想 说道 李云婉直接无言以对了 也不知道七等闲这话说的是真是假 等等 李云婉叫住准备回房间的七等闲 怎么 七等闲问道 你过来看看李云婉拿着手机 对七等闲凝重地说道 七等闲坐到了他的身旁来 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上的页面 不由皱了皱眉 这是新闻 说是与乔氏集团有关的好几个明星艺人 都在同一时间与乔氏集团解约 而且 林婉秋还发布了一篇长文 This乔氏集团总裁乔秋梦 无非是说 奈延之类的还泼了一些脏水评论区当中一篇骂声 都是在诅咒乔氏集团早日破产 一下子这么多明星艺人跟乔氏集团解约 这对乔氏集团非常不利啊 李云婉看着七等闲 认真地说道 两人挨得很近 李云婉穿的又是礼服裙 白皙的大腿展露在外 此刻 正微微贴住七等闲的大腿 传递来一股温润的触感 是林婉秋搞的事吧 七等闲抬起头来 若有所思地说道 他这一抬头 眼珠子就不由落到了李云婉的胸膛上去 这里服前端是交叉式的 路的虽然不多 但可以说绝对性感 李云婉说道 估计乔氏集团明天要对梦梦发难了 这事 你得想办法了 七等闲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咳嗽一声 说道 我知道了 明天我会去处理好这件事的 李云婉就没到 你无端端咳嗽什么 感冒 要不要帮你煮点姜汤喝 没事 时间不早了 各自休息把七等闲摇头说道 站起身来 上了楼去 神经病吧 李云婉有些不解 然后回到了之前自己住过的房间 又一次躺在了云顶天宫里舒适的大床上 李云婉心中不由感慨万千 谁又能想得到 住在这栋全中海最豪华的别墅当中的人 正是七等闲这个 从香嘎拉里出来的小预警呢 或许 等到虎门集团和像是集团的争斗到了尾声的时候 他才会真正一鸣惊人吧 李云婉心里默默想着 很快入睡了 七等闲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腿 难怪监狱里那些王八蛋 有事没事 总喜欢聚在一块讨论女人 看来是有原因的七等闲心里直骂娘 索性起来练功 到院子里 站桩站了半夜 把自己累得筋疲力竭之后 这才回到房间安然睡下 七四 你昨晚上没睡好吗 看到七等闲第二天 有些精神不济的模样 李云婉忍不住问道 满脑子都是腿 怎么睡得好 七等闲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决定离李云婉远一点 女人 只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 李云婉满脸诧异地看着七等闲 没搞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催促着李云婉赶紧收拾 从云顶山庄离开后 七等闲直奔乔氏集团这边来 你昨天做了什么 我走之后 你居然打了林婉秋 你知不知道 这给我带来了多大的麻烦 乔丘梦看到七等闲之后 就是一阵怒火 甩手一个耳光 往他脸上抽去 七等闲可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 伸手拦截下乔丘梦的耳光 乔丘梦心里有些感动 但更多的是怒气 他不由咬牙道 你就不能成熟一点吗 为什么非要动手 你总是这么冲动 知道会给我和家里 带来多少麻烦吗 能动手的是 干嘛多避避 七等闲放开乔丘梦的手腕 有些不屑和不解的反问 乔丘梦怒声道 林婉秋昨晚发长文指责乔氏集团 而且动用了关系 让与乔氏集团有合作关系的艺人 都纷纷解约了 现在 乔氏集团的口碑一落千丈 在网上被人口诛笔伐 我这个总裁的职务 多半是保不住了 现在 你满意了吗 两人说话间 乔氏集团的高层都现身了 第一个跳出来的人是乔清宇 乔丘梦 齐等闲 你们夫妻 两个干的好事 居然敢在乔氏集团的宴会上 威胁林小姐 把人给得罪了 现在 我们公司一团糟 而且 林小姐背后是黑龙商会 他们一出手 我们就只有破产一条路可走 第七是跪三天 跪下来叫爹 再跟我说话 乔丘梦之后 神色一冷 淡淡地说道 乔丘梦的脸 立刻就是一黑 昨天在乔家的时候 他可是说了 齐等闲要是拿得出钱 来收过亲戚们的合同 他就跪下来叫爹 齐等闲 什么时候了 你还要闹事 乔丘梦不满地推开齐等闲 有些恼火 这都已经火烧没毛了 如果事情处理不妥 那乔氏集团恐怕就得破产 到时候 大家都得玩玩 乔国栋也现身了 道 乔丘梦 你是集团的总裁 人也是你得罪的 所以 我要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 都要获得林小姐的原谅 挽回我们集团的名誉和损失 乔丘梦冷笑着道 乔丘梦 你只会给集团带来麻烦 你的决策也总是有问题 你早点退位让闲 说不定还有转机 一些高管 也都是微微点起了头来 我会找林婉丘解决这件事的 你们给我点时间 乔丘梦脸色难看地说道 乔丘梦白手道 不必了 我们已经跟林小姐沟通过了 她说 让我们今天把你绑了 送到她门前 跪上三天三夜 她可以考虑给我们一个和谈的机会 说完这话之后 乔丘拍了拍手 好几个魁梧的大汉就登场了 似乎是专门用来对付乔丘梦的 乔丘梦的脸色不由于白 嘴角泛起苦涩 早知如此 昨晚就不应该接触林婉丘的 而且 自己说什么都应当把七等贤 直接从宴会上拉走 不该留她一个人在那里 林婉丘 她也配 七等贤冷冷地道 七等贤 这里有你说话的资格吗 你只不过是我书招上门的赘婿而已 废物一个 只会惹事 上次的事情 若非是郁将军念旧情 我们一家人都要被你给活生生害死 你把嘴闭上 跟乔丘梦一起到林小姐的门前 去跪个三天三夜 请求她的原谅 否则的话 我会亲自让人打断你的腿 乔丘于脸色阴沉 对这几个大汉使了眼色 乔丘梦低下了头 深深叹气 憋屈道 你们不用动手 我自己会做的 我和七等贤 会去跪到林婉秋原谅我们为止 乔丘梦 好好管一管你的废物丈夫 乔国栋也是神色冷利 呵斥道 乔青宇则是冷哼一声 说道 乔丘梦 林小姐的话你没听明白吗 她是让我们把你绑了 送到她门前去下跪三天 而不是让你自己过去 你以为 我今天请来这些人 都是当摆设的吗 是你自己跪下束手就擒 还是让我的人动粗 乔丘梦不由一惊 道 一家人有必要这样 我要告诉爷爷 这件事 就是爷爷打安排 乔青宇满脸不屑 你们家最近搞出来的事情 已经惹得爷爷极度不满 你还有脸踢爷爷 乔丘梦听到这话 如遭雷击 上 把他们绑了乔青宇冷声道 挤得大汉立刻上前 宁笑着准备动手 捆绑一下乔丘梦 这么个娇滴滴的美人 回头多半还能回味一番 七等贤一步跨出去 拦在乔丘梦的面前 冷漠道 我看谁敢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敢 乔青宇冷笑 不用管他 他要是敢阻拦 直接废掉 几个大汉得到指令之后 二话不说 就要动手了 乔丘梦则对七等贤摇了摇头 说道 你不要拦着他们 这是解决事情的唯一途径 说这话的时候 他眼圈发红 委屈得不行 昨天 明明是林婉秋在羞辱他 在咄咄逼人 但现在 自己却要被绑着到他门前 去给他道歉 滚 几个大汉刚上前 七等贤就是一声冷哼 当头一人的手材 刚刚伸出来 就被他凌空抓住 捏住了大拇指狠狠一掰 咔嚓一声直接折断 另外几个人大怒 围拢上来对他出手 结果都没见其等贤怎么出手 几个人要么捂着咽喉 要么捂着肚皮 要么抱着小腿 滚倒在了地上 连连惨哼 什么玩意 当着我的面 欺负邱梦 其等贤冷笑着说道 这几个魁梧的大汉 竟然被其等贤轻松放倒 这让乔氏集团的人都 不由吃了一惊 乔氢与暴跳如雷地说道 其等贤 你竟然敢阻挠 我们乔家的决策 而且 乔秋梦都已经束手就擒了 你却偏偏要反抗 我会将此事回禀给爷爷 让爷爷将乔秋梦逐出乔家 其等贤冷漠到 解决一个零碗秋而已 还用秋梦下跪 不得不说 你们真是傻逼 说完这话之后 他一伸手 拉住乔秋梦的手腕 这件事 我们会解决的 但绝对不是通过下跪这种方式 你们会解决的 你们拿什么解决 看看你这耸逼样 除了给林小姐下跪磕头 还能有什么办法 信其的 你他妈就是个窝里横 屁本事没有 还学别人互短 这次惹了这么大的祸 也没有了郁将军帮你 乔秋梦 你护得住吗 乔青雨满脸的讥讽和嘲弄 说出来的话 也都是越来越难听了 其等贤冷漠到 该道歉的不是秋梦 而是林晚秋 真是可笑 乔国栋忍不住狠狠摇了摇头 还让林小姐道歉 你认为你是什么人 你配吗 乔青雨吃笑道 你如果能让林小姐道歉 我就跪下来叫你爹 其等贤神色古怪的看了他两眼 缓缓地道 按理来说 你已经叫过几次了 乔青雨让他这句话 搞得满脸胀红 怒不可遏 叫道 林小姐愿意给你们一个 在他门前跪三天的机会 你们就应该感恩戴德了 现在 居然还要装模作样 还说他应该来道歉 走吧 秋梦 我们去找林晚秋 把这件事给解决了 他再说七等贤拉住乔秋梦 就往外走去 乔家众人和集团的高层 都是满脸的冷漠和戏血 正如乔青雨所问 七等贤拿什么去解决 他这种人 在林晚秋面前 放屁都不想 刚走出公司 乔秋梦就狠狠一把 甩开了七等贤的手 绝望地道 你干什么呀 林晚秋真的不是 我们能得罪得起的人 网上现在什么情况 你看不见吗 被五花大榜去他门前跪下求情 也好过公司破产 全家人睡大马路吧 我鼎天也就是丢点面子 七等贤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不是要成为 玉小龙那样的女人吗 你觉得 玉小龙会给别人下跪 乔秋梦脑袋一猛 说不出话来 直接被七等贤给推上了车 然后直奔林晚秋的住所而去 第七十一登门 乔秋梦直接就被七等贤 给带到了林晚秋的住处这边来 门外 有林晚秋聘请的保镖在站岗 七等贤 你不要这么冲动行不行 坐视过点脑子 你把我直接拉过来 他不愿意见 我们怎么办 乔秋梦这个时候才略微回过神来 有些恼火地问道 他不见我们 我们去见他不就行了 七等贤诧异地看了乔秋梦一眼 说道 乔秋梦不由无语 觉得七等贤和自己的逻辑 根本就不在同一个世界当中 保镖看到两人过来 脸色猛然一素 道 纸布 你们是什么人 我是乔秋梦 今天特意来给林小姐道歉的乔秋梦 抿了名嘴 有些憋屈地说道 保镖却是冷笑着道 你就是昨天惹恼了林小姐的乔秋梦 不好意思 林小姐说了 除非你是被五花大绑来的 而且还得在门前跪下 否则的话 他不会见你 乔秋梦脸色难堪 不知道怎么因这句话 七等贤走上前去 说道 让让 我们是来找林婉秋解决事情的 他如果这个时候避而不见 那我想 之后的后果 不是他能承受得了的 保镖满脸的冷峻 吃笑道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林小姐已经对乔氏集团进行了制裁 吃亏的是你们 还能有什么后果 而且 林小姐已经把话说明白了 要来见他 那就必须跪着 莫非 你们听不懂人话 乔秋梦道 这位大哥 你通融通融 让我们进去 保镖摇头 说道 不行 你跪下了 我才会进去通报 还有 我不是你大哥 你别这么叫我 因为你不配 你一个保镖 装什么装 七等贤不由发笑 我是保镖 但也是林小姐的保镖 你们要见 林小姐都得跪着 值得我高看你们一眼 两个废物 还不跪下 不跪 就赶紧滚 我没心思跟你们在这里 啰嗦保镖神色一冷 沉生说道 七等贤笑道 你知道脑袋和地面摩擦 是什么感觉吗 保镖听到这话 神色更冷了 道 我曾经是一只特种连队里的精英 拿过几次大比武的前十 你想试试这种感觉 我不介意 乔丘梦看七等贤 似乎又要动粗一样 不由焦急道 七等贤 你别动粗 话音没落 七等贤直接出手了 保镖怒道 找死 在七等贤的巴掌覆盖过来的瞬间 保镖身体动了 一个标准的军体擎拿术 就准备把人撂倒在地 可没等他彻底近身 七等贤那可怕的蛮力 就一下贯穿了他的整个身体 他牛高马大的身体 立刻一个翻腾 砰一声 被七等贤按翻在了地上 砰 保镖的面门与地面狠狠一碰 整个人好悬眉昏死过去 他捂住自己的鼻子 痛哭流涕 哀嚎道 在林小姐的门前 你还敢放肆 你知不知道 这栋别墅 是谁买给林小姐的 是黑龙商会的会长 赵黑龙先生 砰 七等贤抬脚一踹 大门猛然动开 走啊 还愣着干什么 不解决问题了 转过头来 他对着乔丘梦淡淡地说道 乔丘梦一时间头大如抖 但事情闹到这种地步了 也只能硬着头皮 跟他进了别墅 门口的动静 自然是惊动了林晚秋 他正在化妆 试图用妆容掩盖住脸上的轻重 昨天岂等贤还给他的那一巴掌可不轻 你们好大的胆子 来见我 居然不跪 还敢踹我的门 林晚秋站起身来 惊怒娇佳地说道 乔丘梦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来 说道 林小姐 冤家遗解不遗解 请对我们乔氏集团高抬贵手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来求取您的原谅 原谅你 我不是说了吗 让你到我家门前来 跪个三天三夜 你跪足了三天三夜 我自然会给你一个 跟我坐下来谈和的机会 但你连这点要求都做不到 还有脸来求我高抬贵手 那么 我为什么要高抬贵手 林晚秋的态度咄咄逼人 气焰嚣张 乔丘梦苦涩道 大家曾经毕竟是同学 这点是对你来说 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而已 何必苦苦相逼 同学 你也配 不要跟我提起这个身份 因为想起来 我就觉得恶心 我可没有 你们这一帮同学林晚秋冷笑着说道 七等闲轻轻拍了拍乔丘梦的肩膀 说道 行了 邱梦 你不必跟这种人渣废话 你就算跪个三天 他都不一定会愿意松口的 林晚秋冷笑道 嘿 你还说对了 他就算跪个三天 我也不一定就会同意和解 乔丘梦不由愣住 道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愿意放过我们乔氏集团 林晚秋满脸的猙獰 说道 你知道 昨天我在宴会上丢了多大的脸吗 你知道我跟向氏集团解约 损失了多少钱和名誉吗 你现在 居然要跟我说 让我放过你们乔氏集团 不好意思 没门 我不把你们乔氏集团整得死翘翘 我就绝对不会罢手 甚至 我还要 让你们一家老小都不得安宁 乔丘梦憋屈道 可是 明明是你昨天先戏弄的我 是我先戏弄你又如何 我现在的身份何等高贵 你能与我相提并论吗 我戏弄你 那是还念着当年的同学情分 跟你开个玩笑 让你在我的面前有点存在感 我想怎么样你 那你就得老老实实忍着 甚至挤出笑脸 来感谢我还记得你这个蝼蚁 林婉秋抱着双臂 满脸嘲弄地看着乔丘梦 道 跪下 你现在跪下 给我磕头 我可以考虑松口 给你两个条件 你要能做到 我就不再为难乔氏集团 乔丘梦被林婉秋这话说得火冒三丈 但偏偏又不敢在他面前发作 现在乔氏集团的生死 细于这个女人之手 她只能忍气吞声 你是不是忘记我昨天说过什么了 七等贤在这个时候开口了 眼神如刀 落到林婉秋的脸上 林婉秋一听到她说话 就更加火气重了 怒声道 对了 还有你这个废物丈夫 你必须当着我的面 把她的右手敲断 昨天 她是用这只手打的我 如果你做不到 那就一切免谈 乔丘梦深深叹了口气 道 那我还是跪下吧 七等贤却是在这个时候 一把拉住了乔丘梦 往前狠狠踏了一步 冷声道 林婉秋 我现在给你机会 你不要不知死活 立刻到网上发布文 对乔氏集团进行郑重道歉 然后 如你昨天自己所说那样 跟乔氏集团把合同免费签了 第七十二装逼 哈哈 不知死活 我今天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不知死活 林婉秋神色猛然一冷 然后狠狠拍了拍手 啪啪啪 三声掌声过后 一楼的几个房间大门打开 一个个身穿黑色西装的保镖出现了 他们的西装胸膛左上方 挂了一条流金神龙 这是黑龙商会的标识 十多个剑朔 而且精悍的男子 一下就背着双手 在林婉秋的身后 站成了一排 用一种非常冷酷的目光 打量着齐等贤和乔秋梦两人 乔秋梦心里不由一凉 这些人 可都是黑龙商会的人 可见 林婉秋为了对付他们 做足了准备 怎么 还想跟我动粗吗 林婉秋不屑地看着齐等贤 缓缓问道 齐等贤面无表情地 打量了一眼林婉秋身后 站着的这些黑龙商会来的保镖 神色没有丝毫变化 在他眼里 这只不过是一群土鸡娃狗罢了 林婉秋从桌面上 拿起一根香烟放进嘴里 一旁有个保镖眼击手快 掏出打火机来 啪一声 把火苗凑到了林婉秋的嘴边 林婉秋把烟点燃 吸了一口之后 这才微微一笑 说道 怎么 刚刚不是很硬气吗 现在 看到我这里人多 就不说话了 齐等贤摇了摇头道 我只是不想说一些 没用的废话罢了 看来 你是不准备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了 道歉 你开什么玩笑 我这么高贵的人 向你们两个贱皮子低头道歉 华天下之大击 真是可笑 林婉秋冷声说道 喉咙里冒出呵呵呵的冷笑声来 我的条件已经开出来了 怎么选择是你们的问题 不过 话得告诉你们 就算你们不低头 在乔氏集团破产之后 你们也一样 要跪在我的面前 现在只让你们跪三天 已经算是我的仁慈 林婉秋脸上带着嘲弄的笑容 显得更浓了 用一种高高在上的眼神 看着乔秋梦和齐等贤两人 老王 把赵黑龙的电话 给我齐等贤二话不说 直接摸出了手机来 拨通王万金的号码 王万金也不多话 当即就给齐等贤报了电话 王万金和赵黑龙 还当过一段时间的育友 再加上 两人又都是中海有头有脸的人物 彼此有些往来是很正常的 听到齐等贤的话后 林婉秋不由吃笑了一声 道 要赵会长的电话 何必在这里装模作样 我直接给你就好了 他显然 是在这里装模作样 他哪里会认识什么赵会长 我看 他就是想用这话 故意吓唬一下林小姐 可是 他不知道 赵会长最疼爱的女人 就是林小姐了 不错 就算他真的能打给赵会长 也只不过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罢了 这些保镖都忍不住冷笑起来 齐等贤根本意识不到 事情的严重性 打了赵会长的女人 还想让赵会长来给他撑腰 赵黑龙 那可是出了名的霸道护短 乔秋梦在一旁看着 已经是心急如焚 他同样无法相信 齐等贤有这个人脉 可以联系上赵黑龙这样的人 而且 林婉秋的靠山 就是赵黑龙 就算真的联系上了赵黑龙 那也只不过是 进一步把事情闹大而已 赵黑龙可不会站他们这一边 喂 赵黑龙的声音 从听筒当中传来 我是齐等贤 齐等贤淡淡地说道 赵黑龙听到这声音 顿时就是一个哆嗦 果然 这大魔王还是找上门来了 那天在黑龙商会的门口 他装作没看到齐等贤 就是希望齐等贤别找上他 但现在看来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呀 二当家的 好久不见 怎么会想起联系我呀 赵黑龙客客气气地笑道 笑声里有些紧张和尴尬 那天在商会门口的事情 是我手下的人做得不对 我已经把他收拾了 您就别找我的后账了吧 齐等贤冷冷地道 小泥秋 我现在就在林婉秋的别墅这里 他带着十几个 你们黑龙商会的打手 准备给我上一课呢 你要不要来观摩观摩 什么 我说话之后 魂几乎都要下掉了 装 接着装 我就不信 有人敢管赵会长叫小泥秋的 太能装逼了 我上次就见到有人 对赵会长出言不屑 结果当天晚上 就被打断了两条腿 电话那头根本就没人骂 在这里装模作样 有意思 保镖们看到这一幕 都是不由纷纷吃笑起来 觉得其等闲事在装逼 林婉秋则是抱着双臂 冷笑道 让他接着装就是了 十分钟之内 赵会长要是没被他给叫过来 你们就直接打断他的四肢 我亲自打电话 请赵会长过来看看 他这个废物 保镖们都是不由点了点头 七等闲说道 你女人说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你不过来 他就打断我的四肢 二当家的 您冷静冷静 坐着喝杯茶抽根烟 我立马就过来 赵黑龙惊呼道 电话当中已经传来十分慌乱的动静 快快快 开车送我到龙井别墅那边去 七等闲随手 把电话给挂了 手机揣进了兜里 怎么 不装了 装不下去了 林婉秋似笑非笑地看着七等闲 问道 七等闲转头对乔秋梦道 你可不渴 要不要我倒杯水给你喝 乔秋梦不由愣住 叫道 七等闲 你是不是脑子真的有问题 七等闲随手拿起一个水杯来 倒了两杯水 一杯给了乔秋梦 跟着女人嗶嗶赖赖 我早就渴了七等闲笑了笑 说道 乔秋梦直接无语了 严重怀疑七等闲的脑子 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或者说是被林婉秋的阵仗给吓坏了 林婉秋耐心地看着自己手腕上精致的腕表 十分钟过去了 他抬起头来 笑叶如花 道 十分钟了呢 赵会长还没到呀 乔秋梦不由抿了鸣嘴唇 果然 七等闲打那个电话 只不过是在装模作样把了 他怎么可能联系得上赵黑龙这样的大人物呢 给我打 狠狠地打 他的手脚都给我废了 林婉秋忽然脸色一冷 沉声喝道 十来个保镖立刻行动了起来 将齐等贤和乔秋梦两人都团团包围在中间 乔秋梦无助的泪水一下就掉了出来 哀求道 林小姐 我给你跪下吧 你不要让人打他 好啊 跪下来 给我磕头 狠狠地磕 我不叫停之前 你就不能停下来 林婉秋细血道 说完这话之后 乔秋梦的双膝弯曲准备跪倒下去 第七十三道歉 齐等贤没有想到 乔秋梦居然愿意为了自己给林婉秋下跪 他回过神来 急忙伸手拉住了乔秋梦 平静地说道 秋梦 你应该相信我一次 乔秋梦转过头来 眼神复杂地 看着七等贤 摇了摇头 自己应该怎样才能相信他 你不必给这种小人下跪 我会让他虔诚地对你进行道歉和忏悔 并且 让他补回乔氏集团所承受的一切损失 七等贤认真的说道 林婉秋已经听不下去了 狠狠一挥手 怒喝道 够了 我已经不想再看你在这里装模作样了 乔秋梦 你不跪就滚到一边去 你们 立刻给我动手 把他的四肢废了 我要让他像条如虫一样 爬到医院去 保镖们点了点头 一个个摩拳擦掌 准备出手 都给我住手 就在这个时候 门口传来一声怒喝 保镖们吓了一跳 转头看去 赫然正是他们的大老板 黑龙商会创始人 赵黑龙 乔秋梦脑袋不由嗡名一声 赵黑龙 居然真的来了 是七等贤叫来的吗 林婉秋看到赵黑龙之后 不由一笑 说道 赵先生 您来了啊 我刚刚还准备打电话给您呢 赵黑龙摆了摆手 七等贤周围的保镖们 立刻往一旁散去 赵先生 您可算是来了呢 不然的话 我都要被这个女人的男人欺负死了 他在别的领域上斗不过我 所以就带了自己的男人来 想要对我动粗 您可得为我做主啊 林婉秋到了赵黑龙的身边后 一副摇尾起怜的模样 显得楚楚动人 赵黑龙额头上的青筋 都不由暴跳如雷 一时间心乱如麻 不知道应该怎么给七等贤一个交代 七等贤冷漠道 小泥秋 你说 这事是我亲自出手解决呢 还是你自己给我处理妥善 大胆 居然敢在赵会长面前口出狂言 好大的狗胆 今天我非要废了你 让你知道 什么叫尊备有别 竟敢辱骂赵会长 不把你的这张臭嘴撕烂 今天绝不罢休 保镖们都是义愤填膺了起来 争取在赵黑龙面前表现自己 林婉秋的脸色 也是不由变得冰蒙起来 说道 口不择言的废物 居然敢这么跟赵会长说话 你现在已经可以回家 去为全家人选目的了 林婉秋转过头去 却发现赵黑龙的脸上变了 变得煞白煞白的 居然 有些害怕 林婉秋 谁给你的狗胆 这么跟二当家说话的 赵黑龙一声怒吼 甩开了林婉秋的手 一个巴掌就结结实实落在了女人的脸上 林婉秋直接被赵黑龙这一巴掌 拐到了沙发上去 捂着翘脸 满脸通红晕猛逼 搞不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保镖们也都一个个目瞪口呆 不敢说话了 显然是被这一幕给惊到了 二当家的 真是不好意思 这女人傻逼不懂事 居然得罪了您 惹得您亲自上门来解决问题 都是我的不对 赵黑龙走到七等贤的面前 一顿点头哈腰 看着威风凛凛的黑龙商会创始人赵黑龙 居然对着七等贤点头哈腰道歉 这让在场的人看得都傻眼了 乔丘梦也是满脸不敢置信的 转头看向七等贤 这个家伙居然有这样的能量 能够让赵黑龙对他卑躬屈膝 七等贤神色淡然 道 行了 我不是来看你演戏的 而是来解决问题的 二当家觉得应该怎么解决 赵黑龙客客气气的问道 我的条件之前都已经说了 让他照做就是七等贤 骗了林婉秋一眼 不屑道 赵黑龙转过头 就对着林婉秋恶声说道 二当家的给了你条件 你居然敢不答应 还拿捏姿态 活腻了是吗 赵先生 我 我不知道 这位齐先生 跟你有这样的关系 林婉秋已经语无伦策了 被吓得脸色发白 赵黑龙冷冷到 二当家 让你怎么做 你就给我怎么做 否则的话 别怪我不讲情面 林婉秋直接让赵黑龙给吓哭了 身体都哆哆嗦嗦起来 刚刚说话的那些保镖们 这个时候 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了 七等贤刚刚可不是 在装逼打电话 而是真的把赵黑龙给叫来了 而且 赵黑龙还很怕他 正当乔秋梦愣神时 面前啪哒的一声 抬眼一看 就见林婉秋已经在自己的面前跪下了 秋梦 对不起 一切都是我的不对 我昨天晚上不该奚落你的 更不该不珍惜咱们之间的同学情谊 我现在给你跪下了 给你诚恳道歉 求求你原谅我吧 林婉秋这个时候 一把鼻涕一把泪 要求着乔秋梦原谅自己 乔秋梦有些猛 本来他是要来给林婉秋 跪个三天三夜以做道歉的 但是 现在却反了过来 林婉秋跪下给他道歉 而且还提出了两人之间的同学关系 恳求他能够原谅 我回头就立马发文给乔氏集团道歉 然后像昨天说的一样 无偿给乔氏集团做代言 乔氏集团的一切损失 也都有我来承担 秋梦 求求你了 看在当年是同学的份上 给我一次机会 原谅我吧 林婉秋说着话 还抬手抽自己嘴巴子 把态度拿捏得非常诚恳 七等闲抱着臂膀在一旁冷笑 没有说话 乔秋梦于心不忍 摇了摇头 道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大家怎么说都是同学 走入了社会之后 也理当互相帮扶 而不是彼此仇视 你起来吧 我原谅你 林婉秋哭哭啼啼地站起身来 道 谢谢你 秋梦 二当家的 您看 他都道歉了 而且您夫人这不也原谅他了吗 赵黑龙笑呵呵地说道 那就这样吧 七等闲不嫌不淡地说道 赵黑龙不由彻底松了口气 这一关 可算是过了 林婉秋抹了抹自己的眼泪 心底有些惊恐 这七等闲到底是什么来头 不是一个小预警吗 为什么能让赵黑龙都这么敬畏他 走吧 我们回去七等闲伸手拉住乔秋梦 带着他往外走去 乔秋梦忍不住问道 赵黑龙为什么这么敬畏你 他以前坐过牢 在监狱里 我对他很有关照七等闲笑了笑 解释道 才刚刚回到集团来 就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乔秋梦已经被董事会宣布 解除总裁职务 乔清雨 你什么意思 乔秋梦直接闯入会议室 大声之问道 这是我的意思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乔秋梦这才发现 一个老人坐在很不起眼的位置上 爷爷 乔秋梦愣住 然后咬了咬牙 第七十四说大话 乔老爷子出现在董事会当中 这让乔秋梦有些惊讶 乔老爷子早就处于退休状态 很少出面来管这些事 没有想到 今天居然在这里现身了 秋梦 这是我的决定 你担任总裁以来 集团的收益 没有什么大幅度增益 而且 还因为购买张氏地产集团的股份 而导致公司的财务产生了亏损 惹上康家的人 险些给整个乔家 带来灭顶之灾 又得罪林小姐 导致公司名誉受损 乔老爷子淡淡地说道 语气很坚定 乔秋梦眼眶不由一红 除了张氏地产捐款跑路一事之外 别的事情都不是他主动惹上的 而是实实在在 有人欺负了他 但他没有想到 身为一家人的爷爷 居然不过问这些事情的起因而经过 只看结果 爷爷 我已经和林小姐达成和解了 而且 他表示 会给我们乔氏集团道歉 补偿损失 甚至无偿与我们进行合作签约 乔秋梦抿着嘴唇说道 他不想失去这个职务 呵呵 乔秋梦 你开什么玩笑 林小姐已经说明了 你和你这个废物老公 必须要到他的门前 去跪个三天三夜 这连三个小时都不到 你就解决事情了 还林小姐会给乔氏集团道歉 补偿损失 甚至无偿签约 你能不能把谎话编得可信一点 他这话一出 公司的高层们 也都纷纷跟着大笑了起来 的确 乔秋梦的话 真的太不可信了 乔老爷子也是摇了摇头 说道 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 不容在意 从今天开始 乔秋梦不再担任我们乔氏集团的总裁 他这话一出 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 七等贤却是孝道 老爷子可别乱下决定 林小姐那边可只认秋梦 你把他解职了 林小姐不认账了 那公司才损失大了 乔老爷子脸色一冷 沉声道 这才把秋梦许佩吉 你你不要不知好歹 否则的话 我会将你扫地出门 乔青宇赤笑道 七等贤你 少在这里放屁 还林小姐指认乔秋梦 我们把乔秋梦解职 然后再去求得林小姐的原谅 反而更容易一些 你为了帮他保住这个职务 很上心吗 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 七等贤没有理会乔青宇 而是对着乔老爷子道 老爷子 林婉秋已经答应了赔偿损失 而且进行道歉 无偿签约 这是送上门来的钱 你要是现在把秋梦给免值了 我可以保证 这笔钱 乔氏集团一分钱也拿不到 林婉秋也不会再与乔氏集团进行签约了 哈哈 乔青宇直接肆无忌惮地大笑了起来 说道 你要是真的 能让林小姐原谅你们 而且无偿跟集团签约 我现在就跪下来 管你叫爸爸 七等贤听到他这句话 脸上不由浮现出计较的神色来 按理来讲 乔青宇好几次都应该跪下来 管他叫爸爸了 好啊 这话是你说的 一会儿林婉秋的人会带着签好的合同和支票过来 希望你不要反悔七等贤冷笑道 我当然不会反悔 不过 如果事情不像你说的这样发展 那么 以后你每一次跟我见面 都要跪着 我不准你起来 你就不准起来 乔青宇抱着双臂说道 一副吃定了七等贤的表情 乔老爷子一摆手 直接打断了他们两人的对话 说道 我听闻像是集团在新世纪的地皮开发上 下了很大的力 而且 会腾出一些项目来进行外包 这个是接下来的重中之重 如果能够拿下像是集团在新世纪的项目 对于乔氏集团的发展来说 有非常大的作用 像是集团 咱们中海市的龙头企业 想要拿到他们的项目可不简单 是啊 像东勤的名声如雷贯耳 出了名的冷酷 不好打交道呢 不过这也是一个机会 咱们必须全力以赴 从新世纪当中拿到一些项目 乔老爷子的话 直接吸引了众人 大家开始就这个问题讨论了起来 七等贤在这个时候说道 秋梦能够搞定这个项目 他已经跟向东勤有了口头约定 新世纪的地皮开发 他有一定的话语权 毕竟 这块地皮 可是他帮助像是集团 从虎门集团的手中保下来的 七等贤的这一句话 直接震惊了在场的所有高管们 一个个高管都停了下来 纷纷看向他和乔秋梦两人 乔秋梦直接被七等贤这突如其来的一下 整得猝不及防 翘脸上满是震惊 转头愕然地看着七等贤 你怎么又乱说话 面对像是集团这种庞然大物 乔氏集团根本没有半点的突出点 可言 他没有任何把握 能够搞定像是集团的项目 爷爷 我建议先把这个 哗众取宠的小人给赶出去 免得打扰我们开会 部署战略乔青宇开口说道 这种废物 一天就只会说大话 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自身连批大点的本事都没有 反而还喜欢惹事 乔秋梦要是能有这个能力 那我就能跟帝都的徐氏集团 搭伙做生意 乔老爷子的脸色 也不由有些发黑 冷冷地说道 邱梦 这是你的意思吗 乔秋梦刚想摇头 齐等贤就到 这就是邱梦的意思 他有这个能力 乔秋梦很想说话 但齐等贤的反应 总比他快上一拍 这让他有些气恼 也有些无奈 哈哈 像是集团可不是什么小公司 乔秋梦能有这个能力 开什么玩笑 乔秋梦如果能跟像是集团达成合作 吃下像是集团手里两个项目 我当场把脑袋砍下来 给各位当球踢 在乔秋梦的领导下 集团只会亏损 他有狗屁的能力跟像是集团谈成合作 真是可笑 两个哗众取宠的小人 真是为了保住总裁这个职位 连脸皮都不要了是吧 乔青宇和公司高层们都纷纷表示不屑 乔老爷子轻轻咳嗽了两声 齐等贤注意到 他的咳嗽声有些怪异 不由微微皱眉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乔秋梦在这个时候 伸手狠狠掐了齐等贤一把 咬着牙低声说道 齐等贤 你搞什么鬼 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你是要害死我吗 就在这个时候 有秘书进来汇报了 说道 乔总 外面来了的人 自称是林婉秋小姐的秘书 点名要找您 找我 乔青宇站起身来 精神一震 不是 是找乔秋梦乔总 秘书尴尬的指了指乔秋梦 乔青宇神色顿时尴尬 而后冷声道 肯定是来下最后通牒的 齐等贤 你就等着给我下跪好了 第75教爸爸 林婉秋派来的秘书 被请进了会议室当中来 秘书小姐 请你回去转告林小姐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取得她的原谅的 请给我们一些时间 乔青宇急忙说道 秘书有些古怪的 看了乔青宇一眼 没有理会 而是对乔秋梦说道 乔总 真是不好意思 林小姐身体有些不方便 所以不能亲自过来 乔秋梦当然知道 林婉秋不方便是为什么 毕竟才刚刚挨了 赵黑龙一记大嘴巴子 脸现在 估计都是肿着的呢 没关系 有什么事吗 乔秋梦很有礼貌地问道 是这样的 林小姐已经写好了道歉书 这里请您过目 还有就是 最后是给贵公司的三千万损失 赔偿秘书从自己的公文包里 掏出了三样东西 道歉书 合同 支票 林婉秋的秘书这句话 直接让整个董事会的高层 都变得静悄悄的了 刚刚他们还准备看乔秋梦 被人求一顿的好戏来着 但是 人家根本不是来找事的 而是真的来道歉的 乔秋梦有什么能力 让林婉秋这么低头 这么卑微 乔青宇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觉得一个个耳光 仿佛抽在自己的脸上 也不由狠狠皱了皱眉 她接下来还准备商议 怎么去求的林婉秋的原谅来着 但没想到 乔秋梦早就已经解决了 不是 有没有搞错 乔秋梦得罪林小姐 得罪得这么惨 林小姐这就原谅她了 乔青宇震惊道 林小姐真诚向您道歉 希望您能接受秘书没有理会乔青宇 而是直接对乔秋梦说道 什么 林小姐给乔秋梦道歉 高管们再次吃了一劲闷雷 一个个脑瓜子里嗡嗡的 搞不清楚状况 七等贤伸手帮乔秋梦从秘书手里接过了东西 说道 林婉秋的心意 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回去告诉她吧 事情到此为止了 是 七先生秘书客客气气应了一句 然后就直接走人了 七等贤转过头来 满脸冷漠地看着乔青宇 道 跪下叫爸爸 什么 你让我跪下叫你爸爸 你配吗 你这个臭玉井 乔青宇惊怒交加地说道 刚刚 你可是已经跟我赌了 你说我们要是解决了这件事 你就跪下来喊我爸爸七等贤淡淡地说道 大家都听到了 现在你准备赖账吗 乔青宇脸色一阵青红不定 连带着他的父亲乔国栋 也是面色难看得起来 乔青宇可是他的女儿 跪下来喊一个年轻人爸爸 这算怎么一回事 乔青宇冷笑道 我就是要赖账 你又能怎么样 这是乔氏集团 是我们乔家的产业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赖账了 你不服吗 不服的话 又有什么办法呢 七等贤转头看向乔老爷子 道 老爷子怎么说 乔老爷子直接装作没有听到 显然是偏袒乔青宇的 乔秋梦这个时候也有些气不过 他很清楚 以乔青宇这种咄咄逼人的性格 如果是七等贤失败了 那肯定会被他逼上绝路 但是 七等贤赢了 他便直接赖账了 而且还说的这么光明正大 这么无耻 简直让人唾弃 最关键的是 高管们和乔老爷子也都有一偏袒 仿佛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一样 哦 那算了吧 我把这些东西都给撕了 就当是我输了吧 七等贤笑呵呵的抬起手来 吃的一声 撕裂了道歉书 乔老爷子的眼皮 不由狠狠一跳 高管们也都震惊 三千万的支票也撕了吧 反正大家都不认账 七等贤继续笑道 等等 乔老爷子急忙站起身来 吃 众人看到 七等贤手上 一张纸被撕碎 一个个高管都不由惊怒交加 没有想到 三千万的支票 七等贤居然说撕就撕 乔老爷子也是气得面红耳赤 震怒道 你把我们乔氏集团的三千万撕了 撕了一张白纸而已 支票在这儿呢 不过 如果有人继续赖账 那我保不齐真的会撕了他 七等贤认真道 乔老爷子沉声道 秋梦 还不管管你的老公 乔秋梦这个时候 也是脾气上来了 直接装作没听见 都是一家人 凭什么每个人都来欺负自己 七等贤打了个喝歉 道 那我可真撕了 到时候 你们自己去找林婉秋解释 说完这话之后 他真的要动手撕碎 这张价值三千万的支票 别别别 孙女婿 有话好好说 乔老爷子突然变脸了 笑盈盈地说道 与其非常的和气 哦 老爷子 您说怎么办 有人要赖账 我留着也没用呢 七等贤满脸为难地说道 乔老爷子心里气不打一出来 但还是笑脸迎人 然后说道 谁敢赖账 刚刚大家可都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没人敢在我的面前赖账 乔青宇急忙叫道 爷爷 闭嘴 乔老爷子呵斥道 做错就要挨打 愿赌就要服输乔乔青宇 立刻履行你的承诺 乔青宇直接让乔老爷子 猴得满脸委屈 面色通红了起来 七等贤杨扬了羊手里的支票 意思是让乔青宇快一点 啪 众目睽睽之下 乔青宇只能对着七等贤跪下了 他心里憋屈无比 自己 居然像一个自己 一向看不起的男人跪下了 爸爸 乔青宇咬着牙 把这两个字 从牙缝里挤出来 坐在椅子上的乔国洞 七的双目通红 但没有任何办法 毕竟 这是乔青宇自己落人画饼了 乔秋梦转过头 有些责怪的看了七等贤一眼 虽然他也觉得 这样很过瘾 但也感觉做得有些过了点 七等贤吃笑了一声 道 行了 乖女儿起来吧 说完这话之后 他把支票和合同一起扔给了乔老爷子 说道 老爷子 秋梦是不是应该继续担任总裁 嗯 乔老爷子沉默地点了点头 乔秋梦心里不由轻松了下来 转头对着齐等贤微微一笑 这还是他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对齐等贤笑 乔青宇站起身来之后 气急败坏 就大声道 刚刚乔秋梦可是承诺了 要从向市集团拿到项目的事情 爷爷 我觉得可以用这件事来 对他进行考察 如果他真的做得到 那就继续担任总裁 大家都没有意见 如果他做不到 那就让他赶紧退位让险 第76影响拔刀 没错 刚刚乔秋梦自己说的 他能搞定向市集团的项目 有人出声 大声提醒乔老爷子 乔秋梦心里不由发急 这话可是齐等贤说的 他可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 齐等贤看出乔秋梦的忧心忡忡 便淡淡地道 你不用担心 这个项目肯定能够搞定的 也借此 巩固你在集团当中的地位好了 乔老爷子开口道 秋梦 你在上任总裁期间 做错了不少的事情 但是 能够让林小姐赔偿集团损失 而且免费与我们签约 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不过 这还不够 而且 你自己也说 能够搞定像是集团的项目 那么 这个任务就委派给你了 如果你真的能够从像是集团手中 拿下一个以上的项目 你就可以继续担任总裁 否则的话 也就只能换人来做了 乔秋梦艰难地点了点头 道 谢谢爷爷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努力的 乔青宇忍不住冷嘲道 要是光努力 就能拿下像是集团的项目 那像是集团的项目 恐怕早就不够用了 齐等贤听到他还在说话 不由有些厌烦 就冷笑道 那要不要再来赌一赌 乔青宇让他这句话 给腔得满脸通红 气得只想上去跟他拼命 我等着乔秋梦 去拿到像是集团的项目 乔青宇不接齐等贤的话 只是冷哼一声 乔老爷子大手一挥 宣布散会 大家都各自散去了 齐等贤 你搞什么鬼 为什么要替我答应下来 像是集团这样的企业 根本不会拿正眼 看一下乔氏集团的 我怎么从他们手里拿项目 乔秋梦带着齐等贤回到办公室 大门一关 直接质问了起来 你放心 你肯定能搞定的 我是像是集团的安全部副部长 这块地 还是我帮向东勤保下来的 有一定的发言权 齐等贤淡淡道 乔秋梦听了这话 有些将信将疑 毕竟 齐等贤今天的的的确确 是帮他搞定了一件大事 今天的事情 谢谢你乔秋梦 没再纠缠这个话题 而是对齐等贤进行了道谢 不必客气吗 夫妻之间互相帮扶 很正常的齐等贤笑道 乔秋梦听到这话之后 脸色却是一黑 直接将大门一开 倒 出去 齐等贤愣了愣 然后被乔秋梦给推了出去 这让他不由感叹一声 谢莫杀驴啊 不对 过河拆桥 在前往像是集团的路上 齐等贤接到了黄文朗打来的电话 齐大师 小女过两天要举办生日宴会 她特别点名 希望你能够来参加 还请给个面子 黄文朗客客气气地问道 好啊 齐等贤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黄文朗又跟他寒暄两句之后 这才把电话挂断 来到像是集团 找到了像东晴 此刻的像总身穿色掉冷裤的西装裙 眉腿上是诱人的黑丝 长发依旧挽着发际 用一根铅笔数在脑后 整个人从上到下 都透出一股超级女强人的感觉来 上次我帮你在虎门集团的面前 保下了新世纪的地皮来 你也答应我在这块地皮上 有一定的发言权 齐等贤说道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像东晴淡淡地说道 头也不抬 默默处理着文件 像东晴听后略微抬头 冷艳的俏脸上 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 平静道 这件事你自己安排 回头自己找专门的负责人 就是七等贤道 好 那就这样吧 等到七等贤离开之后 像东晴的眼中 这才闪过一道脚侠的光芒 带着些许阴谋的味道 王总 像东晴又接到了王虎打来的电话 约他一块吃晚餐 好啊 我正好也想吃那家的石锅鱼了 那么 下班之后不见不散 挂断电话之后 像东晴将一只圆珠笔拿在手里旋转着 思索对策 虎门集团有跟徐氏集团强强联合的趋势 虎门集团是地头蛇 徐氏集团是过江龙 两者一旦联手 像是集团就没有了挣扎的空间 所以 他决定暂时先稳住王虎 偶尔和他吃顿饭 表现得暧昧一些 等到自己彻底腾出资金来 再进行大决战 最近怎么满脑子都是腿 七等贤摇晃了两下脑袋 觉得自己的思绪有些浑浊 努力把像东晴那双修长的美腿 从脑子里甩出去 以前在监狱里 十天半个月见不到一个女人 就算见到了 也不一定就是美女 所以心无杂念 这会儿回到都市来 身边围绕着的 又都是美女 还有个李云婉 时时刻刻想着简陋 所以 心思乱点倒也正常 难怪秋初即一心求道 直接自攻了女人 果然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七等贤轻哼一声 冷冷地想着 才将将走出大门来 一辆蓝色的宝马轿跑 就听到了她的面前来 车窗放下 露出李云婉的面容 齐四儿 快上车 我请你去吃饭 李云婉笑道 七等贤直接把早上 远离李云婉的想法 忘了个一干二净 拉开车门上车 正巧晚饭没有着落 李云婉道 齐四儿 你的手段还真是雷霆万钧啊 这就把李婉秋给搞定了 我刚刚看到网上发布的 道歉长文了 到了饭店门口 七等贤遇到了一个熟人 黄文朗的儿子黄齐冰 黄齐冰看齐等贤有女伴 也就只远远地笑着点头 打了个招呼而已 这情商 倒不愧是首家的公子 跟你打招呼的人是谁啊 怎么看着 有点眼熟地感觉李云婉好奇道 黄文朗的儿子黄齐冰 七等贤淡淡地说道 李云婉心里小小震撼了一下 像黄齐冰这类人 有自己的圈子 他平日里是接触不到的 包间里坐下没多久 点好的一桌夹肴上来 还没动几筷子呢 就有一个女人趾高气昂地走了进来 李云婉 赶紧地 收拾收拾打包滚蛋 这个包间 我要了 这个女人样貌一般 但衣着滑贵 说话的同时 直接扔出了一叠钱来 差不多有一万多块的模样 李云婉看到这个女人之后 不由一惊 轻轻皱了皱眉 女人身边跟着的几个人 也都是一副趾高气昂的姿态 嚣张得不得了 第七十七遭见粮食 李云婉不由轻轻咳嗽了一声 转头对齐等贤道 齐四 要不 我们打包换个地方吃 齐等贤却是有些不爽 这包间是李云婉预定的 对方扔出一叠钱就想抢 赶紧的 别耽误了我们点菜 一会儿王总要邀请 向总在这里吃饭 耽误了时间 分分钟要你家的木子集团破产倒闭 女人冷哼一声 说道 李云婉低声道 她是虎门集团少东家王虎的秘书 徐小玉 没必要因为一顿饭招惹她 齐等贤没想到 这女人居然是王虎的秘书 而且 王虎居然还要和向东秦一块吃饭 凭什么要让 这是我们先预定好的包间齐等贤淡淡地问道 徐小玉听到这话之后 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冷漠地说道 我劝你 最好不要做傻事 不然的话 吃后悔药都来不及 李云婉抿着嘴唇不敢说话 木子集团可不敢跟虎门集团这种大公司掰腕子 对方的确是有能够让木子集团分分钟破产的能力 赶紧把包间让出来 这一万块钱算是给你们的赔偿 拿出去买点吃的补偿下自己 我们虎门集团想要这个包间 那属实是看得起你们 你们应该感觉到荣幸 这些饭菜也别打包了 直接扔掉吧 省得浪费时间 徐小玉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然后冷冷淡淡地说着 七等闲却是坐着没有动 用筷子夹起一枚鸡腿 然后慢条丝里地啃了起来 徐小玉眉头一挑 怒道 你聋了 还是听不懂人话 李云婉 这是你养的小白脸 赶紧让他和你一起拿着钱滚 同样的话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李云婉扯了扯七等闲的衣袖 道 我们走吧 七等闲却是呵呵一笑 说道 我还没吃饱呢 走什么走 你请我吃饭 请到一半就这么算了 未免太不够朋友了吧 下次 你可别想在我的云顶天宫过夜 云顶天宫 真是可笑 看你那穷酸样 像是住得起中海最顶尖别墅的样子吗 云顶天宫足足价值二十亿 比你身旁这个包养你的小妇婆家的公司 都还直前 许小玉听到七等闲的话之后 直接吃笑了起来 他要是能住云顶天宫 那我就能住进帝都的紫禁城里去 这种人明显就是在装逼而已 大家也就当笑话听听罢了 没什么可说的 李云婉跟七等闲相处了最近这些日子 知道这家伙 一向是个吃软不吃硬的脾气 多半是真的不会让出这个包奸给许小玉了 他心里叹了口气 七等闲是毫不畏惧虎门集团 但他怕 木子集团这点体谅 根本不够虎门集团打的 真要挤兑起来 破产是迟早的事情 今天我心情还算不错 不想生事 你们什么虎门集团也好 龙门集团也罢 赶紧滚蛋 别打扰我吃饭 七等闲没有理会这些人的嘲讽 而是淡淡地说道 徐小玉的脸色陡然变得阴冷了起来 说道 小瘪犊子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蠢话吗 七等闲慢条思理啃着鸡腿 淡淡道 同样的话 我不想重复第二遍 徐小玉刚刚也说过 跟其等闲这句话差不多的话 听到他再说一遍 只觉得 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嘲弄和讥讽 心中的怒火更盛 徐秘书 这人不仅仅是个穷逼 还是个傻逼 像听不懂人话一样 赶在我们虎门集团的面前装逼 的确是脑子坏了 给了你钱 就老老实实收下 然后把包间让出来 别跟我们在这儿啰里啰嗦 小心把你的狗腿都打 让你爬出这个包间 跟着徐小玉来的这些虎门集团的人 都是冷笑不已 其等闲平静道 别说你 只是王虎的一个秘书 就算是王虎亲自过来 跟我要包间 我也不会让给他 好大的口气 徐小玉不由冷声喝道 吃吃吃 吃你妈呢 赶紧给老子拿着钱滚 这些钱 够你吃半年的饭了 一个西装男走了上来 怒声呵斥 抬手就抓住了桌子边缘 准备先捉 其等闲却却是眼神一冷 伸手猛然按住桌面 这西装男 不管怎么用力 都无法撼动桌面半点 他额头上青筋暴跳如雷 脸色通红 用了吃奶的力气了 但依旧无法掀翻桌面 想要包间 让王虎亲自过来 给我三跪九寇 我说不定可以看待他 请向东晴吃饭的份上 给他的面子 把包间让给他你们吗 嘖嘖 不行 其等闲满脸不屑地道 左手拿着鸡腿 右手撑着桌面 冷笑道 你他妈的 这西装男大怒 两只手都放到了桌面下 用力往上掀 其等闲不动 右手依旧按在桌面上 整张桌子 纹丝不动 众人看到这一幕 不由有些恶人 这家伙的力气 有多大 有霸子傻力气 就可以嚣张跋扈了 你要知道 这个社会 不是看谁有力气 谁就能站得住脚的 而是要看谁有权有势 徐小玉冷漠道 徐小玉直接走到了饭桌前面来 直勾勾地看着其等闲 眼神当中充满了杀气 徐小玉冷淡道 这社会 就是这样的弱肉强食 我们是虎门集团的人 要你让出包间 你就必须得让出来 你不想让 那可以啊 看看你 自己有几斤几两 够不够 我们收拾的 而且 我们收拾你 你也只能乖乖束手挨着 说完这话之后 徐小玉呸一声 将一泡口水 吐进了一碗排骨汤里 周围的虎门集团的人 也都一圈站开 包围了七等闲 你很喜欢吃 没吃饱 没关系 把这碗汤喝了 估计你也就饱了 喝完这碗汤 然后老老实实跟着李云丸滚蛋 我可以对你的无知稍微谅解 徐小玉满脸嘲弄 认为局势已经在自己的掌控当中了 七等闲顿时被恶心给吃不下了 随手把鸡腿扔到一旁 然后皮笑若不笑地道 你知不知道 老子最讨厌的 就是别人遭见粮食 遭见粮食 遭见给他看看徐小玉冷声道 呸 呸 呸 虎门集团的人纷纷张口 一泡泡口水 吐到汤碗里 徐小玉冷漠道 给我喝了它 否则的话 今天中海港的深水码头里 会多一具尸体 徐小玉的话 让李云丸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虎门集团 可是真的做得出这种事情来得势力 第78高高挂起 好汉不吃眼前亏 咱们还是走吧 他们毕竟人多是重 李云丸心里有些发虚 真的怕徐小玉把七等闲给做了 七等闲却是笑了笑 伸手拿起了这碗汤来 汤水表面 还扶着唾液的泡沫 一般呢 在我们监狱里 是不存在浪费粮食这种事情的七等闲很认真地说道 徐小玉看他拿起了汤碗来 脸上浮现出讥讽的笑容来 道 要喝就赶紧喝 别在这里废话 刚刚有多嚣张 他现在就有多怂 我要看着他把这碗汤喝光 一口不上 还跟我们说讨厌人遭见粮食 我们有的是钱 遭见了又能怎么样 七等闲继续说道 因为 犯人们都知道 我很讨厌有人浪费粮食 徐小玉冷笑道 所以呢 你为了不浪费粮食 还不赶紧喝光他 七等闲却是在这个时候 闪电一般出手 猛然擒住了徐小玉的脖子 狠狠一宁 就直接给他按倒在了桌面上 整碗汤 劈头盖脸泼了下去 徐小玉没有想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七等闲居然还敢对自己出手 猝不及防之下 嘴里和鼻子里都被灌入了汤汁 所以 你应该把他喝光 七等闲放下了汤碗 冷笑着道 周围的虎门集团 众人都目瞪口呆 也没想到七等闲居然这么暴力 会突然对徐小玉出手 徐小玉被恶心的连连咳嗽 脸色通红 叫骂道 你 你 你居然敢这么对我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七等闲没有理会 把徐小玉扔在桌面上的这一叠钱给收了 这桌菜被你们给弄脏了 这笔钱 就当是 你们给我的赔偿七等闲冷冷的说道 今天 你们必须要把这桌菜 给我一口不剩的吃干净 不准浪费一点 否则的话 没有一个人 能走出这个包间 七等闲的话 让虎门集团的众人 都是怒火冲天 一个个眼睛里 绽放出凶光来 虎门集团向来以狼姓著称 更是龙门扶持起来的企业 背景庞大 平日里 任何人见到他们 都得是恭恭敬敬 哪里有像七等闲这种嚣张的人 果然 闹大了 李云丸苦笑 看着这一幕 心里哀叹一声 只但愿虎门集团 别来找木子集团的后帐 不然的话 他可真的吃不消 弄他 徐晓玉一声令下 一个个虎门集团的人 都抄起瓶子 椅子这些东西 冲向了七等闲 绵羊来得再多 也挡不住一头狮子 七等闲摇了摇头 随手接住一把砸下来的椅子 然后飞起一脚 当头一人 直接被踢得挂到了墙壁上去 紧接着 他放下椅子 不退反镜 冲入了人群当中 全脚并用 七等闲可是从小 在穷凶极恶的犯人堆里 长大的猛男 怎么会把这些 酒囊饭袋放在眼里 李云婉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 男男道 太凶残了 齐四尔 真的太凶残了 三十秒不到而已 虎门集团的七八个猛男 全部都倒在了地上 一个个哼哼唧唧爬不起来 满脸的痛苦 徐晓玉看到这里 也是吓得身体抖了抖 没料到七等闲这么能打 轻松就料到了七八个人 我说的话 向来都是发自内心 认认真真的 你们为什么总会觉得 我是在装逼呢 七等闲坐回到了椅子上 很诚恳地发问道 徐晓玉嘴唇颤抖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了 七等闲平静地道 把这桌菜 一点不剩地全部吃完 我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说完这话之后 他还认认真真的 从抽屉里摸出一把筷子 一个人扔了一双过去 你敢对我们动手 敢羞辱我 我一定要让李云婉 这小娘们的公私破产 徐晓玉叫道 李云婉脸色一白 果然 自己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 七等闲却是吃笑 摇了摇头 道 虎门集团现在哪里抽得出手来 跟相识集团的角逐 这么激烈胶着 还敢对别的公司出手 就不怕 被向东晴抓到机会 给予致命一击吗 你少在这里吓人 没用的 李云婉听到这话 不由一愣 然后看向徐晓玉 只见徐晓玉听了七等闲的话之后 也是惊讶无比 叫道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七等闲平静道 新世纪的地皮 是我帮相识集团留住的 你应该知道 我是什么人 你就是那个击败了 陈永年的 相识集团安全部副部长 七等闲 许晓玉不由一惊 问道 七等闲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 就这么看着 许晓玉 是你又如何 有点武力 有点蛮力 莫非就以为自己 可以为所欲为了 是 你是帮相识集团立了大功 但是 现在相识集团 和我们虎门集团 正处于暧昧期 谁都不会把脸撕破 你觉得 像总会为了你一个打工仔 跟虎门集团翻脸吗 你动了我 就算我们不用道上的手段 来收拾你 也绝对可以让你 蹲个十几年的大牢 我就不信你再能打 还能打得过枪 许晓玉逐渐冷静了下来 显然是 准备动用官方的力量 来收拾七等闲了 恰在这个时候 包间的大门被人打开了 王虎一进来就到 徐秘书 我要的包间 还没准备妥当吗 像总已经到了 说话间 看清楚包间内的一切之后 王虎的脸色不由垮了下来 跟在他身旁的向东秦 也是略微一愣 看到七等闲之后 脸上不由浮现出一抹细血的笑意 显然是有些幸灾乐祸的模样 王总 属下无能 没有办好事 徐晓玉哭丧着脸说道 他不肯让出包间 反而还将我们的人打了一顿 我正准备报案 王虎 也是审视夺视的能人 转过头就对向东秦道 东秦 你看 你手底下的员工 打了我们虎门集团的人 你觉得 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 给我手下这些人一个交代呢 向东秦淡淡淡道 在公司里 在上班时间里 我当然会管教我的下属 但是 现在是下班时间 而且不是在公司里 那就属于他的私人恩怨了 公司里明文规定 我们不会干预任何员工的私人恩怨 向东秦当然知道 王虎这是想借机发难 从向市集团当中要点好处 他自然不会接招 三两句轻飘飘带过 这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模样 让王虎不由一针力不从心 七等闲却是不由想着 这女人真没良心 第七十九思了功了 向东秦一向是一个以利益至上的人 这也正是为什么 大家都会给他贴上冷血的标签的原因 王虎转过了头来 对着七等闲说道 你是想私了还是功了 七等闲平静道 什么叫私了 什么叫功了 私了就是赔偿 这里一个人 你赔偿一百万 总共九百万 此事作罢 功了 那就是我们报官 由官方来处理这件事 对伤者的伤情做鉴定之后 提起诉讼 让你坐牢王虎淡淡地说道 七等闲既然是 能够祭拜陈永年的人 那用道上的手段就有些麻烦 所以 借助官府的力量是最佳的 这次七等闲动手打人 被他在现场抓见 那么 他就绝对不会放过 这个报复回来的机会 上次新世纪地皮的事情 若非七等闲插手 现在已经到了他的手里来 所以 对这个人 他是恨得牙根痒痒 私了好了 你们每个人赔我一百万 这桌菜不用吃了 此事就此作罢 七等闲轻描淡写地说道 这话一出 虎门集团的人直接愣住了 这小子是不是有病啊 听不懂王总说的话 反而要从我们这里 额走一百万 他以为他是谁 国家首领的儿子吗 打了我们 居然还给我们要钱 妈的 太嚣张了 王总 千万不能放过他 咱们直接报官 走司法程序 虎门集团的人都幕吼了起来 觉得其等闲为人太过嚣张 不拿他树立典型 以后谁还会把虎门集团 给放在眼里 王虎的眼中 也不由迸射寒光 冷冷地道 我再认真跟你说话 你最好把态度放端正一点 我愿意给你私了的机会 那是给向总面子 向东秦立刻撇清关系道 王总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是私人恩怨 不用给我什么面子 其等闲抬了抬手 对着王虎道 请开始你的表演 一旁的李云婉 看其等闲这模样 忍不住有些想笑 但这场合 实在不宜发笑 只能狠狠抿着嘴唇 轻轻踩了他一脚 其等闲被李云婉踩了一脚 不由有些不爽 皱着眉头直接踩了回去 李云婉没想到 这四居然 这么没有绅士风度 大脚踩得自己脚背生疼 气得伸手去掐他的腰肉 其等闲不是吃亏的人 怒火中烧之下 也反手来掐李云婉 两人这模样 看上去 简直就像是不拿王虎当一回事 自顾自的在打情骂靠一样 看得像东秦都有些想笑 王虎却是彻底愤怒了 他没有想到 其等闲居然这么张狂 这个时候了 都还敢当着自己的面跟女人 打情骂靠 而非是为他自己的处境担忧 好好 既然你这么张狂 那就走司法程序好了 我想看看 你这么能打 打不打得过探员们的枪 王虎说完这话之后 直接就摸了自己的手机出来 拨通了一个号码 陈生说道 赵总警 天元饭店 麻烦带队过来一下 这里有人行凶 对我们虎门集团的人动手 我在此恳请你带队缉拿凶徒 中海市的警局一把手 总警赵天璐 听完王虎的话之后 立刻说道 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打虎门集团的人 我这就带队过来 说完这话 赵天璐挂了电话 立刻招呼在局里 上班的探员 分了足足四辆车出来 十几个人 直奔天元饭店这边来 别闹了 王虎已经报官了 李云婉低声说道 报官了又怎样 官府是他家开的不成 官府做事 也要讲公道七等嫌冷冷道 徐小玉听到这话之后 直接冷笑了起来 道 公道 你无权无视的小人物一个 能有什么公道 我们虎门集团就是公道 你敢动手打我们的人 不管你出手是什么原因 是对还是错 都是你犯法 惹到我们虎门集团 还想讨要一个公道 笑话 七等嫌平静道 我一直都相信 公道是存在的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当这么多年的狱警 王虎眯着眼睛 连连冷笑 略微摇了摇头 道 公道就是你打了人 然后要被警局的探员给带走 最后接受司法审判 懂了吗 不不不 公道是 你们一个人 赔偿我一百万损是非 而且还要把这里 被你们的口水弄脏了的菜 一点不剩的吃完 七等嫌笑盈盈地回敬了一句 好啊 那就看看 这公道 到底是在哪一边好了 王虎冷横道 向东秦在一旁微微皱了皱眉 王虎报关了 但七等嫌还有恃无恐 也不知道是真的觉得 道理站在他这一边 还是有更大的背景 能够震慑住官方 如果一会儿七等嫌扛不住了 真的被警局的人给带走了的话 但他还是不能坐视不理的 于情于理都不能 虽然他有些冷血 你现在最好是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说辞 虽然 你这些说辞 赵总警肯定不会听徐晓玉笑了笑 得意地说道 七等嫌懒得理会 只是对李云婉道 能不能再给我点几道菜过来 我没吃饱呢 好饿 徐晓玉见其等嫌没理会自己 脸上的表情不由一僵 然后玉怒道 吃吧 吃饱了 你也好上路 这说不定 是你的最后一顿 李云婉也是觉得 七等嫌的脑回路轻奇 事情都闹到这个地步了 他居然想的是 还没填饱肚子 你能不能长点心啊 李云婉低声道 一会儿来的人 可是咱们中海市的总警赵天路 七等嫌见李云婉 无视了自己的要求 不由冷哼一声 满脸的冷漠 你什么意思啊 我这是好心提醒你 李云婉忍不住有些来气 女人 果然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七等嫌满脸俱要地说道 一 李云婉无语 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 外面的街道上 响起了呜呜的警笛声 几辆警车停到门口 身穿藏蓝色制服的探员们 火速下车 在一个身穿白色制服 肩膀上扛着好几朵 无尽花的中年总警的带领之下 直奔饭店内部而来 徐晓玉冷笑道 看来 你是没机会吃这最后一顿了 死娘们废话真多 一会儿 你给老子 把口水最多的那盘菜吃干净 七等嫌不耐烦地挑了挑眉头 冷冷地说道 第八十网法道理 是赵天璐赵总警 咱们中海市警戒的一把手 他居然亲自带队过来了 是发生什么事了 赵总警可是一向以强硬著称 这次亲自带队过来 饭室的人估计是要倒霉了 没想到今天能够见到赵总警这样的大人物 也不知道是谁惊动了他 简直不知死活啊 看到赵天璐来势汹汹 一些看客们都忍不住低声议论了起来 赵天璐进入饭店之后 直接就带队往包间那边赶去 一些好奇的人都悄悄跟在后面 准备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赵总警好 饭店的经理看到赵天璐之后 也笑呵呵上来鞠躬问好 嗯 赵天璐只是淡淡恩了一声 很快 他带队来到了包间的门口 一挥手 探员们直接在外面布控 里面的人 是虎门集团的少东家王虎啊 我看到好几个虎门集团的人 被打倒在地 莫非是有人对虎门集团动粗 我的天 这根本就是活腻了吧 居然敢跟虎门集团动粗 赵总警肯定是王总叫来的 动了虎门集团的人 死定了 赵总警亲自带队过来 显然是王总开口了 这件事 不会轻易解决了 动手那人死定了 大家略微了解情况之后 又继续低声讨论了起来 一个个都觉得 齐等贤必死无疑 在赵天璐踏入包间之时 向东晴的眉头 不由轻轻往上挑了挑 看来 王虎是奔着 把事情闹大去的 就算他想要保下 齐等贤 那也要花费更加重的代价了 王虎看到赵天璐来了后 急忙上前去与赵天璐握了手 道 赵总警 您可算是来了 还得为我们这些 善良的企业家做主啊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今天请了向东晴向总吃饭 然后让手下到饭店里 来预定包间 包间满了 于是让手下来这里跟人协商 结果对方不愿意协商 甚至还直接出手打人 您看到了 我的这些手下 都被这个恶徒给打伤了 说话间 王虎伸手指了止气等贤 徐晓宇也急忙说道 赵总警 我就是当事人 可以作证 赵天璐点了点头之后 一挥手 说道 带走 嗯 齐等贤不由微微一正 然后 他笑了起来 说道 赵总警 我也是警务系统里的人 虽然不是一个单位 但对这些流程 多少也是了解的 你不是应该听听 我们这一边的说辞 然后再下判断吗 或者说 是把两方都带走 一块进行调查 王虎却是淡淡地道 你算什么东西 打了我的人 哪怕你站着天大的道理 都是不对 在中海 我们虎门集团要动你 那你就老老实实站着 你敢还手 那就是犯法 向东勤的眉头不越地动了洞 齐等贤毕竟也是像是集团的人 王虎当着他的面说这话 明显带着一些挑衅 看来 王虎是迫不及待 想要自己下场 跟他掰腕子 但越是如此 向东勤反而越不会主动 始终一副冷眼旁观的模样 赵天璐听了王虎这嚣张的话之后 没有半点的反感 只是对着齐等贤冷漠地说道 难道还用你来叫 你要是比我还会做事 那这个总警 岂不是你来当 赶紧双手抱头跪下 所以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外面的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纷纷摇头 太不知死活了 得罪了虎门集团的王总 惊动了赵总警亲自带队过来 还在这里耍嘴皮子 嘴皮子利索也没用 他今天就算是能说会道 把天说破了 也得吃官司坐牢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惹谁不好 非要招惹虎门集团的人 大家都是觉得 齐等贤自作孽 不可活 毕竟虎门集团的人 不是谁都能招惹得起的 李云婉的心里 也是不由紧张 一下来了这么多探员 甚至是由总警亲自带队 怎么看 齐等贤都翻不了这个盘了 兴奇的 你刚刚不是说 要让我们把这里的菜 全部吃光吗 现在 你怎么不把这话 再说一遍出来 给大家听听了 我给你一个机会 跪下 把这些菜一口不剩地吃干净 说不定 我们虎门集团 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让赵总警对你从轻处罚 只盼了三五年的监禁就算了 徐小玉在这个时候得意了起来 直接把一盘被吐了唾沫的菜筐当医生 扔到齐等贤的面前 冷冷地说道 齐等贤无奈一笑 道 你们来抢我的包奸 咄咄逼人 还往我菜里吐口水 现在又叫来总警抓我 还讲不讲道理 讲不讲王法了 王法 我就是中海市的王法 赵天璐听到这话之后 直接冷哼一声 大步走到了齐等贤的面前来 徐秘书的话 你当当听到了 你是现在直接跟我回去接受调查 还是把这些东西吃完了 再跟我回去 虽然无论怎样你都得蹲大牢 但你若接受了徐秘书的条件 说不定真可以少蹲三五年 齐等贤脸上的笑容 缓缓收敛了起来 认真道 看来 你身为堂堂总警 都不准备讲道理了 赵天璐默然道 道理 什么道理 我只知道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而且还动了手 你既然敢动手 那就要考虑后果 这 就是道理 听到赵天璐的话之后 众人都不由讥笑了起来 性奇的这个人 是个傻逼吧 得罪了虎门集团的王总 还要讲道理 讲王法 真是可笑啊 赵总警都亲自带队过来了 他还看不明白局势吗 我要是他 现在就立刻跪下磕头认错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就是 这人脑子坏了 竟说一些废话 浪费大家的时间 齐等贤在这个时候缓缓摇头 说道 你这个总警不主持公道 不讲道理 那也就只有我自己 来了 赵天璐的眼神一冷 没有说话 但威胁的意味 却是不言而喻 赵总警已经来了 你还敢怎么样 威胁我把这些菜吃完 不吃完 不准走出包间 你那些话 还不如放屁来的想 徐小玉满脸的不屑 根本看不起他 不 我已经避避过了 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了 齐等贤却是很认真的说道 大家看怪物一样看着他 不是吧 这家伙还准备动手 当着中海总警 赵天璐的面 动手 第八十一反转 像东晴也是看疯子一样 看着齐等贤 这家伙的脑子 不是真的有病吧 准备当着中海总警的面 动手 浪费粮食是不好的 齐等贤认真的对徐小玉说道 然后拿起了那盘菜 徐小玉不由狠狠愣了愣 然后张嘴 就对着齐等贤吐了一口唾沫 骂道 滚 你这个神经病 齐等贤轻松避开 而后手里的这盘菜 劈头盖脸 就直接对着徐小玉盖了过去 满盘菜 直接盖在了徐小玉的脸上 弄得他狼狈不堪 一屁股坐倒在了地上 你好大的胆子 王虎不由震怒 开口呵斥了起来 赵天路则是神色严肃 一下拔出了自己的配枪来 沉声说道 请你立刻双手抱头跪下 否则的话 我将视为拒捕 并且挑衅警威 有权将你就地击毙 徐小玉被一盘子 拆盖的满脸油渍和唾沫 气得浑身都在发抖 怒吼道 老娘就是要遭见粮食 你又能怎么样 现在 你再动我一个试试看 再拿菜扣我的脸试试看啊 齐等贤很认真的点了点头 道 看来 你还是不明白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这个道理这个道理 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讲清楚 徐小玉满脸的讥笑 只要齐等贤敢动手 赵天路绝对不会留情 他就不信 齐等贤再能打 还能打得过枪 齐大师 在这闹什么呢 哟 赵总警也来了呀 真是好久不见 哈 这不枉总和相总吗 怎么也都在 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从门口传来 随之出现的人 正是之前齐等贤在饭店门口 见着的黄骑兵 黄公子在看到黄骑兵之后 往虎一愣 然后点了点头 打了一个招呼 黄公子 你怎么来了 赵天路看到黄骑兵之后 满脸堆笑 把枪收了起来 他手底下的探员们 也都纷纷给黄骑兵打招呼 齐等贤兵近道 有人在遭见粮食 我再叫他们 不要浪费粮食的道理 黄骑兵就笑道 这可是好事啊 赵天路的面色忽然一僵 沉声道 黄公子 此人是犯罪嫌疑人 在此包奸当中 动手殴打了虎门集团的员工 而且 刚刚还当着我的面动手 嗨 赵总警说笑不是 齐大师刚刚都说明白了 他是在给人讲要珍惜粮食的道理 怎么是打人呢 黄骑兵满脸笑意地问道 赵天路一正 然后心里一惊 显然 黄骑兵这是来帮齐 等闲撑腰的 一旁的王虎也听出黄骑兵这话 是什么意思来了 脸色不由 变得阴沉 徐晓玉惊道 黄公子 你看看我脸上的这些东西 就是他弄的 你不能这么偏袒他 还有没有王法 黄骑兵皮笑若不笑地 看了徐晓玉一眼 道 王法 在中海 赵总警不就是王法吗 赵总警 你说这事 还有没有王法了 赵天路咳嗽了一声 道 黄公子 封建时代早就过去了 还存在什么王法 黄骑兵这位公子爷 赵天路是万万不敢得罪的 毕竟他爹 就是中海市的老大 若是得罪了他 那以后也甭想在中海 继续混下去了 黄文朗这几年 把中海治理的井井有条 未来可期 更得省里的大佬们看重 未来高升到省里去 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得罪这样一位大佬 可不值当 黄公子 我的人被打了 王虎黑着脸说道 我知道 但浪费粮食的人 不都应该被天打雷劈吗 被教训一下 不挺好的吗 黄骑兵看向王虎 惊讶地问道 王虎的嘴角狠狠一抽 有些愤怒 但又不好直接发作起来 像东秦却是微微发笑 这七等闲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认识了黄骑兵这样的人物 而且能够让黄骑兵来为他撑腰 还是有点厉害的吗 赵天路也在这个时候改口了 对王虎严肃地说道 王总 你的人浪费粮食 这很不应该 而且 王人家的菜里吐口水 有些违背道德 这事情 是你们先调起来的 应当由你们自己协商解决 若是协商不妥 再由我们出面进行处理 其等闲邪逆赵天路一眼 问道 赵总警刚刚不是说 自己就是中海的王法 要治我的罪吗 怎么现在改口了 这话一出 直接让赵天路 吓出了满背的冷汗 这话如果传到黄文朗的耳朵里 去 他没好果子吃 呵呵 开个玩笑而已 封建时代早就过去了 哪里还存在王法 现代社会 只有律法 宪法赵天路强自镇定 笑呵呵地说道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们协商着解决吧 说完这话之后 他对着黄骑兵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黄公子 我公务繁忙 就先走一步了 改天再来府上拜会释手 没等黄骑兵回应 赵天路一挥手 带着人就直接灰溜溜离开了 赵天路这一撤 直接让虎门集团的人作辣了 刚刚赵天路登场 他们一个个指高气昂 准备把七等闲王死里整 但黄骑兵的到来 让这个局面瞬间反转 今天 你们要是不把这些东西给吃完 然后一个人赔偿我一百万的损失费 这件事就不能玩齐等贤很认真 而且很执拗地说道 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王虎咬牙道 姓齐的 你很好 我记住你了 齐等贤没回 王虎转过身 扭头就走 剩下的人 他也不想管了 怎么 齐大师的话 你们没有听到 黄骑兵冷笑 看着虎门集团的这些人 如此问道 徐小玉一个哆嗦 看到齐等贤手里 又端起一盘带着唾叶的菜来 不由尖叫道 我吃 我吃就是了 虎门集团 这些被齐等贤收拾了的人 也都一个个如丧烤笔一样爬起身来 开始吃这些被他们自己吐了唾沫的菜 尽管恶心地要命 但还得闭着眼睛 咬牙吃下去 然后 齐等贤等着他们转账 一人一百万 不够的 就打欠条 这么敲诈他们 有些不妥吧 李云婉心虚地问道 我这只不过是一笔知道还事比身 刚刚王虎可说了 要我一个人赔给他们一百万齐等贤面无表情的道 毫无心理负担 收完了钱之后 齐等贤说道 老黄 这里面的钱 该有你一半 黄骑兵被他这么称呼 不由一愣 然后笑着摆了摆手 道 这钱我可不能收 收了会出大问题的举手之劳而已 齐大师不用挂槐 你对我们家的恩情 又何止这点 齐等贤也不做做 见他不收 转手把银行卡揣进兜里 走 咱们正好一块吃饭 我也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认识黄骑兵上来就跟齐等贤套近乎 扯着他往外走去 第82先下守围墙 李云婉自然而然也是拖了齐等贤的福 认识了一下黄骑兵的圈子 我妹妹就要举办生日晚宴了 我爸为了帮他办得隆重一点 还特意从家族里 借了一艘邮轮来 到时候 齐大师你可要赏脸啊 黄骑兵对着齐等贤笑道 嗯 没问题 我已经答应过黄氏守了的齐等贤说道 李云婉心中不由暗暗惊讶 这齐等贤跟室守一家的关系 怎么这么好 他也收到了邀请 只不过 人家可不会亲自来跟他说 提醒他一定要来 吃完了饭之后 黄骑兵道 齐大师要不要跟我们去放松放松 对面街道的水会 是我们中海最大最有特点的水会之一了 齐等贤当然知道水会是干什么的 摇了摇头 说道 还是算了 我已经结婚了 不能对不起乔丘梦 黄骑兵笑道 我倒是忘了 齐大师已经结婚了 而且 妻子还是乔氏集团的总裁乔丘梦 是个大美女 那还真是可惜了 我听说水会老板 刚从高沟梨和杰鹏国 招来了几个新的技师 据说都是极品 那我就先带朋友们过去参观参观了 齐等贤说道 既然黄公子盛情相邀了 我还是去一趟吧 黄骑兵不由一愣 齐等贤认真地道 外国人来 华国发展不容易 我略通按摩推拿手法 去感受一下也好 你不要误会 我就是想指点一下他们的手法 让他们更好在咱们的国家生存下去 主要是为了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他们漂不漂亮的 无所谓 黄骑兵忍不住扑一声大笑了起来 拍了拍齐等贤的肩膀 道 哈哈 齐大师真是风趣 李渔婉刚刚还觉得齐等贤挺手本分的 这会儿听到他转变画风 不由教道 你不准去 你就不怕对不起梦梦 黄骑咳嗽一声 笑道 是啊 尽管只是按摩 但齐大师毕竟结婚了 还是算了吧 免得乔丘梦女士误会呢 谁是乔丘梦 齐等贤惊讶到 李渔婉直接拉住了齐等贤的衣服 心里万般不爽 怒道 不行 你不准去 你要是敢去 别怪我把这件事告诉梦梦 到时候 看你还有什么脸去见他 齐等贤嘴角不由动的动 无奈叹了口气 对着黄骑兵道 老黄 刚刚我开玩笑的 你们自己去玩吧 黄骑兵笑了笑之后 带着朋友们直奔水灰而去 齐等贤只能用羡慕的目光将他们送走 女人 果然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齐等贤看了一眼李渔婉 心里重复了一遍这句话 李渔婉冷笑道 男人果然都是一个模样 表面正直 那里一肚子龌龊 齐等贤就到 我只是为了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想去看看 哪里龌龊了 光明正大 忧国忧民 李渔婉表示笔 直接不接他这句话了 行了 不去就不去吧 时间不早了 我得回去了 你也自己回家吧 齐等贤说道 不行 我得监督好你 免得我走了之后 你偷偷跑到水灰 去找他们 李渔婉插着腰 义正言辞地说道 齐等贤不由暗暗付肥两句 只得坐李渔婉的 车回云顶天宫去 你不会打算 再在我这儿住一晚上吧 齐等贤睁着自己的眼睛 瞪着李渔婉 问道 当然 你脑子里有那种危险的想法 我必须看着你 不能让你做对不起 梦梦的事情 李渔婉面不改色 他说 你不会是故意想在这里留宿 所以找这些借口吧 呸 你配吗 李渔婉心跳加速 但与气依旧强硬 那随便你把齐等贤挥了挥手 懒洋洋地回答道 李渔婉问齐等贤道 你最近帮梦梦处理了这么多事 他对你的看法 有所改观了吗 齐等贤摇了摇头 道 应该没有 不过 今天倒是对我和颜悦色了不少 李渔婉道 你有什么想法吗 顺其自然了 难道我一直死期白来讨好他 齐等贤淡淡地道 并不是很在意这种事情 他现在唯一想做的 就是等到向氏集团和虎门集团 徐氏集团两大势力彻底开战之后 由他来主导一切 狠狠地打玉小龙那高傲的嘴脸一巴掌 徐耀雪在搞不定向氏集团时 必然会请玉小龙帮忙 玉小龙有恐怖的影响力 玉家则拥有着强大的资产 他一入场 必然是泰山压卵一般 可齐等贤偏偏不想让他如愿 同样 也是为了完成对象东雷的承诺 李云婉听到乔丘梦 对七等贤和颜悦色了不少 心里就多了一些紧张感 觉得自己应该加快简陋的进度了 否则的话 等到乔丘梦发现这家伙的不俗之处 自己多半就没机会了 齐四儿 你今天把虎门集团得罪惨了 可要小心一些啊 而且 我也很担心 我们木子集团会被报复 他们说不定吞不下这口气 先拿木子集团开刀 也不一定 或许他们会因此而被向氏集团抓住一些破绽 但也不是不可能对我们动手 要是他们真这么做了 我怎么办啊 李云婉一脸的楚楚可怜 大眼睛扑朔迷离地看着七等贤 有些委屈 他的确有些担心 毕竟今天把人得罪太惨了 若是对方因此记恨木子集团来报复 那很麻烦 说这话的时候 他伸手抱住七等贤的手臂 连连摇晃着 说道 你不会不管这件事吧 要他们真动手了 我可是藏枪的 七等贤皱了皱眉 而后说道 这样好了 我把我收购的地皮 分一部分给你们公司持有这些地皮 你们公司的价值将会大幅上升 到时候 虎门集团想要动你们 也就更不容易了 哪里的地皮 李云婉的眼睛都亮了 不觉间 让七等贤的手臂 直接陷入了他的胸膛里 杀人傲 七等贤淡淡地道 李云婉直接愣住 然后一把甩开了七等贤的手臂 满脑袋黑线 咬牙切齿地道 七等贤 你他妈的 在逗我吗 七等贤却是吃笑一声 说道 省里已经决定开发一片重点商业特区 这个商业特区就放在杀人傲 真的 李云婉听到这话之后 直接震惊了 杀人傲那种不毛之地 将是未来的重点开发地点 那你可不能出太高的价格给我 这一次 他直接把七等贤整个人都给抱住了 第83渣男 七等贤被这温香软玉抱了个满怀 一时间竟还真的有些无所适从了 他这辈子 几乎没跟女孩子这么亲密接触过 其次 如果省里真的决定开发杀人傲为商业特区的话 那一亩地的价值就已经差不多接近千万了 你手里 现在有多少地啊 李云婉死死搂着七等贤的脖子 毫不避讳地 直接坐在了他的大腿上 高兴地问道 七等贤勉强镇定下来 想了想 缓缓道 这块地 是张氏集团抵押到股份认购合同里的 我零零散散收了差不多三千来万 手里 差不多有两百亩左右吧 三千万收了两百亩地 李云婉险些直接晕过去 是啊 那边的地当初是被规划用来种植的 所以 但毕竟是不毛之地 张氏地产买下来 也只不过是为了银河政府和上面的政策 一到手就直接闲置了 等到他们快要不行了的时候 就拿了沙仁傲的这整块地出来 用作签认购股份合同的抵押 光是桥价 就出了差不多六千万 我是没钱 所以 只拿下了三千万 另外两百亩 应该是在秋梦的手里吧 李云婉这个时候 不由埋怨道 早知道当初就认购张氏地产的股份了 我也就有地拿了 七等贤摇了摇头 道 那个时候省里都还没下定论 而且 要是你不知道这个消息 等到张氏地产爆雷了 你还不一样 要心痛 李云婉也觉得这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当初若真的拿钱买了张氏地产的股份 估计自己在公司里都待不下去了 会被戳几两股戳死 谁能想到 垮台卷钱跑路的张氏地产 留下来的这片荒地 会在省里的一条决策之下 变成宝地啊 李云婉粗略算了一下 如果按照中海的经济水平 和省里的政策来算的话 那么 杀人傲的地皮 五百万一亩是保守估计 八百万一亩差不多 一些位置更好的 上千万都不成问题 那么 七等贤光是手里的这些地皮 就已经价值最少十个亿了 这还真是天降横财啊 人要发财了 谁也拦不住 李云婉不由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浑然忘了自己 还侧身 坐在七等贤的怀里 双手搂着他的脖子 想罢 他转过头看着七等贤 双眼几乎要放电了 道 齐四 那你准备给我们慕子集团多少亩啊 当然不能白给你们 这只不过是用来下足虎门集团的手段 罢了七等贤摇了摇头 他又不是傻子 虽然不是很在乎钱 但也不会随便拿起来往外面扔啊 哎呀 齐四 你就送我个十来二十亩吗 李云婉撒娇道 恶挪的身躯 在他怀里晃来晃去的 实在不行 我们就把钱先欠着 你把地挂到 我们慕子集团骑下来 到时候 由我们来进行开发 开发赚的钱 你能分红 而且地皮的钱 等到我们资金够了 也一并还给你 七等贤沉添了片刻 十个亿的地皮 向市集团看不上 而且房地产这一块 向市集团有新世纪的地皮 就已经足够了 乔市集团那边 还有乔丘梦手里 捏着的两百亩 完全够用 再大 反而会惹来别人的觊觎 反倒是祸事 那好吧 当初毕竟也有我的原因 这才让你错失了 张氏地产留下来的地皮这两百亩 到时候就交由你们来开发 不过 钱是一分都不能少的七等贤说道 李云婉听了这话 高兴得不行 直接抱着七等贤的脑袋 对着她的脸 就是巴唧一口 道 谢谢七色 真高兴有你这种好朋友 操 不要我脸上涂口水行吗 七等贤不由吐槽 伸手抹掉脸上的唾液 李云婉本来挺高兴的心情 差点让她这一句话给拜没了 气得冷哼一声 凑到七等贤的另外一边脸上 又是柔软香甜的一口 七等贤再擦 李云婉再轻 再擦 再轻 轻了七八口 擦了七八次 等到李云婉看到 七等贤眼神里的细血和醋匣之后 这才回过神来 如梦方醒 直接一下蹦了出去 陆道 你故意的 七等贤摇了摇头 道 我可没说啊 我是真的嫌弃 人的唾液当中 最少有六百多种细菌 数量在几亿和几十亿不等 你他奶奶的 李云婉虽然知道他是故意的 但还是忍不住 狠狠磨牙了起来 七等贤平静道 政策估计过个两三天就会下来了 等你们公布了手里的底牌 也就不用担心虎门集团搞事情了 你这人虽然讨厌 但总之 还是谢谢了李云婉看着七等贤 觉得越发顺眼了起来 当初自己非常瞧不起的小预警 甚至觉得乔丘梦 突然多出这样一个丈夫来 有些无法接受 想方设法 要帮乔丘梦赶走他 但现在 自己却是想方设法 想要从还未醒过神来的乔丘梦身边夺走他 他又在七等贤的身旁坐了下来 这回没坐怀里 搞得七等贤竟然有些略微的失望 如果钱还不起的话 能不能肉长啊 李云婉楚楚可怜的问道 小手捏着七等贤的手臂摇晃 还刻意拉高了裙脚 修长的眉腿在灯光照耀下 甚至有些谎言 哼 不行 肉长的话 就只能得到一个女人 如果是还钱的话 那我就可以得到好多女人 七等贤理直气壮的说道 直接拍开了李云婉的小手 这话 把李云婉给说得目瞪口呆 片刻之后 才怒吼道 渣男 我一定要在梦梦的面前 彻底揭穿你伪善的面具 七等贤却是忍不住叹了口气 略微摇头 道 在他眼里 我可从来不算得上是个优秀的男人呢 没关系 在我这里 永远有你一席之地 李云婉豪气万丈地说道 一冲动 直接抱着七等贤的脑袋 在他的嘴上 狠狠亲了一口 这是老娘的初吻了 做生意 不一定就是稳赚不赔的 如果赚不了钱还你 那我就肉长好了 这点就当利息了 说完这话之后 李云婉也意识到 自己太冲动了 脸色通红 这次不用七等贤催促了 转身回房间了 还潇洒地挥了挥手 道 休息了 七等贤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会儿 然后皱了皱眉 骂道 难怪监狱里的那些王八蛋 没事就喜欢说婚段子 说话间 他双手比划了一个柔捏的姿势 喃喃道 好像挺大的 第二天一早 天还没亮 李云婉就直接离开了 显然是觉得 昨天太冲动 如果不拿捏点姿态 恐怕会被七等贤误解为太过随意 又过了一个满脑子都是腿的 晚上的七等贤 直到下午才接到乔秋梦打来的电话 说是约了像是集团的项目部部长 一块吃饭 让他跟着陪同 第八十四色欲熏心 今天给你买一身合适点的衣服 穿正式一点 给人的印象也能好一点 乔秋梦在等到七等贤过来之后 直接拉着他去了商场 然后给他挑选西装 上次七等贤穿乔国涛的衣服 倒像是集团的晚宴上去 被人奚落了一番 这让他也觉得很丢脸 无论怎么说 现在两人都已经是名义上的夫妻了 一些表面工作 怎么都还适得做好的 哇 小姐 你丈夫的身材真好啊 很适合我们家的西装 Boss专卖店的导购大声夸赞着 乔秋梦也不得不承认 七等贤的身材的确不错 很修长 而且肌肉很健硕 穿上西装之后 整个人显得精神十足 尽管不是很喜欢七等贤 但乔秋梦也不得不给予一个微笑 稍微应付应付了 像是集团的项目部部长 是像东晴的表兄 你跟我一块去 尽量表现得客气一点 乔秋梦对着七等贤叮嘱道 哦 七等贤懒懒散散地答应着 想来 像东晴应该已经跟部门的人打过招呼了 乔秋梦这次过去谈判 多半也就是走个流程而已 办妥之后 乔秋梦直接带着七等贤到了饭店 来跟像是集团项目部部长郑光明见面 郑光明在看到乔秋梦之后 眼睛不由一亮 在看到七等贤后 脸色却是不由发黑下来 郑部长 您好 这是我的丈夫七等贤 乔秋梦给郑光明介绍七等贤的来历 郑光明却是满脸的不愉快 冷冷地说道 乔总这是把我的话给当耳边疯了吗 我有没有说过 你来跟我谈项目 一个人来就行 不要带别的人过来 乔秋梦一愣 然后说道 郑部长 我只是觉得 这样做显得比较庄重一点而已 郑光明一挥手 冷声道 我不喜欢 让他赶紧滚 乔秋梦没想到 郑光明说话 居然这么不客气 脸色不由一下 这样的通红起来 嗯 你不愿意 这倒也是 你们毕竟是夫妻 你让他现在走有些不好 这样好了 我大发慈悲 让他留下来吃顿饭 吃完这顿饭之后 再让他走 你跟我 到我家里去谈 郑光明微微一笑 双眼贪婪地在乔秋梦群下的长腿上 来回扫尸着 两根手指连连搓动 仿佛这已经是他掌重的玩物一般 乔秋梦也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郑光明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脸色不由白了白 陈生说道 郑部长 请您自重 自重 你什么意思 郑光明双眼一冷 质问了起来 自重的意思就是 劳烦你不要像得没见过女人的傻逼一样 一副色欲熏心的模样 齐等贤淡淡淡地开口说道 乔秋梦自然是这个意思 但他没想到 齐等贤把话说得这么重 不由转过头来狠狠瞪了齐等贤一眼 郑光明果不其然就直接怒了 手掌在桌面上狠狠一拍 怒道 小别三 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还有你 乔秋梦 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乔秋梦抿着嘴唇 有些委屈 但还是很认真地说道 郑部长 我们是来谈合作的 而不是来让你羞辱我们的 羞辱 可笑 郑光明直接不屑地大笑了起来 说道 你觉得你们乔氏集团 配跟我们像是集团合作吗 配得到我们集团的项目吗 要不是 看你长得有那么三两分姿色 你当老子 愿意见你 让你一个人来 你却偏偏还要带着别人 这是想给我一个下马位 还是根本不把 我的话放在耳朵里 或者是听不懂人话 老子愿意睡你 给你们公司项目 那是你们公司的福泽 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运气 你不立马把你老公赶走 然后乖乖随我回家伺候好我 居然还要我自重 乔秋梦 让郑光明这番直白 而且赤裸的话 说的是脸面通红 气得浑身都在颤 但偏偏又不敢得罪他 郑光明可是像是集团项目部的部长 又是像东秦的表兄 在集团内部位高权重 他得罪不起 况且 他想要继续担任乔氏集团的总裁 那就必须要从像是集团手中 拿到最少一个项目 否则的话 会被立刻解职 郑部长 咱们能好好说话 认真谈谈不 乔秋梦咬牙道 谈 当然可以谈啊 没什么不能谈的呀 郑光明呵呵一笑 说道 乔秋梦松了口气 道 那我就先点菜 咱们边喝边聊 郑光明却是摇头道 我说的谈 是你坐在我身上边动边 谈你要是动得让我足够开心 别说一两个项目了 就算大把的项目 全部承包给你们乔氏集团 那又如何 这 只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情而已 怎么样 乔总 我对你可好 乔秋梦愣住了 七等贤有些不满 像东秦这是搞的什么鬼 他都已经提前打过招呼了 结果还跑出郑光明这样的人来恶心人 动你妈那动 你是不是看到雌性 就脑子不灵光了 要不要给你去养猪场里 找头母猪 陪你动一动 七等贤毫不客气地说道 一下就把乔秋梦给拉到了身后 乔秋梦看着挡住自己的宽阔背影 心里不由叹了口气 每次自己有事 他总是会拦在自己的前面 但是 他每次处理事情 又是这么的冲动 他对我很好 但可惜没有什么本事 而且冲动易努 不是良配 我的目标 是成为玉小龙那样的金国英雄 他始终是配不上我的 乔秋梦的目光复杂 默默想着 郑光明直接让七等贤的这句话给激怒了 冷哼一声 道 乔总 你丈夫是说话不够脑子的蠢驴吗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让他把自己的嘴巴抽烂 给我道歉 然后 你乖乖跟我回去 用我说的那种方式跟我谈 否则的话 乔氏集团 在我们像是集团的手中 一个项目都得不到 七等贤冷着脸说道 难怪像是集团 会被虎门集团给打压得这么狼狈 原来向东秦手底下 都是你们这些酒囊饭袋一样的东西 回头 我就直接让向东秦 开除了你这废物 看你怎么要武扬威 郑光明不由一愣 然后皱眉道 你认识向总 我何止认识他 我还是像是集团的副部长 七等贤随手从兜里拍出自己的工作证来 这话 直接让郑光明的心都不由狠狠一跳 莫非 自己这是撞枪口了 第八十五叫人 乔丘梦也不由愣住了 七等贤之前 就说过在像是集团当中 担任着副部长 但是 没有人相信他 此刻 见他在郑光明面前拍出工作证 他心里立刻就是一跳 目光扫过 还真的是千真万确 郑光明也看到了七等贤的工作证 看完之后 直接咧嘴赤笑了起来 反而显得更加不屑了 哈哈 郑光明放肆大笑 甚至还伸手指点了七等贤两下 狠狠摇了摇头 冷冷道 废物 我还以为你是什么部门的副部长呢 原来是安全部啊 说白了 不就是保安头子吗 一个安全部的副部长 也来跟我这个项目部的部长装逼 还要联系向东秦开除我 谁给你说这种话的勇气 梁静茹吗 真是可笑 当了个小官 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是吧 郑光明还以为七等贤是什么重要部门的部长 能够再向东秦那里直搭天厅来着 没想到 却只是个安全部的副部长 说白了 就是保安头子罢了 乔丘梦也是不由轻轻掐了七等贤一把 虽然不知道他怎么能在项市集团里一步登天 但一个安全部的副部长 去得罪项目部这种重要部门的部长 明显是不理智的 他不希望事情闹大了 同样 也不希望七等贤丢掉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郑光明 你的表现败坏了向市集团的名声 而且也侮辱了我的妻子 但大家毕竟同事一场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你现在跪下来 老老实实给我妻子磕三个想头道歉 然后拿出最少三个项目 来交给乔市集团 这件事 我可以作罢 否则的话 后果你就要自己承担了 七等贤毫不在意乔丘梦的提醒 反而往前走了一步 冷冷地说道 郑光明愣了愣 然后继续大笑 说道 威胁我 你一个臭保安 居然敢威胁我 老子是项目部的部长 需要给你这个臭保安的老婆道歉 开什么玩笑 你把你老婆安排好 让我舒舒服服睡几天 我说不定可以给你美言几句 让你调到别的部门里去多捞点油水 七等贤冷着脸没有说话 耐心已经被消磨得差不多了 郑光明吃笑道 乔丘梦 过来 坐这会儿 说完这话 他伸手 在自己的右腿上 狠狠拍了拍 意思是让乔丘梦在上面坐下 否则的话 别怪我动用手段 直接把你老公开除出向式集团 郑光明说道 七等贤亮出了身份之后 他反而更加肆无忌惮了 七等贤眯了眯眼睛 道 郑部长莫非不知道 新世纪的地皮 是我帮向总保下来的 你确定不道歉 而是继续挑衅 郑光明直接对着七等贤 比出一个中指来 冷笑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 新世纪的地皮 是你们部门 老大商局 从虎门集团手里 保下来的你还真是不要脸 这种公司里人尽皆知的事情 到了你嘴里 就成了 你自己的功劳了 真是可笑 看看你这穷酸样 何德何能 能够从虎门集团的口中 虎口夺食 你现在唯一的选择 就是像条狗一样 卑微地从这里爬出去 然后让你老婆乖乖伺候好我 这 是我对你最后的怜悯 七等贤眼神一冷 直接一把攥住了郑光明的中指 冷漠道 我这穷酸样 依然能够让你知道 尊重别人 是人的基本道德 郑光明痛得咧嘴 叫道 小王八蛋 你赶紧放开老子 我告诉你 今天你们部门老大商局 也在这家饭店里吃饭 你要是敢伤了老子 老子立马打电话 把他叫过来 收拾你个狗东西 七等贤二话不说 手指用力 咔嚓一声脆响 就听郑光明的嘴里 发出杀猪一样的咆哮声 痛得从椅子上栽倒了下去 七等贤 你太冲动了 乔丘梦吓了一跳 果然还是出事了 七等贤这家伙 总管不住自己的手 老喜欢动粗 冲动 他要是不道歉 我会让他知道 自己说话的话 有多么的愚蠢 七等贤面无表情地道着 郑光明直接从兜里 摸出了自己的手机来 叫道 你等着 我这就把你们部门的老大叫过来 说完这话之后 他直接拨通了商君的电话 大叫道 商部长 你立刻过来一下 你们部门的副部长 把我的手指给掰断了 商君不由震惊 这七等贤 是怎么跟郑光明起了冲突 还把人的手指给掰断了 郑光明可是像东秦的表兄啊 这要是闹到像东秦那里去 整个安全部 不都得跟着七等贤背锅 商君是你们部门的老大 而且我听说 这个人曾经是特种部队的战士 本事狠了得 乔丘梦见郑光明要叫来商君 不由一惊 低声说道 本是稀松平常的家伙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七等贤 却是不嫌不淡地回了一句 我说过 一定会让你拿到项目 那就绝对不会有差池 乔丘梦抿着嘴唇 也不知道七等贤 这个安全部的副部长 有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不过 他能够再像是集团当中任职高管 就已经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了 小王八蛋 你居然敢掰断 我的手指 一会儿商君来了 我要让他把你的十根手指头 都全部掰断 郑光明咬牙切齿地说道 双眼恶狠狠地盯着七等贤在看 非但如此 我还要 让你亲眼看着你老婆 是怎么坐在我身上自己动的 你会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永生忏悔 七等贤满脸冷淡地 看着郑光明 冷冷到 你最好 把能叫来的人都给叫过来 也但愿你叫来的人里 有人能收拾得了我 如果 他们做不到的话 那么 不好意思了 你就老老实实进医院里 给我躺着吧 门在这个时候 啪哒一声打开了 就在这里吃饭的商君闻讯赶来 不敢有丝毫拖沓 看到商君之后 郑光明面目猙獰的怒吼道 商部长 你是怎么管叫手下的 你们安全部这个副部长 不保护我的安全部说 还掰断了我的手指 跟着商君赶来的 安全部的员工们 听到这话 多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然后一个个幸灾乐祸地 看向了七等贤 这家伙真是不知死活 刚进部门就得罪商部长 这会儿又得罪了 项目部的郑部长 郑部长可是项总的表兄啊 是亲切 他掰断郑部长的手指头 岂不是不把项总放在眼里 商部长一向看这家伙不顺眼 这回估计要狠狠收拾收拾他了 咱们看些 第八十六湖扫边 商君冷冷地看着七等贤 说道 齐副部长 你身为安全部的副部长 不思保护公司高层的安危 反而出手掰断了郑部长的手指 这是怎么回事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否则的话 别怪我收拾你 七等贤皱了皱眉 道 我需要给你什么交代 商君的脸色更冷 道 我是为你的上司 你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 我再给你一次组织语言的机会 商部长 事情是这样的 乔丘梦看起等些牛皮鞋犯了 只得站出来说话 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商君听完之后 冷笑道 郑部长不过是 跟你开一个玩笑而已 你就把他的手指掰断了 玩笑 乔丘梦听了这话 震惊地问道 没错 郑部长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 他只不过是在开玩笑罢了 商君道 这怎么可能是在开玩笑 他明明把话说得这么过分 乔丘梦有些难堪地道 我说是开玩笑 那就是开玩笑商君黑着脸道 大手一挥 直接阻止了乔丘梦 继续把话说下去 乔丘梦不由苦笑了起来 果然 势大压人啊 像是集团势力庞大 把黑的说成白的他也无能为力 其等贤却是在这个时候 瞇了瞇自己的眼睛 说道 商部长 你妈死了 商君不由一愣 然后震怒道 你说什么 我开个玩笑 你别介意其等贤笑了笑 然后重复了一遍 你妈死了 郑光明看着气得直哆嗦的商君 立刻大叫道 商部长 你看到了吧 他是什么态度 简直就是流氓 我们像是集团里 怎么能有这样的人渣 你还不赶紧管教管教他 这个欺负部长 还真是做死了 居然敢这么跟商部长说话 商部长 可是特种部队退役的 是啊 上次我亲眼看到 一个新人不服管教 仗着自己学过十来年拳击 就跟商部长叫嚣 结果直接让商部长 您的双手脱旧 对商部长这么不尊敬 口无遮拦 我看 一会儿他的臭嘴 都要被商部长给打烂了 商君的拳头狠狠一握 面色变得英质了起来 说道 我给你一个道歉的机会 七等贤笑了笑 道 我不是说了吗 我是开玩笑的 怎么要我道歉呢 就像刚刚正部长一样 不也是开玩笑吗 商君七的手臂微微哆嗦 往前走了一步 商部长最近可是立大功了 从虎门集团那里虎口夺食 保下了新世纪的地皮 像总对他看好的很 是啊 尽管七等贤这个副部长 是向总亲自剪拔起来的 但如果商部长收拾了他 向总也一定会向着 商部长这一边的 兴趣的看不明白局势 不知道好歹 自寻死路 大家看个热闹就好 回头准备点水果花篮 到医院去看看 他一表同事之情就是了 商君的能力和实力 在集团当中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对他这位部长 也是非常近伏 七等贤听到这些闲言碎语之后 不由愣了愣 然后笑道 商部长的脸皮 还真是有够厚的 什么时候 我的功劳 变成你在虎门集团虎口夺食了 商君却是满脸冷漠地说道 若非是小雷和我先出手 对上陈永年 消耗了他的大量体能 你能在最后奠定胜局吗 你觉得 就凭你这个狱警出身的家伙 能够打得过陈永年 那样的大高手 你当狱警时 练的也不过就是 普普通通的警队防身术吧 我还真是从没见过 你这么不要脸的人 竟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乔丘梦听完商君的这番话之后 不由小小震惊了一下 没有想到 七等贤居然做了这么多 自己都毫不知情的大事 自己 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 审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便宜老公吗 就是 一个小预警而已 怎么可能比得上 从特种部队里退役的商部长 这家伙太不要脸了 明明是商部长和小雷 消耗了虎门集团派来的高手的体能 他才占到便宜的 现在居然要抢工 咱们公司怎么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而且还是咱们的副部长 想想多让人觉得丢人啊 随着商君的一席话 大家也都用一种鄙夷的目光 看着七等贤 上下打量 觉得此人卑鄙龌龌 实在是没有一点长相 七等贤呵呵一笑 不屑解释 我问你最后一次 你要不要道歉 要不要给我一个交代 商君大声质问道 傻逼七等贤皮笑若不笑地 从嘴里吐出两个字来 商君勃然大怒 一个剑步前冲 瞬间到了七等贤的面前 抬手一记刺拳 对着他的咽喉就打了过来 商部长的动作 还真是灵力啊 退役了这么多年 依旧犀利 对付七等贤 简直手拿把钻 哼 哪怕现在商部长 回到部队当中 都绝对能拥有一席之地 七等贤这废物 拿什么来跟他比 向总也真是被他蒙蔽了 居然把这样的垃圾提拔起来 给我们当领导 只有商部长这样的人 才配领导我们才对 七等贤往后退了半步 让开商君的刺拳 平静道 既你是领导 让你一招 再出手就别怪我了 乔丘梦不由为之紧张了起来 说道 大家还是把话说清楚 不要动手 他毕竟是你的领导 说清楚 你没看出来吗 这群傻逼 就是摆明要欺负你 你现在还要他们把话说清楚 七等贤转头 诧异地问道 乔丘梦恶然 的确 郑光明和商君这两人 明摆着就是欺负人 是看不起他 觉得他可以随便拿捏 小心 乔丘梦忽然惊呼 准备上前推开七等贤 破绽 商君却是冷笑 在七等贤转头回去的那瞬间出手 进步转腰 然后一记百拳 结结实实挥舞了出去 七等贤头都没回 脑袋一偏 躲开百拳的同时 手臂都在屁股后面 一记胡扫边挥了出去 他的手 宛如老虎的尾巴 粗而有力 迅猛如雷 啪 一个大嘴巴子 结结实实落在商君的脸上 抽得商君整个人凌空翻转起来 砰的一声 直接摔到了桌面上去 这一幕 让现场的人目瞪口呆 第八十七惹火 没关系的 这些垃圾 伤不到我 七等贤对着 乔丘梦笑着 轻描淡写放下了自己的手来 商君已经昏死在了桌面上 被这一巴掌 抽得脸颊严重变形 骨头估计都移位了 乔丘梦目瞪口呆地看着七等贤 商君可是像是集团的安全部部长 更是曾经在特种部队服役过的战士 但这样的高手 竟然被七等贤轻描淡写一个嘴巴子 抽得飞了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 郑光明同样是惊掉了下巴 捂着自己扭曲的手指坐在椅子上 瑟瑟发抖了起来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 七等贤 真的太暴力了 安全部的这些员工们 一个都说不出话来了 张大着自己的嘴 看着昏死在桌面上的商君 郑光明部长 现在 轮到咱们来谈了你 是要跟我继续开玩笑吗 还是 七等贤说着 郑光明没等七等贤把话说完 直接从公文包里 拿出了一封文件来 二话不说 在上面签字 道 七副部长 我觉得乔氏集团的资质 太符合咱们的项目不过了 我已经把字签了 乔氏集团回头就能拿到项目 跟我们进行合作 您看 怎么样 七等贤皱了皱眉 没想到郑光明耸得这么快 不过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从郑光明手里 把文件拿了过来 交给乔丘梦 乔丘梦不由惊喜 没想到最后 居然还是拿到了项目 你早点这么拾去 不好吗 七等贤淡淡的问道 伸手在郑光明的脸上拍了拍 郑光明眼中的仇恨一闪而过 脸上带起些许产妹的笑容 说道 其副部长教训的对 以后只要是乔氏集团的事 我一律开绿灯 乔丘梦也担心 其等贤继续犯魂 急忙拉住他 说道 既然郑部长已经点头了 那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吧 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冤家遗解不遗解 其等贤直接就被乔丘梦给拉走了 郑光明看了安全部的这些员工一眼 怒道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叫救护车 送我们去医院 等上了救护车之后 乔老爷子 你家孙女续其等贤很好吗 带着乔丘梦来跟我要项目 逼着我谦和同步说 还直接打了我一顿 你们要是不让信其的 把乔丘梦带来给我赔罪 你们乔氏集团就等着破产好了 乔老爷子刚想说些什么 结果对方直接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乔丘梦开着车 带着其等贤回家 其等贤悠闲地靠在副驾驶座位上 懒散地把玩着一张卡片 这张卡片是天地大酒店的至尊会员卡 离开监狱时 储无道一并送给他的 今天得感谢你帮我出头 但你还是太冲动了乔丘梦看着前面的路 很认真的说道 对付傻逼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能动手别臂臂 要不是你在场 我才懒得跟他们啰嗦呢 其等贤耸了耸肩 很无奈地道 乔丘梦嘴角轻轻抽了抽 说道 其等贤 你要是想成为一个上等人 那说话之前就要三思 做事也要三思 别老把脏话挂在嘴边 也别动不动就动手打人 啊 什么叫上等人 人人平等 我不认为有什么上下之分 而且 做事说话 若不能率性而为 不顺心意 那活着还有什么乐趣 其等贤反驳了一句 根本不把乔丘梦的话放在心上 乔丘梦心里不由嘟囔到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真不愧是小地方出来的预警 眼界 大概也就只有监狱这么大一点地方 他要是不改变的话 那就永远配不上我 乔丘梦都没发现 自己的心思已经发生了变化 以前想的是 其等贤怎么都配不上自己 现在想的却是 其等贤若不变化 那就配不上自己 其等贤忍不住转头 看了乔丘梦一眼 面容娇吼 身材曲线清晰 尤其是被安全带穿过的前胸 被勾勒的 恨不得让人将眼球塞进去看个通透 我现在 怎么越来越喜欢看女人了 不行 太影响拔刀速度了 今天要不是有他在场 郑光明和商俊这两家伙 哪里有机会在我面前避避这么久 其等贤忍不住暗想 急忙将目光收了回来 在监狱里 其等贤向来说一不二 哪个犯人敢在他面前多半句废话 乔丘梦的余光 注意到其等贤急忙收回的目光 不由得一一笑 心想 你也知道 自己配不上我吧 把车停入车库 乔丘梦拿着合同 准备给父母报喜 还没进家门呢 就又有一辆车停了下来 乔老爷子黑着脸从车上下来 爷爷 我已经拿到像是集团的项目了 乔丘梦骄傲地说道 迎上了老爷子 乔老爷子 却是抬手一个大嘴巴子 直接抽到了乔丘梦的脸上 震怒道 你这个废物 我让你去搞定项目 你就带着其等贤 直接去威胁人家正部长 还把正部长给打了 没想到你为了保住自己的职务 这么不择手段 我告诉你 正部长现在已经记仇了 你要是不获取正部长的原谅 别说撤掉你的总裁职务 我甚至会直接把你从族谱里除名 乔丘梦直接让这一巴掌打得猛了 眼泪水涌入眼眶当中打转 但始终忍着没有留下来 其等贤的眉头狠狠一条 有些不爽 立刻带着其等贤这个废物 一块去找正部长道歉 不惜代价 也要取得他的谅解 否则 你就从家族当中除名 乔老爷子愤恨无比地说道 乔老爷子的这句话 就很明显了 要乔丘梦不惜代价 那他的身体 自然也是代价之一 这里的动静 也惊动了家里的庞秀云 和乔国涛两人 出来之后 了解完情况 也是不由目瞪口呆 其等贤冷声道 老爷子 你这样做有些不妥吧 丘梦毕竟是你的孙女 郑光明欺负他 被我打了 你向着郑光明说话 是什么意思 哼 你要是有郑光明这样的实力 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但你只不过是个 什么都没有的废物 我需要向你解释什么 有本事 你就取郑光明而代之 那我也会想尽办法巴结你 或是你和乔丘梦惹出来的 你们必须给我摆平 也必须拿到项目 我的两个要求 少一个 你们就给我从乔家滚蛋 说完这话之后 乔老爷子气呼呼地 回了自己的车上去 第八十八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等贤 你做事怎么能这么冲动 居然对象是集团的 商务部部长动手 乔国焘也是有些 痛心疾首地看着七等贤 觉得他太猛撞了 简直是做事不计后果 庞秀云也气得跳脚 指着七等贤的鼻子骂道 你还嫌害我们家 害得不够惨吗 你真不是个好东西 专门祸害我们来了 现在 你说说 这件事 我们怎么解决 要是搞不定 乔氏集团要吃大亏 就连邱梦也会被逐出家族 乔邱梦难得反常地说道 爸妈 你们别骂他 今天是郑光明做得太过分了 七等贤是为我出头才这么做的 七等贤摇了摇头 说道 你们不用担心 我会解决这件事的郑光明 做不了多久不长了 项目 我也会帮邱梦拿到手的 这是我的承诺 说大话放空炮 谁不会 庞秀云冷冷道 你要是能做得到 我今晚就给你端洗脚水 帮你洗脚 不必了 这应该是晚辈对长辈的孝敬 我可吃不消七等贤笑呵呵地说道 美的你 你还真以为自己有这个本事 庞秀云一巴掌挥了出去 削向七等贤的脑袋 七等贤却是灵活地闪避了开去 这让庞秀云气得不轻 没想到这小王八蛋 竟然还敢躲开 我这就去找郑光明解决问题 你们在家里等着我的好消息 就是七等贤说道 说完这话之后 他一溜烟直接走人了 庞秀云咬牙道 这个狗东西 惹了这么大的祸 像个没事人一样 现在就这么跑了 妈 他或许真的是去解决事情的 而且 他真的在像是集团当中 担任副部长乔丘梦轻轻拧嘴 如此说道 这话 让乔国涛和庞秀云都不由吃了一惊 详细问了事情经过 庞秀云冷哼道 安全部这种低能部门的副部长而已 说白了 只不过是保安头子 有什么好得意的 七等贤离开乔家之后 问清楚了郑光明的下落 就直奔医院而来 看到七等贤这么快 就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郑光明的脸皮 都不由哆嗦了两下 冷哼道 齐副部长来了 齐等贤满脸带笑 说道 郑部长真是好手段 转头就去威胁乔氏集团 你就是齐等贤 就是你这个废物 打了我们的老大 他妈的 你真是好大的狗胆 我们老大可是像总的表兄 你敢对他出手 我看你是 不想在这公司混下去了吧 一个保安头子 敢对我们尊贵的 项目部的负责人动粗 还不立刻跪下忏悔 来医院探望郑光明的项目部员工们 一个个都是满脸的恨意 想在郑光明面前表现一番 郑光明满脸的得意 道 齐副部长 你准备 让我怎么原谅你呢 不 应该是你 准备用什么样的理由 让我放过你去等贤 面无表情地看着郑光明 缓缓地道 这话一出 大家直接炸锅了 什么东西 打了我们的老大 还敢说这种话 真以为像总会支持你 像总现在就在隔壁的房间 探望商部长 一会儿他过来了 我希望你还有这样的胆子说 这种蠢话 以为自己有点蛮力 就能为所欲为了 现在这个社会 可不是看你力气大就牛逼的 齐等贤觉得 这些人叽叽喳喳的 真是郭走 有些不耐烦地皱了皱眉 郑光明冷笑道 放过我 我若不是看你 也是公司的一员 直接报官 会影响到公司的声誉 早就让你进局子了 你现在过来 不知悔改 居然还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 我明白着告诉你 你今天 要是不把自己这张臭嘴 当着我的面抽烂 顺带着把乔丘梦曝光了 送到我家里来 我分分钟让乔氏集团破产 然后让你滚出公司 他和商俊都被齐等贤打了 商俊更惨 面骨破损 而且还引发了脑震荡 事情闹这么大 像东秦都被惊动了 齐等贤没得好果子吃 他现在根本就是有恃无恐 看看 你是什么样的废物 我们部长愿意睡你老婆 那是看得起你 就是 不是什么女人 都能入我们部长的法眼的 看上了你老婆 而且愿意给你好处 我们老大这么声明大意 通勤打脸 你还不跪下来 三拜九寇谢过 我们老大 项目部的这群员工 也都是态度跋扈 嚣张得不得了 一个个纷纷开口说话 齐等贤揣着 都就走到了郑光明的病床前来 跪下巴 郑光明淡淡地说道 齐等贤就这样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脸上带着笑意 说道 我们监狱里 有个很凶的少年 说什么鬼呢 这跟你跪下道歉 有什么联系吗 郑光明不屑道 齐等贤没有理会 自顾自地说道 这家伙很凶 他把一个仇家 砍进了医院里去 大家脸上都露出不屑来 不过是个监狱里的事情而已 有什么好炫耀的 然后呢 这个仇家不服 还想报复 但是 没等他找人报复 少年又提着砍刀 直接冲进了医院里 他在医院里 又把仇家给狠狠砍了一顿 总共十八刀 这一顿砍 仇家服软了 再也不敢招惹他了 听完齐等贤的这番话 众人都是不由微微一愣 正光明却是回过神来 脸色难看 冷冷地说道 我就不信你 还敢在医院里 再当着这么多员工的面动我一次 向总就在隔壁 你动我一下试试 可惜 我手里没有刀 不然的话 我真想看看 你被砍个十八刀 会是什么样子 齐等贤似笑非笑地说道 傻逼 在这里装神弄鬼 想糊弄谁呢 你要是敢在这里动正部长 我当场给你这个废物跪下 向总就在隔壁 看望伤部长 你动正部长一个试试 看向总会不会收拾你 员工们都纷纷表示不屑 齐等贤的手在这个时候落下 按在了正光明打着石膏的中指上 正光明惊怒交加道 齐等贤 你敢 齐等贤微微一笑 认真道 我当然敢 因为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咔嚓 石膏破裂 手指弯曲 正光明这根刚刚复位的中指 在这个时候 被齐等贤又一次 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给掰断了 第八十九解气 啊 正光明的嘴里 爆发出杀猪一样的咆哮声来 刚刚正好鼓的手指 再一次被掰断 可想而知 是有多么的痛苦了 齐等贤松开了他的手指 微微笑了笑 道 我这个人 挺讨厌 你们这些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家伙 项目部的这些员工一个个的 直接看呆了 像东晴就在隔壁的病房探望商局 但齐等贤似乎压根不在乎 直接在这里 把正光明的手指 再掰断了一次 王八蛋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等到像总处理了你 我再报官抓你 一定要让你在监狱里待个十几年 而且 还得是你当预警的那个监狱 里面的犯人 一定很乐意折磨你 到时候 我免费送你两箱肥皂 正光明痛得直接从床上滚了下来 整个人的身体都在抽搐 浑身冒汗 几乎快要昏厥过去了 齐等贤把正光明 从地上抓了起来 捏住他的另外一根手指 微笑道 你看看你 要是老老实实把合同一签 大家不就happy ending了吗 非得跟我玩笑里藏刀 我浪费力气 你也受折磨不是 你你你 你敢 你再弄断我一根手指 就不是坐牢这么简单了 正光明惊恐地叫道 住手 快点放开正部长 否则一定要你好看 有人大叫了起来 他们当然不能让齐等贤怎么样 毕竟 连公司的第一高手商俊 都让齐等贤一个大嘴巴子 抽得脑震荡了 他们又怎么敢来为 正光明出这个头呢 正光明急忙道 快 快去隔壁 把向总给请过来 我就不信 这个凶徒 敢当着向总的面掰 我的手指 有几个员工回过神来 急急忙忙跑出病房 到隔壁 去请向东晴去了 小杂种 你完了 你敢对我动粗 而且还追到了医院里来 你觉得 向总会放过你吗 正光明恶狠狠地看着齐等贤 一会儿向总过来 看到你这么折磨我 必然会让你百倍偿还 你伤了我这个重要部门的部长 还伤了向氏集团的 功臣商军部长 你觉得自己会有好果子吃吗 齐等贤的手指果然松了松 抓得没那么紧了 正光明冷笑道 怂了 怕了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现在 给我跪下 自己把自己的手指 一根根掰断 我可以考虑 再向总面前说两句话 起码能让他 对你宽容一点 不至于让你死得这么惨 怎么 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齐等贤想了想 原来你觉得 向东晴一定会收拾我是吗 正光明连连冷笑 那好 你这根手指暂且留着 等向东晴过来了 我再掰给他看 齐等贤很认真地说道 别以为我在吓唬你 我说真的 这家伙简直太狂妄了 还要当着向总的面掰断 正部长的手指 这是要给向总难看吗 他以为他是什么东西 觉得向总不会 拿他怎么样 依我看 按向总的脾气 一定会把他给整死 这个杂碎 太猖狂了 向总必然拿他树立点形 以锦笑油 齐等贤却是微微笑着 他这个时候 已经明白了向东晴的险恶用心 难怪自己提前打过招呼 还跑出来一个正光明 这样的家伙恶心人 古时候的皇帝 要处理一些是大的外妻 多半用的也是这样的法子吧 齐等贤心里想着 不由觉得有些不爽 毕竟是被利用了 而且还让乔丘梦受了委屈 乔老爷子 打在乔丘梦脸上的那一巴掌 他自然不可能还回去 那是长辈 而且年事已高 向总来了 不知道是谁惊呼了一声 然后房间里肃静了起来 高跟鞋敲击地面 传来清脆悦耳的反馈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 踩着七厘米黑色肩头 高跟鞋的脚 再然后是一双 包裹在黑色丝袜当中的修长玉腿 从下网上看 身材没有半点可以挑剔的地方 当然 脸蛋也没有 只不过 他的气质太冷酷了一点 让人望而生畏 他这种冰冷的气质 甚至让男人害怕 在跟他同房时 会不会因为他的这种冷 而被吓得突然委吊 向总来为我主持公道了 你他妈的狂啊 再狂啊 不是要当着像总的面掰断 我的手指吗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不装逼了 郑光明大吼大叫了起来 似乎带着些许表演的兴致 七等闲转头看着像东晴 不由自主 就拿他的身材 和昨晚的李云婉 做了一个比较 老子说话你听不见 装聋作哑 你以为 装聋作哑 就可以蒙混过关 你两次掰断老子的手指 你觉得这件事 能够靠装聋作哑混过去 给老子跪下 郑光明越说越来气 直接抬起手来 一巴掌对着七等闲的脑袋 就扇了过去 七等闲却是头也不回地 抓住了他扇来的右手 大拇指扣在他的手背上 另外四根手指抓着手腕 也不见他怎么用力 手腕轻轻一翻而已 咔嚓 一声比高跟鞋敲击地面 还要脆得脆响声 自郑光明的骨头里反馈而来 然后 是郑光明痛苦无比的哀嚎 就连像东晴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皱了皱眉头 七等闲的性格 虽然没他那么冷酷 但对付起人的手段来 却是有有过知的 性奇的真的疯了 居然敢在向总的面前 对正部长动粗 刚刚只是掰断了正部长的手指 现在 竟然整个手腕都掰断了 我已经无法想象象 总会用这样的手段来惩治他了 大家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心惊肉跳 一个个连气都不敢喘了 郑光明痛得在床上打滚 哀嚎着道 向总 东晴 你要为我做主啊 我们向氏集团 何时轮到一个外人 这么嚣张了 向东晴走到了 七等闲的面前来 神色平静地问道 解气了 听到这句话之后 大家都不由一愣 包括在床上 打滚的郑光明 都几乎短暂忘记了疼痛 差不多了七等闲点了点头 淡淡地回应道 向东晴说道 解气了就好 七等闲撇了撇嘴 这个女人是故意踩着点过来的吧 等她这股邪火撒得差不多了才出现 明显的深安人心 东晴 你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郑光明惊讶地问道 你借助职权 调戏人家的老婆 想完全规则 被人打了 难道不应该吗 我怎么为你主持公道 莫非 以后 我要鼓励公司的高管 都用手里的职权 去潜规则下属的妻女 向东晴转过头来 双眼当中 满是寒光 森然道 郑光明 我认你很久了 是你自己将把柄送到我手上的 这就不怪我动刀了 郑光明吓得浑身哆嗦 这才想起 眼前这位表妹 是能抱着父母的骨灰和 到董事会上去争权的狠人 第九是大棒填枣 向东晴的话 直接让郑光明的一颗心 跌入谷底 即刻起 郑光明免除项目部部长职务 由安全部副部长 齐等贤暂待向东晴轻描淡写 地下答了命令 齐等贤倒是不由一论 做生意这种事情 他可不是很懂 郑光明大怒道 向东晴 你过分了 咱们怎么说都是亲人 你如此向着一个外人 向东晴冷冷道 你这些年来 吃里扒外的事情做的少了吗 要不要我拿出证据来 甚至把你送上法庭 给你个台阶 在这里叽叽歪歪 再多说半句废话 我让你下半辈子 在监牢里度过 这话一出 郑光明只觉得脖子都在发凉 吓得哆嗦了两下 不敢再说话了 项目部的员工们 也都有些傻眼 刚刚他们 可是在病房里 把齐等贤狠狠给得罪了一通 一个个说了不少的骚话 现在 齐等贤直接成为了 他们的顶头上司 到时候 会被怎么拿捏啊 商局那边 向东晴则是轻轻放下 口头批评了两句 扣一个季度奖金完事 现在你是项目部的负责人了 随便放几个项目 给乔氏集团 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了 向东晴淡淡的说道 这还真是给一大棒 再给一天早啊 向总的御下手段 真是高明齐等先摇头道 向东晴明显就是 用此事来把郑光明彻底撸掉 所以 根本没有跟项目部的人打招呼 也难怪乔丘梦会被郑光明 寄予向东晴神色冰冷 道 现在集团的资金周转困难 好多产业都举步维艰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徐氏集团和虎门集团的庞大资金碾压过来 向氏集团就只有破产一条路可以走 我想问你 你怎么帮我解决这件事 齐等先笑了笑 说道 你先应付着 等玉小龙插手了 我再出手 向东晴不悦 齐等先既然这么说了 那显然能够搞到大笔的资金来解决困难 但他不愿在这个时候出手 这会让向氏集团蒙受一定程度的损失 不过 若是向氏集团最终胜利了 那这些损失也就不算什么 但愿你不要让我失望 向东晴深深吸了口气 陈生说道 齐等先轻描淡写挥了挥手 然后离开了 直接找来项目部的副部长 副部长看到他之后 战战兢兢 齐等先就到 我只不过是赞代而已 而且 我也不通声一进项目部里 还是你说了算我现在 需要几个能赚钱的小项目 要在新世纪的地皮上的 你给我安排一下 齐等先从项目部里分走了三个项目 其中两项交给乔家承包 另外一项 则是准备送给李云晚家的木子集团 看到齐等先真的拿着项目回来 这让乔家三人都不由吃了一惊 庞秀云沉默了片刻之后才到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想来是向总通勤打理罢了 郑光明做得太过分 有辱像是集团的名声 向总拿他树立了典型而已 乔国焘则是松了口气 道 无论怎么说 这事都是等先帮忙解决的秀云 你去买菜 一会儿做一桌好菜 大家庆贺一下 乔丘梦也是如释重负 对着齐等先笑了笑 道 辛苦了 谢谢 举手之劳 齐等先态度很淡定的说道 庞秀云也是冷横道 装什么装 要不是向总通勤打理 你能搞得定 不过 当天晚上 庞秀云还是做了一桌子的好菜 来好好庆祝了一番 这两个项目 应该能够赚到一波大钱 足够我把投资到张氏地产的亏空 弥补回来了 今年还能有足够的盈利 乔丘梦轻松的说道 用来攻击他的理由 有了这两个项目 很快就能赚到不少的钱 齐等先 你不是说杀人傲的地皮会升值吗 干脆你跟向总说说 让他把乔氏集团 手里的这些合同给收购了 庞秀云道 乔国焘对庞秀云这种唯利是图的表现 很是尴尬 对齐等先道 别听你庞仪的 齐等先道 还是留着吧 这地皮真的会升值 留在手里 对乔氏集团来说 是一部很好的棋 庞秀云怒道 你不要吃里爬外啊 你是邱孟的老公 首先要想到乔家的利益 像是集团对你来说 是外人 你让向总把咱们 手里的合同收购 又怎么了 我们吃点亏 半价都可以 妈 这事儿你就别说了 通过这项目 我们已经可以把亏空 弥补回来了这块地皮 暂且留着吧 有人买了 再出手就是 乔邱孟无奈地摇了摇头 也不想让庞秀云 再就这个问题 继续纠缠下去 齐等先无奈地笑了笑 没再说话 乔邱孟还说 等到赚够了钱 会把他赔给亲戚们的钱 都还给他 毕竟 投资张势地产这事儿 是由他提起来的 出现了损失 也理当由他来承担 齐等先并不在意 第二天 再像是集团里 打了一圈酱油 等到下午 齐等先前往中海市的 一个直升机机场 机场这边 人来人往 每一个人的穿着 都是得体且华丽的 唯有齐等先 一身休闲装打扮 显得格格不入 他们 都是来参加 黄情歌的25岁生日晚宴的 大家都知道 黄世守的千金黄情歌 因为母亲去世 而备受打击 这些年来 几乎足不出户 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这一次忽然举办生日宴会 显然不同寻常 所以 受邀前来的人不少 你怎么来了 穿着一身 嫩红色晚礼服的乔丘梦 在看到齐等先之后 不由震惊 这件事 他压根没告诉齐等先来着 准备一个人去参加 毕竟 有了上次像是集团晚宴的事情 他已经是心有余悸了 怕齐等先再在这种场合 搞出事情来 齐等先看到乔丘梦之后 也有些意外 笑了笑 说道 当然是去参加 黄情歌的生日晚宴啊 李云婉穿着一身 青色的礼服裙走来 直升机的螺旋桨带起的风 把他的发丝吹得有些凌乱 他笑音音的上来 道 梦梦 齐四 你们来得比我早呀 喂喂 梦梦你也太过分了吧 这种场合 也不给齐四 买一套像样点的衣服 不怕他丢你的人啊 早知道齐四 你没有像样的西装 我就帮你买一套好了 乔丘梦翘脸顿时憋得通红 不约道 我已经帮他买过了 他自己不穿而已 恰在此时 一架直升机停靠下来 正好事空的 三人直接登机 第九十一点步 黄情歌的生日宴会 将在邮轮上举办 邮轮现在就在几百公里的海外 需要乘一个小时左右的直升机 才能抵达 别怀疑 这就是有钱人家的生活 三人登上了直升机之后 又有几个受邀的富贵人家 也上了直升机来 里面的坐次 立刻就显得拥挤 李云婉 乔丘梦 齐等贤三人 只能共做一排 你坐对面去乔丘梦抿了名嘴唇 开口道 齐等贤倒是无所谓 不过却被李云婉扯着 坐到了他的身旁去 没挨着乔丘梦 咱们三个认识的坐一块比较好吗 其事儿 虽然没穿礼服 但这身衣服 也不邋遢 李云婉大大方方地说道 乔丘梦诧异地看了李云婉一眼 前一阵自己的闺蜜 还对齐等贤嗤之以鼻 不屑一顾 怎么现在态度转变这么大 自己不愿意坐在他的身旁 他反倒是很乐意 而且还帮忙开口说话 齐等贤这才明白过来 乔丘梦这多半是觉得自己穿着不得体 所以不想和他坐一块 不过 对于这些事情 他并不是很在意 淡淡一笑置之 刚上直升机的这几个人 看到齐等贤一身休闲装之后 都是满脸的惊讶 有的是不屑 有的则是疑惑 这可是黄试手 第一次给自家千金 举办如此规模的生日宴会 这人就穿一套休闲装 这是怎么回事 看到那些人投来的目光 乔丘梦不由觉得分外的尴尬 也还好其等贤的脑门上 没贴乔丘梦 是我老婆之类的标签 李云婉倒是落落大方的 摘下了酱子耳机 跟其等贤有说有笑 其次 下次你要出席这类场合 没合适的衣服 就打电话给我 乔丹正装其等贤淡淡地说道 对这些东西都是毫不在意 随着飞机升空 到了海面上来 众人都将目光落到了窗外 无穷无尽的海景 让人心胸舒态 不过 高空当中也有大风刮来 直升机狠狠颠簸了一下 李云婉的身体 被颠得往其等贤的怀里狠狠一倒 左手下意识往一旁撑去 好巧不巧 正撑在其等贤的小腹上 那恶娜的身躯 也直接给他撞了个满怀 哦 操 其等贤嘴里不由自主 发出一声低吼 不过好在螺旋桨转动的声音够大 大家都带着降噪耳机 所以根本听不到 李云婉急忙抽回了自己的手去 满脸尴尬 乔丘梦摘下耳机大声道 云婉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李云婉急忙说道 乔丘梦看到其等贤的脸色不对劲 也想问候一样 但想了想 还是作罢了 看到其等贤的脸上略带着些许痛苦 李云婉问道 你没事吧 是不是伤到你了 要不要我帮你揉揉 揉你妹啊 其等贤美好气的回了一句 他的金钟罩 铁布山可还没练到这种地方来 再加上那是突如其来的袭击 没有半点准备 他连抽了几口凉气 才让自己的疼痛得到了些许缓解 李云婉也是有些愧疚 半边身子软绵绵的挨到其等贤的手臂上 满脸歉一地道 sorry 其事儿 人家不是故意的吗 你要是不满意的话 我也让你打一下咯 他的声音挺好听 带着丝丝雌性 给人一种酥酥软软的感觉 感受着贴靠在自己手臂上的温香软郁 还有耳边的温言细语 七等贤觉得也不是那么痛了 这声音真大 不对不对 这胸真好听 嗯 我又在想什么呢 他摇晃了一下脑袋 往舱门边挪了挪 这才摆脱那种满脑子都是腿的心猿一马的状态 不过 整个机舱里的座位也就这么大点 他挪开也没什么卵用 几次遭遇海风的颠簸下来 磕磕碰碰还是难免的 碰了几次后 就连李云碗的脸色都不由略微羞红 这飞行员的素质太差了 在胸膛又一次狠狠撞到了七等贤的手臂上后 李云碗忍不住在心里狠狠吐槽了一句 乔丘梦虽然一路上没怎么说话 但也注意到 李云碗总是找着七等贤聊天 这让他非常的疑惑 为什么李云碗和七等贤彼此之间这么熟 云碗 你怎么跟他一直在说话 乔丘梦问道 我觉得齐四尔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嘛 怎么 你吃醋 掩盖了两人的窃窃私语外人根本听不到 七等贤的耳力却是非同一般 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 乔丘梦不屑地撇了撇嘴 道 他还不配 你以为 一本结婚证就能捆住我的下半生吗 李云碗就道 有些人是蒲玉 你要细细观摩才能发现惊喜 我觉得 你应该认真审视一下他 算了吧 乔丘梦摇了摇头 强扭得刮不甜 这本来就是我爸的意思 我对他没兴趣 他也配不上我 李云碗不由哈哈一笑 然后半真半假地道 你要是不要他 那我可就笑那咯 到时候 你也别怪我横刀夺爱啊 七 你的心气不比我低 你要是能看得上 那干脆送给你好了 乔丘梦冷笑道 只当李云碗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那挺不错 反正我也没男朋友李云碗笑嘻嘻地说道 乔丘梦白了他也 说道 你爸给你介绍的都是优秀俊杰 你少在这里给我凡尔赛了 两人说的话 七等闲都听得明明白白 尽管心里早有预料 但听到乔丘梦亲口说来 多少还是让人觉得有些不爽 很快 众人的视线当中 就出现了一艘巨大的邮轮 皇家 是真的有钱啊 李云碗忍不住感慨一声 当然 黄尸手的大哥 可是著名的商人 盘踞福布斯富豪榜上 好些年了乔丘梦道 直升机在停机坪上降落了下来 七等闲最靠近舱门 理所当然 第一个跳下了直升机去 然后 他伸出手 接住了李云碗的小手 拖着他下了飞机来 谢谢起刺 李云碗隐晦的伸出手 在落地时 轻轻拍了七等闲的屁股一下 调戏的意味十足 乔丘梦看着七等闲伸手 扶李云碗下直升机的模样 不由狠狠一条眉头 然后赌气般冷哼一声 自言自语道 我才不会吃醋呢 跟这种人 有什么好吃醋的 再说了 云碗会看得上他 他的心切 可不比我要低 面对七等闲伸过来的手 乔丘梦直接视而不见 扶着舱门下了直升机来 七等闲倒也不尴尬 随手把手抽了回去 这一幕 倒是让同一飞机的人 不由发笑起来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 穿成这个模样 还想表现绅士风度 绅士 那也得有钱才能算得上啊 不然 顶多只能是个穷书生 一个贵妇掩着嘴轻轻发笑 乔丘梦心想 他绝对吃不到的 第九十二排局 来参加黄情歌这场生日晚会的人 大多都是在中海附近 有头有脸的人物 乔丘梦刚下飞机 就看到了几个老朋友 立刻被他们给拉了过去 一同愉快地聊起了天来 李云婉则是跟着齐等闲混吃混喝 与他平日里的作风完全不符 一般有这样的场合 李云婉都会主动去找人交流 拓展自己的人脉 但现在不同 只是跟着齐等闲吃吃喝喝 他跟着身穿休闲打扮的齐等闲 在游轮上吃吃喝喝 自然引得不少人指指点点 但这些 他都毫不在意 齐四 你这锦衣夜行可不大好啊 不如找个机会 把梦梦带回云顶山庄去看看 李云婉问道 那别墅又不是我自己买的 别人送的而已 有什么好带人去的齐等闲淡淡地说道 压根没有这个想法 李云婉笑了笑 实际上 只要齐等闲亮出自己是云顶天宫主人的身份 那么 整个中海市 甚至包括整个东海省 都没有人再敢看不起他 能住得起云顶天宫的人 那是有怎样的底蕴和背景 毕竟 那是一套玉小龙托了关系想买 都没能买下来的别墅啊 齐大师 你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要放鸽子呢 黄骑冰看到齐等闲之后 立刻走了上来打招呼 老黄 高沟黎和杰鹏国的技师手法怎么样 齐等闲开口就问了这么一句话 黄骑冰脸上的笑一下僵硬住了 这周围这么多人呢 干嘛提这事啊 这么念念不忘的吗 齐等闲道 你不要多想 我只是想知道他们 有没有在咱们华国立足的能力而已 没别的意思 黄骑冰急忙岔开了话题 一旁的李云婉脸色发黑 觉得男人没个好东西 我带你到赌场里去完两圈 输赢都算我的黄骑冰 不想让齐等闲再提这事 扯着他 就往邮轮内部的一个大厅走去 李云婉也总算没在跟着 有时候 得适当拉开一些距离 若即若离 才是最完美的暧昧 邮轮当中设置的赌场规模很不错 里面的河官和保安 都是专门从京岛市的赌场当中租借过来的 凭皇家的能量 这并非难事 齐等闲在赌场当中 看到了像东晴 一身白色的礼服裙 前胸是身B状 下摆开插到大腿上部 很是性感 他耳朵上挂着钻石耳坠 脖子上是一串珍珠项链 手腕上圈着三个镯子 将自身的气质 轰托到了顶峰 那种冷艳 让无数男人看了 都会望而却步 此时此刻 他正坐在一张牌桌旁边 似乎是在跟人打牌 牌桌上 坐着徐耀雪 还有王虎 向总 到你了 这张牌 你是要还是不要 徐耀雪笑盈盈地问道 他面前的筹码 已经堆积如山 而向东晴的桌前 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筹码 黄骑冰说道 那是大企业之间的恩怨 我爸的意思是 不参与 其等闲摇了摇头 静止就往牌桌那边走过去 向东晴的一千万筹码此刻 输得只剩下了八十万左右 如果这把再输 那么 将没有退路了 东晴 你的筹码快要输光了呢 我希望你能遵守承诺 跟徐氏集团交换10%的股权 不然的话 大家脸上可都不好看 王虎笑盈盈地说道 向东晴脸色阴沉 直接扔掉了手里的两张牌 冷声道 不玩 徐耀雪和王虎 联手打压向氏集团 这让向东晴倍感压力 最近 向氏集团又在一条产业链当中 遭遇了阻碍 趁着这次机会 徐耀雪提出了 用赌牌的方式来解决 三人各持有一千万筹码 如果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输光了筹码 那么 会对这条产业链松绑 若是向东晴输光了筹码 那就必须拿出本集团的10%的股权 与徐耀雪进行交换 徐耀雪和王虎 在向东晴弃牌之后 瓜分了桌面上的筹码 向东晴黑着脸 扔出了十万的筹码 然后深深吸了口气 道 继续吧 何官开始洗牌 然后派牌 他们玩的是最为简单的黑杰克 也就是21点 顾名思义 谁拿到黑杰克 谁就是最大的牌面 谁就能获得胜利 引走筹码 当然 在亚洲这边 也流行五龙玩法 既拿到五张牌 还没有爆牌 那便是最大的牌 若是五张牌 恰巧能凑成21点 就最好不过了 所谓黑杰克 即一张A搭配任意的10 J Q K 然后第二大 则是21点 七等弦已经走到了向东晴的身后来 伸手一下盖住了向东晴桌面上的一张底牌 随手把他的筹码 全部都推了出去 道 就剩这么点了 十万十万的完 何年何月才能回本啊 All in 向东晴不由吃了一惊 转过头去 道 徐耀雪看到其等弦现身 不由一愣 一旁的王虎 则是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这家伙谁啊 胆子这么大 居然敢掺和进大佬的牌局里去 三位老总看起来一片和善 但其实杀鸡涌动 这愣头青闯进去 不得被碾碎了 这人是傻逼吧 穿这么寒酸来参加晚会 还投铁去掺和大佬们的事情 估计脑子不灵光 大家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愣了愣 姓齐的 你确定要参与这件事 王虎黑着脸问道 语气显得非常的森寒 齐等弦 你干什么 你不要不知好歹 我对你的忍耐 也是有限度的 徐耀雪说道 轻轻抹撒着自己手腕上的百打斐力 冷傲的气息让人不寒而栗 这个时候 乔丘梦和李云婉 也恰好进入赌场来 看到齐等弦推了 向东晴的所有筹码 不由脸色一变 齐等弦道 打牌咯 还能干什么 莫非 来看你们欺负我老板 徐耀雪冷冷地说道 这场牌局已经事先说好 是我们三个人的事情 与任何人都无关 这家伙真的是无脑 贸然闯入 得罪徐总和王总两人 明天就给粉身碎骨 徐总是帝都来的大佬 王总则是虎门集团少东 两个都不好惹啊 没看向总这种强硬的女人 都要通过打牌的方式 来跟他们解决问题吗 显然是不想 直接撕破脸 硬碰硬啊 这个愣头青 现在知难而退还好 大佬们不会为难 如果不知好歹 难保不会被人弄死 大家看到这一幕 都是纷纷摇头 黄骑兵则是苦笑 没想到齐等弦居然会去掺和这事 这事 黄文郎早就跟他说过了 是神仙打架 能不参与的 尽量不要参与 齐等弦 你做什么 赶紧起开 不要打扰三位老总 乔丘梦走上前去 扯住齐等弦的臂膀 陈生说道 这个时候 他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生怕齐等弦再惹祸 第九十三加码 齐等弦不为所动 依旧站在牌桌旁边 乔丘梦让他气得不行 低声怒斥道 你干什么 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这种人物的事情 是你能参与的吗 他们两个联手欺负我老板 难道我就这么看着 齐等弦淡淡地说道 乔丘梦几乎快要晕死 说道 你也知道他们 是在欺负你老板 连你老板都敢欺负 你觉得你在他们面前算什么 齐等弦嘴角微微一翘 淡淡地 我觉得我算他们的爸爸 不知死活的东西 王虎直接森然开口了 双眼如刀 带着杀意 你是在自寻死路 你要是继续上蹿下跳 像个小丑一样 别怪我不给小龙面子 徐耀学也是冷冷地说道 众人听到齐等弦这话 都是几乎背过气去 这你妈的 这家伙太狂了 居然这么说话 找死是吗 我没见过这种傻逼 居然敢自称是两位大人物的爸爸 我看他等会儿 就等被扔进海里喂鲨鱼 怎么有这种傻逼混进船上来了 皇室手环不赶紧把他给扔进海里 让他自己游回去 李云婉听着周围人的这些话 忍不住苦笑摇头 齐等弦就这狗脾气 要是对他客气点 那他还能好好说话 如果跟他刚正面的话 那他说出的话来 能把人气死 像东秦说道 规则是可以改的 只要代价足够 他微微握了握自己的拳头 然后说道 我让齐等弦副部长 来带我打这局牌 我愿再拿出10%的股权 来作为赌注 哄 现场的观众 只觉得脑子都是一下炸开了锅 李云婉也是目瞪口呆 他知道齐等弦很厉害 但无论如何 也无法想象 像东秦为了让他有光明正大 加入排局的机会 竟然直接豪气地 拿出了10%的股份 来作为赌注 像是集团这种优质企业 10%的股份价值多少 10亿 20亿 还是30亿 乔丘梦也不由愣住了 像东秦 这位自己尚且遥不可及的大人物 居然要拿出10%的股份来 让其等闲参与这场排局 像总的脑袋 也坏了吗 居然要让他来参与这场排局 这不是白送人家股权 像总估计是疏红眼了 脑子糊涂了 居然相信这么一个不靠谱的家伙 是啊 这家伙 一看就没什么本事 混得连套像样的西服都没有 会打什么派 徐耀雪 瞇了瞇自己的眼睛 冷冷地问道 像东秦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像东秦没有理会 转头对着乔丘梦说道 乔总 劳烦见你家先生一用 帮我打这场排 嗯 好好好 乔丘梦浑浑噩噩地答应下来 松开了七等闲 走到一旁去 王虎沉声说道 既然像总请了外援来 那么 我和徐总是不是也能请外援呢 请谁来都无所谓 赶紧的七等闲不耐烦地 挨着像东秦坐了下来 百无聊赖地抓起两枚筹码 在手指间来回切着 看着七等闲坐在了 这张汇聚三位商业巨头的牌桌上 乔丘梦一时间觉得有些不真实 李云丸走到乔丘梦的身旁来 说道 梦梦 其事儿是像是集团的人 他帮自己的老板出头 你还是不要打扰了 乔丘梦情绪忽然激动了起来 咬牙道 云丸 你听到了吗 像总要拿出百分之十的股权 来让他入局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像总这么相信他 可是 他要是输了呢 输了怎么办 那百分之十的股权输给对方 像总追究起来 他赔偿得起吗 把我们整个乔家卖掉 也赔不起啊 李云丸愣了愣 伸手拍了拍乔丘梦的后背 道 你要对他多一点耐心和信心 否则 迟早有一天 你会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而后悔 这句话 我说得很认真 你不要觉得 我是在危言耸听 或者开什么玩笑 虽然李云丸存着简陋的心思 但还是忍不住提点了乔丘梦两句 两人毕竟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把一些话说得明白了 以后哪怕自己真的追求起等闲 乔丘梦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乔丘梦却是冷横道 云丸 我不知道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但是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 李云丸不再多话 就连他的老婆都不相信他 觉得他不中用 真不知道 像总是怎么想的 哎 像总这是急病乱投医 让我尚都比相信这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好 是啊 这人太不靠谱了 连他的老婆都不信任他 能有什么本事呢 乔丘梦听到这些话之后 只是阴着脸没有说话 李云丸觉着 乔丘梦若是经常在公众场合说类似的话 那么 他和齐等闲分道扬镳的日子 也就真的不远了 虽然齐等闲每次都毫不在意的模样 但人的耐心 终究是有限度的 徐耀雪开口道 像总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这是皇室首举办的晚会 他肯定也不想看到 我们因为口头承诺而撕逼 所以 你确定了吗 像东秦只是高傲的冷笑一声 没有说话 好 既然像总决议 如此那么 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徐耀雪冷声道 说完这话之后 他转头对王虎道 请叶继雄先生 来帮我们会议会 像是集团的祈福部长好了 这话一出 现场直接沸腾 叶继雄 我的天 徐总的人脉也太可怕了 居然请到了京岛市 赌神叶继雄先生 赌神叶继雄 赌王世家的传人 年仅十六岁时 就在维加斯 斩获德州扑克大满贯的牛人 何止如此 叶继雄先生 可谓是横扫国内外赌坛 输在他手里的大佬 不计其数 像东晴听到这个名字之后 眼皮都不由狠狠一跳 忍不住转头 去看齐等贤 只见 齐等贤此刻依旧风轻云淡 懒懒散散靠在椅子上 一脸很不耐烦的模样 李云婉和乔丘梦 心里都是咯噔一下 没想到徐耀雪和王虎 竟然请来了一个这样的外援 那这牌 还怎么打 有一句话说得好 永远不要用自己的爱好 去挑战别人的职业 叶继雄 是华国顶尖的牌手 七等贤拿什么来跟他斗 第九十四赌命 叶继雄三十岁左右的年龄 一身白色的西装 戴着金丝眼镜 显得文质彬彬 像得书生 不像赌神 他这一走出来 直接引得现场沸腾 我的天 真的是赌神叶继雄 他不但排挤能够力压群雄 长得也是这么帅 好想嫁给叶赌神啊 一手排挤出神入化 长得又这么英俊 嫁给他 以后就是吃穿不愁的阔太太了 不愧是 偏偏让人倾慕 大家看到叶继雄之后 都不由流露出各种各样的敬佩之色 有的女人更是大声尖叫了起来 好像追星的粉丝 其等闲皱了皱眉 这哥们儿 倒是好大的排场啊 向东晴见着走出来的叶继雄 眉心不由 狠狠跳了跳 有一种自己那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即将打水漂的感觉 若是真被徐氏集团 掌握了像是集团这么多的股权 那么 像是集团改名唤姓 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叶继雄对着众人微微汗手微笑 走到了赌桌旁边 笑道 徐小姐 徐耀雪点了点头 道 叶先生 这位是向市集团的安全部副部长 齐等贤先生 他接管了向总的排局 那么 接下来 就请你帮我们会议会这位齐先生了 也让我们好好欣赏欣赏 这位齐先生的赌计 叶继雄在徐耀雪让出来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双手交叠 放到了桌面上 这排还用打 向总明显是冲动了 相信这个幸奇德的小别三 又要多给出百分之十的股权了 能跟叶赌神过招的 那都是顶尖牌手 幸奇德何德何能 能够跟叶赌神同桌竞技 竞技 一会儿只不过是一场一边倒而已 典型的碾压罢了 有什么看头 幸奇德 要是能迎走叶赌神的一枚筹码 那我就直接把脑袋塞进马桶里 用水冲走好了 叶继雄的出现 几乎为这场排局奠定了结局 向东秦深深吸了口气 然后对齐等贤道 你不要有心理压力 齐等贤笑了笑道 我有什么心理压力 我又不认识他 而且就算是输 输掉的也不是我的钱 听听 你们听听 这是人话吗 向总这么信任他 他居然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来 我要是向总 当场就给他两耳光 让这王八蛋清醒清醒 真把自己当的什么人物了 大家听到齐等贤的这番话之后 又是一番怒骂 坐在对面的叶继雄 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脸上挂起冷笑来 自己大名鼎鼎 对方居然说不认识自己 真是宝笑 我会让你永远记住叶继雄这三个字 也会让这三个字 成为你毕生难忘的噩梦 叶继雄认真而有力地道 赌神不愧是赌神 说话就是有底气 那是当然 也不看看他是什么人 那可是当年的京岛赌王的后代 在那个年代 叶家几乎垄断京岛赌场 兴棋的目中无人 连赌神都不放在眼里 哼哼 一会儿赌神会教他怎么做人的 像东晴也是让其等闲的话 给气得半死 他脸色往下沉了沉 没有说话 乔丘梦喃喃道 完了 这一下彻底完了 赌神出手 齐等闲还能赢吗 向总的那些股权 要是都被他给输出去 向总会放过他吗 甚至 这有可能会牵连到我们乔氏集团啊 云婉 要不我们上前去劝他下来 不要跟叶继雄赌 李云婉却是苦笑道 他是个狗脾气 你说什么都没用的 咱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祈祷幸运女神 站在他这一边了 李云婉虽然知道齐等闲有本事 但也并不认为他的赌计 能够力压叶继雄 这位年少成名的赌神 这一场 几乎可以说是没赢面 东晴 你现在如果投降的话 那么 我可以看在咱们的情分上 松松手王虎微微一笑 说道 投降 我的字典里 可没有这两个字 向东晴淡淡地回应道 齐等闲咒没道 还打不打 无不无聊 一直啰嗦 烦不烦 叶继雄平静道 你桌面上只有八十万 想跟我怎么玩 你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 我想一把定书银齐等闲道 这话一出 叶继雄愣住了 周围的人 也都跟着愣住 所有人看傻逼一样 看着齐等闲 喂 行行啊 那是大名鼎鼎的赌神叶继雄 是赌王世家叶家的传人 你的筹码不够学要学冷声道 总是有办法的齐等闲淡淡道 叶先生纵横赌场多年 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把你的命加上 大概也就够了叶继雄说道 这个傻逼 居然敢说叶先生不是他的对手 他以为自己是谁 估计是想偷鸡 故意吓唬叶先生 所以说这种蠢话 但叶先生是谁 见过多少大风大浪 怎么 叶先生说了 把你的命加上 就不说话了 怂了 傻了 向东晴深深看了齐等闲也 说道 既然你接替了我 那么 这个赌局就由你来做主该承担的 我会承担 在大家看来 向东晴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 他没有退路 只能相信齐等闲这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了 齐等闲笑了笑 说道 你的筹码多 你说了算好啊 那就一局定输赢 怎么玩 乔丘梦几乎快昏厥过去了 齐等闲这蟒夫 居然要把自己的命给压上去 这不是做死 李云丸也吓到了 拿自己的一条命来跟叶继雄赌 这真的是在自己找死 既然是一把定输赢 那就简单一点好了 继续玩黑杰克叶继雄冷漠的说道 何官 洗牌 何官为了表示公平 直接拆开了一副全新的扑克牌 刷刷刷 扑克牌在何官的指尖跳动着 彼此交叠 相互穿插 齐等闲和叶继雄都看着何官的手 眼珠子一动不动 但脑子却是在飞速运转着 众人在这个时候都平住呼吸 一个个紧紧盯着桌面 等待着何官派牌 你先还是我先 叶继雄笑了笑 问道 我赌命 我先齐等闲说道 我筹码多 我认为 应该我先叶继雄呵呵一笑 说道 齐等闲抬了抬手 道 哦 那就你先好了 反正你怎么玩都是输 大家吃笑一声 然后看着何官 先把底牌发给了叶继雄 齐等闲第二个拿到底牌 第95Burst 齐等闲和叶继雄 都没有拿到最好的底牌 在黑杰克当中 最好的底牌无疑是 A 可以当一点 也可以当11点 如果何官下一张发到手的牌 是10到K的话 那么 就直接凑成了黑杰克 因为是一局定输赢的关系 所以只发了一张牌 这样就直接略过了Split Path Double Insurance等环节 叶继雄在拿到了底牌之后 对着何官笑了笑 道 Hit 何官点了点头 当着众人的面 将牌堆表面的第一张牌 发到了叶继雄的桌面上 叶继雄翻开了 是一张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下一张牌 依旧是5点叶继雄神色冷漠 脑子在飞速运算着 他的手只敲了敲桌面 微笑道 Hit 何官二话不说 又挪出第二张牌 交给叶继雄 伤心5 断肠6 一般人拿到5点和6点都会相当头疼 不要的话 牌面太小 如果要的话 又容易爆掉 叶继雄胸有成竹 拿到了5点 还敢继续要牌 而且毫不犹豫 显然已经胜券在握 他和信齐的争第一手 明显已经记住了 接下来的几张牌是什么 信齐的让了这一手 就已经输了 看客们低声交流着 都觉得叶继雄必胜无疑 像东晴听着这些话 手心里不由出了一层汗 有些略微的紧张 毕竟 他才是付出最多的人 齐等贤靠在椅子上 一手盖着自己的底牌 手指翘起 轻轻在桌面上敲击着 浑然不把叶继雄 当一回事的模样 字底牌发到两人手里的时候 两人都没有看牌 显然是在何关洗牌的时候 便已经记下了牌 这是何等惊人的记忆力 但 既然记下了牌 那齐等贤 为什么又轻易 把第一手让了出去 如果没猜错的话 第一手牌 应当是两张牌当中 最理想的底牌 叶继雄已经翻开了第二张牌 依旧是一张五点 十点了 不知道叶赌神的底牌是多少点 有人低声说道 不知道 有可能是十点或者一张 哎 不然的话 他不会这样要牌吧 另外一人说道 乔丘梦和李云婉 也是紧张的不行 双眼直勾勾的盯着 何关手里的扑克 彼此都不约而同 期待着叶继雄 在下一张牌之后爆掉 叶继雄对着何关呵呵一笑 倒 hit 何关刷的一声 甩出第三张牌来 叶继雄一翻开 居然是一张二点 现在叶继雄加上底牌 已经有了四张牌了 如果再拿到一张牌 而且没有爆掉的话 将会凑成压过黑杰克的五龙牌型 当然 五龙这种玩法 也就只在华国一带比较流行 在海外 大家都是传统玩法 比的还是点数 21点 叶继雄面无表情地翻开了自己的底牌 摊牌了 他的底牌 是一张梅花九 加上桌面上的两张五 和刚刚到手的二点 正好凑成了21点 大家看到叶继雄的底牌 是一张梅花九之后 更加热血沸腾了 一个个都忍不住鼓掌叫好了起来 如果是别的赌客 拿到这么大的底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肯定是不敢再继续要牌了 但叶继雄是赌神 赌神之所以是赌神 那是因为 他的赌计比任何人都要高超 在这种风险极大的情况之下 硬生生凑出了21点来 到你了 齐先生叶继雄往椅子上一靠 呵呵发笑了起来 齐等闲的底牌 已经在他的预料当中 是一张方片六 而河关手里发的牌 怎么也不可能跟六点凑成21点 他已胜券在握 徐耀雪和王虎看到这里 脸上都不由浮现出得意的笑容来 徐耀雪更是说道 齐等闲 你现在认输投降 我可以看在小龙的面子上 原谅你一次 你的这条贱命 我不是很有兴趣要不过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你从邮轮上跳下去 自己游回中海 齐等闲听到这话之后 直接吃笑了起来 道 你还真是跟他一样 臭味相投 说话都是一股人上人的味道呢 放肆 徐总给你机会 你居然不懂得珍惜 叶赌神已经拿到了21点 胜券在握 我就不信你的运气这么好 手里是一张爱 能够直接凑成黑杰克 徐总大人大量愿意给你机会 你不好好珍惜不说 竟还敢冷嘲热讽 一会儿 我亲眼看着你 怎么死 大家都是不屑 人家叶继雄已经拿到了21点了 胜券在握 齐等闲怎么都打不过 黄骑兵在一旁看得摇了摇头 觉得齐等闲也是拖大 或许他的医术有独到之处 但赌博 毕竟和医学不在一个领域当中啊 Hit 齐等闲冷冷地对着何关说道 何关刷一声发出牌来 齐等闲翻开 是一张黑心K 叶继雄淡淡一笑 道 运气不错 居然是Ping 不过 你的底牌可不是A 两张5都在我的手里 你要不要搏一搏 搏 不存在的齐等闲淡淡道 Hit 何关发出了第二张牌来 是一张红星6 Burst 叶继雄冷声说道 Burst 几位爆牌的意思 齐等闲底牌6 加上一张K一张6 22点 已经爆了 哈哈 这就爆了 真是个废物 就这也还敢跟赌神打牌 坐等齐副部长横死 明天大家来吃席了 这就是狂妄自大的下场 大家看好了 众人都是连连嘲讽了起来 一个个戏血无比 齐等闲可是把命给赌上去了 现在 他的牌爆掉了 他也要跟着送命了 乔丘梦和李云婉的心 都是不由一揪 脸色发白起来 算了 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我也没办法 乔丘梦满心沮丧 有些略微的难过 轻轻摇头 不可能 齐瑟尔居然就这么爆掉了 我不信 李云婉则是惊愕 齐等闲却是淡淡一笑 道 Kate 叶继雄听到这话之后 冷哼一声 道 你已经爆掉了 还在这里装什么装 你说我爆了 我就爆了 齐等闲淡淡的问道 何官 Kate 何官果然够职业的 听了齐等闲这话之后 二话不说 发出下一张牌来 赫然是一张二点 输不起 叶继雄站起身来 冷冷地问道 声音当中 带着杀气 第九十六黑桃A 大家也都是冷冷地看着齐等闲 觉得他有心耍赖 我的底牌 你们又没看到呢 说什么傻话 齐等闲淡淡地问道 满脸的不在乎 我已经说了 你的底牌是一张六 现在已经爆掉了叶继雄冷声说道 双眸如刀 徐耀雪冷笑道 齐等闲 你可不要敢玩不敢输 明明已经爆牌了 还在这里装模作样 你觉得有意思吗 王虎也点了点头 莫然道 谁要是想赖账 我第一个饶不了他 愿赌服输 是赌场规矩 天经地义 向东晴皱了皱眉 没有说话 叶继雄都说齐等闲的底牌是六了 那还能有假 他已经无法想象 齐等闲还能有什么样的手腕来翻盘 从向市集团拿出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来 似乎已经板上钉钉了 不好意思 我的这张底牌 不是方块六齐等闲淡然道 何关 hit 直接从牌堆里派出一张牌来 翻开一看之后 又是一张二点 现在齐等闲一张老K 一张六点 两张二点 光牌面就已经二十点了 而且 牌的总量到了五张 已经无法要牌了 除非你的底牌是A 否则无论你的底牌是什么 都已经爆牌了 叶继雄冷漠地说到 他笃定齐等闲的底牌是六点 大家也都纷纷点头 觉得齐等闲纯粹就是赖账 在拖延时间 如果齐等闲的底牌是一张A的话 那么 在他拿到老K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了黑杰克 完全大国业绩熊的二十一点 能够赢下这场比赛 完全没有必要继续要排 A 是可以当做一点和十一点的 学要学转头对着向东勤笑道 向总 那就劳烦你兑现承诺 从自己的公司里 拿去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来与徐氏集团进行交易吧 王虎的眼中也是光芒一闪 微笑了起来 击垮向东勤之后 猛虎集团也能分到一大块蛋糕 而且 他还可以顺理成的 把失事的向东勤给收入怀中 成为自己的后宫之一 岂不美哉 向东勤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有些责备的 看了七等贤一眼 如果不是这个家伙托大 自己顶多损失百分之十 现在 却是百分之二十了 另外 七等贤 你也输掉了自己的命 需要学冷声道 你自裁吧 我对弄死 你这样的垃圾 没什么兴趣 这回脏了我的手 王虎也是说道 叶继雄已经站起身来 说道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 没想到就这 真是让我失望 我还以为 今天能有点惊喜 向总 下次请人的时候 记得把招子擦亮一点 别被一些小别三 给坑蒙拐骗了 到时候 损失的还不是你自己吗 说完这话 叶继雄就准备走人了 七等贤笑了笑 道 我还没开牌呢 怎么都觉得我输了呢 你少在那里装模作样 输不起就别玩 就是 第一次见这么赖皮的人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赖账 真是丢人啊 妈的 我要是跟这种人打牌 我能两巴掌抽死他 太不要脸了 叶继雄抱着双臂 冷笑道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你是什么底牌 说完这话之后 他直接一步走到了 七等贤的面前来 伸手拿着这张盖着的底牌 狠狠扬起 然后重重往桌面上一摔 啪 一声脆响 底牌亮相 啊 现场 在这个时候 只能听到一片惊恶的声音 一个个目瞪口呆 口水都要从嘴巴里流出来的样子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明明已经算好了牌的 你的底牌是六点 不可能是一点 叶继雄震惊无比地说道 连连摇头 不敢相信这一幕 七等贤却是神色淡定 叶继雄震惊道 你出老千 有人看到了吗 七等贤问道 叶继雄回过神 摇了摇头 不可能是出千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七等贤出不了老千 而且 牌从头到尾 都是由何官派发的 何官也在这个时候 把牌队摊开了 里面赫然没有黑桃A 显然 七等贤这张黑桃A 并非是从别的牌里加大而来 叶继雄继续震惊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底牌是黑桃A的话 你在拿到了老K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了黑杰克 完全可以打败叶继雄 你为什么 还要继续要牌 冒着爆牌的风险 徐奥学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陈生说道 现场的人 无不震惊 的确 七等贤一张黑桃A 底牌开局 第二张牌拿到十点 那就是黑杰克 完全大过叶继雄的二十一点 他没有在那个时候开牌 反而继续要牌 凑成了五龙二十一点 在亚洲这边的玩法当中 甚至大过 黑杰克 因为我觉得游戏就这样结束 未免太无趣了 而且我也想看看 赌神先生到底有几斤几两 结果让我失望了 这话一出 现场直接沸腾了 一些中立的旁观者 忍不住鼓掌欢呼了起来 齐等贤的赌数 竟然压过了赌神叶继雄 叶继雄满脸的难看 自己刚刚还说话 嘲讽齐等贤来着 觉得这游戏没意思 但现在 这脸 却是被一巴掌抽得红肿不堪啊 你 你的底牌 为什么会是黑桃A 我不会计错牌的 叶继雄大声问道 而且 你也跟我争了些手 人有时候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睛看到的 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跟你争先 那是因为想让你确定自己 没有算错牌 罢了齐等贤淡淡的说道 浑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感觉 叶继雄的脑子都不由有些发猛 不能相信自己 眼睛看到的 那应该相信什么 何关是京岛市赌场里租借来的 他甚至认识 绝对不可能帮着齐等贤出老千 而且 这世界上 也绝对没有几个人 能够在他的面前出老千 乔丘梦有些愣愣的 看着一身休闲装 坐在赌桌旁的齐等贤 一时间竟然觉得 这人有些陌生 他能引赌神 应该是运气好 而以乔丘梦心里想着 叶继雄叹了口气 对着齐等贤点了点头 道 我输了 他转过头来 对着徐奥雪微微抱拳 道 徐总 抱歉 有负重托 没关系 徐奥雪脸色难看得要命 但还是得对叶继雄合颜悦色 叶继雄对齐等贤道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我今天算是领会了 不过 我不会就此甘心的 回去磨了一番之后 希望还有机会 能够与齐先生交手 在胜过齐先生之前 赌神这个称号 与我再无关联 说完这话之后 叶继雄对着齐等贤抱拳一拘 然后转身离开 现场 想起了一连串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来 像东秦的脸上 也不由浮现出一抹微笑 徐总 真是不好意思 打了您的脸的齐等贤转过头 对着徐奥雪轻飘飘的说道 第97邀请 徐奥雪差点被齐等贤的这句话 给气晕过去 觉得这家伙 简直太欠揍了 得了便宜 还要卖乖 王虎的脸色同样很不好看 本以为今天能够借此机会 好好打击一下向东秦的 但齐等贤却将这一切全部破坏了 齐等贤 不要以为你 运气好赢了业绩雄一次 就可以嚣张 你要搞清楚 占据优势的 一直都是我徐奥雪冷声道 向东秦神色平静地道 我希望徐总和王总两人 能够遵守承诺 愿赌服输 徐奥雪冷淡地点了点头 转身走开了 黄骑冰不由暗暗心惊 这齐大师的本事 还真是够厉害的 居然能在牌桌上 赢了赌神叶继雄这样的人物 当初还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险些得罪这样一位 能让黄骑冰不由暗想 齐等闲懒散散地站起身来 往赌场外走去 肚子饿了 得找点东西填饱肚子 梦梦 怎么样 我跟你说过的吧 齐四儿 还是有点不同寻常之处的 李云婉对着乔丘梦 得意洋洋地说道 只不过是运气好 而以乔丘梦却道 李云婉却是并不在意 笑呵呵地摇了摇头 跟着齐等闲走了出去 齐四儿 大发神威啊 能不能教我怎么打牌啊 我这就跑到京岛去 也不用工作了李云婉笑嘻嘻地说道 教了你也学不会 算了吧 齐等闲打了个哈哈 小小的巧克力蛋糕 直接往他嘴里色去 整块蛋糕 直接将其等线的嘴巴塞得鼓起 李云婉还把手指沾着的奶油 给抹到了他的嘴唇上 看到这一幕 乔丘梦心里不由觉得有些古怪 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我怎么可能为了他而吃醋 乔丘梦狠狠一咬牙 说道 就在这个时候 黄文朗现身了 大家看到他之后 都纷纷上来热切地打招呼 黄文朗哈哈一笑 说道 感谢各位捧场 今晚 是为小女儿准备的 现在 有请我的公主出场 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很会来世 转动聚光灯 落在了一道舱门上 舱门打开 里面一道高挑亮丽的窈挑身影 亭亭玉立 脚下是水晶高跟鞋 身上是一套粉红色的青纱丸礼服 苏兄扮演 很是性感 这是黄情歌 齐等闲看到这一幕 不由 狠狠瞪了瞪自己的眼睛 黄情歌的头发已经减短 之前见他时 那一头发撕乱糟糟的 甚至泛黄 明显的营养不良 现在剪断之后 透出很精神的感觉来 他的气质 容貌 好像都更新换代了一样 整个人显得优雅而且端庄 真给人一种公主的感觉 倒不愧是是守家的大家闺秀 黄小姐 生日快乐 黄情歌登场之后 早有准备的来宾们 立刻拿出了自己的礼物送上来 这些礼物的价值都不是很贵 但胜在稀少和新奇 毕竟是给世首的女儿送礼 多少得注意影响 李云婉和乔秋梦 也把自己的礼物送了过去 算是小小露面 齐大师 你的礼物呢 黄骑冰走到齐等贤的身旁来 嬉皮笑脸地问道 没准备 齐等贤很直接了当地说道 黄骑冰道 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我很清楚 齐大师是那种随性洒脱的人 不过 现场就他没送礼物 这也让一些人看在眼里 心中纷纷不屑和诟病 穿成这样 来参加人家的生日晚宴 也就算了 而且 连礼物都没有准备 真不会作人 明显就是穷酸 拿不出像样的礼物来的 我看也是 真不知道黄小姐 邀请这样的穷逼 来参加生日 有什么意思 跟这样的人走在一块 我都觉得有些丢脸 黄骑冰的目光一扫 在人群当中 看到了穿得最为 普通随意的齐等贤 脸上的笑容就浓了几分 准备一会儿上去打招呼 恰在此时 一个年轻人 推着一个巨型蛋糕走了出来 蛋糕的轮廓 大概有棗盆那么大 高度则是有三米左右 秦哥 生日快乐 这个年轻人 也是风度翩翩的模样 一身名牌西装 谈笑自若 谢谢 黄秦哥看到这个蛋糕之后 也只是淡淡地映成了一句 但是 众人却都发出了惊呼声来 哇 李绍送的巨型蛋糕 真是太浪漫了 如果谁愿意为我这么用心 我当场就嫁给他 李绍为了黄小姐 还真是煞费苦心 居然让人准备了这样的蛋糕 而且还亲自推出来 真羡慕黄小姐 能有李绍这样的追求者 如果我有这么优秀的追求者就好了 李天洛听到这些声音之后 面上不由浮现出些许得意的笑容来 不过 黄秦哥的态度 却让他心里有些小小的失望 秦哥 能与我共舞吗 李天洛伸出一只手来 非常绅士地询问道 李绍 今天我身体不是很舒服 先算了吧 黄秦哥果断地摇头拒绝 场间 一些男人已经开始邀请自己 提前打量好的一些女兵 一块跳舞了 整个邮轮上 放着曼妙的音乐 氛围轻松 齐等贤看了一眼乔丘梦 然后走了上来 问道 要不要跳一只 我多少会点 乔丘梦轻轻触眉 摇头道 不必了 我不会 他当然会 只不过不想 李云婉却在这个时候走上来 笑道 那你把齐四尔借给我好了 我想找齐四尔一块跳舞 但就在这个时候 黄秦哥却是走了上来 看向齐等贤 说道 齐先生 上次匆匆一别 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 今天是我生日 很感谢你能来参加 能不能赏脸 陪我跳个舞 这话一出 乔丘梦的脸色不由变了 李云婉则是有些郁闷 这黄秦哥就不能晚点过来 啊 齐等贤考虑了一下 略微皱眉 我想 乔总应该不会介意的吧 黄秦哥笑容绽放 对着乔丘梦问道 齐等贤 既然黄小姐成邀你了 那你就陪他跳舞吧 乔丘梦缓缓道 说这话的时候 只觉得胸口有些发闷 难受得厉害 黄秦哥对着齐等贤挑了挑眉头 道 你得到圣旨了 现在可以跟我跳舞了吗 齐等贤见乔丘梦 似乎针对自己跟别的女人跳舞 毫不在意的模样 不由耸了耸肩 说道 那就请吧 黄秦哥把手搭到了齐等贤的手心里 李云婉大为不爽 但这毕竟是人家的主场 他不好说什么 乔丘梦这个最有发言权的女人 则是选择了沉默 狗东西找死 李天洛看着这一幕 脸上不由闪烁起阴狠的神色来 第98没见过世面 齐等贤和黄秦哥 已经到了临时搭建的舞池当中 随着灵动的音乐起舞 李天洛看着这一幕 紧紧握拳 指甲都刺入了皮肉当中 却浑然不知疼痛 这家伙什么人 李天洛转头 询问一人 齐等贤 京都齐家的人 什么 李天洛吓了一跳 不过早就被逐出家门了 而且 在这之前 他还约我们国家的女战神玉小龙有婚约 但这婚约已经被玉小龙单方面撕毁了 他现在似乎入坠到了乔家 跟乔氏集团的总裁乔秋梦结婚了 李少不用担心 他现在没什么背景 只不过是个小预警而已 废物一个罢了 李天洛听完了后续的解释 这才松了口气 原来只不过是个豪门气子而已 那还真没什么好畏惧的 自己随便动动手指头 就能碾死 李家可是中海的一大家族 而且 他们世代习武 家传舞馆 已经开遍东海省各地 李家全 更是被誉为整个东海省的民族瑰宝 看着女儿舍弃了李天洛 反而去找一个有富之富跳舞 这让黄文朗不由微微摇头 不过 他也不会多说什么 这些年来的事情 让他想清楚了很多的东西 只要女儿开心就好 牵着黄情歌的仙仙玉手 在舞池当中慢慢摇着 这惹来不少人的嫉妒 他何德何能 居然能够让黄小姐邀请他跳舞 你看他这一身穷酸样 配得上黄小姐吗 现场 只有李少有这个资格 这种废物 也配跟黄小姐跳舞 呸 尽管七等闲因为业绩熊 但大家都还是 很看不起他 见他能够与黄情歌共舞 大家都是非常的不屑 黄情歌看着七等闲 认真地说道 真的很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就没法从过去的阴霾里走出来 或许 一辈子也就那样结束了 不必客气 举手之劳七等闲笑了笑 如果是庞秀云听到这句话 肯定会嗤之以鼻 觉得他装逼 但黄情歌却并不这么认为 微微一笑 说道 你让我获得了新生 我该怎么感谢你 七等闲若有所思地道 好好生活 热爱生活 曲子结束 黄情歌松开了七等闲的手 道 给我你的联系方式 七等闲把手机给了他 他拿着七等闲的手机 直接加上了自己的账号 乔丘梦远远地看到这一幕 心里更觉得烦躁的厉害 七等闲被黄情歌邀请去跳舞也就算了 现在 两人居然还单独加了联系方式 李云婉看到这也是不由轻轻磨牙 齐四尔是老娘的 谁都不准抢 齐四尔 你也太不厚道了 明明是我先邀你陪我跳舞的李云婉 等到七等闲回来之后 立刻开始抱怨了起来 说完这话之后 也不等七等闲说什么 李云婉直接拉着他 就往五尺里冲去 李天落本来想过来警告一下七等闲的 但转眼间 就看到他被另外一个女人给拉走了 眼中不由闪过一抹诧异 然后是怒火 没有想到 这个废物还挺有女人缘的 李天落冷哼一声 更加不满了起来 乔丘梦愣了愣 没想到李云婉拉着七等闲 就接着跳舞去了 他不由暗暗咬了咬牙 如果等会儿他再来邀请我 我就给他点面子 陪他跳一跳 瞧瞧梦心里默默想着 我可不是吃醋 纯粹是可怜他 毕竟 名义上是夫妻 老是拒绝他 会让他很没面子 李云婉整个人都几乎贴在了七等闲的怀里 高耸的胸脯隔着礼服 柔柔软软的压在他的胸膛上 你以后不许和别的女人跳舞 李云婉很是凶恶的说道 狠狠瞪着七等闲 七等闲满脸疑惑地看着他 李云婉怒道 听到没有啊 凭什么 七等闲反问道 反正不准就是不准 李云婉不爽道 小手忽然一收 往下一探 狠狠抓住七等闲的裤裆 这动作很隐晦 两人贴得右近 根本没有人看到这一幕 七等闲刚想发火 李云婉就把手松开了 然后娇嘀嘀嘀嘀道 看你搂着别的女人 我会吃醋的吗 黄情歌转头看了一眼 正跟李云婉跳舞的七等闲 脸上并无波动 这种优秀的男人 能够吸引女人 那是正常的事情 他的这种古井无波 来源于对自身素质的自信 以及对家庭背景的自信 七等闲这监狱里 长大的小伙子 哪里见过女人的这种手段 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着一脸娇羞与不满的李云婉 一肚子邪火 偏偏发不出来了 行 怪我没见过世面 七等闲心里骂了一句 对刚刚那一掐 忍了 不过 七等闲也不是吃素的家伙 扶着仙妖的大手 猛然往下一探 然后对着那最有弹性的地方 也是如出一辙的狠狠一掐 哎呀 李云婉只觉得 浑身仿佛触电 整个人不由自主 往他怀里一趴 温香软玉抱个满怀 满鼻子 都是香大二五号那种 销魂石骨的味道的七等闲 有些绷不住了 让李云婉站好之后 匆匆松开了他 往后退了一步 这香水又大又白 七等闲脑子里 又忍不住乱想了起来 李云婉脸色微红 笑着看了七等闲眼 道 七四二 你还挺娇羞的 该不会是没碰过女人吧 七等闲插着腰道 胡说八道 七老子 是万花丛中国 片叶不沾身 你们监狱是男女混合的吗 李云婉满脸鄙夷的 看着七等闲 不懈的问道 七等闲脸色一炯 咳嗽两声 道 那倒没有 咱曾经毕竟也是豪门子弟 沾花惹草 不是很正常吗 李云婉满脸的不幸 打量他半上 然后笑道 你还挺可爱的 就在这个时候 李天落向着七等闲走了过来 李少 李云婉看到李天落之后 脸色不由变得严肃 客客气气打了个招呼 嗯 李天落只是用鼻子应了一声 不嫌不淡 然后站到了七等闲的面前 一个身穿名牌西装 玉树临风 风度翩翩 一个身穿休闲装 格格不入 特立独行 七等闲微微一笑 道 有事 李天落开口就到 以后离黄小姐远一点 别再让我看到你跟他在一块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但凡你哪一只手再接触到他 我就砍你的哪只手 你哪怕多看一眼 也不行 否则 我会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听懂了吗 第九十九低情商 李天落的态度 谈不上有多嚣张 但就是那种高高在上 仿佛在跟蝼蚁对话一样的感觉 没等气等闲说话 李云婉就道 李少 要是黄小姐主动来接触他 那他也没办法躲着 李天落冷笑一声 道 黄小姐主动找他 我也要废了他 这是我的话 也是我的规矩 李云婉只觉得 李天落这人好生霸道 好不讲道理 但他也没办法得罪 只能摇了摇头 你别惹他 李家全是我们东海省 最大的武术流派 全管开遍整个东海省的 他们的人 做事很霸道 很仰仗武力 你要是惹火了他 被人得打了 我可会心疼呢 李云婉轻轻牵住 其等闲的衣袖 低声说道 生怕他狗脾气上来 跟李天落正面对上 其等闲却是不屑地 嗤笑了一声 说道 你要断我的手 挖我的眼睛 说完这话之后 他忽然高声道 黄秦哥 嗯 正跟朋友们 说话的黄秦哥 听到其等闲在喊他 不由转过头来 过来一下 其等闲笑眯眯地道 李天落的脸色 顿时就是一变 这家伙 不会这么不讲武德吧 自己刚紧告过他 他转头 就准备给黄秦哥告状 还是不是男人 黄秦哥走了过来 对着其等闲道 齐先生 找我什么事 没什么 就是觉得 你今天打扮得很漂亮 所以想多看两眼 其等闲认真的 端详黄秦哥的盛世美颜 微笑着说道 一旁的李天落 气得脸都有些发黑 李云婉却是不由有些无奈 也有些想笑 这其等闲 就是这种混不吝的性格 你越是让他不干什么 他偏要去干 而且多半还要干给你看 黄秦哥听到其等闲这句话 脸都不由微微一红 但心里难掩骄傲之意 笑道 那是当然 我今天可是精心打扮了 你的手好嫩好白 能让我看他吗 其等闲伸出自己的右手来 嗯 黄秦哥愣了愣 下意识把手伸出去 让他接住 其等闲握着黄秦哥的小手 微笑道 肯定没少做手部护理吧 皮肤这么嫩 李天落让眼前这一目气的浑身 都开始颤抖起来 恨不得现在就把其等闲暗倒在地 一顿抱锤 呼 李天落深深吸了口气 这才勉强平静了自己的心态 行了 没事了 就是开个玩笑 其等闲松开黄秦哥的手 微微一笑 说道 那我先过去招呼一下朋友 回头再跟你聊黄秦哥说道 其等闲等到黄秦哥走了之后 脸上的微笑瞬间消失无踪 对着李天落道 李少现在可以试试挖我的眼珠子 断我的手了 我很期待 李云丸只觉得心惊肉跳 这其等闲要不要玩这么刺激的 李天落才刚刚警告他 他转头就叫来黄秦哥 把李天落警告的那些都试了一遍 这无异于是大嘴巴子 往李天落的脸上抽啊 根本不把李天落放在眼里 其等闲是吧 很好 很好 我第一次见像你这么狂妄无理的人 李天落怒道 狂妄 无理 这些貌似说的是你自己吧 其等闲面无表情地看着李天落 李天落恨不得 现在就把其等闲按在地上摩擦 可是 这是黄秦哥的生日晚宴 现场人来人往 他不能这么做 李天落深吸了两口气 这才缓缓地说道 好好好 你给我等着 等到黄小姐的生日晚会结束了 我再慢慢跟你算这笔账 到时候 希望你也能像现在一样的硬起 其等闲不由轻轻铁了撇嘴 对这点威胁事压根不放在心上 能动手的事情 干嘛这么逼逼叨叨 嘴炮其等闲轻描淡写地说道 正转身离开的李天落的身体一顿 险些被这两个自欺地摔倒 李云婉哭笑不得地看着其等闲 觉得这家伙有时候气起人来 还真是推厉害了点 你能不能不要惹事啊 你跟黄情歌之间又没什么 好好解释不就行了 李云婉有些不悦地问道 这家伙的态度如果诚恳一点 公顺一点 我说不定会对他客气点 可他这种态度我不喜欢 其等闲摇了摇头 其等闲连玉小龙和薛耀雪 这种大美女都不喜欢 更何况是一个目中无人的大男人 刚刚黄情歌的手摸着舒服吧 李云婉忽然冷哼一声 揪着他的衣襟问道 还行 你抓着我干嘛 其等闲不爽地问道 我吃醋啊 李云婉大怒 恶狠狠地摇晃了他两下 其等闲说道 秋梦都没吃醋 你吃什么醋 李云婉顿时无言以对 乔秋梦可是其等闲的正牌妻子 也没见人说什么 他可真没有吃醋的理由 其等闲忽然警惕地道 你该不会是故意跟我搞暧昧 然后让秋梦误会我是个渣男 以便他光明正大 提早跟我离婚吧 去死吧你 李云婉忍不住伸手 在他脑门上一敲 转过身 气呼呼地走了 其等闲转念一想 觉得似乎又有不对 毕竟 李云婉和乔秋梦 在直升机上的对话 他可是分毫不差地听进去了 莫非 他真对我有意思 其等闲心中不由揣摩了起来 默默走回到乔秋梦的身旁 乔秋梦正跟朋友在交谈 看到其等闲走回来 不由在心里冷哼一声 想着 你要是再邀请我 恳求我 我就勉强答应和你跳舞 等了半天也没见其等闲开口 他不由皱了皱眉 问道 你是不是还想请我跳舞 算了 你不是说你不会跳吗 其等闲淡淡地说道 乔秋梦气得眼前一黑 胸口当中的那团郁闷之气 越发壮大起来 险些把他给憋死 看着其等闲和黄情歌跳舞 乔秋梦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看着他和李云婉那暧昧的言行举止 他心中就更不是滋味了 现在 其等闲的这句话 更是差点将他直接气死 低情商 算了 你不是说你不会跳吗 高情商 不会 那我教你 显然 其等闲是个低情商的家伙 他有什么好的 值得黄情歌主动邀请 甚至让云婉都对他另眼相看 乔秋梦暗自咬牙 就在这个时候 一架直升机喧闹的靠近 落在了甲板上 砰 一方巨大的棺材 从直升机上被人一脚踢了下来 重重砸在甲板上 爆发出一声巨响 现场的人 看到这一幕都不由目瞪口呆 这来的人是谁啊 居然敢在皇家举办的晚宴上 送出一口棺材 第一百恩怨 棺材落地之后 直升机上跟着就跳下来了两个人 一个三十来岁 一个四十来岁 黄文朗直接就走了上去 冷冷地说道 何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我女儿的生日 你来搞事情 其等闲也不由抬头观望过去 只见那四十多岁的男人 精神异异 很是阴望 那个三十来岁的男人 则是身材修长 太阳学微微鼓起 故盼间 有一股虎威 这人应当是香山市何家的人 我听说 何家与皇家 结怨已久 何家跟皇家的关系 一开始是很要好的 不过听说 何家不走正道 于是皇家老大与之决裂 将他们直接赶走 没想到何家到了香山之后 反倒发家致富 成为了一方豪强 当初皇家老大黄文涛 在赶走何家的时候 直接送了何家一口棺材 说他们不走正道 需要提前准备后事 何家 这是准备报复回来了呀 大家议论纷纷 事情的来龙去脉 也就逐渐清晰了起来 来宾们都是不敢大声说话 他们也没想到 居然有人赶来 黄文朗举办的宴会上 搞事情 黄文朗的大哥黄文涛 在这个时候走了出来 他已经六十多岁 头发半白 但是却依旧很有精神 看起来完全不像 这个年纪的人 何定坤站在棺材旁边 伸手缓缓抚摸着这口棺材 冷笑道 当初 我们何家被黄家赶出东海上 黄老大送了我们何家一口棺材 今天 我何定坤送父亲之命 来把这口棺材 还给黄家 众人听到这话 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没有想到 何家居然这么胆大包天 赶在黄情歌的生日宴会上 送来一口棺材 黄情歌的脸色 也不由有些难看 这本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 但偏偏有人来搞破坏 当初何家不走正道 被我感觉 这是理所应当黄文涛淡淡地说道 大哥 跟他们多说什么 直接让人把他们赶走 黄文朗黑着脸说道 在自家女儿的生日晚宴上搞事 他杀人的心都有了 何定坤却是吃笑一声 道 哦 黄家准备仗势七人 你多七少吗 那也可以试试 七等闲忍不住微微摇头 吐槽道 这么装逼的人 在我们监狱里 一般活不过三个小时 现场的宾客们 都是一片寂静 唯有他开口说话 立刻被人听了个清清楚楚 周围的人 都是看傻子一样的目光看着他 这傻逼说什么呢 居然敢说 何家的人装逼 还说在他的监狱里 活不过三个小时 何定坤冷眼扫了过来 然后又直接转开 他身旁那三十岁的男子 则是脸色一冷 何定坤道 犯不着跟这种蝼蚁斤斤计较 我们今天是奔着黄家而来的 嗯 那男子微微点头 黄文涛没有在乎这点小插曲 淡淡道 何家要送礼 但我们黄家不一定会收 是当初黄老大你送给我们何家的 今天 我们必须还给你们 何定坤身旁的男子也道 黄先生 在下香山龙门分舵少舵主陈雄飞 特随何先生前来送礼 万请笑纳 他这话一出口 现场的人脸色都不由变了变 香山是个国际大都会 不包含在任何一个省当中 所以有独立的龙门分舵存在 这个陈雄飞 居然是香山龙门的少舵主 身份来历这么吓人 黄文涛的脸不由往下沉了沉 道 没想到是龙门的人 既然你是香山龙门分舵的少舵主 那就请华夏到来吧 当初黄先生把这口棺材送给何家 现在 何家要把这口棺材还给黄先生 我是来帮何家送礼的人 黄家如果执意不肯收礼 那就请找个人出来 把我击败 若是能够击败我 这口棺材 我们带回香山 若是无人能够做到 那就只有请黄家笑纳了 陈雄飞说话的时候 一脸傲慢 根本不把黄文朗这个世手 还有黄文涛这位巨父给放在眼里 黄文涛点了点头 道 去把于供奉给请过来 没过多久 黄家就请来了他们的供奉 这位供奉也是高手 已经有五十多岁 还是当初黄文涛花了人情 请来的 专门为黄家摆平 需要用武力解决的危机 黄骑斌对七等贤笑道 于公奉是我们家的高手 何家这次不长眼 到我妹妹的生日宴会上来闹事 多半不能全身而退了 到时候 让他们坐着这口棺材 划船回香山去 这可不一定 七等贤打量了一下陈雄飞 神色认真的说道 齐大师 我们家鱼 供奉早年 可是军中的高手 厉害着呢 你就看着他 怎么把何家请来的 这个少舵主打的 落花流水好了 黄骑斌笑道 乔丘梦见黄文朗家的公子 居然主动跟七等贤搭话 不由再吃了一惊 这七等贤何得何能啊 黄骑哥请他跳舞 黄骑斌主动找他搭话 世道变了 我不想跟你这种 傲气的年轻人多说什么 既然你执意要送死 那我也不拦着 于供奉往前走了出去 脸色冷漠地说道 那就让我领教领 叫好了陈雄飞吃笑 往前走了一步 两人面对面站立着 李天洛看着这一幕 不由转头 对身旁的一位中年人说道 这个于供奉 多半不是这位少舵主的对手 待会儿三叔 你可以试着出手 帮黄家过此难关 我们李家也能面上有光 我追求黄情歌 也就更加容易了 李三叔微微点头 笑道 没问题 李天洛转头看了齐等贤一眼 满脸的音质 心里不住冷笑 等下了船 就直接让三叔 把这小子给废了 黄尸首 你们最好还是换个人上 这位于供奉 多半不是陈雄飞的对手 齐等贤已经到了黄文朗身旁来 开口说道 齐大师 你这话 黄文朗不由皱眉 有些不开心了 这都还没开打呢 齐等贤就赶下判断 一旁的黄文韬也是冷冷地道 黄口如此 你又岂能知道于供奉的厉害 给我安静 在一旁乖乖看着 不愧是巨父大佬 这说话的口气和气质 都非同一般 把齐等贤都说得一愣一愣的 就在这个时候 于供奉出手了 身形如垫 眨眼间 到了陈雄飞的面前来 抬手一掌 直接封眼 三招会书 齐等贤摇头道 看出了于供奉左腿上的暗伤 他相信 陈雄飞这样的高手 也必然会看出来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身为中海人 居然帮着香山来的外地老说话 你个小别三懂什么功夫 别以为打牌运气好 就可以张口乱说话 就是 于供奉可是黄大先生 好不容易请来的 如你在这里嚼舌根 第1013招 齐等贤的话 直接引得众人连连摇头 觉得此人说话太过拖大 明明自己没什么本事 却偏偏还要说 黄家的于供奉 不是陈雄飞的对手 简直可笑 黄文韬听了齐等贤的这话之后 脸色不由一尘 不过 却没有说话 事实 自然会打齐等贤的这张脸 黄文韬则是咳嗽了一声 说道 齐大师 你还是先静观齐变的好 不要乱说话了 黄骑兵也是哭笑不得 刚刚齐等贤跟自己说 自己不信 没想到他又去跟黄文韬说 倒是一旁的黄情歌微微一正 然后轻轻拉了拉齐等贤的衣角 问道 于供奉真的不是陈雄飞的对手 已经一招了齐等贤淡淡的说道 毫不在意的模样 也是身经百战的人物 根本不会被这点小伎俩所获 轻风闪避开来 于供奉第二招已经跟上 一记凤眼坚拳对着陈雄飞的脑门就打了过去 这正是他赖以成名的绝技 凤眼坚拳定脑门 进步缠缠拿你还 这是一套连续性的杀招 后续还有一记最为致命的擒拿 陈雄飞眼中 却是不由闪过一抹鸡翘之色来 右腿一抬 在于供奉进步 瞬间猛然出腿 这一腿的节奏 就准备变招 但此时 陈雄飞的腿却已经重重抽来 于供奉的左腿 慢了半拍 啪 陈雄飞的脚背 狠狠抽击在了于供奉的左边膝盖上 踢得于供奉一声痛哼 左腿一弯 直接单膝跪倒在了地上 于供奉也是老手 跪地之后 索性用出跪步献酒 宛如古时候给皇帝敬酒的妃子 一盘一绕 直击陈雄飞的下阴 雕虫小记 陈雄飞吃笑道 脚步一动 绕了半圈 探出大手 一下按在于供奉的脖子后方 啪 如今败阁 于供奉的身体颤抖 一个哆嗦 直接栽倒在了地面 齐等贤对黄秦歌说道 三招 没说错吧 大家看着倒在地上的于供奉 一个个脸色难看得要命 何定昆则是不由满脸的得意 笑了笑 说道 看来 这礼物 黄家 是必须要收下了 黄大先生 你觉得呢 黄文涛狠狠皱眉 而后转过头来 看了齐等贤一眼 冷冷地道 你要是再敢乌鸦嘴 我就让人 把你扔下船去 黄文朗满脸苦涩 让黄文涛息怒 低声道 齐大师 我大哥这人脾气不好 你不要再惹他了 我知道你艺术高超 但是 跟人比武这种事情 还是少说两句 李天洛在这个时候走了出来 对着黄文涛抱了抱拳 道 黄大先生 我们李家 愿为皇家惩治恶徒 黄文涛眼睛不由一亮 李家拳可是整个东海省 都颇为有名的拳法 李天洛愿意在这个时候 为皇家站台 可是雪中送炭 好 既然如此 那就有劳李家拳的高手 出马帮我们皇家一把了 黄文涛大声笑道 李天洛微微一笑 转头看了齐等贤一眼 若有所指的说道 我们李家的人 可不是那些 只会在嘴巴上占便宜的废物 黄文涛道 说得好 有些人只会成口舌之快 而无真正的本事 李家拳是我们东海 最有名的拳法 今天 就让这些香山的客人 见识见识 我们东海李家拳的厉害 陈雄飞面无表情地看着 道 眼够了没有 眼够了的话 就赶紧派高手 上来跟我过招 如果你们怕 甚至可以派人一块上 我不在乎 若自知都不是我的对手 那就老老实实 把这口棺材收下 乔丘梦看着齐等贤 在皇家等人面前大放厥词 不由觉得头疼 但他又不好上去说什么 毕竟 那一堆人 没有一个是他能惹得起的 连话都说不上 三叔 有劳了 李天洛对着自己的三叔 恭恭敬敬地说道 李三叔走了出来 微微点头 他一身红色的糖妆 精神很好 虽然略显年迈 但依旧孔武有力 给人很强烈的视觉震撼 黄骑冰见齐等贤 说中了于公凤 不是陈雄飞的对手 忍不住问道 齐大师 你看李三叔是否有一战之力 是有一战之力 不过也不是对手 这个少舵主的一身功夫 已经炉火纯青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显然是个那家高手 可以说是武学天才的齐等贤淡淡道 李三叔听到这话之后 鼻子都差点气歪了 冷哼道 年轻人 口无遮拦 可是要惹大祸的 我们李嘉全的人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指点点了 黄文涛也被气到了 这件事可是关乎黄家颜面 他只能黑着脸对黄骑冰道 阿冰 把嘴闭上 黄文朗叹了口气 道 齐大师 还请不要再说 这种灭自己人威风的话 这个兴致的好讨厌啊 刚当他肯定只不过是蒙对了而已 实际上根本没什么本事 就是啊 靠着说大话来哗众取宠 而且还向着香山人说话 真是恶心 真希望黄世手赶紧把这个家伙赶下船去 看到这种人 我就觉得烦躁 大家也都纷纷表达了对齐等贤的不满 认为他向着香山人说话 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齐等贤听到这些闲言碎语 也只不过是不屑一笑 冷淡道 这位李嘉全的高手 若是能赢 我跳下船去 游回中海 哈哈 你果然有些眼力 我看你还不错 要不要考虑跪下来拜我为师 我可以收你为香山龙门的门徒 你若是有些天赋 以后指不定能够在我的手下飞黄腾达 陈雄飞却是觉得 齐等贤的话听着很不错 哈哈大笑起来 愿意收他为徒 你不配 齐等贤只是淡淡回了三个字 陈雄飞脸上的笑容僵住 冷冷扫了他一眼 没再说话 李三叔冷着脸道 年轻人 你就准备着 从这里游回中海好了 李天洛跟着冷笑 齐等贤的狂妄 他是早就见识到了 现在 他一下得罪了这么多人 自己不用出手 都有人收拾他 齐等贤 李三叔的本事还是不错的 就连我也有所耳闻的 这个陈雄飞这么年轻 肯定不是他的对手一会儿 你给我大伯道个歉 我帮你说情 他会给我面子的黄情歌 低声对着齐等贤说道 武功这种事情 又不是看年纪的 你当是修仙啊 齐等贤不由微微摇了摇头 无奈到 第102看热闹和出手 黄情歌直接让齐等贤的这句话 说得给愣住 然后满脸仗红起来 无法反驳 黄其斌也是哭笑不得 没想到齐等贤说话 居然这么直男 连黄情歌都会背对 说话间 李三叔已经登场了 李三叔的名声 在20年前就已经如泪贯耳了 当初有20多个人来踢馆 全部被他一个人解决 嗯嗯 想必李三叔肯定能够击败 陈雄飞这个嚣张的香山人 顺带着 狠狠抽这个姓齐的一顿 李三叔出手 兴齐的多半是真的要从这里游回中海市了 对于李三叔 中海市的名流们都非常自信 觉得有他出手 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了 李三叔对着陈雄飞就道 陈少舵主 用不用我让你三招 哈哈 李师傅虽然是前辈 但要说让我三招 还是太拖大了吧 陈雄飞不由大笑道 李三叔冷漠道 那就别怪我欺负后辈了 陈雄飞拱了拱手 淡然道 得罪了 一旁的李天洛对着黄文涛笑道 黄大先生 您放心 我三叔出手 必然马到成功 黄文涛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 认真道 有李三先生出手 我当然放120个星 然后 他转过头对着七等贤道 我也希望你能够遵守承诺 一会儿李三先生若是赢了 你就游回中海 我会亲自让人监督 七等贤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李三叔或许有些能力 但绝对不如陈雄飞 就在这说话间 两人已惊动上手了 李三叔一个剑步 就到了陈雄飞的面前 劈头盖脸 就是一拳当着面门砸去 霸道汗勇 李嘉全讲究直来直去 霸道威猛 果然不错 陈雄飞脸上闪烁笑意 轻描淡写往后一步 让开了 好步伐 李三叔不由赞赏道 两人这一下 都只不过是互相试探而已 赞完之后 李三叔的身体往前一扑 宛如雄鹰 有鹰鸡长空之感 十根手指如同短刀 根根锋利 似乎要将陈雄飞 给撕成碎片一样 陈雄飞却是非常沉稳 功不一脉 双手抬起 轻描淡写 将李三叔的攻势格挡出去 李三叔手指用力 想要抠住对方的手臂 进行樱爪擒拿 但是陈雄飞的手臂 却微微弹动 每次甩出 总有一股弹劲 能够轻松将李三叔的手指震开 这个陈雄飞的那家拳 炉火纯青 而且内息圆满 李三叔毕竟是老辈人物 碍于情面 想要尽快拿下 所以抢弓得很急 再这样下去 你懂什么功夫 废物 李天洛冷声呵斥道 张大你的狗眼仔细看看 是三叔战忧 处处压制陈雄飞 哼 就是 狗屁都不懂 却在这里大放厥词 这种人真是可笑 明明什么都不知道 却不懂装懂 搞得自己像个专家一样 李天洛可是李家的大少 李嘉全的正宗传人 会没他懂功夫 这家火针可笑 像个小丑一样 大家也都纷纷对七等贤不屑 不认为他比李天洛的 这个李嘉全传人 更懂功夫 七等贤根本不去解释 他看得很清楚 陈雄飞每一次躲闪 看起来虽然凶险 但实际上是胸有成竹 每次都是拳道临身躲 这是拳法的最高境界之一了 每次躲闪 他都只会消耗轻微的体能 反观李三叔就不一样了 或许是觉得 跟陈雄飞僵持不下会很丢脸 所以一直都在快攻 猛攻 这样的攻击 很耗费体能 等到他体能不知 出现破绽的时候 陈雄飞甩甩手 就能将他击败 倒并非是陈雄飞不敢跟李三叔硬拼 而是他觉得自己 或许要多打几场 所以体能这方面 能省就省 这么圆满的内息 全境一定很霸道很刚猛 等他出手的时候 这位李三先生 估计就没了齐等贤 若有所思地说道 黄文朗都有些听不下去了 黑着脸道 齐大师 齐等贤抬头道 黄是手 什么是 黄文朗不由无语 这么低情商的吗 自己这是在提醒他 不要再乱说话了 他却偏偏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齐等贤是吧 黄文涛冷笑一声 你一直在这里平头论足 搞得自己很像那么回事一样 现在又妖言惑众 说李三先生要办 看来 是怕自己要游回中海了 你如果真的有本事 为什么不一早就站出来 也好让大家刮目相看 黄文涛的语气很不客气 冷酷的眼神射人心魄 齐等贤却是一脸诧异 反问道 能看热闹的事情 为什么要出手呢 他问出这句话 好像是十分真心的 似乎真的就是为了看热闹而来的 黄文涛气的一愣 真有一种不顾一切 把对方打死的想法了 黄文朗听到这话 也是满脸的难看 这都闹成什么样了 还看热闹 黄骑兵倒是 跟其等贤聊过一阵 知道他是这样的性格 不由有些哭笑不得 黄情歌也是愣了愣 然后不满地瞪起自己 一双闪烁的大眼睛来 哼 不敢就是不敢 没本事就是没本事 打打嘴炮也就罢了 黄大先生当他真敢登场 李天洛冷笑着说道 就是 这家伙没什么本事 只会嘴巴上放大泡 现在有一种人叫网红 专门搞哗众取宠的事情来 娱乐大众 好趁机出名 我看 他就是这种人 咱们的圈子里 混入了一个这种垃圾 真是让人不齿啊 大家也都是七嘴八舌的 说了起来 觉得其等贤没真本事 纯粹是哗众取宠 乔丘梦这个时候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其等贤 为什么每次都要搞出 这些丢脸的事情来 也还好 大家在骂其等贤的时候 没有提及他 尽管如此 两人有那么一层关系在那儿呢 黄文涛气的不想说话了 只觉得 此人就是个小人 回头 自己必须跟黄文王好好交代一番 让他远离这样的小人 此刻 场间战斗已到高潮 李三叔久攻不下 已经有些急躁了 脸色赤红 猛然连续进了三步 每一步都配上一记炮拳轰杂而出 全境惊人 胜负一分 陈雄飞在这个时候 哈哈大笑道 在李三叔的第三记炮拳轰出瞬间 陈雄飞沉腰坐马 右手沉在腰部 猛然提起 对着李三叔的拳头 就正正迎了过去 哄 这一拳 平地发炮 风雷涌动 第103不知死活 李三叔在看到陈雄飞的这一拳轰出瞬间 脸色变了 但他的第三记炮拳 已经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哈 李三叔一声怒吼 卯足了力气 把所有的体能 都运入了这一拳当中 两人的拳头 在下一刻碰撞 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 让周围的人都觉得 耳膜有些发麻 出现了轻微的耳鸣声 李三叔的手腕扭曲过来 脸色苍白 身体倒飞 嘴里往外吐血 倒在地上之后 痛苦不堪 爬不起身来 李天洛已经被惊呆了 自家三叔的本领有多高超 他最是心知肚明 但是此刻 落败的人 居然是李三叔 而且 转头看去 只见陈雄飞一脸的淡定 连汗水都没有出 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力气一样 我的天 众人都是不由惊呼了起来 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陈雄飞 陈雄飞随意拱了拱手 淡然道 承让 李家全 不过如此 这话一出 现场沉默 李天洛很想反驳 但李三叔的落败 让他无话可说 李三叔 可是李家当中有数的高手 虽然排不上第一 但其名声也绝对够大 身手也是丝毫不差 黄文涛的脸色 当即变得难看了起来 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李家老三 都落败在了陈雄飞的手里 这实在是让他难以相信 黄文狼也面色苍白 李三叔这一败 意味着黄家这边 再难请得出像样的高手来了 那么 黄家就不得不在 黄秦歌的生日当晚 收下一口棺材 从此以后 黄家的颜面何在 提及黄家 恐怕都会有人 拿这件事来说笑了 黄家的脸 可不能丢啊 黄文狼狠握了握拳 但是 面对强大的陈雄飞 又有什么办法呢 齐等贤对黄骑兵说道 你看 我说对了吧 我的眼光 一向很少有失误的 众人 在这个时候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的确 如果第一次齐等贤说中了 那可能是运气 但第二次还是说中了 那就不是运气了 黄文涛皱了皱眉 冷冷地道 你很有本事 那你去试试 我看热闹 干嘛要去 齐等贤反问道 黄文涛被他对得有些无语 勃然大怒 你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只会张着嘴巴 大放厥词而已 所以你怎么说好了 齐等贤笑呵呵地回应道 陈雄飞旦淡点了点头 道 他很识趣 知道光放嘴炮 不会挨打 但是 不知死活的话 那就会挨打了 我想看看 现场还有谁不知死活的 何定坤一脚 把棺材踢得闷响了起来 冷笑道 黄家 如果没人了的话 那就赶紧把这口棺材给收下吧 我还要赶时间回香山去呢 黄家众人面色难看 左顾右盼 希望能够从人群当中 请出一个高手来 齐等贤 黄勤哥在这个时候 拉了拉齐等贤的袖子 低声喊道 黄小姐 齐等贤看了他一眼 黄勤哥说道 你能不能帮我们黄家一次 把这个家伙打趴下 齐等贤说道 那不能 我看热闹的 而且 你大伯也不相信我 黄文涛气得想吐血 狠狠瞪了齐等贤两眼 一旁的李天洛就嘲笑道 勤哥 你不用跟他在这里啰嗦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本事 就算上去了 也只不过是会被陈雄飞给打成一堂烂泥 我这就打电话从李家请高手过来 肯定能干翻这个陈雄飞 黄文涛却是摆了摆手 微微摇头 这个时候打电话去请高手 显得太下作和小气了一点 会让人看不起的 到时候 丢的就不单单是黄家的颜面了 还是整个中海市的颜面 他丢不起这个脸 今天是我的生日 有人送棺材 真的太过分了 黄勤哥忍不住低下头来 叹了口气 非常的难过 你不想帮黄家 那能不能当时帮我一次 这样的生日礼物 我不想收 而且 你还没送我礼物呢 你帮我退掉这礼物 就当是 送我最好的礼物了 黄勤哥说着 与其变得非常的恳切 七等贤皱了皱眉 然后无奈一笑 道 好吧 小姑娘过生日 上门送棺材 的确是有些过分的 我们监狱里 都没有这么操担的家伙呢 七等贤这一答应 大家都不由一愣 一个个不可思议地看向了他 觉得他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吹牛逼骗人就算了 莫非还把他自己给骗了 真觉得自己 就是天下无敌的高手 可以挑战陈雄飞 喂 冷静冷静 于供奉和李三叔都说了 你上去干什么 找死啊 李云婉看不下去了 虽然还有些生气 但还是上来拉住了七等贤 你不准去 乔丘梦也是黑着脸走上来 沉生说道 尽管讨厌七等贤 但是 若他被陈雄飞打死 或者是打残了 那自己的老爹 可不会放过自己 七等贤吃笑一声 道 我想做的事情 还真没人拦得住 说完这话之后 他随手一挥 甩开了李云婉的手 直接就大步踏入了场内 与陈雄飞对峙了起来 哄 现场一片哗然 没想到七等贤 居然真的赶上去 跟陈雄飞这样的高手过招 简直太亡命了 李云婉忍不住转头 对黄情歌道 你要害得他受伤 或者被打死了 我跟你拼命 乔丘梦听到这话 不由狠狠愣了愣 这句话 不是应该由自己来说吗 不过 他从未想过 自己应该说这样的话 虽然恨不得早点跟人撇清关系 但诅咒七等贤去死这种事情 他是做不出来的 云婉不是开玩笑 故意搞暧昧耍他 而是来真的 乔丘梦震惊地想着 黄情歌抿了名嘴 笑了笑 道 放心 他不会有事的 黄文涛看着齐等贤的背影 脸上总算没那么厌恶了 道 无论成败与否 他都是我们黄家的朋友 李天洛连连冷笑 抱着双臂在看戏 就连三叔都落败了 那么 齐等贤对上陈雄飞这样的好手 估计只有死路一条了 真是自不量力 为了吸引黄小姐的注意力 什么事都敢做 我看这家伙 多半是要被陈雄飞给打死了 刚刚他说话难听 还得罪了陈雄飞来着 这种垃圾放放嘴炮也就算了 居然真的热血上脑 去跟人单挑 热血上脑 我看是金虫上脑吧 也不撒泡尿兆兆 自己是什么样的癞蛤蟆 也想配得上黄小姐 第104半部崩拳 陈雄飞看到齐等贤都登场了 不由笑了笑 看来 中海还真是没什么高手 黄家也的确是没什么人了 陈雄飞若有所思地说道 齐等贤没有说话 把插在兜里的两只手都掏了出来 随意地垂在身侧 看上去一副松松垮垮的模样 没有半点高手的风度 大家都是不由摇头 觉得齐等贤很快就会 被陈雄飞给打死 黄家众人的面色 不由紧张起来 尤其是黄文朗和黄骑兵父子两人 他们觉得 齐等贤有机会创造奇迹 两人是见过齐等贤一些手段的 所以 在齐等贤主动登台后 并不觉得 他就是去找死 而是有机会获胜 虽然机会不大 我给你一个弃暗投名的机会 我可以考虑手下留情 陈雄飞说道 我也给你一个机会 你撑过五招 我说你当徒弟齐等贤 很认真地说道 这话一出 现场直接炸锅了 说什么傻话呢 撑过五招 我看 是他自己撑不过陈雄飞三招吧 是啊 于供奉在三招之内 都败给了陈雄飞 他算什么东西 居然让陈雄飞撑过五招 收他为徒 虽然这话听起来很解气 但不得不说 也很傻逼 从这种人的嘴里说出来 让人觉得可笑 大家都是纷纷摇头起来 觉得齐等贤脑子有问题 居然敢和实力强大的陈雄飞这么说话 陈雄飞也是不由愣了愣 然后神色变得阴沉起来 冷冷到 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狗东西 齐等贤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问道 打不打 别那么多废话 你觉得我连战两场 消耗体能 所以有可趁之机 陈雄飞直接审笑了起来 我看得出来 你一直都在节省体能 齐等贤淡淡地道 陈雄飞冷笑道 没想到你还有那么点眼光 但你既然执意要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好了 说完这话之后 陈雄飞的身体微微一沉 腰马往下扎去 他这一扎马步 立刻给人一种 骑在奔马上的感觉 挤住抖动 身体微微起伏 非常的灵动 不像一般舞者那样死硬 刷 陈雄飞动了 脚步贴地 宛如踩在了 冰面上滑行过来一般 速度之快 让人瞠目 显然 齐等贤的话 让他有些不舒服 所以这一战不准备 用节省体能的方式来解决 一瞬之间 陈雄飞已经到了 齐等贤的面前来 身体微微一撇 抬手一锤 对着齐等贤的腹部 就狠狠锤打了过去 太极撇身锤 不错吗 齐等贤认真地道 双脚往外一掰 左脚滑开 右脚一扣 整个人踩了一个圆 从陈雄飞身旁溜了过去 陈雄飞在 在齐等贤运出这步伐的瞬间 神色就变得凝重了起来 陈生说道 八卦掌 说完这话之后 他脚步连踏 往右侧急行 蹬蹬蹬连踩三步 赶上齐等贤 右手一甩 左手护胸 拳头如大锤般杂击 像齐等贤的太阳穴 呼 齐等贤深深吸了口气 猛然一吐 右手贴在身体中线部位 一下拉起 在额头上撑开 这一掌 恰好搁挡住 陈雄飞的拳头 这是八卦掌当中的抬身掌 可为什么 掌尽这么大 陈雄飞内息圆满 拳劲刚猛 但是此刻 他的拳头被齐等贤手掌一抬 竟感觉到一股距离破土而出那般 要将他整个人给顶飞了 陈雄飞嘴唇一抿 右脚踏步往前 稳住重心的同时 直直跨入齐等贤的两腿中间 又跨一摆 膝盖对着齐等贤的大腿内侧撞击过去 齐等贤根本不退 抬起的手掌 猛然往下一落 宛如一口大刀 横空斩来 开刀炸草 陈雄飞心里又是一惊 同时 膝盖撞到齐等贤的大腿上 这一撞 他感觉仿佛撞在了铁板上 本应该最是柔软的大腿内侧 此刻却宛如钢铁般硬朗 这一撞上去 反倒是把自己的膝盖撞得生疼 隐约间 陈雄飞 还听到齐等贤体内 传来一股龙鹰虎啸之声 心里更是惊讶了 这个人非但精通八卦掌 还精通龙鹰铁布山 虎啸金钟罩 两门横练功夫 一身血肉的抗打能力 不是常人能及 齐等贤在幽多监狱当中的前几年 可没有二当家 这个称呼 整天被老爹扔给那些穷凶极恶暴虐 按在地上猛锤 要不是一身横练炉火纯青 恐怕狗头都已经被锤爆了 他逐渐成长起来之后 那些犯人 便已都不是对手 所以 少不得恭恭敬敬敬称呼一身二当家 陈雄飞的手臂 刚被齐等贤的掌刀切中 立刻就感觉到痛入骨髓 自己的弹劲 根本弹不开对方的掌劲 而且 那股掌劲分明就是明镜 切住手臂时 却偏偏有暗镜透体的感觉 这人的功夫 到底有多高 陈雄飞惊恐无比 瞬间收回手脚 脑子里灵光一闪 一个如风四臂 推了出去 恰在此时 齐等贤的后脚往前一进 不多不少 正好半步 与此同时 他的拳头沉下 往前一送 众人就听到崩的一声 好像某根弦断开了一样 半步崩拳 陈雄飞愕然 齐等弦刚刚用的还是八卦掌 但这一刻 用处的却分明是 行异拳当中的半步崩拳 这半步崩拳 可谓行异拳的一大杀招 是行异宗师郭云生 在监牢当中所领悟 因为身上带着镣铐 所以练拳的时候 只能半步半步往前走 出狱之后 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半步而行 而且 打出来的这崩拳 威力也是超乎寻常 于是 郭云生也便有了半步崩拳 打天下这样一个称号 陈雄飞的手掌 根本封不住其等线的拳头 他的拳头 好似一枚火箭弹一样 从陈雄飞的手掌之间穿过 重重一下 落在了对方的胸膛上去 啪 如鸡败歌 陈雄飞的身体 没有向后倒飞 而是胸前衣服 在被拳头接触 瞬间扭曲成了一团 带有湿漉漉的水渍 整个人的身体宛如触电一样 剧烈哆嗦起来 双手一抬 捂着自己的胸膛 跪倒在地 再然后就是扑通一声 俯身倒下 可惜了 也就三招 再撑两招 我指不定就大发慈悲 对你指点指点了 七等贤甩了甩手 态度随意地说道 眼前这一幕 让现场的人都目瞪口呆 何定坤忍不住狠狠咬了一下 自己的舌头 少舵主陈雄飞 竟然被这样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家伙给打败了 中海 何定坤道 把棺材带回香山去吧 今天 皇家是不收你这份礼了 何定坤 只得面色难看地点了点头 心有不甘 却又无可奈何 半赏之后 陈雄飞才从地上爬起 满脸憋屈 道 今天我输了 下次有机会 再找你讨教 说完这话 他与何定坤 直接带着棺材上了直升机 乘坐直升机 离开了这艘游轮 现场响起了掌声来 带头鼓掌的人 正是黄文朗和黄文涛两人 李天洛的脸色难看 像射死苍蝇一样难受 他也没有想到 齐等贤居然有这么强大的武力值 竟然击败了连李三叔都无法匹敌的陈雄飞 总算有个像样点的高手了 这陈雄飞比那个康向荣 强了一些齐等贤心里默默想着 打了一架 反而觉得有些舒坦 乔丘梦的神色最是复杂 深深看着齐等贤的身影 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半赏之后 他才喃喃自语道 功夫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这个社会 能打得过枪 打得过飞机大炮吗 齐等贤身上出现的一些闪光点 让他心情复杂 甚至有些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眼光有问题 反而自己给自己找了借口 来回避 乔丘梦笃信 自己需要的男人不是一介武夫 而是能够在商场运筹帷幄 或者是能在政坛翻云覆雨的 齐先生 这次还真是要感谢你了 以后你就是我们皇家的朋友 有什么事 可以找我们皇家摆平 黄文涛对齐等贤的态度 也变得客气了起来 黄情歌满脸的笑意 道 谢谢了 我可不想收那样的生日礼物 何家的人太过分了 这个时候 也没什么人敢再看不起齐等贤这个 在大型宴会上 身穿休闲装的格格不入的家伙了 李云丸等到他跟皇家的人聊完了之后 这才过来 拉着他道 你有没有受伤啊 齐等贤道 眼睛没用的话 可以捐了你没看到 伤的是陈雄飞吗 李云丸的嘴角一撇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自己好心过来关心这家伙一下 结果 他就这么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的 王八蛋 再也不管你了 李云丸一脚对着齐等贤的小腿踢了过去 齐等贤自然不会挨着 把腿一下挪开 让他的脚落空了 李云丸想着 自己若是能够打得过齐等贤 一定要把他给捶死 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别生气齐等贤轻松愉快地笑了笑 伸手拍了拍李云丸的肩膀 黄情歌很漂亮吗 值得你去帮他卖命啊 陈雄飞这么厉害 你没看到啊 要是你失手了怎么办 李云丸立刻来劲了 一连串问题炮弹一般轰出来 问得齐等贤满脑袋问号 黄情歌的确很漂亮 而且身份背景也摆在哪 老爹是弑手 大博是巨父 黄家虽然比不上郁家 或者徐家那样的庞然大物 但也有绝对深厚的底蕴 可以说 黄情歌绝对是无数男人 想要娶到的女人 娶了她 便意味着拥有了黄家的人脉和势力 不过 齐等贤却没这么想过 帮黄情歌 只不过是单纯拿她当朋友 而且觉得 何家在人小姑娘的生日上送棺材 的确太不会做人了 李云丸还想发飙呢 却发现齐等贤的眼珠子直勾勾的 不由脸色一红 背过身去 怒道 没看过呀 真没看过 齐等贤收回目光 笑了笑 说道 刚当他情绪激动 手舞足蹈的 那本就一于常人的胸膛 自然跌宕起伏 很是让齐等贤觉得赏心悦目 齐等贤走上前去 轻轻把手搭在李云丸的乡间上 微笑道 好了 知道你关心我 心意我领了不过 你也没必要为我担心 我本事大着呢 谁为你担心啊 我只是担心 梦梦手寡而已 李云丸傲娇的说道 游轮在晚宴接近尾声的时候返航 于晚上十点左右 停靠到了港口来 齐等贤 我们随时联系哦 黄情歌在齐等贤下船的时候 笑盈盈的对他说道 不远处的李天洛听到这话 气得身体都不由易懂 但也什么都没有说 一定要让齐等贤好看 但齐等贤击败陈雄飞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又让他不得不心生忌惮 争风吃醋这种事情 自然只能暂且暗下 看看下次有什么机会 李少不是要教训教训我吗 怎么走这么快 齐等贤对着走在前方的李天洛说道 李天洛装作没听见 上岸之后就直接上了车 快速离开 坐在车上 李天洛狠狠握了握拳 冷声自语道 不要以为自己有点武力 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我们李家的高手 多如牛毛 而且光有武力而没有权势 终究也不过一介武夫 乔丘梦对齐等贤道 你去哪里 回家啊 齐等贤看了他一眼 准备上李云婉的车 让李云婉送他 坐车 我送你回去 乔丘梦说道 齐等贤倒是没想到 这回乔丘梦居然主动关心自己 而且还愿意送自己回去了 李云婉心里觉得有些不妙 如果乔丘梦送了齐等贤回云顶山庄 那他会不会改变心意 要是乔丘梦的态度变了 主动起来了 那依着两者之间的身份 他李云婉是万万讨不到好和先机的 进水楼台仙得月的道理 谁都知道地址在哪里 乔丘梦坐上驾驶座 问道 云顶山庄 云顶天宫齐等贤道 嗯 乔丘梦听到之后 不由很是惊讶 瞪圆了自己的眼睛 不过 这一次 他没有质疑 默默把车点火 直奔云顶山庄而去 李云婉无奈叹了口气 算了 一切看天意了 李小姐 这是齐等贤的钱包 刚刚他跟陈雄飞动手的时候 落甲板上了 在这个时候 黄骑冰匆匆从船上跑了下来 没找到齐等贤 只能招呼李云婉过来 李云婉接过钱包 笑道 谢谢黄少 黄骑冰道 不客气 要我派人送一下李小姐吗 不必了 李云婉摇了摇头 心情还有些郁闷 他回到车上 打开齐等贤的钱包 随意地翻了翻 除了证件和几张零钱之外 他还在里面看到了一张门卡 云顶天宫的门卡 李云婉看到这张门卡之后 脸上的郁闷一扫而空 还真是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啊 第106钱包 乔丘梦一路上都没有什么多话 直接把车开到了云顶山之巅来 这里 唯有一栋别墅孤高而立 成为整个云顶山庄当中 最为鹤立鸡群的存在 玉小龙和龙亚男正 站在别墅的门口 摇了摇头 想要离去 这是他最后一次来了 显然 他也觉得自己 见不到楚无道 但是 这个时候 然后惊喜 车门打开之后 玉小龙不由大吃一惊 车里下来的人 居然是齐等贤和乔丘梦 玉将军 乔丘梦看到玉小龙之后 也是不由一愣 然后急忙打招呼 乔小姐 玉小龙对着乔丘梦微微点头 然后转头看向了齐等贤 玉小龙淡淡地问道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齐等贤冷淡道 我回家呀 关你什么事 你以后能不能别老来我家门口烦我 玉小龙听到这话之后 不由狠狠一正 睁大了自己的眼睛 齐等贤住在这里 不然的话 他怎么知道自己来过 龙亚男则是满脸的不屑 上次在云顶山庄 见到过齐等贤 他也说是回家 但实则是来送外卖的 这一次 不知道什么原因 跑到云顶天宫来了 居然还敢厚着脸皮 说自己是回家 乔丘梦尴尬道 注意一下你的态度 他觉得自己在面对玉小龙的时候 也有些尴尬 毕竟 齐等贤是被玉小龙给踹了的男人 齐等贤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齐等贤 你什么时候这么没脸没皮了 云顶天宫 是你家 龙亚男冷着脸问道 乔丘梦没有说话 看着齐等贤 他一路上满心疑惑 但一句话都没有多问 就是准备相信齐等贤一次 玉小龙也是态度漠然 就这样 看着齐等贤 心里甚至隐隐有些期待起来 齐等贤伸手在兜里掏了掏 却是不由一愣 道 我钱包好像落在邮轮上了 门卡 放在钱包里 听到齐等贤的这句话之后 龙亚男直接哈哈大笑了起来 玉小龙冰冷的脸上 也是不由流露出一丝笑意 带着一丝轻蔑 几分不屑 还有失望 乔丘梦则是整个人都愣住了 半晌之后 默默叹了口气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你会用这种跛脚的说辞来应付 你带着乔小姐到这里来 怕是也想借用这栋别墅装逼 坑蒙拐骗吧 龙亚男冷笑着问道 齐等贤摸了两边口袋都没能找到 确信自己的钱包是落在邮轮上了 说道 你爱信不信 我住哪里 与你何关 龙亚男痴笑一声 说道 不得不说 做男人做到你这种地步来的 真是有些丢范了 自己没什么本事 却一天把大话说得比天还高 比地还阔 这会儿谎言为是不下去了 又找个如此跛脚的理由 简直惹人耻笑 玉小龙收起脸上那种古怪的笑意来 平静地说道 齐等贤 一个男人如果狠下决心 脚踏实地去做事的话 就算无法达到从前的高度 但也未必会差到哪里去 齐等贤冷冷道 你再叫我做事啊 玉小龙摇摇头 没有再说话 龙亚男不屑道 小姐这是好心提点你 要知道 像你这种人 平常连见小姐一面的资格都没有 他愿意跟你说话 那是你的福分 我如果是你 就老老实实找一份工作 脚踏实地地去做 而不是只知道装大佬 想着办法来忽悠人 你被揭穿了 难道不觉得很丢脸吗 龙亚男越说 看着齐等贤的眼神 也就越加鄙视 仿佛一尊高高在上的神灵 在俯视一只卑微不堪的蝼蚁一样 傻逼 齐等贤撇了撇嘴 龙亚男想发飙 玉小龙却道 我们走吧 说完这话之后 玉小龙和龙亚男上了车去 静止离开这里 这个人 真是越来越不堪了 龙亚男冷哼道 玉小龙坐在车内 闭目养神 心情有些不愉快 毕竟 来的几次都没能见到楚无道 等到两人走了后 乔丘梦这才对着齐等贤摇了摇头 道 齐等贤 玉将军说的对 你应该听听 齐等贤不由无奈 摊了摊手 道 你也不信我住这里了 住哪里不重要 关键是要秉持一颗真诚上进的心 否则的话 一辈子都只会是个废物 乔丘梦眼中难掩失望 邮轮上所发生的一切 让他重新审视了 齐等贤一下 所以 在送他回来的路上 他一句质疑的话都没有说过 可是 到了这里来之后 他却是发现 齐等贤带给他的还是失望 那拙劣而又跛脚的理由 也的确惹人耻笑 齐等贤道 我这就打电话 让皇家的人 把我的钱包送过来 乔丘梦道 我先回去了 你自便吧 说完这话之后 他转身上了车 一脚油门下去 再不留恋 离开了云顶山之巅 一边开着车 乔丘梦一边觉得 心里有些略微发酸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将这种复杂的情绪 从自己心里彻底甩出去 这一次 他对齐等贤 还真是失望透顶了 齐等贤的演技 太拙劣了 甚至还当着 玉小龙的面在表演 算了算了 反正他就从来没有相信过 我齐等贤无奈一摊手 摸出手机 准备给黄文朗去个电话 询问一下自己钱包的下落 号码还没拨出去 李云婉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李云婉开口就道 齐四儿 是不是发现自己 没有门卡进屋了呀 齐等贤不由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钱包在你手里 对啊 你走之后 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李云婉笑音音的说道 我就在云顶天宫齐等贤说道 你快来 我等着你 李云婉挂了电话后 脸上不由浮现出一丝笑意 他刻意拖延了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才打这个电话 我这算不算心机表 应该不算 如果孟孟真的相信齐等贤的话 陪他在别墅门口等二十分钟 那我也就输得心甘情愿了 李云婉默默想着 如果他赶到之后 乔丘梦还在那陪着齐等贤 那么 他觉得自己应该会做出一个决断来的 不过 李云婉开车到达之后 却并没有发现乔丘梦的身影 他只看到了齐等贤一个人 就那么随意地坐在别墅门口的花坛上 那身影 还显得有些孤独 第107快功 齐四 梦梦回去了 李云婉停车 走到齐等贤的面前 看了看之后 这才问道 齐等贤点了点头 从他手里接过钱包 拿出门卡来 熟练地刷开了大门 好了 谢谢了 你回去把齐等贤打开大门后 就静止往里走去 高情商 谢谢了 已经晚了 要不就在这休息 低情商 谢谢了 你回去吧 李云婉一愣之后 直接让齐等贤这等低情商行为 给齐的脑袋都要炸了 对着他的屁股 就是狠狠一脚踹了过来 嘴里还粗暴骂道 你他妈的 要气死我 齐等贤脑后长眼 往旁边一让 李云婉踹了个空 脚一落地 身体重心前轻 自然而然就是一碗 痛得扑通一声跌倒在地 哈哈哈哈 害人不成 反受其害 齐等贤在一旁 插着腰哈哈大笑 李云婉痛得呲牙咧嘴 眼泪花子都要掉下来了 听到齐等贤这笑声 不由哭笑不得 这家伙是真的没脑子吗 这个时候了 居然还在笑话自己 齐等贤伸出手来 没等李云婉回过神 就一把将他拉起 哦 我当然会拉你起来的 但前提是 等我笑够了之后 李云婉气得不行 觉得跟这伙相处的时间长了 自己一定会折瘦的 疼 刚一站稳 右脚脚踝就传来钻心的疼痛 指的伸手 拐着齐等贤的脖子 齐等贤看李云婉这模样了 情伤再低 也不可能赶他回去了 索性一弯腰 直接把他整个人公主抱了起来 走进屋里 李云婉第一次让男人这么抱着 脸色不由有些发红 浑身皮肤都在发烫 轻轻抿着自己的红唇 把脑袋撇开 免得出球 在沙发上坐稳之后 李云婉抬起脚一看 好家伙 脚踝已经肿起了一个大包来 这让他气不打一出来 本来是准备 替齐等贤一脚的 结果反倒是把自己伤到了 委屈啊 生气啊 齐等贤从药箱里 找出跌打止痛的药水来 直接扔给了李云婉 不过 李云婉揉了两下 就呲牙咧嘴下不去手了 齐等贤哭笑不得 只能过来帮他 这一顿揉腻按摩 把李云婉痛得死去活来 几乎在沙发上打滚 脚踝上的皮肤都被搓红了 他的额头上 都痛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来 李云婉穿的还是礼服 因为疼痛 而有些不顾一态 在沙发上死去活来的 自然让齐等贤也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光景 不得不说 李云婉的皮肤光滑 身材匀称 再加上疼痛时哼哼唧唧的声音 还真是让任何男人听了 都忍不住浮想联翩 齐等贤想到了一句古诗 绕梁三日 余音不绝 他甚至有一种 让李云婉继续在叫几声的恶趣味 都怪你 就不能少惹我生气一点吗 李云婉不由气呼呼地说道 把脚缩了回去 这也怪我 齐等贤无奈贪手 女人还真是奇怪的生物 明明是他先不讲武德 来骗来偷袭 自个儿失手摔倒了 现在来怪他不讲武德了 果然 女人只会影响拔刀的速度 明天你得送我回家 我脚崴了 把刹车当油门踩 可就完了 李云婉说道 这不是女司机的常规操作 齐等贤淡淡问了一句 李云婉只觉得眼前一黑 差点被狗东西给气昏过去了 他想着 明天的让父亲见一见齐等贤 好为自己以后的打算提前铺路 李云婉是单亲家庭长大 母亲和父亲离婚离得走 现在 母亲在外省工作 而父亲则掌管着木子集团 真的 你气我气多了 以后连朋友都当不成 李云婉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 摊在沙发上 满心的憋门 齐等贤笑了笑 说道 行吧 你今晚就住这 反正你也是常客了明天一早 我送你回家 正说话间 他就接到了向东勤打来的电话 他没想到 这么晚了 向东勤居然还会打电话过来 你手里是不是有杀人傲的两百亩地皮 向东勤开门见山地问道 是啊 齐等贤答应道 我刚把乔氏集团手里的所有杀人傲地皮 都原价收购了过来 你手里的地皮也好好留着 到时候 我一并开发 向东勤说道 那两百亩可不能都给你 顶天给你一百亩 另外一百亩 我准备交给木子集团齐等贤认真道 向东勤说道 随你吧 反正我即将就杀人傲地皮的开发 而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这个公司 你是负责人 齐等贤不由狠狠一愣 没想到向东勤居然会如此为以重任 喂喂喂 我可不想管这么多的事情 我已经答应帮你搞定徐傲雪和玉小龙了 你别太过分 齐等贤大怒道 碰 电话直接被挂断了 嘟嘟嘟的盲音传来 齐等贤恼火道 向东勤这女人 太气人了 不行 我非得打回去骂他一顿 李云丸忍不住好奇 问道 怎么了 向东勤准备成立一家新公司 然后让我来当 这个公司的老大齐等贤气氛无比的说道 晕 李云丸听到这话 先是一愣 然后险些直接被气晕 伸出颤抖的手指 狠狠指着齐等贤 怎么了 我没气你吧 齐等贤咒没道 你你你 你他妈的能不能不要这么发而散 李云丸有一种吐血的冲动 向市集团要成立一家新的公司 而且交给齐等贤运营 那是何等的大好事啊 齐等贤居然觉得 像东勤是在坑他 还准备打电话 过去骂人 齐等贤说道 答应给你们开发的两百亩要减半了 最多给你们一百亩不过 这也差不多够了吧 嗨 真没想到 我千叮名万嘱咐让邱梦不要卖地 没想到 这块地还是被卖了 这脑残操作 应当不是他办的 毕竟 今天他一直都在邮轮上 李云丸没意见 两百亩帝是齐等贤的 愿意让利给木子集团 那是情分 而且 一百亩帝也不小了 想到齐等贤为了自己 与向东勤讨价还价 把手里的地皮分了一半出来 他心里就不由热乎乎的 谢谢你 齐四儿李云丸目送秋波 深情款款地看着齐等贤 齐等贤被他这神情 整得有些束手无策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李云丸趁着他愣神的时候 直接靠近了他的怀里 双臂紧紧搂住他的脖子 一口就亲了上去 他知道 自己是时候加快攻势了 毕竟 乔丘梦有先天优势 若是在自己拿下齐等贤之前 醒过神来 那么 自己可就完败了 嗯 齐等贤目瞪口呆 他很不想 承认自己是个土鳖 但在应付这种事情上 的确是个土鳖 不过 他好歹是知道 接吻 得把舌头伸进去 第108脑子坏了 李云丸也不知道 自己闭着眼睛承受了多久 齐等贤的攻势 简直就像他的半步崩拳一样霸道 直到快要窒息的时候 李云丸这才猛然 一把推开了他 然后红着脸 匆匆跑回了房间 把大门砰一声 重重摔上 齐等贤坐在沙发上 愣神了几乎十来分钟 然后才摸了摸自己的嘴唇 恼火道 咋还咬人呢 不过 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都十分让他值得回味 那柔嫩的红唇 软软弹弹 好似果冻 那却舌 香甜软糯 滑不留口 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 我应该早几年 离开幽多监狱的 吊打一群大老爷们 虽然也有乐趣 但哪里比得上 影响我拔刀的女人啊 齐等贤扪心自问 想着想着 甚至觉得有些郁闷 难怪屠夫那老东西 会经常说婚段子 还一堆人围着听 这军阀 学着商周王 搞什么九池肉灵 以前觉得搞笑 现在想想 竟然有些羡慕 小丑竟是我自己 齐等贤这个晚上 有些彻夜难眠 晚上甚至还爬起来 冲了好几道冷水澡 好学没给自己搞感冒啊 第二天精神疲倦地爬起来 就看到楼下 李云婉 鬼鬼祟祟 从浴室里出来 身上只裹着一件浴巾 流氓 偷窥是吧 李云婉发现 齐等贤了之后 不由怒声呵斥到 没有 齐等贤咳嗽一声 转过头去 不过 那白花花的大腿 真好看啊 这个早晨 李云婉发现 齐等贤在面对自己的时候 似乎变得有些腼腆了 有时候 甚至还会偶尔脸红一下 说话也没往日那么利索了 果然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预警 哼哼 迟早败倒在我的十六群下 李云婉得意地想着 不过 李云婉这个夜晚 过得也没好到哪里去 反正是翻来覆去了许久 若非早上化了妆 黑眼圈都遮掩不住了 喂 齐四 大方一点了 不就是亲了个嘴吗 有什么稀奇的 李云婉大大方方地 拍了拍齐等贤的肩膀 豪爽笑道 哈 齐等贤只能尬笑 无法接话 李云婉看到他难得的窘迫 心里不由越发得意了 总算也有让这家伙吃别的时候了 齐等贤掺着一瘸一拐的李云婉上了车 送他回家 喂 爸爸 李云婉在车上接到了父亲李龙一打来的电话 云婉 你昨晚怎么没回家呢 到哪里去了 李龙一问道 哦 我昨晚参加黄小姐的生日宴会嘛 后来喝多了 就到梦梦家里睡的李云婉毫不犹豫的撒了个谎 李龙一也不多问什么 只是道 那你现在快点回家来 家里来的客人 是你姜哥 李云婉忽然就有些不想回家了 这个姜哥 是父亲极力推崇的一个追求者 希望李云婉能跟他结婚 不过 李云婉并不希望如此 所以 只能一直蓄意尾舌 齐等贤送李云婉到了家 看他的脚还是不方便 就只能搀扶着他进屋 李龙一这个已经五十来岁的男人 看到女儿被一个陌生男人搀扶着进来 脸色立刻就是一变 冷冷地道 你是谁 他是我朋友 齐等贤 我脚受伤了 特意让他送我回来的李云婉说道 这时 坐在沙发上的姜勇站起身来 看到李云婉被齐等贤扶着 便急忙上前 笑道 兄弟 让我来就好了 齐等贤皱了皱眉 没有让 直接掺着李云婉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姜勇脸上不由闪过一丝不快 齐等贤斜眼 打亮了姜勇一眼 穿得很休闲 全身上下都是阿玛尼的新款 腕表也是僵尸单顿 显然是个精英阶层 姜勇也打亮了齐等贤一眼 衣着普普通通 看不出什么出奇的地方来 没有手表 甚至只掌尖有老简 显然是个干粗活的人 不值一提 姜勇心里闪过一丝笑意 暗暗想着 觉得齐等贤在他面前 什么都算不上 没有任何竞争压力 李龙一直接无视了齐等贤 连打招呼的心思都没有 对着李云婉说道 最近虎门集团放出风来 说是你得罪了他们的人 准备对木子集团动手 我找人上门接洽 结果 直接就被赶了出来 虎门集团是大财雄 我们碰不过他们 李云婉一愣 没有想到虎门集团的 报复来得这么快 他们针对木子集团 还是因为 上次他和齐等贤 在一块吃饭的原因吧 王虎的老脸 被半路杀出来的黄骑兵 给落了个一干二净 肯定得找回厂子来的 没事 我已经有对策了 齐等贤答应给我一百亩地 让我们进行开发 现在虎门集团 正跟向氏集团对峙 肯定不敢有别的大动作 生怕被抓住破绽 我们到时候 把这个风放出去 他们自然会知难而退的 老爸 你不用担心 李云婉 蜘蛛在握一样的表情 微微笑道 江勇听到这话之后 不由一愣 转头看向七等贤 这家伙有一百亩地 而且交给木子集团开发 莫非是个隐藏大佬 这要牛逼的吗 李龙一忍不住问道 一百亩 在哪呢 杀人傲李云婉说道 扑 江勇直接笑喷了 李龙一也傻眼当场 怀疑女儿的脑子 杀人傲的一百亩地 恐怕还换不到 新世纪那边一百亩的地吧 我还以为这位齐先生 能拿出哪里的一百亩地呢 江勇摇头说道 李龙一也是冷冷地 扫了齐等贤一眼 鼻子里冒出一声冷哼 觉得李云婉 估计是被人给骗了 江勇看着齐等贤道 我见齐先生衣着普通 而且手上有老姐 多半是干农活干多了吧 你把家里用来 种地的田土拿出来 不怕被亲戚们骂吗 说这话的时候 他忍不住笑意 带着轻蔑与嘲弄 齐等贤淡淡道 我是狱警 不是干农活的那块地 是我收购的 脑子坏了 收购杀人傲的地 你收那块地 是准备方便你盖监狱 然后枪毙死刑犯 好做一条龙服务 李龙一直接毫不客气地开了口 就连李家的佣人们这个时候 也都不由轻笑起来 一个个交头接耳 杀人傲那地方我知道 以前是专门用来枪毙死刑犯的 据说还经常闹鬼 那种鬼地方 连人际都没有 居然去买那里的地 还真是脑子坏了 小姐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居然跟这样一个傻子当朋友 也不怕被人笑话 齐等贤平静道 这块地将会在未来 被省里化为重点开发项目 你们到时候就知道 这里的地皮有多值钱了 第109外卖 齐等贤的话 再一次惹来了大家的耻笑 江勇是笑得最大声的一个 他摇了摇头 道 我在经济领域当中 混了这么多年 有什么风吹草动 不说第一个知道 也能第二个知道 敢问齐先生是哪里来的消息 省里会重点规划杀人傲 莫非 齐先生家里有人 在省手身边工作 李家的庸人们 也都是鄙夷的看着齐等贤 显然不相信 省里的人脑袋又没有坑 怎么可能会把杀人傲 选做规划地 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规划起来有毛作用 齐等贤当然不会把黄文朗的那些话 告诉他们 提点一句 不信就拉倒了 像东秦那边 对他倒是深信不疑 听他提过一嘴杀人傲的地皮之后 就上了心 暗地里用闲钱疯狂收购了一波 像是集团的闲钱 那是以异计的 算了 还是好好聊聊 怎么解决虎门集团 对我们木子集团的敌意 再说吧 李隆一摇了摇头 拿捏得到轻重缓急 李云婉见老爹不相信 也是不由狠狠皱眉 齐等贤就这么不可信吗 反正 他是对齐等贤深信不疑的 江勇故意对齐等贤道 齐先生有什么好建议吗 齐等贤道 虎门集团现在跟向是集团角力 放风要对付木子集团 也只不过是想要捞好处而已 不一定真疼得出手来 木子集团这边 只需要拿到一些未来可期的项目 或者是联络上某位有影响力的大人物 即可下足虎门集团 李隆一道 没想到你还有点见解 江勇说道 这样好了 中午过后 我带李叔你去见我的老师 他肯定会给这个面子的 你的老师 李隆一神色不由一素 变得很凝重 我老师平日里很忙 不过 我的面子他 还是会给他说不定 能给我们五分钟的见面机会 能不能谈得下来 就看李叔你和我的配合了 江勇说道 好 我也早就想见黄大先生了 希望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有他出手的话 虎门集团也就不敢怎样了 李隆一高兴道 其等贤忍不住问道 黄文涛 江勇皱眉看了过去 道 你认识我的老师 李叔你要见黄文涛 哪里有这么麻烦 我直接打个电话 就能让他帮忙了 他在昨天欠了我一个人情 其等贤微笑道 也不撒泡尿 罩罩自己什么模样 就这样的人 能让黄大先生欠他人情 这人又开始吹牛不打草稿了 还黄大先生欠他人情 我说省手欠我人情呢 也真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呢 庸人们听到其等贤的这话 都忍不住议论起来 一个个发笑 纷纷摇头 黄大先生那种人 怎么可能欠一个狱警人情 江勇冷笑着说道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打听来的 我老师是谁 但是 你说我老师欠你人情 那就太可笑了 黄家 可是一方豪族 我老师 是身家百亿的巨父 他的弟弟 是我们中海市的尸首 你说 他欠你人情 你觉得有什么事情 黄家无法摆平 需要你一个狱警 来摆平呢 李龙义也是摇了摇头 没有理会其等贤 对着江勇说道 一会儿 你就直接带我去拜见黄大先生吧 江勇朗声答应了下来 爸 黄大先生真欠的其等贤人情 千真万确 我昨天看见的 李云婉低声对着父亲说道 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江勇 但人家是真心实意来帮我过难关的 连杀人傲被省里重点规划 这种屁话你都能信 还真是让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了 我知道你的想法 你找这人来 多半就是想应付江勇吧 不过 老爸我不得不说 你找错人了 这人太差劲 等江勇帮我过了这个难关 你必须好好考虑跟他交往的事情 否则 别怪我翻脸 李容易一摆手 直接把李云婉剩下的话给打断了 而且说得好生霸道 整得他是一阵无言以对 李云婉抿着嘴唇 对七等贤道 我爸他不相信你 反倒是对江勇深信不疑 你别生气啊 放心 他怎么看我无所谓的 我会帮你们家过此难关的七等贤笑了笑 平静地说道 谢谢 李云婉心中一暖 觉得七等贤真是个不错的人 同时下定决心 一定要加快攻势 早点给他拿下 梦梦 只能跟你说声对不起了 是你自己不相信他 放弃了一块蒲玉他心里暗想着 同时有些得益于自己的眼光 没过多会儿 有庸人跑出来说 老爷 家里的夜化器管道 坏了 今天中午 怕是做不成饭 李容易不由皱了皱眉 抬手看了一眼时间 说道 那我们到外面去吃吧 小江 我请你到天地大酒店去吃饭 这个点过去 怕是时间来不及了吧 而且 能不能排到桌子都不一定啊 李云婉也看了看表 说道 李容易不由一正 也是 天地大酒店生意太好 再加上时间有些赶 过去吃完饭 会耽搁与黄文涛的见面啊 齐等贤道 这不简单 交外卖就好了 外卖 那太不尊重客人了 规格太低 李容易皱眉 叫天地大酒店送外卖 被齐等贤淡淡道 哈哈 叫天地大酒店送外卖 这家伙说的什么蠢话 天地大酒店什么规格 他们从不给人送外卖 这家伙 真是个香巴佬 香巴佬就是香巴佬 连让天地大酒店送外卖 这种蠢话都说得出来 还真是让人无语啊 李云丸也是面色一炯 轻轻掐了齐等贤一把 笛声说道 天地大酒店 为了保持自身的高规格 从不配送外卖 甚至 要在酒店打包 都必须是吃剩下了 或者是吃到一半 临时有事才能打包 不能在菜品刚出炉的时候打包 江勇也不由比仪的 看了齐等贤一眼 这家伙 真是个不折不扣的香巴佬 真是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 李叔 算了吧 我们到外面随便吃点就行吃完了 我带你去见老师 江勇笑道 齐等贤却是已经摸出了手机 摇了摇头 道 酒店怎么可能不送外卖 你等着 我打个电话问问 说着 他从钱包里摸出一张卡片来 李云丸也没看清楚是什么东西 齐等贤照着卡片上的号码 拨通了电话 开口就到 天地大酒店是吗 我这里需要招待客人 你们给我安排一些菜打包送过来 第110黄大先生 电话那头的人不由一愣 然后说道 抱歉 先生 我们酒店是不送外卖的 哦 当初给我这张卡的人可是说 什么要求你们都能做到的齐等贤略微聪眉 先生 请问您的卡号是多少呢 那人一愣 齐等贤照着卡号念了出来 对面的人一何时 不由下的一个机灵 这张卡 也是储物到在齐等贤临走前交给他的 说是天地大酒店的特权卡 只要持有这张卡 可以获得该酒店的最高权限 先生 请您稍等 半个小时之内 我们的外卖就立刻送到 对方说道 齐等贤挂了电话后 对李云丸道 对面说半个小时之内会把外卖送过来 安心等等吧 李龙一皱了皱眉 问道 你确定你打的是天地大酒店的后码 当然 齐等贤点了点头 江勇不由大笑道 搞笑了不是 天地大酒店这种规格的酒店 居然会送外卖 你开什么玩笑呢 你该不会是随便打给了哪个路边摊的餐馆 然后一顿装模作样 让他们送外卖过来吧 哈 充这点面子 没什么意思 吃饭吗 不用这么讲究 填饱肚子就行了 齐等贤懒的 跟这个江勇解释 这哥们一直对影响着自己拔刀的女人心心念念的 他怎么看都觉得不喜欢 李龙一还想说什么 李云丸就到 哎呀 等等就是了吗 吃顿饭而已 搞这么麻烦干什么 李龙一觉得 也是 也就没再纠结下去 中午饭这种事情是小事 下午去见黄文涛才是大事呢 毕竟 虎门集团已经放出风来了 如果不早点解决的话 木子集团内部一直人心惶惶的 连事情都不好做了 半个小时之后 天地大酒店的外卖送来了 一群穿着白西装的服务员走在前面 手里托着银色的餐盘 餐盘上有圆形的盖子 江勇看的是一愣一愣的 道 还真像那么回事 尊敬的先生 您要的天地大酒店的外卖送来了 请您尽情享用领头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活像一位绅士管家 把菜放到了餐桌上之后 对着江勇恭恭敬敬地说道 不是我叫的外卖江勇脑子有些发猛 是我七等闲淡淡地道 那管家模样的人立刻转过身去 对着七等闲鞠躬 道 万分抱歉 认错了人尊敬的先生 请您享用 带您用餐结束之后 我们再回收餐盘 李隆益和李云婉看得也是一阵恶然 这规格 未免也太高了吧 李家的庸人们也都是惊讶无比 这些服务员的素质太高了 一个个都不怎么说话 露出八颗牙齿 始终保持微笑 每揭开一道菜 还要介绍一番 天地大酒店不送外卖的 我记得 江勇脸色难看的嘴硬道 理论上是不送的 但面对一些特殊的客人时 我们还是会送的管家模样的人 认真地说道 这位先生 就是我们天地大酒店的贵客 持有最为尊贵的会员卡 他的一切要求 我们都会照办 江勇连连摇头 说道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哪怕是咱们中海的皇室手 都不可能叫来天地大酒店的外卖 他一个预警 怎么有资格让天地大酒店送外卖呢 庸人们也都是连连点头 想要吃到天地大酒店的美食 那就必须到酒店去吃 绝对无法外卖 生意比较旺的时候 想要预约到一个包间 都需要排队到一两个月之后去了 这样的酒店 会给人送外卖 而且还是给一个小预警送外卖 江勇冷笑道 齐先生为了追求云晚 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居然找了这么一群演员来配合你 好彰显自己的牛逼 齐等闲懒的说话 挥了挥手 道 外卖到了 那就开饭吧 李荣义也觉得正如江勇所说 齐等闲或许是为了引起李云晚的好感 所以提前布置了这些 肯定是把自己的女儿给骗到了 不然的话 女儿干嘛会相信 杀人傲会成为省里的重点规划这种鬼话 你那张卡哪里来的呀 李云晚不由小声地问道 监狱里的犯人送的 你要喜欢的话 给你好了齐等闲淡淡地说道 他一向独来独往 基本没什么应酬 拿出去送给李云晚 也不觉得可惜 李云晚却是没收 觉得他有这个心意就好了 顺带着笑盈盈在他腰上掐了一把 齐等闲不由皱眉 自己貌似没惹这女人生气吧 干嘛又掐自己 午餐吃完过后 江勇看了看时间 笑道 我老是差不多这个点正好有时间 他能腾出五分钟来接见我们 李说 咱们要把握好这五分钟才行啊 嗯 李龙一神色严肃地点了点头 他已经换上了一身很合身的西装 梳了一丝不苟的大背头 整个人显得很正式 江勇斜着眼睛看了齐等闲一眼 微笑道 齐先生也一块去吧 带你见见世面 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大人物 他有心借助这个机会 让齐等闲看明白与自己之间的差距 然后自残行贿 从李云婉的身边滚蛋 李龙一觉得 这样也好 这人明显就是个骗子 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骗取了自己一向聪明的女儿的信任 让江勇狠狠打击打击他 也好让他知难而退 昨天才刚刚见过 也没什么稀奇的 李云婉不由轻声吐槽着 很快 一行人等就来到了一家俱乐部门口 江勇解释道 我老师每天午饭之后 都会来这里喝茶 会朋友现在 是他的休息时间 我已经提前联系好了 他会给我们五分钟 进来路上 都是齐等闲伸手 掺着扭伤了脚踝的李云婉 江勇心里虽然非常不爽 但也没说什么 他觉得 齐等闲自然而然会意识到 彼此的差距所在 李云婉也肯定会明白这一点 你们暂且等等 我进去跟老师说一声 江勇笑道 推开一间茶室的门 走了进去 片刻之后 江勇出来 对着李龙翼点了点头 道 李叔 您跟我进来吧 李龙翼的心情 不由激动了起来 对着李云婉道 你在这里等我出来 齐等闲不由愣了愣 黄文涛有这么大的谱吗 昨天的时候 可看不出来啊 黄大先生的名声 其实很响亮的 你不要不当一回事 李云婉对着齐等闲说道 是吗 齐等闲淡淡道 显然还是不当一回事 李云婉道 昨天要不是 何家的人来找麻烦 黄大先生都不会出面 我们根本见不到 他他这种人 神龙见首不见尾 说的夸张点 一般人能见到他 都是一种机缘了 哦 齐等闲依旧很淡定 第111打赌 你有没有在听啊